第七十九集 其实 他说的有可能是真的 姜妹雪冷静了下来 妹雪 你不要听他胡走了 这世上哪有鬼呀 赵倩喊着说道 上学的时候老师都说了 世上没有鬼 夏雨童也道 可你们忘了吗 咱们都被头摸过大腿 头摸女生 不是只有好色鬼才会做的吗 姜妹雪的 也对哦 也不见得是鬼呀 有可能头摸咱们的人是人的 赵倩道 没错 摸了咱们 他就躲了起来 所以啊 咱们没有发现他 夏雨童说道 可卖奶茶的时候 收到了冥币 你们怎么解释 姜妹雪又问道 这 香雪有人恶作剧呢 赵倩一时雨色 那为什么晚上打烊后 店里会出现很多脚印呢 而且 监控里面 明明什么都没有 姜妹雪再次说道 被你这么一说 确实好像有脏东西 喜欢来咱们店里捣乱 夏雨童突然觉得姜妹雪的话 挺有道理的 如果 我说的是如果真的有脏东西的话 咱们该怎么把它抓住呢 一时不相信世上有鬼的赵倩 也忍不住改变了口吻 晚上的时候 设一个局 把好色鬼给引出来 不就完了吗 我说道 怎么设局呀 而且 谁去引诱他 赵倩一连串地问道 引诱好色鬼 当然 得让美女出面了 你们三个 谁牺牲一下呀 晚上留在这 施展美人计 我看见了他们三个 他们三个捂着胸口同时 后退了几步 我不要 夏雨童 他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异口同声地说道 那就难办了 你们没有人愿意做出牺牲 怎么可能抓得到好色鬼呢 我苦笑道 要不 妹雪来吧 她身材这么丰满 好色鬼最喜欢身材好的女人了 夏雨童 把皮球 踢给了江妹雪 我再不要呢 要来就让倩倩来 她腿长 先学好色鬼 更喜欢美腿呢 江妹雪急忙地拒绝说道 我看呢 就应该让雨童来 好色鬼很可能喜欢 像她这种 走可爱路线的小罗利 赵倩又道 啊 不要啊 你们两个 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 夏雨童 捂着小嘴 喊了起来 这样吧 我出一个主意 你们能接受吗 我笑着道 你出什么主意啊 说出来 让我们听听 江妹雪问道 夏雨童和赵倩 也把美目 看下了我 一脸的好奇 不如 你们三个一起来 这样耗色鬼来了 也能有个伴啊 我以为啊 是什么好主意呢 原来是个嗖主意啊 听完后 夏雨童 一脸的不屑 没错 就这破主意 也好意思说 赵倩嘀咕道 我这是为了你们考虑 你们三个在一起 不至于这么害怕吗 那射局的时候 你在哪呢 赵倩又说道 我当然 贴身的保护你们了 你的道行怎么样 万一好色鬼来了 你能不能打得过他呀 江妹雪对我的实力 有些担忧 放心好了 别说一个好色鬼 就是十个 也不是我的对手 我拍了拍胸脯 希望你到时候 不要丢链子啊 夏雨童 担心地说道 等晚上 我会让你们 见证我的实力 我微微地一笑 一个在奶茶店 待到下午 点了份外卖 匆匆 往嘴里扒了着气口 晚餐 就凑合着 对付过去了 然后我们就打烊 西夜了 夏雨童 江妹雪和赵倩三个女孩 在奶茶店内 铺了一张床 躺在上面 喝一而睡 我坐在了奶茶店的凳子上 我在自己的头顶和双肩 分别用胶带 粘住了三枚铜签 有着三枚铜签在 我身上的三团火 全部被压制住了 这样 好色鬼来了 是看不到我的 转眼间 到了半夜 而我坐在凳子上 又困又累 夏雨童 他们三个女孩 躺在床垫子上 我也很想和他们睡在一起 可是贸然挤过去 又害怕他们会生气 坐在凳子上 已经是几个小时了 我屁股都坐疼了 就在这时候 异变终于发生了 门口的位置 突然是吹进了一阵阴风 接着 屋内的温度骤然下降 好冷啊 怎么变得突然这么冷啊 夏雨童他们 纷纷地坐了起来 温度突然变冷 他们起了一身的 鸡皮疙瘩 你们看 那是什么 床垫上面 突然塌陷了 一行的脚印 有人在找 咱们过来了 脚印在一动之中 朝着夏雨童他们 缓缓地靠近 鬼啊 快跑 三女顿时 意识到了不好 尖叫了一声 三人站了起来 拔腿就跑 可是 跑在最后面的江美雪 突然感觉有一双 结实的臂膀 从后面抱住了 她的小脉腰 不要了 放开我 江美雪 花容失色地喊了起来 好色龟 哪里逃 知道好色龟已经出现了 我急忙就冲了过来 我身上带了一把陶木剑 白天的时候 我已经勘察过奶茶店了 这个好色鬼的怨力并不强 普通的陶木剑已经足够对付她了 所以 我提前准备了一把陶木剑 用来防身 我过来后 握着陶木剑 朝着江美雪的背后 一见自觉 啊 一声凄惨鬼叫 地面上凭空多出了一颗戴着黑矿眼镜 身体有些肥胖 穿着背心和大裤衩子的好色鬼 她在屁股上被我刺了一剑 此时躺在地上疼得打滚 江美雪已经逃了出去 她站在了门口 惊魂未定地看着屋内 刚才就是你抱住了我 江美雪恼羞成怒地问道 对不起啊 你长得太美 我忍不住啊 好色鬼吞吞吐吐地道 上次摸我们大腿 也是你干的 江美雪恼走得过来问道 也是我 我十九岁就死了 死的时候还是个处男 连女人的手都没摸过 看见你们三个这么漂亮 忍不住在你们身上砍油 好色鬼一脸地羞愧 哼 敢占我们便宜啊 姐妹们一起打他 说着 赵倩拿着拖鞋朝着好色鬼打了过来 夏宇童和江美雪也拿着鞋子和鸡毛胆子朝他打了过来 哎呦 别打了 我知道错了 好色鬼躺在地上连连地就饶 见打得差不多了 夏宇童他们才停下了手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八十集 你去投胎吧 不要在这世上做孤魂也鬼了 我说道 我不 我死了之后才感觉到什么叫做幸福 我可以去偷看附近小区里的美女洗澡 也可以偷摸美女的大腿 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生前我连跟女人的毛都没碰过 死后拥有了一片森林 这么幸福的生活 我才不要结束呢 说话时 好色鬼是一脸的贪婪 变态 色魔 色眉心笑 夏宇童三女同时骂道 随你们怎么说 反正我现在过得很快乐 我还要偷看更多的美女 我不要离开这个世界 好色鬼阵阵有词 你如果继续冥完不灵的话 我不介意让你魂飞魄散的 我再次举起了手里的桃木剑 好色鬼感觉到我身上的杀意 瞬间就变了脸色 别冲动 有话好好说 好色鬼态度变得温顺了起来 你到底去不去投胎 我问道 去 当然去了 害怕我杀的 好色鬼连连的点头 嗯 这还差不多 我马上给你准备一场法式 让你去地府投胎 下辈子你好好做人 不要再这么好色了 我说道 下辈子投胎 希望我不要再做屌事了 连根女人的毛都碰不到的滋味 不好受啊 好色鬼这辈子失望透顶 咚咚 就在这个时候 外面突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 我们下意识地朝着门口看去 谁啊 夏宇童对着门口问道 来杯珍珠奶茶 门外的一个路人 见店里一直亮着灯 以为店铺还在营业 就想来买杯奶茶喝 打烊了 明天再来吧 夏宇童道 哦 答应一声 门外的路人走了 好色鬼怎么没了 转过身 夏宇童发现 屋内的好色鬼消失不见了 我也大失一惊 刚才外面有人敲门的时候 好色鬼趁机就逃掉了 我心中暗暗地后悔 刚才大意了 早知道先用张符咒 把他给定住了 好色鬼逃了该怎么办呢 他还会不会捐度中来呀 赵倩担心地说道 极有可能 那快点想办法 把他抓回来啊 夏宇童道 这得要从长计议了 好色鬼射死 从我手里逃掉了 已经成了惊弓之鸟 必定会躲起来 再想抓他就难了 厚色鬼被他跑掉了 以后不知道多少女孩 要遭殃呢 夏宇童也有些自责 这样 我给你们一张符 你们把这张符挂在店里 我保证啊 他再也不敢来骚扰你们了 不过 你们仍旧要留意父亲的风吹草动 如果周围 有女生遇见的麻烦 你们就给我打电话 让我来收拾他 我说道 那行 小师傅 谢谢你了 夏宇童对我由衷的感激 赵倩和姜妹雪 也对我心生感激 虽然好色鬼跑掉了 但我今天仍旧是帮了他们一个大忙 和他们又聊了几句 我就离开了奶茶店 回家后 休息几天 周末的时候 我接到了夏宇童的电话 小师傅不好了 你快来看看吧 那个好色鬼又出现了 原来好色鬼从我手里逃掉后 确实安静了几天 这几天啊 见没有什么危险 他耐不住心中的寂寞 又去骚扰女生了 并且这一次 他骚扰的女生是师范大学的女学生 那个女学生 正想和夏宇童他们在一个戏 是个非常漂亮的女生 接到电话后 我立刻是马不停蹄 抛着奶茶店看来 来到了奶茶店后 果然在店里看到了一个 身穿白色连衣裙 扎着马尾 露出高高额头 长相貌美 气质绝佳的女孩 她就是昨天夜里 被耗色鬼 骚扰的师范大学英语系的笑话 赵思涵 小师傅 你终于来了 见到我过来后 夏宇童 赵倩 和江卫雪 仿佛是看见了救星 他就是我吗 和你说的风水师 张浩 夏宇童和赵思涵 介绍了一下我 你就是风水师啊 年龄比我大不了 几岁哦 赵思涵发现我如此年轻 颇感意外 在她的印象里 风水师都是一些白发苍苍的老头 结果 来了我这么一个小年轻 一下就打破了她的世界观了 我大学毕业没有几年的 我笑着说呢 她的风水术很厉害的 上次就是她抓了后色鬼 害怕赵思涵 不相信我的实力 夏宇童急忙地向她夸奖我 对 上次我们亲眼所见 别看她年纪轻轻的 确实个实打实的高手 赵倩和姜妹雪 也在不停地帮我说好话 三个同学都把我夸得这么好 赵思涵不由地相信了 你先给我说说 好色鬼是怎么骚扰你的吧 我问道 昨天晚上我刚洗满澡 逼着玉京回宿舍的时候 有人在摸我的后背 给我转身一看 身后却没有人 赵思涵回忆道 除了你之外 还有没有别的女生被骚扰呢 我问道 至少在我认识的女孩里 没有 师班大学可是足足好几万人 而且文科类学校 女生居多 即便赵思涵 也不见得认识所有人 如果别的戏 有女生被骚扰了 她们是无从得知的 嗯 我明白了 我点了点头 你有什么办法 对付好色鬼吗 赵先生问道 当然有啊 好色鬼 好色如命 特别喜欢漂亮的女生 丑一点的 或者普通相貌的女生 从来就不感兴趣 四汉同学 是师范大学的校花 好色鬼 必定还会前来骚扰 咱们只要守树带兔 就能把她抓捕归案 我说道 你每天都要守着思涵吗 夏雨童问道 啥 我如果不守着她 万一耗色鬼来了 该怎么办啊 啥 怎么感觉你像泡妞来了 夏雨童对我保护赵思涵的动机 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赵思涵作为大学的校花 身边追究者无辱 我主动提出 每天贴身地保护她 怎么感觉啊 都像是借机靠近的 胡说八道 我可是有女朋友的人 我赶紧洗脱清白 你贴身保护我呢 我没意见 但是你不是大学的学生 你怎么每天跟我在一起呢 赵思涵问道 不用时时刻刻跟你在一起的 只要在你附近就好了 你有危险的时候 我可以第一时间赶快去救你 你来吧 身边有一个保镖倒是挺好的 赵思涵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八十一集 我跟着赵思涵 朝师范大学走去 我毕竟不是师范大学的学生 想长期待在大学里 需要有一个身份 这个身份 赵思涵早就替我安排好了 就是图书馆管理员 师范的图书馆 最近招募一个管理员 赵思涵在学生会里 有几个朋友 他托朋友 安排一个人 进去非常的容易 而且图书馆在教学楼 和女生宿舍之间 如果好色鬼出没 我可以第一时间赶到 走进了师范大学后 我顿时就惊怠了 师范里的女生们 都太漂亮了 一个个女大学生 青春靓丽 三五成群 结成一对 在校园内走来走去 看得人眼花缭乱 从进门后 我的眼睛就一直盯着 女大学生看 赵思涵对我好色的样子 有些不满 用胳膊肘 在我身后轻轻地戳了我一下 风水师先生 能不能不要一直盯着人家看 你这样和色鬼有什么区别 赵思涵 瞪了我一眼 男人不都是这样吗 不管什么时候 都喜欢看美女啊 我有些尴尬地挠了挠头 走吧 带你去图书馆 赵思涵不再说话 迈着大长腿 带着我朝图书馆走去 我们来到了图书馆内 图书馆是一个独栋的建筑 共有六层 包含三个自习室 走进了图书馆后 四处静悄悄的 连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 都能够听到 图书馆内 还有不少学生在读书 还有的人带着笔记本 正忙着写论文 赵思涵带我走进了图书馆的 一个办公室 进门后 里面坐着一个四尺猪头 戴着眼睛 烫着卷发 虽然不是很漂亮 气质却非常优雅的女老师 李老师 他就是我的表哥账号 赵思涵笑着介绍道 嗯 填个表格吧 赵思涵早就通过学生会 在私底下打过招呼了 李金凤连看都没看 直接递过来了一张表格 我接过表格一看 则是一张入字表 我在上面 填起了自己的个人资料 以后你就是咱们图书馆的管理员了 有学生借书和还书 一定要做好登记 不要出了差错 李金凤简单介绍了一家工作 啊 一定一定 我连连点头 给我安排好后 赵思涵就回教室上课了 我则是留在了图书馆工作 我身上带了一个 用麦杰杆做的吴心灵 只要周围有阴气出现 吴心灵就会震动起来 我时刻注意着周边的异常 图书馆的工作枯燥无聊 现在借书和还书都是用电脑登记 只要在键盘上输入学生的资料 就会被自动录入校内网 一整天下来我都在坐着这种无意义的工作 转眼间到了天黑 吴心灵一直非常的安静 而我要到晚上十点才能下班 晚上的时候图书馆内的学生突然暴增 很多学生白天上课 只有晚上才有时间来自习的 还有一些学生在忙着考研 需要节约大量的图书 一直等到十点过后 图书馆才开始打烊 下班前还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完 我规制了一些书籍 又搭造了一家卫生 等我收拾好工作 离开图书馆的时候 竟然到了十点半了 图书馆的工作不好做 每天晚上还要义务加班 工资又低 我心里产生了一肚子的怨气 锁好了图书馆的大门 我准备离开的时候 突然无心灵剧烈地摇晃了起来 好色鬼出现了 出现的方向就是在女生宿舍 我抬头看了一眼 阴气游走的地方就在女生宿舍 我不顾一切地朝着女生宿舍冲去 喂 小伙子 你干嘛 女生宿舍炉的宿管大妈正准备查寝 突然看到一个小伙子 一头就冲进了女生宿舍 女生宿舍向来是禁止男生进入 女人胆敢公然撕闯女生宿舍 这是赤裸裸的挑衅 宿管大妈当即报了警 我朝着阴气出现的地方狂奔而去 我现在心里只想着抓到好色鬼 根本顾不得那么多 我感觉好色鬼就在前面的一个房间里 不顾一切地推开了门 钻进了屋里 啊 有色狼 屋内全是白花花的身体 原来这是女生洗澡间更衣室 见一个大男人冲了进来 女生们纷纷失声尖叫了起来 姐妹们 打死这个色狼 对 打死他 女生们用浴巾包裹住了浴体 然后捡起了地上的拖鞋 扫住是朝着我打了过来 你们听我解释啊 误会 都是误会 我顿时傻了眼 不停地和他们解释着 可是正在气头上的女生们 哪听得我辩解啊 他们一口咬听我是色狼 不停地朝我打了过来 我吓得逃出了更衣室 现在的女人猛如虎啊 我逃出更衣室后 女生们仍旧没有放过我 他们在后面追着我不停地打 我抱着头 逃出了女生宿舍楼 我刚刚来到宿舍楼门口 突然一双手铐 铐住了我 宿管大妈报警后 警察迅速地出动 十几名警察早在门口等候多时 我出门的瞬间 他们就把我给逮捕了 跟我们走一趟吧 私闯女生宿舍 好大的胆子啊 这次出警的总指挥 正是姓花李志盈 她身为女人最痛恨色狼了 在接到报警之后 立刻率领大逼的警察 朝师范大学赶来 在宿舍门口 抓住了私床女生宿舍的色狼 李志盈既不打一出来 正准备把色狼带回警局 好好审问一番的时候 她认出了色狼的身份 私床女生宿舍的色狼 竟然是我 张浩 你怎么能私床女生宿舍呢 李志盈眼神中 对我一阵失望 通过前些天的相处 她改变不少对我的看法 认为我是个勇敢 有担当的风水师 可我今天竟然 私床女生宿舍 这种龌龊行为 令人所不止 后悔 我是为了捉鬼 才床女生宿舍的 我急忙解释道 志盈姐 别听她胡说 这世上哪有鬼啊 对 这小子 就是想偷鬼女生宿舍 所以才编了 这么一个荒谬的理由 我话还没有说完 后面几个男警员 嘲讽了起来 先带回警局再说 李志盈下了命令 是 答应一声几个警员 把我抓进了车里 说吧 你为什么私床女生宿舍 来到了警局后 李志盈把其他人 都指了出去 警局的审讯室内 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我真的为了捉鬼 有一个好色鬼 一直在女生宿舍 去开用呢 我把事情的前后经过 仔仔细细地说了一遍 听完后 李志盈秀美谨素 他知道我不幸是在说谎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私床女生宿舍 都是不对的 他有心帮我 也没办法帮我 逃避法律的制裁 你私床女生宿舍 按理说 最少要被拘留15天 李志盈说的 这么久 我被拘留是小事 可师范的女生们 该怎么办 那这好色鬼 还会出现呢 我说的 我可以给你保释 李志盈道 多谢 我对李志盈一阵感激 身为警察主动给犯人保释 时尚头一早 你稍等一会儿 我出去给你交保释金 尽量让你早点释放 李志盈站了起来 朝门外走去 警局的大厅内 几个男警员正在聊天 现在的小混混越来越大胆 竟然都敢私闯女生宿舍了 就是 这种人应该严惩 你们不知道吧 知音姐最讨厌这种好色之徒了 她一定会重罚的 没错 上次有一个小混混在公交车上 偷摸了一个女生的大腿 后来啊 那小混混被关押了一个多月 知音姐下手可够狠的 几个男警员 你一言我一语 已经给我判了死刑 为一些女生 这种罪可大可小 大的话拘留一年以上 小的话十天半个月 就可以释放了 上次有个小混混 偷摸女生大腿 被拘留一个月 已经算是严惩了 而我私闯女生宿舍 按照李志盈的脾气 估计半年内别想出来 知音姐 想好怎么惩罚那个 私闯女生宿舍的小混混了吗 李志盈过来后 警员们纷纷地问道 想好了 我是来给她交保湿金的 立即释放 李志盈说道 什么 立刻释放 警员们一个个瞪大的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着李志盈 没错 立即释放 李志盈重申道 知音姐 她可是私闯女生宿舍啊 怎么能立即释放的 有警员问道 我说了立即释放 就是立即释放 你们没听清吗 审卫队长 没点脾气 是震不住手下这群人的 李志盈当场就发了火 我们马上去放人 几个男警员 不敢触她的眉头 立刻去给我办理释放手续 我当天获得了释放 从警局出来后 我马不停蹄 朝着夏宇彤的奶茶店走去 这次我虽然被释放了 可私闯女生宿舍 毕竟不是什么好事 师范图书管理员的工作 只怕不能做下去了 那个耗材鬼还没有抓住 我必须再想想办法 看能不能混进大局 所以我准备找夏宇彤 他们商量一下 该怎么办 坐了一辆出租车 连夜赶到了夏宇彤的 卡瓦伊西柚子奶茶店 她的奶茶店正准备打烊 看到我这个时候过来 夏宇彤赵倩和江魅雪三人 有些意外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八十二集 小师傅 多亏了你的石狮子 我们爹刚刚挂了石狮子 生意就翻了足足以背 不知道我为什么 这个时候来到他们的奶茶店 但夏宇彤他们都非常的开心 因为他们按照我说的 在门口挂了两个石狮子 刚刚挂了一天店里的生意 就活得不得了 那就好 不过这次来 我不是跟你们聊生意的 我遇见麻烦了 我露出了一抹苦笑 你遇见什么麻烦了 夏宇彤眨了眨大眼睛 我撕闯女生宿舍 被当成色狼给抓了 你们知道吗 我问道 什么 你撕闯女生宿舍了 夏宇彤赵剑和姜妹雪三人 同时惊呼了起来 一言难尽 当时好色鬼在女生宿舍出没 我想也没想 一头就冲了进去 结果前脚刚进去 后脚警察就来了 我无语地说道 哎 那好色鬼抓到了吗 赵剑问道 没有 我刚刚冲进女生宿舍的时候 就被他们给打出来了 我说道 那玩完了 你撕闯女生宿舍 就算被警局放出来了 学校也不敢收你了 你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呀 算是彻底丢了 江妹学道 谁说不是呢 可是耗色鬼还没有抓到 我不进去 他还可能会骚扰女生啊 我担心地说道 这样吧 咱们再联系一下赵思涵 看他有没有什么办法 把小师傅再给弄进去 夏雨桐 出如意道 对 赵思涵在学校很有人脉 兴许啊 他有办法 赵剑也赞同说道 夏雨桐马上给赵思涵 拨打了电话 过了没会儿 赵思涵 就赶了过来 进门后 我就把私床女生宿舍的遭遇 和他说了一遍 赵思涵听得是直皱眉毛 你回不去了 你已经成了师范大学的全民公爹 现在不止群校的女生对你有意见 就连群校的男生也都嚷嚷着 要把你碎尸万段 赵思涵回答说道 不会吧 我虽然进了女生宿舍 可啥事没干啊 我一脸的无语 不信你看 赵思涵打开了他们学校的铁巴 果然学校铁巴内 有人发了一个帖子 要声讨私床女生宿舍的色狼 获得了几千人的支持 有很多女生在上面留言 要把私床女生宿舍的色狼人肉出来 放在网上曝光 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她的恶劣刑警 还有很多男生留言 要把私狼打些八块 无马分尸 千刀万剐呢 看了一眼留言后 我后背是一阵病凉 现在的学生 脾气太暴躁了 动不动就打打杀杀 成何体统 你还要进我们学校吗 赵思涵问道 不要 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我可不想刚进学校 就被几千名男生给围殴了 可是 你不进学校也不是办法啊 后四鬼还没有抓到呢 夏玉彤心中担忧 我有办法了 我灵机一闪 脑海中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你有什么办法了 夏玉彤 赵倩和江美学 都对我投来好奇的目光 我认识一个人 兴趣他可以帮得上忙 我说的这个人就是虚瞎子 虚瞎子的风水处虽然比不上我爷爷 但他也是有几下子的 他的风水处特别擅长巡农点学 密凤所阴 巡农点学指的是 有许多年久失修的老坟 因为塌陷或者水土流失等 种种的问题找不到了 子孙后台有人意外发达了 想给祖先重新修坟 这就需要风水先生出手帮忙了 好的风水先生通过山川地理走势 可以很快找到老坟的位置 在这方面 虚瞎子是佼佼者 密凤所阴之的是 通过阴鬼的气息 寻找到鬼怪的藏尘之处 鬼怪虽然普通人看不见 摸不着 但并不是没有踪迹 虚瞎子有一种特殊的能力 他可以通过辨识气味 寻找到鬼怪的下落 你说的那个人是谁啊 我们认识吗 听说有人可以帮忙抓捕好色鬼 夏宇童他们对这个人的身份 很是好奇 那个人你们不认识 我要回宾州一趟 明天见 和夏宇童他们回来回首 我就告辞了 我直奔着机场 今天晚上下桥有一趟 回宾州的航班 我打算临夜回宾州 去把虚瞎子给请来 爷爷 你慢点 第二天下午 经过我的一番好说 逮说 终于把虚瞎子给说服了 他同意跟我 回南城 抓好色鬼 我在前面领路 扶持他小心翼 走向了返回南城的飞机 虚瞎子第一次坐飞机 飞机起飞的时候 有些紧张 好在飞机升空后 又冰又稳 虚瞎子 见起飞机下车 建起来是平静的下来 一个小时后飞机就在南城降落了 在机场门口 丫头 这天你还一直惦记着我这个糟老头子 虚瞎子非常地骄傲 有这么好的一个孙女 一直在关心的 爷爷 你这次来可要多住几天啊 徐亮莹笑着说道 爷爷在宾州那种小地方待久了 臭不关你们这种大城市 徐瞎子玩具说道 有什么吃不惯的呀 南城好玩的地方可多了 有机会啊 我带你去逛逛啊 徐亮莹道 我一个瞎子又看不见 再好玩的地方 对我来说也没啥用啊 虚瞎子说道 也对啊 徐亮莹刚才给忘了 虚瞎子眼睛看不见 啊 对了 爷爷 你怎么突然想到来南城了 徐亮莹又问道 我受邮抓鬼来了 徐瞎子笑着说道 抓什么鬼来了 徐亮莹好奇地问道 一个喜欢骚扰漂亮女孩的好色鬼 说话先我们就来到了后务车区 我带着徐瞎子和徐亮莹上了一辆车机车 独独车直奔徐家的别墅 离天黑还早 徐瞎子从宾州赶到南城旅途劳顿 我打算先带他回家休息一会儿 等晚上再去抓鬼 带着徐瞎子回家后 给他安排了一个房间 就让他去休息了 两个小时之后 天就黑了 我叫醒了徐瞎子 带他来到了夏宇通的奶茶店 小师傅 这就是你说的 可以帮忙抓色鬼的人啊 进门后 看见徐瞎子是个盲人 夏宇通他们忍不住笑了起来 盲人眼睛看不见 连活人都抓不到 别提抓鬼了 你们不懂 徐爷爷可是个能人 寻凤所因的能力远在我之上 我笑着说道 密凤所因是什么东西啊 夏宇通第一次 听见如此奇怪的词汇 就是凭借着戏味 就可以找到鬼的下来 我回答道 这岂不是狗鼻子吗 赵倩在一旁 忍不住的插嘴 你才狗鼻子呢 你全家都是狗鼻子 胸大无脑 赵倩说话不经大脑 徐瞎子怎么说 也是长辈 他言语中暗讽人家是狗 我有些生气 知道自己刚才说话有些冒失 赵倩秃了秃舌头 不再吭声了 你们屋里 鬼来过 他从这里进来的 在这里停留了半个小时左右 然后 从床口逃跑的 在屋内 用鼻子消了一会儿后 徐瞎子用手指出了一条路线 这条路线 正是耗色鬼上次 在奶茶店经过的路线 好灵啊 完全正确 连逃走的路线 都正确无误 如果能猜出来 奶茶店来过鬼 并不难 但能把鬼经过的路线 精准地指出来 这就难了 夏玉彤 赵倩和江妹雪 对徐瞎子心服口服 爷爷 你能闻出来 耗色鬼离开奶茶店后 去了什么地方吗 我问他 你跟我来 徐瞎子握住了我的手 带着我朝奶茶店外走去 我们一起来到了 奶茶店的窗外 徐瞎子不停用鼻子袖着 带着我往前走 上次耗色鬼离开奶茶店后 穿过了马路 朝着师范大学的后山走去 再往前一点 快到了 鬼的味道越来越浓 嘴里说着 徐瞎子带着我 越走越快 就是这儿了 又走了一会儿 徐瞎子终于是停了下来 我抬头一看 只见面前出现了一片 阴暗潮湿的山坳 这片山坳 在两座山峰之间 常年照射不到阳光 山坳的地面泥泞不堪 杂草丛生 水则遍地 我站在山坳 朝里面看了一眼 里面黑隆隆的 什么都看不见 鬼怕阳光 白天的时候不敢出没 只能找一个太阳照射不到的地方 藏起来 好色鬼躲在这片山坳里 几率是非常大的 爷爷 您在门口等一会儿 我去去就回 安抚了徐瞎子一下 我提着陶木剑 朝山坳内走去 山坳的地面泥土 又时又年 海在上面 脚上不一会儿 就沾满了石泥 非常的难受 我走了一会儿后 双腿又沉又重 脚底沾了不少的尸土 这使我感觉 山坳身处传来一股阴力 凭着直觉 我猜测好色鬼就在附近了 握紧了陶木剑 打起了十二分精神 我继续往里面走 走到没几步 就在山坳内看到了一颗黑色的影子 这个黑色的影子正蹲在地上 双眼恐惧地看着我 不要杀我 不要 这个影子正是好色鬼 他看见我来了 吓得是瑟瑟发抖 上次被你侥幸逃掉了 这次别将跑 喊了一声 我的剑精准呜地朝他刺去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八十三集 不要啊 好色鬼惊恐地喊了一声 撒腿就跑 我一剑刺空了 好色鬼是鬼 他逃跑的速度非常的快 我想要追他 可是泥泞的地面 让我根本就跑不快 好色鬼从我身边绕了过去 朝着山坳逃去 别跑 我一边大喊着 一边朝他身后追去 可是好色鬼很一时 眼看着要逃出山坳了 他马上要逃掉的时候 山坳口突然出现了一张无形的网 好色鬼一头就钻进了网内 网立刻把他收在了其中 随后山坳口伸出来的一只手 把网紧紧地攥在了手中 我抬头一看 这只手的主人正是徐瞎子 原来他在山坳口提前布置了一只网 把好色鬼给抓进了网里后 徐瞎子把网刀揉成了一个团 用手一搓 里面冒出了一股黑烟 好色鬼就灰飞烟灭了 好手段 我过来后忍不住的一阵惊叹 徐瞎子的实力不是盖的 他眼睛都瞎了 可是抓鬼仍旧是轻而易举 我害怕好色鬼会逃出来 提前在山坳口布置了一张网 没想到他竟然撞进来了 徐瞎子笑着说道 您这张网不简单啊 我笑着道 我这张网叫做自投罗网 只能布置在路口 门口之类的地方 等鬼刺激撞进来 徐瞎子道 原来如此 我点了点头 走吧 好色鬼已经被除 咱们待在这儿 也没啥用了 山坳口冷风阵阵 待在这里 不一会儿 徐瞎子就打了好几个分点 好 咱们回去 答应了一声 我带着徐瞎子 朝着奶茶店赶去 来到了奶茶店内 夏宇童 赵倩 姜魅雪 都在店中 好色鬼抓到了吗 看见我们回来了 夏宇童他们 都非常关心 我们有没有抓到好色鬼 抓到了 并且 已经让他魂飞魄散了 我说道 好色鬼 咎由自取 终于被铲除了 夏宇童开心地说道 啊 以后失败的女生啊 再也不用担心 被骚扰了 赵倩道 咱们啊 应该把这个好消息 赶紧告诉赵四海 姜魅雪 笑着道 好色鬼已经被除了 我们走了 以后 如果有什么麻烦 欢迎随时给我打电话 和夏宇童他们 笑着打了招呼 我带着徐瞎子 离开了这里 我带着徐瞎子 回到了徐家 这时 天色已经很晚了 我安排徐瞎子 找了一个房间住下了 徐渊国和吴文华夫妇 还在外地出差 徐亮颖 出去参加同学聚会 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把徐瞎子 安排好后 我也回房休息了 躺在床上 我打开了手机 再次点进了直播间 直播间内 李亦菲正在给大家唱歌呢 李亦菲的歌声很甜 一首周会的约定 听得大家是如吃如醉 经过几天来的直播 李亦菲的粉丝暴增了不少 她外形好 有颜值 又会跳舞 还会唱歌 吸引了很多土豪的注意力 这几天 她每天都会收到很多的火箭 偶尔还能收到航空母舰 在演艺公司新签约的女主播里 业绩已经算是出类拔萃的了 正在唱歌的时候 她的背后突然出现了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穿着一身高档西装 搭着领带 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 男人从她身后擦肩而过 很快的消失了 飞宝宝 你有男朋友了吗 是啊 飞宝宝 刚才穿西服的男士 是你男朋友吗 直播节内很多的粉丝 在上面刷留言 我的心 提到了嗓子眼 不知为何 刚才那个男人出现在 李一飞背后的时候 我的心情 很是难受 他不是我男朋友 我也没有男朋友 他是我们公司老嫂 刚才从旁边经过 李一飞 停下来和大家解释道 原来是这样啊 飞宝宝没有男朋友 太好了 粉丝们一阵兴奋 我宣执的心也放了下来 宝宝们 你们想听什么歌呀 我给你们唱 预定唱完了后 李一飞对着直播间的粉丝们问道 我们要听王妃的传奇 对 我们要听传奇 好多粉丝都要刷屏 要听传奇 那首歌很难唱的 还要有颤音 李一飞有些为难 那我们也要听 对 我们就要听传奇 粉丝们坚持的说道 我唱不好 你们可不要怪我呀 李一飞最充分了 见这么多的粉丝 想听传奇 他不想让大家失望 你唱的我们都喜欢 粉丝们又是一阵刷屏 谢谢大家 李一飞一阵感动 过了一会儿 传奇的音乐缓缓响起 李一飞对着字幕 开始哼唱了 李一飞给大家唱歌 唱得如此的美 我一阵开心 手指在屏幕上点了几下 一口气 打折的 十发火箭 哇 谢谢宇哥 打赏的火箭 一口气 收到这么多的打赏 李一飞非常的高兴 白天 她已经收到了 很多的道具 再加上 我打赏的十发火箭 她今天超额 完成了业绩 心情是美美的 开心归开心 李一飞心中 有些纳闷 这个叫宇哥的ID 每天都给她捧场 可是 从来就没有加过 她的微信 一般来说 给女主播打赏 道具的人 都希望私底下 可以得到女主播的联系方式 从而有进一步的举动 可是这个宇哥 每天给她打赏 却从来没有给她发过私信 非常的奇怪 看了一会儿 看了一会儿李一飞的直播 我就入睡了 第二天早上 一口气睡到中午 我才起了床 下楼后发现 徐家子已经离开南城了 他早上坐飞机走的 是徐亮颖 送他去的机场 他走的时候 把罗网留给了我 并且在桌子上 还给我留了一张小纸条 我打开纸条一看 上面写着一行字 张家的后生 这张罗网 对糟老头子们一杀用了 就留给你吧 以后捉鬼的时候 也能多一个助力 字既空无有力 徐家子眼睛看不见 字竟然写得这么好 让我心生敬佩 收起了他的罗网 我肚子空空如也 准备去厨房 做点吃的 这时候外面响起了 一阵急速的门铃 以为是徐亮颖回来了 我开心地过去开门 结果 打开门口 门口站着一个 烫着大波浪 穿着鱼王袜 涂抹的烈焰红唇的性感女郎 你是 我一脸的茫然 请问 这是风水师张浩的家吗 大波浪美女 朝屋内看了一眼问道 我就是张浩 您要看风水吗 我笑着问道 对 我听人说 南城最近出了个风水师 风水术非常了得 所以 想请你帮忙看风水 大波浪美女说道 啊 进五坦吧 感觉一直在门口站着 有些不礼貌 我就邀请大波浪美女 走进了家中 来到了客厅内 不用我招呼 大波浪美女 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 习惯性地 翘起了大长腿 她对那穿着 鱼王袜 白哗哗的大腿 看得人 心里是直发痒 不知您身边 发生了什么 奇怪的事情呢 我给她倒了杯茶 问道 我公司闹鬼 你信吗 大波浪美女 眼睛瞪得很大 似乎有些恐惧 当然信了呀 我毫不犹豫地说道 那就好 我公司闹鬼 和人说起的时候 多少人都以为 我在胡作 终于有个人愿意 相信我说的话了 大波浪美女 松了一口气 您的公司 怎么个闹鬼法 和我说说 我笑着问道 我是开KTV的 我的公司厕所里 每天晚上 都有女人 哭泣的声音 但去厕所查看的时候 里面又没有一个人 你说奇怪不奇怪 大波浪美女 神神叨叨地说道 您公司的厕所 死过人吗 我问道 没死过 大波浪美女 否认说道 没死过人 怎么会有哭声呢 我问道 这我怎么知道 我不是找你来 帮忙调查的吗 大波浪美女 态度变得尖锐了起来 我给人看风水 可是要收钱的 这次的业务 您愿意给我多少酬劳呢 我也不和她绕弯子 直接张嘴要钱 你打算收多少 大波浪美女 拨弄了一下 她鲜红的长指甲 五十万 不多吧 我伸出一只手掌 我顶多给你五万 大波浪美女 倒下了一口两起 对着我张嘴 要五十万 大为吃惊 十万 不能再少了 这女人压下 直接压了十倍 我心里骂娘 八万 爱干不干 说吧 大波浪美女 站了起来 迈着大长腿 脚朝门外走去 八万就八万 我接了 现在找我看风水的人不多 经常好几天都没活 八万虽然不多 但也比没钱要好的多 我急忙拦住了她 小伙子 挺会做生意啊 大波浪美女 在门口停了下来 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能带我去您的KTV看看吗 我笑着问道 跟我来吧 我开车带你去 大波浪美女 带着我就出了门 别墅门口 停了一辆红色的敞盆奔驰 这就是大波浪美女的坐驾 我对着不太懂 这辆车好像听人说过 叫什么1260进口轿跑 要六七十万的样子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八十四集 上车 大波浪美女 翘着大长腿 坐进了驾驶室 我上了步驾驶 不知道小姐 怎么称呼啊 上车后 我礼貌地问道 你才是小姐呢 你全家都是小姐 大波浪美女 连环泡时地骂她 我一阵无语 现在的社会 小姐这个称呼 确实已经变了味 女士 请问怎么称呼啊 我急忙改了口 我姓黄 看你比我小几岁 你可以叫我一声黄姐 大波浪美女 一边开着车 一边说道 黄姐 幸亏幸亏 我笑着道 坐好了 我要加速了 黄姐提醒了一句 一脚把油门踩到了底 奔驰像是火箭一样 飞驰了起来 黄姐 您慢点啊 黄姐虽然是个女人 开车比男人还要暴力 长鹏叫跑 在她的手里变成了超跑 一路开车 一路狂飙 我都快给开吐了 到站了 小车吧 十多分钟后 车子在一家装修奢华 高档的娱乐会所门口 停了下来 我拖着 炫鱼的脑袋下了车 抬头一看 这是一家 叫海黄的娱乐会所 没想到黄姐年纪轻轻 如此了得 能在省城 开这么大的一家娱乐会所 黄姐的能力 不容小觑 跟在她的身后 走进了娱乐会所内 先生 欢迎光临 刚刚进门 门口就有一排 穿着性感旗袍的女迎宾 对我表示欢迎 这群女迎宾 个个是个头有个头 要相貌有相貌 我一时间 竟然看傻了眼 快进了呀 你在门口一直站着干嘛 见我像块木头似的 愣在她门口 黄姐不耐烦地喊道 我清醒地过来 急忙跟在她身后 走了过来 哦 一直有女人哭的厕所 就在这 黄姐在前面带路 我跟在她的身后 朝娱乐会所二楼的 一间厕所走去 再去厕所的路上 身边不时 又穿着小短裙 露着大长腿 腰上挂着号码牌的 小姐姐 从我身边经过 这群小姐姐 是做什么的 不用我多说 能去娱乐会所玩一次 不知道是多少 男人的梦想 跟在黄姐的身后 我们来到了二楼 一个洗手间的门口 这是一个女洗手间 黄姐 这女洗手间 活啥进去啊 我有些 不好意思的 挠了挠头 你等着 我去把里面的姑娘 赶出来 安抚了我一下 黄姐走进了洗手间内 赶人了 不一会儿 洗手间内 就走出了一群 穿着高坑鞋的小姐姐 里面的人 我已经都叫出来了 你进去吧 黄姐对我说道 行 答应一声 我兴致冲冲的 是走进了女洗手间 我一辈子没进过女厕所 很好奇 女厕所里是啥样的 进门后 我大感失望 女厕所和男厕所 没啥区别 除了没有尿池 厕所里 点着曲纹箱 倒也没有臭味 我在厕所内 走了几步 整间的厕所 只有一个狭小的出风口 压抑 阴暗 潮湿 厕所里有八间独立的小格子 我分别打开一看 在里面 根本就感受不到 丝毫的阴气 没有阴气 按理来说 就是没有鬼的 不知道 是不是黄姐弄错了 我准备出去 找她问一问 可刚刚来到了门口 我就看见 她和一个男人 就吵了起来 这个男人 穿了一件黑背心 露出来的胳膊和脖子上 全都是青色的纹身 除了纹身之外 他的脖子上 带着一条 可以拴狗的金链子 留着光头 一副社会人的打扮 咱们店根本没鬼 你别被江湖书师给骗了 男人 拱押嗓一般的声音喊道 谁说没有 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都会听见哭声 黄姐距离力争 我看 你应该去医院里检查一下 是不是有神经病 不应该找江湖书师抓鬼 男人不满的喊道 你说谁是神经病 要不是你再说一遍 黄姐 脾气火爆 当我没说 你爱找谁找谁 说吧 男人扬长而去 男人走后 黄姐依旧是一肚子的闷气 黄姐 能问您一件事情吗 我过来后 笑着问道 问吧 黄姐道 女厕所的哭声 是不是只有您一个人 能够听见呢 我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没错 女厕所夜里的哭声 只有我能听见 所以他们都不相信我说的话 黄姐一声长淡 刚才的男人是她的男朋友 绰号道格 在南城有点人脉关系 他们小两口 一起是合开了这家娱乐会所 可是 她一直嚷嚷着公司有鬼 她男朋友和公司里的其他人 从没有听见过 所以 她男朋友和公司里的员工们 都认为她神经出了问题 因为这件事 黄姐已经和道格 发生了许多次的争吵了 这就难办了 我说道 为什么难办了呀 你是不是想趁机加钱 黄姐怀疑地问道 不是 我是说 你的公司可能真的没鬼 我说道 不会吧 连你也没查出来什么异常 黄姐有些惊喜 沙 里面没有丝毫的印记 我感觉不像有鬼的样子 我说道 怎么可能 难道我真的出现了神经错乱了 黄姐难以置信 你每天几点钟 听见有女人的哭声的 我又问道 每天夜里三点 黄姐如实地说道 站吧 我今天夜里留在这里 等到三点的时候 看我能不能听到哭声 我说道 你留下来吧 听见我主动要留下来 黄姐非常的高兴 我留下来 是件好事 至少可以帮她排除掉 公司到底是不是有鬼 你来我办公室吧 娱乐会所 人是进进出出的 我一个大男人 在走廊里傻站着 也不是办法 黄姐主动邀请我 到她的办公室里去 答应一声 我跟在她身后 朝顶层的办公室走去 来到了办公室内 她的办公室 占地足有七十平 奢华 大气 上档子 在办公室靠墙的位置 摆放着一张红木的办公桌 桌子上有一台电脑 还有坐机电话 一个招财进宝的金蝉 在办公桌的对面 是一个小型的招待室 招待室内 放着一张精致的玻璃桌 和几张进口的沙发 你坐吧 黄姐招呼我 坐在了招待室的沙发上 她则是坐在办公桌的后面 忙起的工作来 我坐了下来 打开了手机 连上WiFi 开始无聊的玩起的手机 一直等到下午 会所内并没有什么任何的异常 时间在一点一点的前进 转眼间到了晚上 黄姐给我带了一份盒饭 作为晚餐 晚上的时候 正是会所一天最忙碌的时候 黄姐给我带完盒饭之后 就忙着去招呼客人了 已是过了夜里十二点 黄姐才拖着疲惫的身躯 回到了办公室 这群狗娘养的 哪都磨 黄姐嘴里骂骂咧咧地 走了进来 进门后 她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 小师傅 你过来给我按按 黄姐朝我招了招手 喊我给你按摩 我有些惊喜 是啊 这屋里除了你还有谁 黄姐斜躺在了沙发上 两条白花花的长腿 伸得笔直 答应一声 我来到她的身后 双手搭在她箱间上 有一搭 没搭地按了起来 结果按着按着 黄姐竟然睡着了 我突然有些心疼她 不管干什么行业 都不是容易的 她一个女人 忙活到这么晚才下班 估计早就累坏了吧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八十五集 害怕她着凉 我在衣架上 找了一件外套 给她披上了 并且把屋内的空调 给调小了几度 她躺在沙发上睡觉 我坐在了她的对面 继续玩是手机 看直播 不知不觉 两个小时的时间 就过去了 突然之间 我身上带的无心灵 剧烈地震动了起来 女人的哭声又来了 一直在沙发上 休息的黄血 一会哭哭哭了起来 声音有些紧张 楼下厕所 确实有脏东西出现 我并没有听见哭声 但如果没有脏东西 无心灵是不会 无端震动的 小师傅 你快去楼下看看呀 把那个脏东西抓起来 我给你加钱 楼下厕所的哭声 悉惨 哀怨 断断续续的 有时候就像是在怪笑 听得黄姐心里直发毛 你跟我一起去看看 女厕所里 万一有人呢 我也不能随便地进去啊 那儿毕竟是女厕所 为一个大男人 不方便进去 那行 我带你进去 虽然有些不情愿 但黄姐还是拿起来的一只手电 带着我朝楼家走去 来到了厕所门口 无心灵的震动 更加的剧烈了 黄姐站在了厕所门口 用手敲了敲门 有人在里面吗 有姐妹在厕所里 吱一声 连续问了几句 厕所内都没有回应 黄姐朝我使这个颜色 示意我进去 我握着桃木剑 朝着厕所内走去 刚刚来到厕所内 我就感觉到一股冰冷 整个人像是掉进了冰窖内 这正是厕所有脏东西的表现 有脏东西出没的地方 会改变附近的磁场 所以会导致温度下降 站在厕所的门口 我朝里面打亮了一眼 厕所内和白天的时候 一模一样 一个洗手台 还有八个小格子 此时八个小格子都防门紧闭 鬼兴许躲在某一个角落里 我伸起了一口气 来到了第一个格子的门口 我握住格子的门 用力的一拉 里面只有一个马桶 除此之外 什么都没有 我摇了摇头 转身朝第二个格子走去 来到第二个格子门口 我打开了格子的门 里面一股恶臭传来 不知道谁上了厕所 没有冲 地面上还有一条 带血的一抹筋 看来娱乐贵所的小姐姐素质 也不过如此 晦气的关上了门 我朝着第三个格子走去 第三个格子 第四个 第五个 我一口气检查了好几个 都没有找到阴碎的踪迹 眨眼之间 厕所内只剩下最后的一个格子 阴碎必定是躲在第八个格子内 我不敢掉以轻心 紧咬着牙关 我握着桃木剑 来到了第八个格子的门口 求求你 不要杀我 正在我准备打开门的时候 格子内传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你自己出来 我可以考虑放你一马 我说道 门内缓缓地飘来了一股青烟 青烟在宫中化作了一个人形 我抬头一看 这个人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 她长得不算漂亮 也不算丑 扎着马尾 面容有些嚼嘴 眼神有些惶恐 眼角就挂满了泪痕 她穿着一身睡衣和拖鞋 但是睡衣上面一身的靴子 非常的吓人 你是谁 为什么每天晚上躲在这里哭泣 我问道 我叫董薇薇 是附近一个小区的家庭主妇 我有一个五岁的女儿叫彤彤 一个星期前 夜里三点 我冒着磅礴大雨 去给女儿买小龙虾 回来的路上 不小心被车撞死了 董薇薇难过地诉说道 你既然知道自己死了 为什么不去投胎转世啊 我虽然死了 可心中仍旧对彤彤和丈夫无限留恋 我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 董薇薇说着又哭了起来 人鬼疏突 你继续留在阳间 又有何用 只会是害了别人 这几天以来 董薇薇一直在娱乐会所的厕所里哭泣 把皇家都快给折磨疯了 我也想过去投胎 可是 我想最后见一面 丈夫和彤彤 董薇薇说道 那行 我可以帮助你完成这个愿望 安排你和丈夫女儿见上一面 多谢小师父 董薇薇对我连声说谢谢 对了 你为什么每天晚上都要来娱乐会所 厕所里偷偷的哭泣呢 董薇薇是在回家的路上被车给撞死的 按理说 他死亡的地点应该在马路上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好端端的 跑到娱乐会所的厕所里来 会所的厕所是被阴处 我的阴力太弱 待在这里才能勉强保持魂魄 不会魂飞魄散 董薇薇如实地说道 我恍然大悟 阴碎之物有强有弱 将他立鬼 白天可以在街上正常出没 无惧阳光 弱小的鬼即便是晚上 也随时可能昏飞破绽 董薇薇就是最弱的那一种 他想要留在阳间 只能寻找阴霾之地 加以藏身 娱乐会所的厕所 乃是一个背阴之地 阳光常年无法照射进来 阴晦 潮湿 那是养小鬼的绝佳之地 所以 董薇薇这才阴差阳错的 躲进了娱乐会所的厕所内 不过 我心里还有一个疑问 就是董薇薇的哭声 为什么只有黄剑能听见 在风水书里 倒有一个说法 说死人的出生年月和活人 如果是同一天 那么 活人便可以听见 死人的死后说话声 这条风水书 我并没有验证过 不知道是真是假 你的出生年月日是多少啊 我决定今天 求证一下 这条风水书的真伪 1988年 7月16 董薇薇回答说道 你进我的网吧里吧 我带你去见丈夫和女儿 我拿出了罗网 用手 撑开了网口 董薇薇犹豫了一下 化作一缕青烟 酸入了罗网中 我把罗网塞进口袋里 然后大步走出了厕所 黄姐在门口早就等候已久 看见我出来了 她急忙就拦住了我 小师傅 鬼被抓到了吗 黄姐问道 抓住了 我笑着说道 这样是不是代表 厕所里再也不会有鬼哭泣的声音了 黄姐 祸情地问道 没错 以后啊 你们娱乐会所 就彻底地恢复了平静了 我肯定地说道 小师傅 没想到真有你的 小小年纪 道行如此之深 黄姐是眉开眼笑 黄姐呀 我问你一个问题 希望你如实地回答 你问吧 黄姐点了点头 你是不是 1988年 7月16号出生的呢 我问道 你怎么知道 我的出生年月 你是不是偷看我的身份证了 黄姐一脸的惊恶 我胡乱猜的 那个女鬼和你是同一天出生的 所以她哭泣的声音 只有你能够听见 还有这个说法呢 黄姐有些惊奇 这在我们风水处理 叫做同气莲芝 就是说 同一天出生的人 在命格上是相连的 不管她了 那个女鬼反正被你抓了 我把钱付给你 黄姐打开了手机 现在都用手机转账 黄姐 你说过哦 我把鬼给抓了 你给我加钱的哟 我笑着说道 小兔崽子 我记着呢 给你加三万行了吧 黄姐可真敞亮 我开心的说道 黄姐在手机钱包上 输入了我的银行账号 叮咚 眨眼间 我的卡里多了十一万 黄姐 我走了啊 以后有什么业务 记得来找我哦 鬼已经抓了 我笑着 和她打了个招呼 一定 黄姐点了点头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八十六集 我离开了娱乐会所 出门后 我并没有回家 而是朝步进的 一个小区走去 我答应过董薇薇 要带她去见丈夫和女儿的 走了一阵子后 天微微发亮 我看了一眼时间 已经到了清晨六点 来到了娱乐会所后面 一个叫 景元华府的小区内 我按通了 一栋单元楼的门铃 来了来了 屋内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 接着门 就打开 一个穿着睡衣 头发有些凌乱的男子 站在了门口 在她的身后 还跟着一个扎着 羊脚辫的小女孩 爸爸 他是谁呀 小女孩 眨了眨大眼睛 发现不认识我 你是谁呀 找我有事吗 男子也一脸的盲人 请问 你是刘先生吗 我是送快递的 我谎称说道 我不姓刘 我姓李 男子说道 不好意思 我找错人了 拜拜 一声道歉之后 我离开了他家 我走后 从口袋里 拿出来了罗网 把董薇薇 释放了出来 他已经哭成泪人了 刚才 他早就在网兜里 看见了自己的丈夫 和女儿 他们父女二人 如此的熟悉 可是他已经和他们阴阳相隔 你可以去投胎了吗 我问道 阿威 彤彤 来世再见 看着丈夫和女儿的方向 董薇薇万分留恋地点了点头 太上老君 急急如律令 我从身上 掏出来了一张黄纸符 我把符纸点燃 丢在了地上 董薇薇转身 复进了五指之内 指服燃尽的时候 他的魂魄就成功去地府投胎了 人死不能复生 希望你下辈子 投胎转世 去个好人家 董薇薇本身其实是个苦命的人 他年纪轻轻就死了 并且做鬼以后 并未伤害过任何人 我有些同情他的 给他做完了超度 已经到了早上八点 我在娱乐柜所忙碌了一夜 又困又累 就着急坐车回家休息了 回家后 洗了个澡 吃了点东西 我就匆匆地入睡了 这一觉 直接睡到了中午 起床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打开李菲的直播间 每天按时 看他的直播 已经成了我的习惯 结果登陆直播APP后 李菲并没有上线 他一向非常的准时 平时这个时间段 一定会在线的 他没上线 一定是有意外 我对他有些担心 我在他的粉丝群 找了许多人 打探他的交情 粉丝们对他今天 不上线的原因 毫不知情 无奈之下 我只好给许珊珊拨通了电话 想从他的口中 了解李一菲的动态 你说一菲啊 他感冒了 正在医院输液呢 电话中 传来了许珊珊的声音 他在哪家医院呢 我问他 市二院 谢谢 我去看看他 挖掉了电话后 我就急忙穿上了衣服 开着车 超市二院时局 在医院门口 我买了一个果蓝 还买了一束鲜花 然后大步迈进医院输液室 来到输液室的门口 远远的我就看见了 一个熟悉的身影 李一菲 他正在输液室的 一个小角落里输液 他今天穿了一身黑色的皮衣 身材秃凹油脂 还是像以前一样 性感迷恋 不过在他身边却陪伴着一个 穿着黑色西装 戴着领带 一副财大气粗的男子 这个男子就是曾经在李一菲直播间出现过的 引逸公子老总 他坐在李一菲的旁边 对他不停的嘘寒温暖 还亲手是为了一只香蕉喂他 可李一菲似乎对他有些爱搭不理的 他剥的香蕉也没有吃 我正在犹豫要不要过去看看的时候 手机突然响了 解通电话后 里面传来了李志英的声音 喂 是赵后吗 李志英在电话中声音非常的着急 是我 我答应道 你快过来一趟啊 帮我一个忙 李志英道 你在哪啊 我问道 月段口的黄河大坝上 李志英说道 你怎么跑黄河去了 我疑惑了道 句话少说 快点过来 电话中 李志英追诉说道 不敢耽误时间 挂掉电话之后 我就马不停蹄的朝着月段口的黄河大坝赶去 等来到黄河大坝后 我发现大坝竟然塌陷了一个祸狗 好在现在并不是迅气 黄河水流很弱 塌陷的大坝被用混凝土给堵住了 李志英就站在黄河大坝上 他是一个人来的 在他身边并未看见其他的警员 我把车停在了黄河大坝的下面 然后朝大坝爬了上去 来到了大坝上 李志英似乎已经是等候已久 他朝脚下指了一下 缓缓开口道 昨天晚上 这儿就塌陷了 从里面挖出来十八口大红棺材 黄河大坝里面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棺材 难道是谁家的家族坟地 被寄进大坝里了 我嘀咕说道 要是家族坟地我就不找你了 根据法医鉴定 那十八口大红棺材里面的人 都是被活活蒙死的 李志英道 埋棺材的人好残忍 十八口棺材 就是十八条人命 这么多条人命 被活活地闷死 下手的人 好生心狠熟了 这十八口棺材里的人非常奇怪 第一口棺材里的 是一个高满一桌岁的婴儿 第二个 是高满两桌岁的婴儿 以此类推 到第十八个 正好刚满十八岁 并且他们的生成年月 都是十月十日十点十分出身的 李志英继续说道 有人在炼制叠煞鬼 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叠煞鬼 古名思义 就是十八个同月同日同时生的人 让他们叠加在一起 形成一种怨力强大 阴力惊人的阴碎 狄杀鬼一旦量制成功 在人间少有敌手 普通的风水师 根本就无法降服 但炼制这种伤天害理的阴碎 有违天合 注定没有好下场的 这件案子仅去连夜开会 探讨了一夜毫无线索 很多办案经验丰富的老民警都认为 这件案子和民间祭祀邪术有关 所以我把你叫来了 李之英说出了叫我来的目的 我点了点头 这种炼制小鬼的案子 确实只有我们风水师能帮得上忙 我想看一眼那十八具尸体 我说道 那行 我带你去警局 李之英点了点头 我们俩一起下了大坝 上了我的越野车 我带着他朝着警局赶紧 在李之英的帮助下 我们很快就来到了太平间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八十七集 这件案子局里非常的重视 单独开了一间房子 给着十八具尸体停尸 来到太平前后 我进门就看到 房间内摆设着十八张停尸床 床上躺着大小各异的十八具尸体 每具尸体上都蒙着一层白布 我走了过去 一次把尸体上的白布给掀开了 这十八具尸体因为是在棺材内活活闷死的 每具尸体都发自 蒸宁 双眼暴露 林子贤 每具尸体都曾经用手挠过棺材 他们的尸甲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 这些尸体是什么时候死的 我问道 根据法医鉴定的结果 这些尸体死了足足有十年之久 李之英回答道 这件案子不好侦破呀 十年的时间 足以让许多证据消失 谁说不是呢 所以我才联系了你帮忙啊 我的大风水师 李之英拍了拍我的肩膀 每次都白帮你的忙 你立功受奖 我啥也没有 我抱怨说道 这次不一样哦 这次你帮我调查清楚了这件案子 我请你吃饭 李之英笑着说道 你惊我吃啥呀 我问道 红烧肉 李之英道 我看了眼太平坚内 十八具死状恐怖的尸体 顿时没有吃红烧肉的欲望了 棺材呢 我想看一眼棺材 你跟我来 李之英带着我朝楼下仓库走去 棺材是误着 本应该放在鉴定壳的 可是十八具棺材体积太大 鉴定壳根本是放不进去的 后来经过局里的领导同意 把棺材放在警局门口的一个仓库内 李之英手里就有这个仓库的钥匙 他带着我来到了仓库内 打开门后 只见十八口鬼的大红棺材 横着排了一排 我来到一个棺材的旁边 用力掀开了盖子 棺材里面放置了一个发黄生霉的褥子 在褥子上还绣着一行奇奇怪怪的福字 除此之外 在棺材头部和脚部分别刻画着两个圆形图案 这两个图案是佛教理咒语 主要的作用是疯魂锁魂 让人的三魂七魄不能离开棺材 炼制铁杀鬼要把十八个冤魂都困在棺材里 用黄河岸边的地脉加以滋养 假以十日 等到十八个冤魂全部化为厉鬼的时候 炼制铁杀鬼的幕后真凶 就会重新挤开十八个棺材 让棺材里的十八个厉鬼融为一体 铁杀鬼就大功告成了 这些死尸已经死了十年 可仍旧没有全部化为厉鬼 黄河两岸多年来经过不断的治理 地脉早就被破坏了 阴气稀薄 想要炼制铁杀鬼难上加的 要不然铁杀鬼估计早在多年前就已经被人炼制成功了 看出来什么有用的线索了吗 李志英对我问道 你要是现在就请我吃饭的话 我可以考虑给你说说棺材里的几条有用的线索 我笑道 你就是想蹭我饭吃啊 李志英笑了笑 你到底请不请我吃饭啊 我喊道 请你吃饭可以啊 不过我没那么多钱 李志英虽然是重案组的组长 可他仍旧没多少钱 他的工资只能够勉强的自己生活的 月月空一毛都胜不下 俗称月光族 你请我吃碗拉面吧 说实话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死时恐怖的面貌 根本就没心情吃肉 正巧警局外有一家面馆 我就寻思着吃碗拉面 这个愿望可以满足你 李志英松了一口气 他刚才正担心我会敲到竹杠 没想到我只吃碗面条 给他省了一大笔的钱 我们俩一起出了门 来到了警局对面的拉面馆 这时已经到了饭点了 好多警员也出来吃饭 我和李志英坐在拉面馆吃面的一幕 被很多路过的警员看见了 哎 你看 志英姐在和一个臭小子吃面呢 那个臭小子 好像是前些天私闯师范大学 女生宿舍的小婚婚呢 早就怀疑志英姐和那小子咬一腿了 没想到今天被咱们给装了一个满怀 志英姐的品位太差了 连猥蜉女生的小婚婚都喜欢 几个警员隔着玻璃窗 对我们是议论纷纷 不好 志英姐好像发现咱们了 几个男警员正嘀嘀咕咕的时候 李志英突然朝窗外看去 几个男警员平时都很害怕的 减被她发现了全都灰溜溜的逃掉了 面也吃完了 是不是该和我说一说发现了什么呀 面条吃完后 李志英放下的碗筷笑着开了口 你有没有在棺材内发现一种异香呢 我问道 是有一种狠淡的香味 李志英回忆了一下 那十八口大红棺材内里面确实有一股淡淡的味道 像是一种草木的清香 那是一种特殊的香料 参进香里燃烧完后 灰烬落在了棺材里 即便过了十年 棺材内依旧能闻出了一股淡淡的香味 我说道 这能说明什么呢 李志英问道 这种香味只有咖喱锅才有 你去调查一下十年前南城从咖喱锅进口香料的记录 肯定能查到购买香料的主人是谁 我分析说道 好一个顺藤摸瓜 这碗面我没白请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有用的线索 李志英满心的欢喜 今天的面只是开胃小菜 等真的破了案 你还得好好的请我搓一顿啊 我笑着说道 一定 等破了案 带你到我家去 亲手做给你吃 李志英有些炫耀了道 你做的能吃吗 他平日里喜欢武强弄棒 三五个男人都进不了他的身 按理说 这种女人厨艺一般都是不怎么样 敢质疑我 到时候让你见识一下我的手艺 李志英自豪地说道 希望你到时候不要让我失望啊 我暗暗地祈祷 走了 在桌子上留下了一张二十的钞票 李志英就出了门 去哪儿啊 我问道 去海关调查进口香料的记录 李志英道 等等我 我跟你一起去 喊了一声 我就跟在他身后 一挤出了门 半个小时后 我们就来到了南城海关 有李志英这个警察在 我们很快就找到海关十年前进口 咖喱国香料的记录 十年前从咖喱国进口 货物的清单 全部都在这份文件里 海关的一个小同志 从一人多高的弹架上 报下来了一楼文件 他除了吹文件上的图 就打开了文件 开始在里面查找 进口香料的记录了 不好 十年前 从咖喱国进口香料的记录 被人撕了 掀开的文件夹 文件夹内进口 其他货物的记录都在 唯独进口香料的记录 被人齐刷刷地撕了下来 怎么会 李志英美目微瞪 唯一的线索断了 我也不知道咋是 好端端的文件夹 怎么会被人撕了呢 海关的小同志 有些疑惑 我和李志英 失望无比地 离开了海关大楼 出门后 我们俩心情沮丧到了极点 炼制铁刹鬼的人 势力好生胖大 连海关的资料 都能够破坏掉 我叹息说道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八十八集 你在棺材里找到别的线索了吗 在海关大楼门口 李志英问道 没有了 棺材里面虽然还有一些物品 但那些物品在国内遍地都是 根本就无法寻找到源头 难道又成了无头悬案了吗 虽然现在科技很发达 但每年景区 还是会有很多宗 无法侦破的悬案 从黄河大坝上 挖出来的十八股棺材 弄不好就成为了 今年的悬案之一 李志英有些不甘心 整整十八条人命 若不还给他们一个公道 岂能对得起 自己穿的这身制服吗 我和李志英上了车 我开着车 把他送到了警局 然后我自己又返回了家中 等到晚上我打开了手机 直播间内再次见到了李依菲 他命中有些脚水 穿着一件小短裙 正在给大家敬歌热舞呢 飞宝宝 你白天干嘛去了 咋不见你上线啊 一段舞跳完之后 直播间内一个粉丝问道 我白天去出业了 李依菲笑道 飞宝宝 你生病了呀 粉丝们心疼地问道 上午有些感冒 现在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李依菲说道 飞宝宝 你带病直播 大家好感动 粉丝们连连地喊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再给大家跳一段舞吧 李依菲说着 又扭动起了性感的腰师 开始给大家跳舞 李依菲是专业 异小出身的 她跳舞时 样子非常的迷人 我看得如痴如醉 就在这个时 门外响起了一阵 急促的门铃声 我以为是徐亮颖回来了 赶紧关掉的手机 去开门 等我打开门后 发现站在门口的人 不是徐亮颖 而是李依菲 李警官 这么晚了 你怎么来了呀 是不是又想请我吃饭啊 我笑着说道 别平了 快跟我来 我查到线索了 需要你的帮助 李依菲拉着我的手 出了门 你查到什么线索了 十年前出售 十八口棺材的棺材铺 那你们警局 应该派人去查呀 去了 棺材铺老板一家一夜之间 全部暴毙 老板只剩下一个 十六岁的傻儿子 在精神病医院呢 这么些门 一家全部暴毙 这是有人在背后 用了什么卑鄙的手段吧 我生气了一口气 明前有人 要杀人灭口 棺材铺的老板 必定知道了某些 不该知道的 所以被人给杀了 快跟我走 李依菲拉着我上了车 他开始一旦索了 一路狂飙 没多久 就来到了市精神病医院 来到了医院后 他出示了警官证 一路通行 直接找到了 棺材铺老板的傻儿子 孟波 十年前 他父母暴毙的时候 他才六岁 父母死后 他就疯了 听精神病理医院的医生说 他说 看见了某种 很恐怖的画面 被活活的 吓风的 这么多年来 孟波一直 住在精神病院 病情得不到好转 在一间 上了铁栅栏的病房内 我们 见到了孟波 他穿着病号服 头发散乱的 蹲在墙角 双目呆赤无神地 望着窗外的天空 你们说话的时候 可要小心点 千万不要激怒了他 病人这几天 精神状态并不稳定 弄不好 可是会伤人的 精神病医院的大夫 在病房门口 嘱咐说道 明白 我点了点头 精神病医院的大夫 拿出来的一串钥匙 打开了病房的门 我和李志盈 走进了病房内 你们是谁啊 孟波发现有人来了 转身就朝我们看了过来 我们是你的朋友 我说道 我没有朋友 孟波摇了摇头 然后 他继续四十五度角 仰望天空 孟波 十年前 你到底看见了什么 能和我们说说吗 李志盈 试着开了口 十年前 孟波嘴里嘀咕着 双眼变得恐惧了起来 孟波不要问我 我 我什么都没看见 我什么都没看见 孟波捂着头 惊恐地叫了起来 孟波 你一定要配合我们呀 我们来调查 你父母的死因来了 李志盈 希望孟波 能振作起来 我不要把你吃过 不要吃过 不要 孟波嗷嗷地喊着 挥舞着拳头 朝我们打了过来 没想到他的情绪 突然变得这么激动 我和李志盈 都有些紧张 快 表演发疯了 镇定计 医生早就在门口 等候多时 见到孟波情绪激动之后 就喊了起来 门口立刻冲进来了几个护士 一群护士 七瘦八脚地 按住了孟波 医生冲了过去 给他注射了一针镇静剂 随后孟波就安静了下来 病人就是这样子的 情绪很不稳定 随时可能会伤人呢 医生擦了一下 额头上的汗水 对于我们的 在精神病医院的这些年 他有没有说过什么话 李志英问道 他每逢雷雨天 就必定会发狂 发狂的时候 都会不停地喊着一句话 不要吃我 不要吃我 医生回忆了一下道 只说不要吃我吗 李志英再次问道 没错 不断地重复这一句话 医生说道 不要吃我 好奇怪啊 为什么一直重复这句话呢 李志英 喃喃自语 孟波当年才六岁 只怕看见了什么恐怖的东西 也记不起来了 咱们走吧 见已经从孟波身上得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了 李志英就带着我离开了精神病院 我们离开精神病院后并没有回家 李志英开车带着我朝郊区走去 棺材铺的老板名叫孟全亮 十年前 他的棺材铺对面开着一家包子铺 李志英调查到了这家包子铺的主人住址 他想带我去找这家包子铺的主人问问 十年前他们有没有听见什么 车开得很快 没多久就来到了郊区的一栋民宅门口 这栋民宅的主人就是当年的包子铺老板 听见他车 李志英来到了民宅门口敲了酒门 谁啊 这么晚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院内传来了一个不耐烦的声音 警察 李志英道 你找错人了吧 我没做过违法的事啊 门打开了 一个穿着花裤衩子 拱着房子的男子走了出来 大多数普通小老百姓对警察都比较畏惧 包子铺老板同样如此 我来找你采访一个东西 你要好好配合 李志英说道 那行 您尽管问 包子铺老板松了一口气 你记不记得开棺材铺的梦全亮 李志英道 你说老梦啊 他十年前就死了 我们好多年没联系过了 包子铺老板说道 十年前他死的时候 你有听见什么异响吗 当时包子铺和棺材铺是面对面 如果棺材铺发生意外的话 包子铺的人不可能是没有察觉的 有 包子铺老板想了一会儿 截着眼睛瞪得滚圆 我们被他恐怖的表情吓了一跳 你发现了什么 知道事情有转机 李志英急忙追问道 有嚼东西的声音 像是有什么野兽在吞噬人的骨头 回忆起的十年前恐怖的一幕 包子铺老板仍然觉得有些害怕 那一天 一夜之间梦全亮一家全都惨死 嘎吱嘎吱 野兽吞噬人骨头的声音 持续了一夜 第二天上午 包子铺老板才从别人口中得知 梦全亮一家全死了 警察在梦全亮家周围 扯满了警戒线 围观的人水泄不通 当时包子铺老板也去看热闹了 他一辈子也无法忘记 当时看到的恐怖画面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八十九集 棺材部内 梦全亮和他老婆 父母 全部惨死 他们的尸体血肉全无 棺材部内只有一句句 鲜血淋漓的残骸 残骸之上 全是野兽的牙液 他们是被人活活咬死的 棺材部的关公神尾下面 站着一个六岁的小孩 这个六岁的小孩 就是梦全亮的独生子孟波 他当时已经被吓成了痴呆 只会蹲在地上傻笑 早就没了神志 除了有嚼东西的声音 你还有什么发现吗 李志英又问道 这就没有了 不过在梦全亮全家 惨死的前几天呢 曾经来立会人 找他订购十八口棺材 当时梦全亮 接到这么一大笔声音 很开心 没想到几天之后 他们全家就惨死了 包子部老板惋惜道 找梦全亮订购棺材的人 长什么样子 你还记得吗 李志英表情严肃了起来 订购棺材的人 就是杀害梦全亮一家的人 也是在背后炼制叠杀鬼的人 这个人至关重要 都过去十年了 我早就记不清了 包子部老板 努力回忆了一下道 那他们身上还有什么特征 你还能记得起来吗 李志英不打算轻易放过 这么重要的一个线索 我记得当时啊 他们开了一辆三菱车 车上下来了三个人 小一个人穿了一身的糖装 手腕上带了一串佛珠 想了一会儿后 包子部老板终于记起了 一些模糊的印象 穿糖装的人长什么样子 他身体有什么特征 你还能想得起来吗 李志英再次问道 我记得他很瘦 脸上有一块胎记 包子部老板 又是一阵努力的回忆 胎记在他脸上什么部位 李志英知道 能多了解一丁点的线索 对不安都是极大的帮助 忘了 不是左脸就是右脸 包子部老板脸上 露出了为难的表情 你还记得那辆三菱车牌号码 李志英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 如果包子部老板记得车牌号 那么这件案子就真破了 不记得了 这都过去十年了 我能记起来这么多 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包子部老板的脑袋 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我们一阵失望 最关键的部分被他忘得干干净净 不过这也不怪他 车牌号这种东西 大多数人都不会刻意的去记 而且都已经过去了十年之久 就算当初瞄了一眼车牌号 估计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见已经问不到什么有用的线索了 我和李志英就离开了他家 我们上了车 李志英开着警车 带我逃着市区赶去 半路上 他阴沉着脸一直不说话 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车开在冲突 油表突然见红了 李志英就把车子开到加油站去加油 加完油后 时间已经到了夜里十二点 我们俩肚子有些饿 就在加油站的休息区 吃了点东西 张浩 你说能把几个大活人 全都给吃掉的野兽 必定是老虎狮子一类的猛兽吧 边吃这东西 李志英便问道 你怎么能肯定 吃掉孟泉亮一家的 一定是野兽呢 不是野兽 难道是人啊 李志英不以为然道 你别说 还真可能是人 而且是大活人 胡扯吧 人怎么可能吃人呢 李志英不相信得道 你听说过夜叉鬼吗 听说过 那不就是佛教里的一种小鬼吗 夜叉鬼 不只是在佛教里有 在现实当中也有 怎么可能 李志英 以怜的难以置信 我爷爷遗留的 《麻衣神算》里 记载了一个故事 在民国的时候 有一个大户人家 领养了一个小孩 每天给小孩喂一食 死人肉 十八天后 小孩就被培养成了 火叶叉 暴虐利器 喜欢吞食人肉 我说道 你别吓我啊 李志英看了眼窗外 外面漆黑一片 我突然给他讲夜叉鬼 他着实被吓到了 南征市省城 是人口密集之地 别说十年前了 就是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 野生动物 也早已灭绝了 所以哪来的野兽 吞食孟雀亮一家呢 好可怕 李志英毕竟是个女人 对这些神神叨叨的东西 天生有一种畏惧 十年的时间 说上不成 说短不短 孟雀亮一家人 尸体残害 应该有法医的报告 你这局里查证一下 就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了 我说道 法医报告可是非常严谨的 尸体的死因 伤口几公分身 是被什么利己所伤 都会写得清清楚楚 孟雀亮一家 是被某种东西咬死的 法医必定对尸骸上的牙印 进行了细致的研究 咬死孟雀亮一家的诗人试寿 在法医报告上肯定会有详细的记载 只要查找一下当年的法医报告 就能够水落石出 行 李志英点了点头 我们吃完了东西就出了门 开着车 等到夜里两点左右 我们回到了市区 李志英是个工作狂 即便到了深夜 他仍旧不愿意休息 回到市区后 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警局 查找当年的法医报告 并且去查找法医报告时 他还非得拉着我去 让我给他去帮个忙 我又困又累 其实很想回去休息的 可是 我又不好意思拒绝李志英 只好答应了 我跟在他的身后 直奔了警局的档案室 李志英开始查找 十年前的法医报告了 十年前的文档不好找 我和他翻箱倒柜 一直找了两个多小时 终于找到了十年前 孟全亮一家的法医报告 打开了法医报告后 看了一眼死亡原因 李志英目瞪口呆 法医报告上写的是清清楚楚 孟全亮一家被活人咬死 他们身上遍地是人的牙齿因 这世上竟然有这么残忍的东西 过了许久 李志英才从惊恶中苏醒了过来 开三菱车的人不简单的 我说道 买十八口大红棺杂炼杰鬼 还未养叶叉鬼 此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李志英感觉到了一股压抑感 做警察这么多年 他预见的悬案要案不计其数 但杀人手法如此残忍的 还是第一次遇见 外面有人来了 我听见外面传来的一阵脚步声 这大半夜的是谁呢 警局里的人李志英都认识 半夜的时候很少有人会来档案室 听见外面的脚步声 李志英有些好奇 外面的不是人 快藏起来 身上的无心灵突然震动了起来 我拉着了一下李志英 把档案室的灯给熄了 然后我们俩就藏在了鞋子桌的底下 过了一会儿脚步声势越来越近 档案室的门 咖啥一声被打开了 一个穿着警符高塔魁梧的男子走了进来 他进门后没有开灯 我们看不清他的相貌 我躲在写色台的底下 只感觉他的个头很高 粗略地估计一下 他素素有两米多 而且他的身上散发出了一种浓重的腥臭味 他进门后就在档案室内翻着了起来 似乎想寻找什么东西 找了一阵子后 好像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他有些懊恼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九十集 朋友 你是不是再找十年前孟全亮一家的法医报告啊 这时我拿着手电从桌子底下爬了出来 用手电朝他脸上照了一下 我胃里的隔夜饭差点吐出来 这是一张已经住了高山现象的死人里 他的脸无种溃烂 膨胀成黑紫色 双眼早已塌险 变成了两团浓浆 里面还有蛆虫在眼窝内不断的浮动 看见这么恐怖的一幕 李志英失声坚强了起来 死人脸看了我们一眼 无心恋战 他转身就朝着门外逃掉了 哪跑 我朝他身后追去 死人脸快速跑了几路 来到了档案室的楼梯口 纵身一跃 跳到了楼下 双脚稳稳地落在了地上 接着就朝警局外跑去 档案室可是在警局的三楼 他敢往下跳 我可不敢 我有幸幸地回到了档案室内 打开了档案室里的灯 李志英在园底下的脸色苍白 双腿都在发抖 我的大警官 看见一次死人 不用这么害怕吧 我走了过去 笑着拍了拍他的相间 李志英终于清醒了过来 刚才来档案室偷东西的人 竟然是个死人 李志英看着门外的方向 惊呼说道 杀 而且是一句 已经出现了高山现象的死尸 死人怎么会行动呢 李志英仍旧难以置信 被人操控了呗 肯定有人害怕他们发现什么 所以派了一句死尸 来档案室交回证据 结果 被咱们抢先了 我的手里仍旧紧紧地攥着 孟全亮一家的法医报告 背后的人看来已经急了 前些天 海关从咖喱国进货的记录 刚刚被销毁 现在他们又把目标 盯上了警局的档案室 开三菱车的人 已经是着手阻碍我们的调查了 志英姐 你怎么在这儿 说话前 外面再次响起了一阵脚步声 以为死人脸又回来了 我和李志英一阵警惕 结果门外进来了一个男警员 他是今天负责值班的警员 在查询到档案室有异想后急忙过来看看 没事 我正在调查一宗案子 来档案室查找一些资料 李志英说道 啊 志英姐 你查吧 说吧 男警员就离开了 这时天已经亮了 李志英还未从惊恐中走出来 死人脸出现的一幕太恐怖了 就连我一个大男人都吓了一跳 更别说李志英一个女孩子 走吧 带你去喝杯咖啡 镇定一下心事 人在遭遇了极度可怕的事情之后 吃一些甜的东西 有助于心形愉悦 我打算带李志英去肯德基 喝杯咖啡 吃点早餐 李志英点了点头 我们俩一起离开了档案室 不过临走的时候 蒙全亮一家的法医报告 被我藏在了身上 死人脸这次寻找 蒙全亮一家的法医报告没有成功 很可能还会有下子 不如我提前收起来 防止被人拿走 我带着李志英来到了肯德基 你坐啊 我给你去点东西 你想吃什么呀 我笑着问道 什么都行 李志英无心吃东西 好吧 我点套餐喽 说吧 我去前台点东西 就在这个时候 门口走来了两个熟悉的人影 穿着蓝色包吞裙 露着白花花大腿的李一飞 和他的演艺公司老总 肩并肩地走进了肯德基内 一飞 你坐啊 我呀 去给你点东西 演艺公司老总 虚寒问暖 对李一飞照顾的是无微不至 哎 不要点太多 不然 又像上次一样吃不完浪费 李一飞说道 都听你的 演艺公司老总 深情宽宽宽地答应了一声 朝前台走去 我远远地看见了这一幕 顿时气不大一处来 这个什么影艺公司老总 整天纠缠着李一飞 不知是何居心 俗话说 近水楼台先得愿 他整天跟在人家屁股后面 时间久了 李一飞难免不对他动心 我暗暗决定 搞一搞的 让他以后远离李一飞 一会儿后 演艺公司老总 点好了东西 正在和李一飞一块享用早餐 我笑着走了过去 我坐在了演艺公司老总的旁边 哈喽一飞 好久不见啊 坐下来后 我笑着和李一飞打了一声招呼 张浩 真巧 在这儿也能遇到你 结果上次我帮他驱逐身上的吊死鬼 李一飞对我的印象改观不少 看见我后 脸上露出了一抹欣喜 哼 是啊 真巧 请问这位是 我看了一眼旁边的演艺公司老总 啊 他是我老板 叫彭涛 李一飞介绍他 彭总好 我笑着伸出了手 你好 彭总也伸出了手 和我握在了一起 哼 刚刚和我握住了手 他的手指就被扎了一下 一声痛叫 彭涛急忙把手缩了回去 低头一看 手指被扎了一个洞 洞内流出了一抹纤细 不好意思 我的戒指上有银针 我一针抱歉 急忙地收起了手 张浩 你是不是故意的 李一飞看出了我的小心思 才不是呢 真的是无意的 老哥 我给你擦擦啊 说着 我拿起了一张餐巾纸 给他擦手指上的鞋 谢谢啊 不用了 彭涛为人彬彬有礼 即便扎了他的手 他依旧是没有生气 不打扰你们吃饭了 拜拜 我靠近他们 为的就是采集 碰涛身上的血 现在目的已经达到 我没必要留在这里了 告辞一声 我就离开了 回到了李志英的位置上 我端着新买的咖啡 和肯德基套餐 坐了下来 和李志英一块吃完的早餐 已经到了早上七点多 我们昨天忙活了一夜 现在是又困又累 我和李志英分别回家休息 我回家后 第一时间 把自己关进了小屋内 我要给彭涛下咒语 我要让这小子 远离我心爱的李一飞 从手指上摘下来了 带有一根针的戒指 把上面沾染他的一抹鲜血 用刀片给刮了下来 接着 我把他的鲜血 涂抹在了一个 纸扎人的上面 然后我在纸扎人上面 贴了一根绣花针 和一块磁铁 这个纸扎人代表了彭涛 我又准备了另外一个纸扎人 在这个纸扎人上面 用朱纱笔写了李一飞的生辰八字 然后又在代表李一飞的纸扎人上面 悬挂了一块磁铁 我采取了同性相至 异性相惜的原理 彭涛一旦靠近李一飞 在磁铁的作用下 纸扎人身上的绣花针 就会扎他的肚子 他就会拉锡 远离李一飞 则没有任何的立场 做好了这一切后 我就洗了个澡 匆匆地休息了 李一飞和彭涛 已经回了演艺公司 李一飞在化妆间化妆 再过一会儿 他就要开始直播了 彭涛带了一束鲜花 前来探望他 顺便和他聊了几句 可是刚刚进门 他就感觉肚子像是被什么狠狠地扎了一下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九十一集 彭涛蹲在了地上 面色痛苦 彭涛 你怎么了 李一飞 放下了眉笔 急忙走了过来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的肚子 好痛啊 彭涛肚子疼得厉害 可能是吃坏什么东西了 你要是忍不住的话 快点去厕所 李一飞 体贴地说道 好的 我去厕所啊 说吧 彭涛经忍住难受 去了厕所 过了一会儿 直播时间要到了 李一飞 就去了直播间 转眼间到了中午 彭涛一上午拉了好几次 终于忍住了腹泻 到中午后 他拿着两张 七三厅的餐卷 又准备请李一飞 去吃饭 刚刚来到直播间门口 他的小夫再次 出现了一阵刺痛 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每一次 靠近李一飞 就会肚子痛呢 碰到嘴里嘀咕着 捂着肚子 再次朝着厕所走去 虚家别墅内 这一觉 我直接睡到了下午两点 等我醒来的时候 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睡的时间太长 反而觉得身体很乏力 我站起来 准备去浴室冲草 结果这时候 门铃响了 谁啊 我穿上了衣服 朝门口走去 打开的门 只见李一飞 美目微瞪的 站在门口看着我 咦 好巧啊 我笑着和他 打了一声招呼 快说 你是不是对彭总 动什么手脚了 李一飞 怒气冲冲地问道 你说上午的蓬涛 他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我假装无辜地问道 到底对他做了什么 你心里清楚 李一飞道 你可不要血口笨人啊 我好人一个 才没有对他做什么呢 我不承认说道 稍后 算我看错你了 哼 说吧 李一飞 气鼓鼓地 关上门口了 他走后 我突然心里 有些不是滋味 我好像对彭桃做的 确实有些过分了 彭桃一直在追求李一飞 我虽然心里有些不满 可男大当婚 女大当家 人家愿意怎么着 我无权感受 李一飞走后 我就把磁铁给摘了 把磁铁摘了后 我觉得肚子很饿 有钱在家做东西麻烦 就准备出去吃点东西 我刚刚来到别墅门口 就发现一辆警车 停在了路边 李志英从警车内下了车 他脸上全是黑眼圈 满脸疲惫之色 连走路都没精打采 我的大警官 你该不会一夜没睡觉吧 看他的神色这么的不对劲 我猜测说道 睡了俩小时 李志英道 剩下的时间你都做什么了 从早上分开到现在 已经是过了八九个小时 李志英如果只睡了两个小时的话 最少有六七个小时 时间是空闲的 我在查找南城富豪的照片 开三菱的那个人 必定是个有钱人 现在社会信息发达 只要是有钱人 一定可以在网上 查到一些线索 我整整一上午 都在搜索南城的富商照片 李志英回答说道 查到线索了吗 我问道 我终于找到一个叫做 唐氏集团老总的照片 他的脸上 有一块青色胎记 个头不高不矮 身材消瘦 和包子铺老板的描述 高度相似 李志英打开他的女士手机 我低头一看 在上面看见了一张照片 一个穿着红色腾装的老头 手持龙头拐杖 非常的气派 他左侧的脸颊上 正好有一块青色的胎记 你查到这个人是谁了吗 我问他 查到了 他叫唐骏 他的唐氏集团是做建材的 目前身价三个亿左右 刚才我去了一趟他的公司 结果没见到他 李志英道 他是不想和你见面吗 我问道 不是的 他并不在公司 是他的秘书和我见的面 他的秘书告诉我 他已经许多天 没有来过公司了 难道出差了 还是去旅游了 他们有些人都特别的萌 我猜测到 都不是 他是人间蒸发了 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你应该拜托警察局的同事 调查他的下落呀 我早在路上 就给同事打过电话了 同事说 唐骏早就消失了好几个月了 这几个月来 他仿佛人间蒸发了 信用卡 手机 身份证的使用记录 一概没有 出现这种状况 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这个人已经死了 刚刚得到的线索 难道又断了 可我怀疑 他并没有死 如果他死了的话 昨天晚上出现的 高山现象的死尸 是谁派来的 也对 唐骏吉 有可能在某一个地方 藏起来了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被人控制住了 那你找我来干嘛 我能帮他上你什么忙吗 你们风水师不是都会占卜吗 我找来了他的一双拖鞋 你用这双拖鞋 占卜一下 他在什么地方 李志英举起了一个塑料袋 进来吧 我带着李志英走进了屋内 进屋后关上了门 我拿出了一张八卦图 同时打开了装着罗帆的塑料袋 塑料袋打开的瞬间 里面有一股恶臭传来 你就不能找到别的贴成物品 干嘛找拖鞋啊 这么臭 我一阵无语 没找到啊 李志英捏着鼻子 无奈的说道 我拿起了拖鞋 把拖鞋放在了八卦图的阴阳鱼上面 前天刚见 自详不息 坤地峰值 厚德赛物 水接了一响 囤积筑掌 山下流水 喜蒙得欲 水在天上 须等饮食 天生水落 送兴不争 我和李志英都闭上了眼睛 我口中默念八卦图占卜的口诀 水火相容 寄寄宫城 水火离错 未寄大疆 鸡 口诀结束的时候 我猛然一拍桌子 一双拖鞋 凭空而起 接着扑通一声 落了下来 我和李志英 睁开了眼睛 只见那两只拖鞋 齐刷刷的 落在了前卫上 这是什么意思啊 李志英不解地说道 唐君目前在西北方 那他还活着吗 还活着 但随时可能会没命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李志英眨了上大眼睛 对我的卦象很是疑惑 你看拖鞋的位置 两只拖鞋 全部正面朝上 但一只拖鞋 随时可能侧翻 如果这只拖鞋翻过去了 唐君就死了 我耐心地解释道 原来是这个意思 李志英恍然大悟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九十二集 占卜只能给出一个模糊的提示 根本看不出来具体的结果 总之 唐君目前身在西北的某个方向 随时可能有危险 咱们去找他 李志英站了起来 就咱俩 人手是不是少了点 我有些担心 南城的西北可是山区 想在偌大的山脉内 找到一个人 无异于大海捞针 除了咱俩 还能有谁 你还能找得到帮手吗 李志英反问道 我找不到 带你去警局喊人啊 让警局派人一起去山里找人啊 你是通过占卜算出来 唐君在西北方的 你认为警局的领导 会相信算卦吗 我顿时语测了 占卜在警局的人眼中 无异于江湖骗术 他们才不会有人 相信我说的话呢 就只能咱们俩去吗 我还带了金属探测器 咱们俩一块去山里找 大不了多待几天 一定可以找到唐君的下落 如果找到了唐君 你给我什么好处呢 我请你吃海鲜大餐 纵心了吧 李志英一阵肉痛 为了不安 他豁出去了 这可是你说的啊 到时候不许反悔 不反悔 君子一言四马难追 那好 咱们出发吧 我爽快地站了去 我们俩一起上了警车 然后朝着西北的矮山赶去 来到了山脚下 车子已经没办法开进山里了 所以我们把车停在了路边 我和李志英打开了警车的后备箱 从后备箱内拿出来的好几个沉重的包裹 此次去山里面寻找唐君 我和他有可能得在这个山里面待好几天 包裹里装着一顶简易的帐篷 还有一些压缩饼干和水 我主动把最重的一个包裹背在了肩膀上 李志英身上背了一个较为轻一些的包裹 除了有包裹之外 他还在后备箱里拿出来的一根长长的鱼竿一样的东西 在鱼竿的顶部有一个铁线圈 这个东西就是金属探测器 把这个东西扛在身上 可以用来寻人 准备好一切后 我和李志英就一起朝山里走去 西北的矮山不是什么丛山峻陵 山路也不算太难走 可就算如此 我和李志英爬了一阵子后 仍旧累得满头大汗 在爬山的时候 李志英不停地往道路两边探测 看有没有什么发现 但每一次都让他倍感失望 我们一口气走了两个多小时 什么都没有发现 而这时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 太阳随时可能下山 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吧 背着这么多的东西走了这么久 我们都累坏了 我主动提议一起坐下来休息会儿 答应了一声李志英坐在了一块石头上 喝水吗 我拿出了水壶递都过去 谢谢 李志英接过了水壶 仰头喝了一口 我又拿出了压缩饼干来补充体力 马上就要天黑了 咱们要找个地方搭帐篷休息 我看了一眼时间 再找一会儿吧 现在时间还早 刚来山里两小时 就搭帐篷休息 李志英有些不忍心 时间白白浪费 也行 我点了点头 又聊了几句后 我们就站了起来 背着包裹 朝山里面走去 又一口气走了三个多小时 天彻底的黑了 我和李志英 持续走了五六个小时的山路 腿都快累断了 我们俩停了下来 想找一个平坦点的地方 搭帐篷休息 张浩 你看 前面有灯光 李志英伸手推了一下我 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我也发现了 在半山摇的位置 确实有一盏灯光 有灯光就代表有人家 咱们不如去借宿吧 李志英提议道 好啊 我点了点头 我们俩站了起来 努力地朝着 有灯光的地方走去 走了半个小时 我们终于是看到了 有灯光的位置 只见在半山腰的位置 竟然修建了一栋 豪华的大酒店 酒店上挂着一个招牌 招牌霓虹闪烁 在招牌上写着一行字 野鲜大酒店 累死我了 没想到山里面 竟然有这么好的一家酒店 李志英如今是又累又饿 看见了酒店后 她立刻想要冲进去 好好的大餐一顿 然后去开一间豪华的房间 洗个热水澡 再美美地睡一觉 说着 她就迫不及待地 朝着酒店内走去 等等 我急忙拦住了她 怎么了 你不去酒店休息吗 李志英看了我一眼问道 这酒店有诈 我指了一下 腰上悬挂的吴心灵 吴心灵在剧烈的震动之中 这附近阴气十足 李志英警惕了起来 她知道我的吴心灵 向来都很准的 酒店一般都开在人口密集的地方 这光山野岭的 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 怎么会有人在这开店呢 要不咱们还是去搭帐篷吧 李志英拉着我的手 叫我离开这 等等 我又拦住了她 怎么了 见我一直一惊一乍的 李志英有些生气了 这酒店里有人 咱们要想办法救他们的命 我伸手指了一下 通过酒店的门口 可以清楚地看见里面 坐着一群穿着户外冲锋衣 头戴太阳帽 肤色有黑的旅友 南城西北的荒山 每年都有很多旅友 选择来这徒步旅行 半个小时之前 一群旅友从这经过 看见了山腰里的酒店 就进来休息 他们不知道这家酒店有问题 正在里面欢声啸鱼 完全不知道已经是大难临头了 咱们要去通知他们 告诉他们这家酒店不对劲 让他们赶紧撤退 李志英说着就要朝酒店走去 不行 这酒店伪装得非常好 咱们贸然进去 告诉他们酒店有问题 他们不会相信咱们的话 也对啊 那你说该怎么办啊 李志英停了下来 咱们假装路人进去休息 找合适的机会提醒他们 我说道 李志英答应了一声 我们俩一起朝着酒店内走 刚刚进门 我就被酒店内的装修 所惊待了 这家酒店外面 看起来那么豪华 里面却非常的土 头顶上悬挂着 一个老式的吊灯 屋内的木质桌椅 斑驳老旧 收银台是土砖继承的 收银台后面的货架上 摆满了二锅头 锦兰粮食酒 吸成一品醉 等等几十年前 早就被淘汰了的 老品牌白酒 兄弟 大妹子 住店吗 从后厨 走出来一个头上 扎着大辫子 穿着一身花挂子 说话 土里土气的 一个农村妇女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九十三集 我们不住店 先点点东西吃 你们这边请 农村妇女 带着我们来到门口的一个桌子上 我和李志盈坐了下来 看着吃点什么 农村妇女 拿出了一张菜单 递给了我们 我打开一看 全都是一些烤红薯 油炸花生 排黄瓜之类的菜 这些菜 都是一些几十年前 非常受欢迎的菜 可如今早就没人吃了 除了这些 还有别的吗 我翻了几些菜单后 有些失望 没了呀 这些还不够啊 俺们店 可是腿里最好的酒店了 农村妇女 说着一些让人摸不清头脑的话 那就随便来讲吧 我用手在菜单上随便滑着了几下 大兄弟 大妹子 你们俩等一会儿 厨房马上就好 说怕 农村妇女就拿着菜单 有一头钻进的后厨 本台报道 凤阳小岗村正式实施 土地承包责任制 抬头一看 头颈上悬挂了一台黑白电视机 里面正在播放新闻 可里面的新闻 竟然是几十年前的旧新闻 我如果没猜错的话 土地承包制是1978年正式通过的 现在都21世纪 5G时代了 怎么会好端端的播放几十年前的新闻呢 而且像这种老式的黑白电视机 早就被淘汰了 只怕连二手市场都很难买到了 这家酒店太诡异了 和我们一起来的旅友们 正在临桌吃着饭店的花生米 和烤红薯 还有两个男旅友要一斤景泰兰老白肝 再切意的享受美酒 我站了起来 从兜里掏出来的几瓶红牛 面带着微笑走了过去 几位老哥好啊 过去后 我把红牛撒了一圈 然后笑着坐了下来 喜欢户外运动的人都比较热情 这群旅友也是如此 见我过来主动给大家发饮料 纷纷的对我露出了善意的微笑 老弟 你也是徒步旅行吗 一个长着落腮胡子的旅友 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是啊 我点了点头 看你俩的装备不够专业呀 你们这样很危险的 打了我和李志英一言 发现他们俩细皮嫩肉的 几个旅友都对我们能力产生了怀疑 我们俩 不是徒步旅行的料 明天就回去了 我笑着说道 这就对了 徒步旅行非常危险的 年轻人不要随意冒险 旅友们纷纷的叫道 鸡皮大哥 你们没发现 这家店有些不对劲吗 话锋一转 我开始把话题 朝这家酒店上引导 是有些怪怪的 都什么年代了 酒店的装修风格 还这么老土 一个旅友嘀咕道 没错呀 这里的菜也怪异得很 全部都是油渣花生米啥的 城里人早就不吃的菜了 这家酒店还当成宝 又一个旅友 说出了心中的疑惑 这种井兰老白杆啊 早就在几十年前停产了 我记得 当初爷爷活着的时候 挺爱喝这种酒的 没想到在这还能买到 洛财虎老哥 也说出了心中的困惑 我知道前面的山头 还有一家店 比这家店要好得多 不如 我带你们去另一家店吧 我再想办法 带他们离开这儿 不去了 这大晚上的黑灯瞎火 没必要再换地方 长着洛财虎的旅友道 是啊 夜里山路不好走 就在这里凑合着休息吧 其他旅友也纷纷地复刻 没想到他们不愿走 我心里有些着急 说话间一个长大 还算有几分姿色的女旅友 突然尖叫了起来 素素 怎么了 洛财虎急忙问道 我刚才用手机定位 你们看 手机显示我们在一片坟地里 叫素素的女旅友 把手机递了过来 洛财虎看了一眼 也变了脸色 手机定位里 明确显示 他们所在的位置 一片七十年代的古文 叫什么 野仙尊古文遗址 是不是弄错了呀 旁边一个长着 国字脸的旅友 嘀咕说道 估计是弄错了 这大半夜的 一定是信号不好 定位导航导错地方了 洛财虎把手机 交还给了素素 菜来了 后期的卷帘门 再次的被拨开了 农村妇女 端着一个糖子盆 是走了出来 大兄弟 你们的油炸花生来了 烤红薯 也马上就好 把糖子盆 放在了桌上 农村妇女 转身离开了 好香啊 李之英 趴在了盆口 闻了一下 一股花生米的香味 扑鼻而来 这下店主 看起来涂离涂气的 但是花生米 炸得非常香 李之英拿起了筷子 准备夹起了一颗花生米 尝尝鲜 花生米 马上就要塞到嘴边的时候 我急忙拦住了它 不能吃 我压低了声音说道 为什么啊 花生米这么香 你看 说着 我从兜里 掏出了一张黄纸符 把纸符点燃后 放进了糖瓷盆里 过了一会儿 黄纸符烧完的时候 花生米突然变了颜色 变成了一颗圆滚滚的眼珠子 李之英脸色瞬间铁青 他暗暗的后怕 差一点就把这些眼珠子给吃了 他朝旁边的旅游团看了一眼 那群旅游又是吃又是喝 他们吃的东西不知道 是用什么脏东西变出来的 摇了摇头 李之英不敢吃店里的东西呢 我拿出了压缩饼干 分给他这一包 我们两人坐在的椅子上 吃压缩饼干和自己带的水 你们要的烤红薯 不一会儿的时间 我们点的烤红薯也做好了 农村妇女从后厨走了出来 你们怎么不吃啊 见我们没有吃花生米 农村妇女好生疑惑 啊 我们没有胃口 没有胃口 为什么吃饼干呢 你们是不是嫌我们酒店的手艺不好啊 农村妇女板起了脸 走的时候少不了你们的钱就行了 我们爱吃不吃 你们管这么多干嘛 见农村妇女一直在旁边 继续叨叨 李之英是一拍桌子发火了 行 城里的大小姐真不好伺候 我不管了还不行吗 说吧 农村妇女转身离开了 小伙子 老妹 你俩为啥不吃店里的东西啊 就算是炸花生和烤红薯 这也比鸭鲎饼干好吃啊 洛塞乎刚才听见了我们的争吵 你看看就知道了 我把一盆眼珠子给断了过去 看了一下盆里的眼珠子 旅游团的人差点吐出来 其实我的身份是一名风水师 在进门前我就察觉出来这家店有问题 我进来是救你们命的 我压低了声音说道 风水师 胡扯呢吧 是不是来骗人钱呢 郭子莲对我露出了警惕的眼神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还用这么低级的骗术 洛塞乎也不相信我的话 我觉得这位小兄弟不像是骗人的 女孩向来欣喜 素素是有些相信了我说的话 素素你别被他给骗了 他们这种江湖神怪整天嘴里一套一套的 弄不好你就被他给骗了 郭子莲提醒说道 爱信不信 反正我是出于好心才善意的提醒你们的 这家店有问题 你们如果继续的留在这里 出了意外不要怪别人 他们一直在回忆我说的话 我有些生气了转身就离开了 我走后旅游团的人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警卫客官 楼上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你们上楼休息吧 过了一会儿 农村妇女从后厨走了过来 走了去休息 雷死人了 就几个热水澡好好地睡一觉 郭子莲和洛塞乎嘴里嚷嚷着 和其他的几个旅游一起朝楼上走去 唯独速速流下的原地不愿意上楼 大妹子 你咋不去休息呢 农村妇女见她坐在原地无动于衷 怀疑地问道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九十四集 刚吃饱饭 我想在这消化消化水再上去 素素淡定地说道 那行 待会儿记得上去休息啊 热水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 农村妇女笑了笑 再次钻进了后厨 小师傅 你说这家店有问题 是不是真的呀 农村妇女走后 素素悄悄地和我们坐了过来 问道 当然了 这家店其实是一群坟斗里的鬼开的 平白无故地 谁会把酒店开进山里来呢 果子脸他们不相信我的话 我也不打算救他们了 素素这个女孩 一直对我非常的礼貌 我决定带她离开这里 我也觉得不对劲 刚才这里的东西我都没有吃 我闻着油炸花生和烤红薯 有一股腥臭啊 素素说道 那就对了 咱们离开这里吧 屋里此时没有人 我决定带他们走 可是咱们还没给人家钱呢 毕竟点了人家的东西 不管吃美食都要付钱的 和鬼讲什么道理 我不以为然 那怎么行呢 做人要有信用 点了东西就要付钱的 素素坚持说道 那行 就给他们留一张钞票吧 在素素的具体力争之下 我留下了一张钞票 带着素素和李之英 连夜离开了这家酒店 我们逃出酒店后 不敢停下来 往前一口气 跑了半个小时 才停了下来 那家酒店好像没了 半个小时的时间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按理说 即便看不见酒店 应该能看见酒店内的灯光 可如今酒店的方向一片漆黑 连一丝光亮都没有 似乎有些说不过去 别管他了 明天早上 咱们再回去看看 嗯嗯 素素和李之英 点了点头 虽然离开了酒店 可我们还是要休息 找了一个平坦的地方 我们开始七手八脚 搭建简易帐篷了 我们三个人 却只有一顶帐篷 而且还是小型的单人帐篷 帐篷搭建好后 我们三个互相看了一眼 都非常的尴尬 要不 我给你们守夜吧 我一个人在外面休息 我鼓笑着挠了挠头 你进来一起睡吧 你也忙活了一天了 不好好休息怎么行呢 李之英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 别看他平日里为人粗暴 又喜欢对人大吼大叫 其实有时候 还是很懂得关心人的 那我就和你们睡一起了 我笑着问道 素素 你没意见吧 李之英转身 对着素素问道 我没意见 素素摇了摇头 我们三个一起钻进了帐篷里 我有幸能和这么漂亮的两个美女 一块睡觉 心中很是欣喜 素素和李之英一左一右 趴在我的怀里 我终于体验了一次 做皇帝的感觉 夜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转眼间到了第二天早上 我们三个缓缓起的床 把帐篷重新收拾起来 塞进了包裹里 我们三个决定去后山的酒店看一看 顺便寻找一下果子脸他们 我们一口气走了大半个小时的山路 终于来到了昨天晚上酒店所在的位置 结果过来后 我们就惊呆了 昨晚的酒店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年久失修的坟场 聪明他看了一眼 这些坟场足足有几十个的坟头 在坟场最前面的一个坟头 墓碑上贴着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里的女人正是昨天晚上在酒店服务员的农村妇女 爱你们看 坟场里面多了几个新的坟头 素素眼间发现了坟场里的不对劲 顺着她的目光看去 果然在坟场的后面发现了几个新坟 不好 快把坟挖开 兴许他们还有得救 喊了一声不好 我从背后拿出了一把折叠的弓冰颤 递个冲了过去 对这个新坟挖了起来 我一口气挖了好几分钟 终于把坟场刨开了一个洞 从洞里面拖出了一具尸体 这具尸体正是昨天的果子脸 坟哥 素素抱着她哭了起来 和果子脸组旅友团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 这两年来果子脸在团里一直对她照顾有加 素素从心底里对她有些感情 挖出来了坟哥后 我又去刨去了其他的几个坟 洞塞湖和旅友团的其他几个团员 全都被刨了出来 坟哥 你们怎么都死了 素素哭得梨花带雨 他们中了坟场老鬼的计 已经被永远地留在了坟场 我说道 小师父 这群坟场里的鬼 咱们应该想办法铲住他们呀 不是 他们还会在这里继续害人的 素素站了起来 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只要把坟场给一把火烧了就好了 咱们快点放火烧坟地吧 素素说道 咱们分斗行动 去找一些干柴 我说道 答应了一声 我们三个分开了 去分别寻找木柴 山里面什么都缺 最不缺的就是木柴了 很多被大风吹落的树枝 掉在了地上 几天就能晒成干柴 我们三个不一会儿 就爆了一大堆的干柴 我拿出来打火机 用一把干草搓椅子 点燃了木柴 熊熊烈火燃烧后 迅速把一整片分场都给吞噬了 一直在旁边待了一个多小时 等火焰把分场烧得一干二净 我们才离去 我看你们两个不像是旅友啊 你们是做什么的 离开分场后 素素对我们问 我们是来找人的 李晶如实说道 你们是不是在找 一群穿红衣服的人啊 素素问道 怎么 你见过穿红衣服的人 素素逼我和李晶 早来山里一步 兴许他们有什么发现 是啊 前天刚刚来到山里的时候 我们在山里看见了 一群穿红色衣服 头戴红色头巾的怪人 他们神神叨叨的 好像在举办某种祭祀 素素直言道 那群怪人在什么地方 我意识到 这是一条非常有用的线索 一时半会儿 还说不清楚 我带你们去吧 素素道 多谢 一声道谢 素素走在了前面 带着我们朝山里面走去 一直走到下午 素素才停了下来 你们看 就是这里 素素指了一下 前面出现了一个石灰台 我往前走了几步 来到了石灰台的面前 仔细打亮了一眼 这座石灰台 这明显是一个人工修建的祭祀台 这个祭祀台 有半人多高 用水泥浇灌而成 祭祀台呈长方形 大约有两平米左右 在祭祀台上面 刻满了各种奇奇怪怪的咒语 祭祀台的下面 还有一堆烧过的香炉灰 好强大的阴气 祭祀台上面 散发着一股浓郁的阴气 从我刚刚靠近祭祀台开始 身上的无心灵 就一直在剧烈的震动之中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九十五集 修建祭祀台的人 似乎不见了踪迹 李志英朝周围看了一眼 父亲山清水秀 毫无人际可循 我们虽然找到了祭祀台 可是仍旧找不到汤骏 守株带兔 咱们守在这里 穿红衣服的人 一定回来的 我说道 你确定他们会回来 如果不回来呢 这荒山野岭的 在这里待一天 就是受罪 细许待在这里 穿红衣服的人 也不见得会回来 我确定 我如果没在座的话 这是有人 在用九九虚名术 我看了一眼祭祀台 说道 什么叫九九虚名术啊 素素疑惑地问道 这是一种伤天害理的 续命之法 利用阴级 转化为阳级 为人强行续命 历史上 有很多的江湖数字 你老之后 畏惧死亡 强行用此方法 为自己允许寿命 而 修建祭祀台的人 就是用了此法 九九虚名术 需要持续九九八十一天 却一天都不可以 所以不出意外的话 今天晚上 穿红衣服的人 一定还会来的 我耐心说道 原来是这样 那咱们等到晚上就可以了 李智英长出了一口气 没错 不过那群人不好对付 他们可能是有武器的 我说道 我也有啊 你看 李智英从怀里 掏出了一支手枪 身为重案组的警官 他可是随身佩戴枪支的 那就好 有枪在 对付他们不在话下 枪这种东西 对于现代社会 可是大杀戏 很多江湖数字 虽然有一些帮门所到 可他们再怎么说 也是血肉之躯 只要是血肉之躯 就没有不怕枪的 离天黑 还有好几个小时呢 咱们应该做什么呢 素素问道 咱们现在 应该找一个地方吃点东西 好好休息一下 为完成的战斗 做着准备 嗯 好的 答应一声 我们下了山 找了一处阴凉的地方 坐了下来 一边喝水 一边吃压缩饼干 吃完东西后 我们就躺在了地上 休息了起来 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我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 今天到了晚上 十一点多 我可能是白天 赶路太累了 我们竟然是一口气 睡了七八个小时 睡醒后 我急忙推向到 旁边的李志盈和宿主 他们俩 有些睡眼轻松地 坐了起来 红衣服的人来了吗 李志盈 揉了揉眼睛问道 去 我示意他 不要发出声音 然后朝头顶指了一下 李志盈顺着我的手指看去 只见对面的山峰上 走来了一群 穿红衣服的人 这群穿红衣服的人 总共是四个人 四人抬着一个椅子 椅子上坐着一个 穿了藤装的老人 仔细一看 他就是藤俊 没想到 在这里果然找到了他 李志盈 从腰间掏出来手枪 就要冲过去 不要冲动 先看看他们 在做什么 我压低的声音说道 李志盈点了点头 我们悄无声气地 来到了祭祀台的山峰下面 过了一会儿 四个穿着红衣服的人 抬着唐骏 来到了祭祀台上 他们把唐骏 放在了祭祀台上 有一个穿红衣服的 四人蹲在地上 点燃了三株香 还有一个人 拿出来的一个人头模样的罐子 开始高举在了唐骏的头顶 口中默念咒语 突然天地间 风起云涌 一股股的冰着入骨的阴气 从四面八方 朝罐子内涌来 原来这是在吸纳阴气 九九续命术 需要大量的阴气 转化为阳气给人续命 如果阴气不够用的神光 就只能利用祭祀台 吸收天地间的阴气 为其所用 但这种方法 见较慢 效率低 很难起到作用的 我不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唐骏会用这种方法 为自己续命 实习道理 上 李智英乃是女众豪杰 她不甘示弱 我们俩一亲以后 第一时间冲到了祭祀台上 把手举起来 不然我开枪了 李智英已经打开了手枪的保险 而四个穿红衣服的人 仍旧在忙着收集阴气 并没有配合她 我手三声 如果再不双手抱头 我就真的开枪了 李智英下了最后通牒 三 二 一 李智英 扣动了扳机 一把子弹朝着 拿着怪子的红衣人射去 咻的一声响 子弹打在红衣人的身上 从他体内穿了过去 像是打在的空气上一样 怎么会这样 李智英一脸的惊恶 话音刚落 拿着罐子的红衣人 被子弹射穿后 身体像是撒了气的皮球 以肉眼隔间的速度 干憋了下来 低头仔细一看 这竟然是一张红色的纸人 原来这些所谓的红衣人 都是纸扎人 在了解了这一点后 李智英不再惊奇了 红衣人被李智英射穿一个之后 我拿着一根棍子 朝剩下的三个红衣人走去 分别在他们身上 只戳了一架 三个红衣人顿时干瘪了下来 躺在了地上 变成了纸团 老鬼 该起来了吧 腾郡还腾在 妓子台上一声不吭 我知道他并没有死 所以对他喊道 没想到 你们还是追了过来 唐俊从祭祀台上 缓缓坐了起来 他的脸色惨白 白得吓人 双眼浑浊不堪 身上精气一神玄武 唐俊 你害了这么多条人命 我要把你神志以法 李智英把枪口对转了他 唐俊面露不甘 不把我神志以法 我也要快死了 我的癌症 已经到了晚期 没几天活头了 你得了癌症 李智英 奇怪地问道 没错 不然你以为 我为什么要杀这么多人 养小鬼呢 唐俊说道 蝶杀鬼运力浓厚 阴气时间少有 你想要炼制蝶杀鬼 利用蝶杀鬼的阴气 给自己治疗癌症吗 我问道 我的癌症 早在十年前就被确诊了 为了活命 我想到了九九续命术 而这种续命术 需要耗费大人的阴气 普通的阴气根本就无法给我续命 炼制蝶杀鬼 再把蝶杀鬼的阴气刹根 被我治疗癌症 这是我能够想到的 唯一续命之法 唐俊回答 所以你杀了这么多人 就为了让自己多活几年 李智英怒火中烧 我心中早有亏议 杀这么多人 不是我本来的医院 可惜 现在后悔也晚了 哪些人已经死了 唐俊露出了愧疚的表情 除了炼制蝶杀鬼 孟全亮一瞎 是不是也是你杀的 我问道 是 他们被我未影的夜叉鬼 给咬死的 唐俊说道 夜叉鬼呢 那害人的东西不能留在世上 李智英道 前几天 我用九九虚命术缺少阴气 夜叉鬼 已经被我炸个阴气而亡了 唐俊交代道 那去警局档案室的高山鬼呢 我又问道 夜叉鬼 被我用了 九九虚命术 需要的阴气是一个巨大的区口 我身边饲养的那几个小鬼 早就被我吸干了阴气 化为了灰烬 好狠的人啊 我机关算尽 为了多活几年 可惜 天定生人 我的寿命 还是到了尽头 还是天意弄人啊 唐俊一抹苦笑 对时间 无限留恋 你害了这么多条人命 老天爷不惩罚你就不错了 你有什么好难过的 李智英对这个老头 怎么一丁点的好感 你怎么知道老天爷没有惩罚我 我几儿老小 在这十年前 全部意外死亡 这就是老天爷对我的惩罚 唐俊突然失声痛哭了起来 看着这么大年纪的一个老头 在我们面前哭得如此的伤心 我和李智英的内心 被狠狠地戳了一下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九十六集 哭了一阵子之后 唐俊的声音停了下来 感觉有些蹊跷 我往前走了一步 朝唐俊看了一眼 发现他双目瞳孔放大 脸色发黑 已经是没得呼吸 这老头子怎么不哭了 李智英问道 他断气的 我说道 不会吧 刚才还好好的 说死就死了 李智英走了过来 低头看了一眼 发现唐俊果然是死了 走吧 这老头子多行不义 避自闭 老天爷也不会放过他 先是带走了他的家人 如今连他自己也死了 他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像这种做坏事的人 就应该如此 李智英点了点头 咱们回去吧 这荒山野岭的太恐怖了 山里面到处一片漆黑 我可不想继续待在这种鬼地方了 好 李智英也怀念市区温暖的家了 我们下了祭祀台 带上素素一起朝山外赶去 一时走到第二天中午 我们终于来到了山脚下 找到一只停靠在路边的警车 上车后 李智英开着车 就带着我们朝市区赶去 两个小时后 我们就回到了市区 下车后 素素一个人独自回了家 我也回了家 李智英则是开着车 去警局报到 黄河大坝十八口大红棺材一案 已经侦破 他需要找警局领导交差 在荒山里待了三天两夜 我出了一身的臭汗 全身上下又脏又粘的 回家的第一件事 就是钻进浴室 美美的洗了个澡 洗完澡后 我整个人变得精神了很多 逼着浴袍来到了浴室 我惬意的坐在了沙发上 然后打开手机APP 准备订一份美味的外卖 好好地犒劳一下自己 就在我琢磨着吃什么好的时候 门铃突然响了 以为是徐亮颖回来了 我匆匆穿上拖鞋 去给他开门 结果打开门 站在门口的血是一个穿着深蓝色制服的空姐 这个空姐肤色白皙 妆容精致 身材高挑 穿着考肯鞋 露出两条性感的黑丝眉腿 我一时先看傻了眼 请问您找哪位啊 我问道 你是张浩张师傅吗 空姐的声音温柔婉约 传到耳朵里 听得人心里是麻酥酥的 啥 教我小师傅就好了 我一般比较忌讳别人喊我张师傅 因为张师傅这个称呼 特别像开出租车 或者是修下水道的 有什么话 进来再说吧 一直在门口站着 似乎有些不礼貌 我招呼空姐走了进去 来到了客厅内 空姐坐在沙发上 她坐姿端正 双腿并拢 微微轻解 一举一动 尽险落落大方 无愧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不知道你遇见了什么麻烦 不如说来听听 我笑着坐在了她的对面 小师傅 其实我并没有遇见麻烦 找你来 是想请你给别人 制造一些麻烦 空姐面子有些紧张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 你干嘛给别人制造麻烦 我问她 因为 有个坏女人 抢了我的男朋友 我不能让她幸福 空姐柔弱的眼神中 突然出现了一股恨意 女人心还抵真 越是漂亮的女人 心肠越是狠毒 坐在我面前的空姐 看起来这么的漂亮 有可能是蛇蝎心肠 你该不会觉得我是坏人吧 空姐似乎看出来了 我心中所想 急忙解释说道 你既然不是坏人 为什么要给别人制造麻烦呢 我问她 她抢了我的男朋友啊 作为我最好的闺蜜 一直欺骗我的感情 在暗中不断地勾引我男朋友 后来更是以怀孕为威胁 逼迫我男朋友和她结婚 空姐说着突然哽咽了起来 眼神中仿佛受到了极大的委屈 我感觉到自己有可能挫坏人家的 情绪这个空姐真的是受害者 感情这种事情不能勉强的 你闺蜜即便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她都怀孕了 你就放手吧 让她和你男朋友结婚 不 你如果不帮我拆散他们 我就死给你看 说着 空姐从随身携带的包包里 抽出了一把水果刀 对准了自己的脖子 你别冲动 你如果死了 最开心的人就是你闺蜜了 这样就再也没人去阻止 她和你男朋友结婚了 我好心地劝道 被我这么一说 似乎说到了心坎里 空姐手里的水果刀 不由自主地放了下来 你帮我 拆散他们 水果刀放下来后 空姐仍旧没有改变主意 执意要拆散她的闺蜜 我不 我摇了摇头 在这件事上 她的闺蜜是做的有些不对 但感情这种事 是要你情我愿的 她男朋友已经决定 跟她闺蜜结婚了 她应该放手才对 你如果不答应我的话 我就在闺蜜和男朋友的婚礼上 隔腕自杀 空姐威胁道 我一正无语 这女人好偏执 动不动 就要死要活的 她男朋友 真要是和她姐的婚 也不会幸福的 你到底帮不帮我 空姐问道 我帮你还不成吗 你把刀先放下来 我笑着道 空姐终于把水果刀 丢在了地上 你闺蜜和你男朋友 什么时候结婚啊 三天后就结婚 那能不能 让我见一眼你的闺蜜呢 当然可以 今天晚上 她澳洲的航班 晚上十点落地 我带你去找她 嗯 我点了点头 转眼间 到了晚上十点 我和空姐 一起来到了机场 通过下午的聊天 我已经得知了她的名字 她叫徐兰 今年二十三岁 是南城航空的一名空姐 想走她男朋友的闺蜜 叫做朱真 和她同为南城航空的空姐 她的男朋友叫贺鹏 是一名机长 人长得很帅 又有钱 颇受航空公司空姐们的喜欢 一开始 她和贺鹏一起 飞欧洲航班 她和贺鹏 日久生情 渐渐地走在了一起 后来 不知道怎么回事 贺鹏突然 被调到澳洲航班了 正巧朱真 也在澳洲航班 一来二去 他们俩走到了一起 徐兰被甩了 男朋友被抢后 徐兰非常的伤心 一度陷入了人生的低谷 多日来 她一直想着夺回男朋友 她用了很多的办法 想方设法破坏他们之间的感情 可是贺鹏和朱真都不为所动 直到上个月 她二人传来了昏讯 许然从别人口中得知 南城还有我这么一个厉害的风水师 所以她向我帮忙用风水术拆散他们 我们俩在机场的出口等了一会儿 澳洲航班准时落地 不一会儿的时间 从出口内走出来了一群笔直 修长的黑丝眉腿 南航的空姐各个都是高颜值 这一群飞澳洲的空姐 一水的高个头大长腿 我在机场出口 看得哈拉子都流了下来 空姐从我们身边擦肩而过 其中一个空姐停了下来 兰兰 你怎么在这儿 这个空姐就是朱真 她论相貌要比徐兰略逊一筹 但她的身材要比徐兰火辣得多 她身上鼓囊囊的 空姐之福都快被撑爆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九十七集 珍珍 听说你和赫朋友结婚了 我带了一个风水诗 给你们看一下黄道吉日 挑选一个适合婚丧嫁娶的日子 徐兰说道 我们已经选好结婚的日子了 后天就结婚 朱真道 风水诗我都找来了 看一下也无妨啊 徐兰又说道 等会儿等赫鹏出来了 大家一起聊会儿吧 架不住徐兰的热情 朱真只好答应了 我们在机场出口等了一会儿 果然看到机组的人员提着行李箱 朝这边赶来 走在队伍最前里的 是一个带着机长尖章的男子 他身高足足一米八 长得又酷又帅 带着一副墨镜 他就是赫鹏 朱真 兰兰 你们既然都在 不如一会儿一块儿去吃顿饭吧 走过来后 赫鹏在我们面前停了下来 好啊 一边吃东西 一边给你们挑选结婚的黄道吉日 徐兰笑着说道 结婚的黄道吉日 什么意思 赫鹏一头雾水 是这样的 朱真把徐兰帮忙寻找风水师的事情 和他说了一下 听完后 赫鹏眉毛紧紧地皱在了一几 徐兰作为前女友 一直在破坏他和朱真之间的感情 他怎么会好心介绍风水师呢 必定有诈 赫鹏心生疑虑 不过 徐兰的一番好意 他又不好意思拒绝 走吧 前面有一家新开的火锅店 大家有什么事边吃边聊 赫鹏说道 答应了一声 我们一起朝前面的火锅店走去 来到了火锅店后 我们一起坐了下来 点了一个鸳鸯锅 赫鹏笑着开了口 哈哈 兰兰 这次要多谢你啊 你心里一直挂念着我和朱真的婚姻大事 马上就要结婚了 赫鹏不想再生事端 所以主动向徐兰示好 这当然了 害怕你们结婚会不幸福 所以 我特意找了全城最好的风水师 给你们挑选结婚的日子 徐兰笑着道 结婚的时间我们已经定好了 你的好意我们心灵了 朱真 文一万的说道 那怎么能行呢 婚姻大事 必须要慎重啊 徐兰有些不满 这样吧 不如说出你们的生辰八字 我帮你们 沾一下其胸 如果你们不相信我的占卜 也没有关系 就趟大侠交个朋友 先聊天了 我笑着说道 也行 你帮我们算算吧 似乎觉得盛情难却 赫鹏答应了下来 分别在一张纸上 写下了他和朱真的生辰八字 我接过了纸条 拿出了一本老黄礼 帮他们占卜命格 你怎么还没好啊 我对着老黄礼 查找了半天 都没有结果 徐兰有些着急的 占卜基兄可不是小事 需要谨慎再谨慎 我严肃地说道 你慢慢查 我去趟厕所 坐了这么久 徐兰早就有些尿急了 他夹着黑丝眉腿 朝着女携手间走去 他走后 我立刻把老黄礼 给放了下来 二位 我不是给你们看急凶的 我来这儿 其实是想和你们商量一件事 我看下了赫鹏和朱真 他们俩一会地打量我一眼 不知道我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 小师傅 有什么话你说吧 赫鹏身为机长 坐视沉稳 心思缜密 他感觉到 我并没有恶意 徐兰一直意图 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 你知道吗 我问他 当然知道了 兰兰这女孩之前和我相处过一段时间 可是他太小孩子气 又喜欢胡搅蛮缠 为人偏执 不通情理 相比之下 真真善解人意 知书达理 他才是我心目中 苦苦寻找的妻子 我和兰兰分手后 他一直认为是真真 从他身边抢走了我 一直对真真怀恨在心 多次恶意散布谣言 企图拆散我们 对他的种种行径 我和真真也很不喜欢 我们一直拿他当朋友 可是他一直处处针对我们 赫鹏心中似乎百般的忧愁 这次徐兰找我 让我用风水术 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 被我拒绝了 兰兰的心肠 竟然如此带毒 赫鹏和朱真听见了我的话 对徐兰失望透顶 他们拿他当朋友 可是他拿他们当仇人 徐兰威胁我 如果我不帮助他 阻止你们的结婚 他就在你们的婚礼 现场割腕自杀 你们也不想结婚的时候 闹出人命吧 赫鹏和朱真瞬间变了脸色 根据他们的了解 徐兰确实可能 做得出这种事情来 他为人极端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 那有什么办法 可以避免这种事发生吗 作为朋友 赫鹏和朱真 也真心的不想徐兰出意外 最好的办法就是 你们不要结婚 这是不可能的 珍珍已经怀了我的孩子 我要对他负责任 赫鹏抚摸了一下朱真的小妇 他刚刚怀孕两个多月 小妇并未隆起 我不是真不让你们结婚 我是让你们悄悄地结婚 结婚的日子 瞒着不要让徐兰知道 等你们结的婚 生米煮成熟饭 徐兰小祖旨也来不及了 我分析道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我明白了 赫鹏点了点头 那行 我们的婚礼一切从简 等五天后再结婚 朱真答应道 那就好 我满意地点了点头 你们在聊什么呀 这时徐兰从厕所回来了 他见我们一直在聊天 而且聊得很愉快的样子 我在和他们占卜吉兄啊 占卜出结果了吗 徐兰关心地问道 占卜出来了 我笑着道 是吉师兄啊 徐兰问道 他们如果结婚的话 就是大兄之兆 将来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是不顺的 如果不结婚 就是大吉 对他们两个都好 我脸色认真地说道 真的吗 听见我的说法 徐兰欣喜若狂 是啊 刚才小师傅 已经和我们说过 占卜结果了 我们两个不打算结婚了 朱真笑道 你们真的不结婚了 徐兰喜出望外 结婚对我们两个都不好 我们干嘛要结婚呢 贺鹏道 我早就说过 你们俩在一起不会幸福的 徐兰笑着道 是吗 早知道就听你的了 贺鹏说道 别聊天了 快吃东西吧 火锅里的东西都快煮烂了 朱真笑着招呼 一起吃东西 我们开始一起享用美食 徐兰非常的开心 期间不断地给我夹菜 给朱真和贺鹏夹菜 这么多天以来 他一直盼望着贺鹏和朱真 可以分手 今天终于如愿已成了 一个小时后 我们从火锅店里出来了 贺鹏和朱真坐车离开了 徐兰拿出了一打钞票 小师傅 你的风水术可真厉害 今天你刚一出马 就让贺鹏和朱真分手了 这笔钱是我的一点心意 您请收下 徐兰笑着递得过来 好说 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再来找我 拜拜 喝得打了声招呼 我就回家了 这次帮助徐兰 我只赚了几千块 着实是一笔小钱 不过胜在出人为乐 我救了一条人命 即便是没有钱 也是开心的 回家后时间 已经是很晚了 我躺在床上 匆匆地休息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九十八集 一晃几天的时间过去了 这几天里 我又没接到什么任务 我白天躺在沙发上 看李一飞的直播 晚上玩游戏 逛夜市 玩得是不亦乐乎 但几天后 意外发生的 一天夜里 光轰大作 雷雨交加 我正在休息 外面响起了刺耳的门铃声 这大半夜的 谁啊 我布满了起的床 许亮颖和 许元国夫妇 都有钥匙 他们不会按门铃的 所以按门铃的 必定是外人 我睡得正想突然被吵醒 一肚子的不高兴 披上了睡袍 穿着拖鞋 我去了楼下开门 结果打开门后 只见是贺鹏 一身掀起的站在门口 他满脸的惊恐 沮丧 失落 不甘 小师傅 救命了 贺鹏突然朝我跪了下来 有什么事 站起来好好说 我急忙扶起他来 珍珍被兰兰杀了 贺鹏带着哭枪喊道 什么 我道歉得一口两起 前天 我和珍珍在郊区的一个教堂 偷偷结婚了 可还是被兰兰知道了 我们结婚的第二天 他就在加科万自杀了 今天晚上 他变成了厉鬼前来索命 珍珍被他的鬼爪 活活掐死了 说话前 贺鹏已经是气不成声了 徐兰好糊涂啊 我一生长叹 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本来 安排贺鹏和珠珍 悄悄的结婚 是出于一番好意 现在看来完全是害了他们 同时也害了徐兰 兰兰还在后面追杀我 小师父救命啊 贺鹏话音刚落天空之中 又是一阵电缠雷铭 在一道道字幕的闪电中 天空中飘了一个白衣女鬼 她正是虚烂 她因为是割腕自杀的 心血流尽而死 脸色白的吓人在空中漂浮着 恐怖至极 贺鹏 你给我回来 朱珍已经死了 你跟我结婚 徐兰飘在了空中 鬼声淒厉的喊道 兰兰兰 你已经死了 咱们如何做夫妻啊 贺鹏味居地问道 让我吸干你的血 等你死了 咱们做一对鬼夫妻啊 徐兰兰 完了 不要再害人了 你已经害死了珍珍 到底要害多少人 你才会停手啊 贺鹏哭口薄心 你来阴间 我和你做鬼夫妻 我就再也不害人了 徐兰执迷不悟 兰兰 放弃吧 我不会跟你结婚的 我根本不爱你 贺鹏说道 贺鹏 我知道你还一直惦记着 珍珍那个小贱人 徐兰的一双鬼爪 突然拉伸变长 变成了两根几米长的鬼爪 朝贺鹏掐了过去 徐兰 你明文不灵 有我麻衣神算的后人在 是绝对不会允许你随意伤人的 惊记之下 我咬破了自己的中指 中指上的春阳之邪 渐渐凝聚了起来 在指尖 融成了一个血珠 徐兰的鬼爪伸来之起 我把血珠是弹射了出来 春阳之邪形成的血珠 在空中 划出了一道完美的弧血 精准悟的 撞击在了徐兰的鬼爪之上 一声震耳欲聋的声音 春阳之血形成了血珠 天生克制阴碎之物 血珠撞击在鬼爪的瞬间 徐兰仿佛受到了强烈的电击 鬼爪一阵剧痛 狼狈地坐了回去 快跟我进来 抓住机会 我拉了一下赫峰的手臂 带着他逃进了别墅内 并且我把别墅的大门 给紧紧地关上了 回到别墅后 我钻到了客厅的桌子底下 从下面掏出来了一个大箱子 箱子内有我降妖出魔的法器 桃木剑 黄指符 罗盘 徐瞎子送我的罗网 全都在这 我今天要和徐兰不死不休 刚刚关上门 外面再次传来一阵 凄惨的鬼叫声 别墅的窗户哗啦一声 被人撞碎了 徐兰从窗户内飞了进来 来得正好 看招 我握紧桃木剑 早就等候多时 徐兰飞进来的瞬间 我把手中的剑当作长矛 朝他丢了过去 桃木剑咻的一声响 带着无尽的威势 朝着徐兰刺了过去 他的脸上露出了一股惊恐 急忙躲闪 啪 一声响 桃木剑擦着肩膀飞过 并未刺中的 躲过一劫后的徐兰迅速的 发起了反击 他从空中俯视肺带 伸出两双 鬼爪要来掐我的脖子 我急忙拿出了一张黄指符 口中默念了一句咒语 黄指符吟吟作响 我用手一丢 黄指符携带着一股浩然正气 朝着徐兰的额头贴去 黄指符贴在了他的额头上 徐兰的鬼脸痛苦地挣扎了起来 这张黄指符乃是蚂蚁神算里威力最大的震邪符 各是一切妖魔鬼怪 可是徐兰由于心中的戾气早就变成了怨力十足的利鬼 震邪符踢在他的身上后 难以消灭他 徐兰在权力的抵抗之中 震邪符发出了一阵 呲啦呲啦的声响 符咒上面冒出了一股白色的烟 这时一道震耳欲聋的爆破声 震邪符轰然粉碎 我心里一惊 没想到徐兰的怨气如此强大 连震邪符都无法镇压他 震邪符失效后 徐兰被激怒了 他丧心病狂的继续朝着贺鹏抓了过来 他的龟爪闪着寒光 犹如两只铁爪 轻可见就冲到贺鹏的面前 紧紧抓住了他的脖子 贺鹏被掐得喘不过气来 陶木剑刚才被我丢置了出去 黄指甫也对他起不到作用 我已经无忌可用了 为了救贺鹏 我从背后抱住了徐兰 用计群力地拽住他 希望可以把他拉开 可是徐兰早就变成了厉鬼 他的轨距宛如钢铁 我难以拽动分毫 眼看着贺鹏叫被掐死的时候 突然外面再一次的阴风打坐 又有一个厉鬼朝着别墅内飞来 我心里瞬间就万念俱灰 一个徐兰就够我们受的了 结果又来一个厉鬼 我和贺鹏今天注定是难逃一死 敢伤我老公 我跟你拼了 阵阵的阴风吹进的屋内 从外面飞进来的厉鬼 竟然是朱真 他刚刚结婚的第二天 就被徐兰掐死 对世间万般流连 死后化作了厉鬼 如今见到自己丈夫遇到了危险 当即发怒 凄厉的鬼叫着 朝着徐兰撞击而来 朱真的鬼驱从侧面 和徐兰结结实实地撞在了一起 徐兰被撞飞了出去 城门失火殃及赤鱼 徐兰被撞飞出去的时候 我在他身后也被带飞了出去 徐兰被撞在了别墅的影墙上 我则是狠狠摔着了地上 从数米高的地方坠落 我的脊椎骨都快被摔断了 五脏六腑更像是翻枪倒海一样的难受 徐兰被撞倒后 他惊恐地看了一眼朱真 如今朱真的怨气丝毫不比他弱 再加上他刚才被我的镇邪服 消耗了不少的阴历 徐兰已经没有心情可以杀掉贺鹏了 甚至留得青山仔 不愁煤柴烧的道理 徐兰已经是起了退意 鹤鹏 你们等着 我还会回来的 徐兰哀怨地看了我们一眼 一声轨利的残酱 转身速朝着窗外飞去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九十九集 老公 你没事吧 朱真蹲了下来 呼吸地倒在地上的鹤鹏 刚才他被瞎脖子瞎得很久 差点断气 现在仍没有回国起来 我没事 珍珍 能再次看见你 我太高兴了 朱真死后 鹤鹏以为再也见不到妻子了 没想到危难之际 妻子竟然敢来救他 赫鹏流出了感动的泪水 老公 我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 朱真抱住了赫鹏 他们二人真心相爱 却无缘共度一生 此生 有缘无分 命运弄人 心中纵有万般不甘 可又能如何 珍珍 你去投胎吧 我听人说 人死了如果不及时 去投胎 会多如畜生到的 赫鹏以前听家里的老人说过 人死的鬼魂一直在世上飘荡 会沦为孤魂野鬼的 我不走 我要生生世世和你在一起 朱真和赫鹏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不愿离去 珍珍 你刚刚结婚就和赫鹏人鬼熟途 我非常的同情你 可你还是要走的 继续留在阳间 对你没有好处的 我好心相劝 我不想走 我在世上还有太多心愿没有完成 我还没有来得及孝顺父母 还没有和赫鹏白头偕老 还有太多太多让我留恋的事情 朱真坚持道 站吧 我给你七天的时间 你在投七之前去地府投胎 这七天内 是你和赫鹏相处的最后时光 你们要好好地珍惜啊 我想了一下 只要在投七前即使投胎 阎王一般不会故意调难人 让朱真和赫鹏多相处几天 也不是不可以 多谢小师傅 朱真对我投来了感激的目光 不过这七天内你也要帮我一个忙 小师傅尽管说 朱真慷慨地说道 我担心徐兰还会回来伤害和鹏 所以务必要在七天内把他除掉 不然没了你的帮忙 我一个人可能斗不过他 刚才在别墅内和徐兰打了半天 我自己用尽的办法对他毫无作用 想要收复徐兰 我需要朱真的帮忙 没问题 赫鹏是我丈夫 我是绝对不会允许徐兰伤害他的 朱真道 说话前 外面突然传来了钥匙开门的声音 嘎吱 一声响 门被推开了 徐元国 吴文华和徐亮莹走了进来 今天徐元国和吴文华从国外出差回来 航班在凌晨落地 徐亮莹去机场接他们了 结果他们三个回来后 刚刚进门就看起来一地的狼藉 家里一片乱糟糟的 欧式的窗户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撞起的粉碎 家里异国进口的水晶吊灯也掉落在地 找国外设计师精装修的隐蔽也被撞得稀巴烂 客厅里的烘木家具被拆成了零件 葬后 这是怎么回事 见家里被搞成这个样子 宣国顿时生了一肚子的怒火 刚才不小心出了点意外 我吞吞吐吐的 不知道该怎么和他解释这件事 你知道家里的装修得多少钱吗 凭你那点收入一辈子都还不起 徐元国正在起头上口不择言 大伯 您不要生气 小师傅是为了救我 才把家里搞成这个样子的 这样 家里装修要多少钱 我赔给您 贺鹏脸色苍白地站了下来 家里的装修最少要五百万 徐元国一字一顿地说道 怎么会要这么多钱 贺鹏一阵吃惊 他虽然是机长 但年薪也不过几十万 五百万的装修费 他是肯定赔不起的 哼 我家可是高档别墅 是你家狗窝能比得了的吗 徐元国不以为然 张浩 你也太不小心了 我们才出去一会儿 怎么能把家里 弄成这个样子了 徐亮莹也责怪我 算了吧 五百万就当打水漂了 改天我再找人来重新装修 吴文华一脸的不满 徐家的人从头到尾 没有一个人是向着我的 这让我心里很难受 还愣着干嘛呀 把家里打扫一遍 明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我不想看见家里这么邋遢 说吧 徐元国瞪着眼睛上楼了 吴文华和徐亮莹 也搭着脸朝楼上走去 小师傅 是我连累了你 徐家人走后 赫蓬对我是一脸的愧疚 这不怪你 我说道 家里这么乱 我帮你一起收拾吧 见家里乱糟糟的 赫蓬主动留下来 一起帮忙打扫 多谢 多个人多个帮手 家里面积这么大 我一个人很难打扫干净 我和赫蓬开始打扫家里 两个人一起清扫家里的垃圾 还是非常容易的 我们俩两个小时左右 就把客厅给打扫干净了 可是被撞烂的窗户和坏掉的家具 都无法复原了 家里打扫干净之后 赫蓬和我聊了几句就离开了 我回房休息 在二层走廊 从薛元国房间经过的时候 我听到里面传来的一阵说话声 袁国 昨天晚上你干嘛发这么大脾气 吴文华问道 咱们回家这几天 那小子越来越过分了 既然把家都给拆了 我能不发火吗 徐元国道 可咱们如今离不开他呀 再过两年 女儿的大劫就要到了 如果不和他结婚 咱们女儿活不过二十六 就先稳住他 等他和女儿结婚以后再说 听见他们的谈话 我心如刀绞 徐家人之所以对我这么好 原来一直为了利用我 他们打心底里 就从未看得起过我 在他们眼里 我就是一个工具 一个可以让徐亮颖 杜劫的工具 等我没有了利用价值 估计他们就会抛弃我的 想到这 我再也忍不住了 扭头朝着别墅外跑去 一口气跑了半个小时 才停了下来 徐家人不是真心对我的 我再也不要回去了 所幸我身上还有一些钱 我身上的钱虽然不多 但也足以让我生活下去 我打算出来租房子住 再也不和他们徐家人 有什么牵连了 我在大街上转悠了一会儿 在路边找了几个小广告 发觉附近正好有房子出租 我就拨通了电话 准备去看看 根据路边的小广告 我成功找到了一栋 还算不错的住宅 一室一听 一个月两千块的房租 对我来说还可以承受 我正在租房子的时候 手机铃声突然响了 低头一看 电话是徐亮颖打来的 我不想接他的电话 就把电话给挂掉了 过了一会儿 他又给我打了一通电话 我还是没接 后来 宣国 吴文华 挨个的给我打电话 我突然出走 把徐家人吓坏了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阴年阴月 阴时出生的人 如果我不和徐亮颖结婚 两年后 他就无法妒忌而死 可我铁的金 不想接他们电话 不管他们怎么打 都没有用 感觉房子还不错 我就和房东 签订了租赁合同 房子租好后 我交了押金 躺在自己租的房子里 我心中特别的开心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100集 昨天晚上 在徐家和徐兰斗了一夜 我累坏了 躺在床上 没多久 困意来袭 就入睡了 这一觉 直接睡到了下午 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 看了一眼手机 发现 除了有几十个 徐家人的电话之外 还有几个贺鹏 打来的电话 贺鹏找我肯定 有非常重要的事 我急忙给他 回拨了过去 喂 你扫师傅吗 电话中 传来贺鹏交集的声音 怎么了 我问他 白天的时候 我感觉徐兰好像来过我家了 贺鹏说道 是吗 你有没有遇见什么危险 我担心地问道 珍珍一直保护我 他来我家 看了看就走了 贺鹏说道 把你家的地址发过来 我去你家看看 居然是不会轻易放过贺鹏的 他今天晚上 很可能会卷土重来 我家住在京四区 远华公寓 九号楼 四零三 贺鹏在电话中 发来了一串地址 我马上过去 挂掉电话后 我急急忙忙地朝上 贺鹏的家庭布置盘去 京四区 离我住的地方并不远 没多久 我便来到了贺鹏家 他家住在一栋高档的公寓里 来到九号楼 四零三门口 我敲了敲门 缝道门打开后 贺鹏走了出来 小师傅 快快请进 贺鹏招呼我走了进去 跟在他的身后 来到他的家中 这就是白天徐兰来时 留下的痕迹 来到客厅 贺鹏朝地面一指 地上出现了一双黑色的脚印 这双脚印散发着一股阴气 那是阴碎之物留下的 徐兰对你念念不忘 晚上 他很可能会再来索你的性命 那该怎么救过丈夫呢 空气中浮现出了一个人影 朱真 他虽然变成厉鬼 却仍旧陪伴在贺鹏的身边 这世上贺鹏除了他的父母之外 最为爱他的人 便是朱真 生死相依 虽然如今 愿力强盛 咱们和他硬碰硬 不见得打得过的 我建议用替死鬼 我说道 不行 用替死鬼不是害人吗 听见了替死鬼这三个字 贺鹏毫不犹豫地拒绝道 他虽然渴望活命 但他可不想因为自己害了别人 你误会了 我说的替死鬼 不是找活人替你去死 而是让一个稻草人替你去死 我说道 小师傅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 什么稻草人替我去死呀 你能不能说明白点 我的一番话 把贺鹏给说得云里雾里的 是这样的 徐兰的本意是要杀你 我用稻草人制作一个假的贺鹏 让徐兰杀掉 他杀掉贺鹏后 心愿已了 自然就不会找你的麻烦了 原来是这个办法呀 这个办法好 不用伤人命 贺鹏笑着的 所以 咱们赶紧去找稻草 那行 你说需要准备什么 我马上去买 我们开始制作稻草人而忙碌 我和贺鹏 先去去到郊区采集干草 然后又到了杂屎店 买了一些制作纸杂人的工具 回家后 我先是按照贺鹏的身高和体重 用稻草 砸出来一个和贺鹏 差不多大的稻草人 然后 我给稻草人 穿上贺鹏的鞋子 裤子和衣服 为了更逼真 我用纸杂人店里 买来的颜料和毛笔 给稻草人画了一副脸 坐好车一切后 还不够 稻草人虽然和贺鹏 已经有了七分项 但缺少神韵 贺鹏 你可能要做出一些牺牲了 我笑着道 需要我做什么 你尽管说 我需要把你的头发 全部给剪下来 然后 粘在稻草人的头上 剪吧 只要能骗过徐兰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贺鹏犹豫了一下 他身为机长 向来很在乎自己的形象 可是如今到了特殊的关头 什么形象不行象的 顾不了这么多了 我拿来了剪刀 开始给贺鹏剪头发 把他一头黑一发 是全都给剪了下来 然后我用浇水 把这些头发 全都粘在了稻草人的头上 此时整个稻草人和贺鹏 看起来已经非常的像了 稻草人已经做好了 咱们要找个地方躲起来吗 我们忙碌完这一切的时候 已经到了傍晚 再过一会儿 烟就黑了 虚然随时可能回来 贺鹏再考虑 我们要不要留在这儿 不需要 你看 我还准备了这个 只要把这个均匀地 涂抹在咱们的身上 虚然就看不见咱们了 我从身后拿出了一个铁盒 铁盒里装的是锅底灰 快把衣服脱了 涂锅底灰 哦 贺鹏答应一声 开始脱衣服了 你怎么还穿着内裤啊 全身的衣服都得脱了 不会吧 内裤也要脱啊 贺鹏眼睛瞪得滚圆 虽然家里 只有我们两个大男人 可是把内裤脱了 一丝不挂的相处 很难为情的 让你脱你就脱 全身都得脱了 不然许然会看见他 犹豫了一会儿 贺鹏最后还是接受了 我们两个都把全身脱得干干净净 然后就开始往身上涂抹锅底灰 把全身上下每一个部位都涂了一个遍 我们才停了下来 此时外面已经彻底的黑了下来 我和贺鹏蹲在了墙角 带心等待徐兰的到来 一直等到晚上十二点 终于外面阴风阵阵 窗帘被吹开了 徐兰从窗外飘了进来 他一身白衣 脸色煞白 全身鲜血淋漓 面向是猙獰恐怖 贺鹏 你在哪儿 徐兰哀怨地喊着 朝着卧室飞去 来到了卧室的上空 他低头看见了床铺上的稻草人 鬼是无法用眼睛看人的 只能用鼻孔袖 徐兰嗅了一下 稻草人身上果然是贺鹏的气息 他认定了床上的人就是贺鹏 他伸出了鬼爪朝着贺鹏的脖子上掐去 咔嚓一声响 贺鹏的脖子被掐断了 贺鹏 咱们活着的时候不能在一起 死了 终于可以做鬼夫妻了 见贺鹏被杀 徐兰仰天长省 在屋内笑了一阵子后 他连连不舍地看了一眼床上假贺鹏的尸体 然后转身离开了 他走后 屋内再次恢复了正常 我和贺鹏从头到尾 一直站在了房间的角落里 我们俩全身涂抹了锅底灰 徐兰并没有看见我们 他走后我和贺鹏 终于是松了一口气 小师傅 徐兰还会回来吗 贺鹏看了我一眼道 不会了 他已经认定你被杀死了 再也不会回来找你了 我终于不用再为徐兰丹精受怕了 贺鹏的脸上露出了一抹喜色 小师傅 谢谢你帮我老公渡过难关 正是朱贞从宫迹中飘了出来 徐兰已经走了 和你的丈夫多待几天 偷袭之前 记得去找阎王投胎 不然错过了时辰 下辈子只能去畜生到了 多谢小师傅提醒 朱贞感激地点了点头 不妨碍你们小两口了 我走了 徐兰已经被解决了 我没必要留在这里 和贺鹏聊了几句 我就离开了 我刚刚离开了贺鹏家 手机铃声又响了起来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101集 打开手机一看 又是徐亮莹打来的 我就这么不声不响地走了 徐家的人肯定会满世界地找我 所以犹豫了一会儿 我还是接通了电话 朱浩 你去哪儿了 为什么这么久都不接我电话 电话里传来了徐亮莹的哭声 你还找我干嘛呀 你们不就是想利用我跟你结婚 帮助你渡劫吗 我现在不想伺候你们了 我也不做你们徐家的女婿 你们徐家家大业大 我高班不起 我生气地说道 你胡说什么呢 昨天晚上我爸对你发火 是他做的不对 我们全家都希望你能回来 我是爱你的 徐亮莹说道 胡说八道 你们的小心思难道以为 我看不出来吗 我还有事改天了 说吧 我就把电话给挂了 挂掉电话之后 我一身的轻松 我现在又恢复了自由身 现在已经到凌晨一点 我肚子非常的饿 我决定先去找个地方吃点东西 再顺便喝两杯 我来到了南城很有名的一个夜市内 找了一个看起来还算顺眼的大排档坐了下来 点了一些烤串 又叫了一些啤酒 一边吃着烤串 一边喝着啤酒 一边偷看夜市里的美女 好不快灾 就在我惬意无比的时候 突然一辆白色的路虎停下了路边 车上下了两个身影 分别是彭涛和穿着一件浅蓝色白褶裙 露着两条白花花大长腿的李一飞 没想到他们两个也在这个时候来夜市吃东西 彭涛对李一飞嘘寒问暖 离得很远 彭涛招呼李一飞坐了下来 然后安前马后的点东西 点饮料 对李一飞好得不得了 而李一飞脸上挂着开心的笑容 似乎和彭涛在一起 觉得很高兴 看着他们两个在一起亲密的样子 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我暗暗的猜测 李一飞惊许已经被彭涛给追到手了 有他们在 我无心吃东西了 匆匆的截到上 我就离开了大排档 往前走了几分钟 我又停了下来 今天的彭涛有点不对劲 他的脸色忽阴忽暗 眉雨发黑 隐藤弥漫着一层黑雾 这小子今天要有祸事发生 并且根据面相推断 他今天要有大事发生 很可能会牵连一直跟他在一起的李一飞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李一飞有危险 我急忙走了过去 一飞快走 来到了李一飞的面前 我一把抓住了他血白的御手 张浩 你怎么在这儿 突然被人抓住了手 李一飞有些生气 正在暗暗责怪是谁什么不礼貌的时候 抬头一看 抓住他手的人竟然是我 彭涛今天要有血光之灾 你不要跟他在一起 免得牵连你 我说道 我知道你对彭总有意见 可你也不能阻碎人家呀 李一飞不满地道 我说的是真的 再不走 你就来不及了 我置地忧生地说 李一飞认真了起来 他感觉我不像在撒谎 我的风水术实力非常的强 他是完全相信我的 如果我真的通过面相 看出了彭涛今天要有霉运发生 那么十有八九错不了 一飞 咱们呀换个地方吃夜宵 大晚上了也能碰见扫把香 真扫兴啊 一直在被我诅咒 彭涛有些生气的 别 张浩只是先知口快而已 相许他说的是真的 李一飞道 怎么连你也相信他说的话呀 像这种神棍满口胡舟 不要听他胡言乱语 彭涛知道我对李一飞有意思 他误以为我是来破坏 他们之间感情的 所以在情绪上对我特别的低重 张浩的风水术很厉害的 他说你霉运沾身 自有他的道理 李一飞肯定地说道 你说我身上有霉怨 有什么根据吗 彭涛问道 你的命功发黑发暗 鼻梁有横纹 耳顺发薄 无光泽 日月较清晰 近日内必定大获临头 我耐心地解释道 荒谬 真是荒谬 都什么年代了 还有人信算命 彭涛 嗷嗷地喊了起来 李一飞露出了无奈的表情 他知道 大多数人 是不会相信风水术的 彭涛这种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更不会相信我的话了 有危险 说话先 一辆集装向了大货车 朝这边撞了过来 大排档 锁在的位置 就在路边 马路上一辆货车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意外的状况 竟然朝着大排档 是撞了过来 货车的速度非常的快 眼看着李一飞要被撞到了 我下意识地拉住了他的手 把他详细拉到了我的怀里 一头冲进了大排档内 顿时大排档内 是一片狼藉 大排档的老板和烧烤下 被撞飞了出去 吃饭的好多客人 被大货车压在了车轮底下 白色的塑料桌子 塑料板凳 啤酒瓶子 被撞起的到处都是 李一飞显知悠显地度过了一劫 刚才大货车撞过来的时候 离得不足两公分 差一点就撞到他了 要不是我及时拉了他一把 他就被撞死了 而彭桃刚才正处于 大货车的车头正前方 他第一个被大货车压在了车轮底下 此时是生死未卜 快想办法救人啊 显知悠显地逃过一劫 李一飞许久惊魂未定 过了一会儿 他清醒地过来 这才想起了救人 我们赶紧拨打了120 一边等待救护车 一边钻到货车底下救人 彭桃压在了车底下 被压的是结结实实的 我们拽了他几下 根本就拽不动 知道救人不是乱救的 在救治的过程中 如果有什么不当的地方 有可能会加重病人的伤势 感觉拽不动他 我和李一飞就不再拽他了 过了一会儿 救护车和交通警部门的人都来了 这时 从大货车的驾驶舱内 下来了一个摇摇晃晃的司机 他睡眼惺忧 在地上是站都站不稳 是不是喝酒了 没点尝试吗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见司机因为自己的失误 伤害了这么多人 交警是气不大一出来 交警同志 我没喝酒 司机清醒地过来 他睁开眼睛一看 面前竟然站了一群的交通警 在交通警的身后 是一个凌乱不堪的 大排档的摊位 地上还有一副副的担架 救护车在忙着救人 死鸭子嘴硬 把酒精测试仪拿过来 让他吹吹 交通警一回手 拿了一个酒精测试仪 递到了司机的嘴边 司机咬住了吹气口 使劲地吹了起来 结果这一阵吹气后 交通警们傻了眼 酒精测试仪 显示是一切正常 司机体内的酒精含量 不足二十毫克 这是典型的 低酒未占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一百零二级 我就说吧 我没喝酒 吹一弯气口 司机松了一口气 怎么可能呢 没喝酒刚才 怎么醉成那个样子 交通警 眼睛瞪得滚圆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是多年老司机 开车从不喝酒 司机是一脸的疑惑 交警同志 他说的可能是真的 我在旁边走了过来 你是谁 交通警打量了我一眼 路过的 我直言说道 一个路过的就别瞎查了 交通警 没好气地说道 看交通警有些生气了 我不再说话了 不过 我确信这个大货车司机 并没有喝酒 他的车厢内 有一股淡淡的阴气 我怀疑他的车舱里面 进了脏东西 有可能酒精测试医师叫了 把他带走抽携 交通警说道 护车司机被带走了 彭涛和现场受的伤的人 也被送到了医院 这次的车祸 彭涛受伤最终 医院联系不到他的家人 我和李飞以朋友的身份 去医院探望他 彭涛被送进了手术室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来 我和李飞坐在 手术室门口的长椅上 心中焦虑 长行 谢谢你救了我 回忆了刚才 在大排档 惊险的一幕 李飞对我一阵感激 如果没有我 只怕他早就被压死了 举手之劳 不必挂志 我微微地一笑 那个四季也真是的 开车的时候不注意点 把车撞进人群 害人害己 李飞吐槽说道 有可能那个司机也是受害者 难道不是因为那个司机不当驾驶 李飞难以置信 当时司机被交通警抓走的时候 我看了一眼车舱 里面有一股阴气 明显有阴碎触摸过 阴碎 为什么要好端端的 受乱司机驾驶呢 李飞还是有些不解 司机和大排档里的人 都是被误伤的 阴碎之误 想伤害的人 其实是彭涛 是彭涛得罪什么人了 李飞察觉到了计较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得罪过什么人 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彭涛平时 为人处事非常精明 不见得会得罪人啊 李飞不相信的道 这人知面不知心 你和彭涛认识不到一个月 你怎么知道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不以为然地说道 也对 算起来 我来南城还不到一个月 彭涛虽然使我公子老总 但我对他的事情 所知甚少 也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父母 朋友 也从未听他提起过家神 李飞点了点头 说话间 手术室的门打开了 彭涛在担架上被推了出来 大夫 我朋友没事吧 李飞站了起来 担心地问道 刚刚输了血 他的生命已无大碍 不过 要在重病监护室观察几天 戴着金丝眼睛的大夫 摘下来了眼镜 用手里的一块纸巾擦了擦 重症监护室 李飞惊呼了起来 据他所知 重症监护室一天的医药费 动辄几万 几十万的都有 没办法 病人受伤太重 必须要留在重症监护室里观察 医生说道 张浩 该怎么办呀 李飞 无助地看下了我 现在彭涛正在昏迷中 如果不送去重症监护室 很可能就死了 但把他送到重症监护室 所需要的医药费 必定是巨大的 李飞刚刚来南城不到一个月 无力承担如此之高的医药费 把他送重症监护室吧 我去交钱 说吧 我就去了小费处 我一口气给彭涛交了五十万 这小子前几天一直在纠缠着李飞 我虽然对他很有意见 但我并不是小气的人 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等死 交了钱后 彭涛被送到了重症监护室 我和李飞留在医院里照顾他 他在重症监护室内 足足昏迷了两天 才醒了过来 水 我要喝水 彭涛在病床上发出了微弱的声音 水来了 李飞听见呼喊声 急忙拿出了一瓶光泉水朝他的嘴边味去 喝过了水后 彭涛缓缓睁开了眼睛 李飞啊 我昏迷了多久啊 彭涛挣扎着坐了起来 朝屋内打亮了一眼 意识到他此时正在医院的病床上 你昏迷两天了 李飞说道 这两天来 是你一直在照顾我 我好感动 彭涛眼睛里 使得一花闪烁 错 一直照顾你的人 还有我 我从门外提着一兜外卖 走了进来 是啊 这次你可是好好感谢一下人家账号 你住院的医药费 全都是人家套的 李飞笑着说道 彭涛的脸上是一阵的不开心 钱啊 我会还给他的 彭涛不想拖欠我什么 先别说险不险的了 说说出车祸的事吧 我说道 出车祸有什么好说的 开车的司机醉酒驾驶 不小心把我给撞了呗 彭涛说道 不见得吧 货车司机已经被警察咽过血了 人家没有喝酒 没喝酒 也可能出现不正当驾驶啊 你没看新闻吗 出车祸的司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 有疲劳驾驶的吧 开车的时候 打电话分神的 不遵守 交通规则的 兴许 撞我的司机就是其中某个原因啊 彭涛胡乱的猜测道 不要再掩饰了 其实撞你的人是谁 你心里清楚 你什么意思啊 你说的话我听不懂 彭涛摇头否认 那个司机是被脏东西覆过身 特意去撞你的 大排档里受伤的人 都是被你所拖累的 臭小子 你不要邪口喷人 欠你的医药费 我会一分不少地还你 请你闭嘴 似乎被我戳中了痛点 彭涛激动地喊了起来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103集 李飞提醒道 彭涛 如果有什么隐情 还请你说清楚 如果你真的得罪过什么人 他特意控制货车司机来撞你 这一次虽然失手 可难保没有下此 彭涛扯着嗓子喊了起来 我没有得罪过人 你们不要再问了 病人刚刚苏醒 正需要休息 你们出去吧 见我们在病房内大吵大闹的 护士走了下来 我和李飞 只好离开了彭涛的病房 来到医院的楼下 我和李飞 面色有些尴尬 彭涛死活不承认 他得罪过人 看来不好办了 他平时一讲温温而哑 但今天却放火了 明显就是做贼心虚 李飞猜测说道 他既然不愿意对咱们说实话 咱们不要管他了 有心帮他 他不知好歹 嗯 李飞答应道 对了 你不要在他的公司上班了 我突然提议道 为什么 李飞不解的问道 我总感觉 他对人不够真诚 有很多事情 一直在瞒着你 想我考虑考虑吧 金达引议公司 可是全省最好的公司 离开金达 我们有好的去处了 李飞在为自己的前程而担忧 那行 当我没说 他不愿意离开彭涛的公司 我是无法强求的 我和李飞又在楼下聊了一会儿 过了一阵子 彭涛的秘书小王就来了 彭涛已经是醒了 他给小王打了电话 让小王是来医院照顾的 我和李飞终于就解脱了 小王来了后 我和李飞就离开了医院 李飞回了公司做直播 我回家休息 刚刚来到出租屋的门口 就看见一个熟悉的人影 徐亮颖 他穿了一双吊带高跟鞋 露出两条白花花 又长又直的眉腿 正在门口神色焦急地等我 看到我过来了 他在脸上露出了一抹喜色 朝我扑了过来 张浩 你这两天去哪了 我怎么找不到你啊 徐亮颖张开双臂 一下抱住了我 你还来找我做什么呀 我已经不想回你们徐家了 他的突然出现 我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我已经决心不回徐家了 可是又不忍心让他伤心 别啊 你不回徐家可以 但你不能不要我 徐亮颖趴在我的怀里 双眼可怜兮兮地看着我 亮颖 咱们分了吧 我想过了 咱俩不合适 我只是一个风水师 没什么钱 配不上你们家 我哭笑的一声道 我才不要和你分手呢 任何有没有钱 没有关系 就算你现在身无分魂 我也要跟你在一起 徐亮颖 徐亮颖突然哭了出来 他这么一哭 我心顿时就软了 让我一个人待一段时间吧 我想静一静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那行 改天我再来看你 记住了 我是爱你的 在我的脸颊上轻轻地亲了一下 在医院每天照顾彭涛 我早就累坏了 回家后没多久就睡着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 发现手机屏幕里有一条短信 打开一看 是银行的入账信息 彭涛已经把五十万的医药费转给我了 并且还额外地增加了五万块钱的利息钱 他身为金打演艺公司的老总 手里还是有点骚扛钱的 这么快就把医药费给还给了我 起床后 洗了个澡 点了一份外卖 一边吃着东西 一边看着电视 我惬意无比 就在这时 门外响起了急促了 谁啊 我问道 正好 是我 外面传来了李亦菲的声音 我急忙放下了外卖 过去打开了门 结果发现 门口除了李亦菲之外 竟然占了足足十几个衣着潮流 打扮香艳的主播 亦菲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朝他身后的女主播们 打亮了一眼 心中一阵好气 这群女主播大白天的不在公司直播 来我家做什么呀 我们的直播账号被黑了 你帮忙看一看是怎么回事 李亦菲说着 把她的手机递了过来 我打开一看 在直播平台里 她以前上传的几十条的短视频 全都变成了一个全身鲜血淋漓的女士 女士披散着长长的头发 看不清她的样子 她穿了一条花裙子 露出两条莲藕式的大白腿 通过照片来推断 这个女士生前必定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美女 账号被黑了 删了重新发一遍不就完了吗 我笑着说道 删不掉的 重新登录也都没有用 李亦菲说道 我试试 我在手机屏幕里 开始查找删除键 终于找到了删除键 连续点了好几下 都没有反应 嗯 好奇怪啊 怎么删不掉 我嘀咕道 不止我的账号被黑了 我们公司女主播的账号都被黑了 十几个女主播都把手机递了过来 我接过来仔细一看 果然她们的账号全都被入侵了 她们发布的短视频全都变成了女士 只有你们公司的女主播被黑吗 别的公司的有吗 别的公司没有 李亦菲说道 这就奇怪了 肯定有人故意的针对你们公司 所以我们来找你 是想让你帮我解决这个问题的 你们有人认识视频里的那个女士吗 不认识 从未见过她 女主播们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全都摇了摇头 那就难办了 如果连这个女士是谁都不知道 调查这件事非常的困难 有一个人肯定知道 彭总 有一个留着披肩发的女主播 突然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 除了彭总之外 王秘书也应该知道女士的身份 又有一个女主播喊道 那就去找他们呀 说吧 我带着女主播们出了门 我们来到了医院 彭桃上次受了重伤 到现在还没有出院呢 不过她现在伤势稳定了下来 已经从重症监护室转移到了普通的病房 王秘书一直在贴身的照顾她 我们来到了病房后 和彭桃说明了来意 他听完女主播的诉说后 躺在病床上 眉头紧锁 脸上愁云密布 彭总 和他们说清楚吧 不说 贾薇不会放过咱们的 王秘书虽然是个秘书 却是个男秘书 他是金打演绎公司的元老 在公司创建支出 就已经在公司了 他知道 彭桃当年惹出的货端 如今已经到了难以平息的地步 诶 早孽啊 一切都是早孽 彭桃一声长叹 难掩 心中的忧愁 到底怎么回事啊 您能和我们说说吗 直播平台里全都是女师 粉丝全都跑光了 再这么下去 他们这些女主播 都得和西北风去 我创建演绎公司的时候 只有三个签约女主播 其中一个就是家威 她年轻 漂亮 又是在校大学生 青春又朝气 当时 我公司内的女主播 就属她人气最火 彭桃唯唯唯地到来 所以后来你们相爱了 李妃冰雪聪明 她已经猜出来了 其中的缘由了 彭桃说道 没错 后来我和她朝夕相处 日久生情 走在了一起 有一个女主播 不误解地问道 这很正常啊 男卫娶女卫嫁 你们两个在一起 有什么不对吗 彭桃回复当初 如果真的是男卫娶女卫嫁 就好了 可惜 我当时是有家事的 李妃不满地说道 你当初既然有家事 为什么还孤单 人家女大学生呢 彭桃直言 没有办法 男人啊 都是好色的 家威这么漂亮 我被她的美貌所吸引 根本顾不得许多了 李妃又问道 那后来呢 家威去哪了 她当时怀了我的孩子 我们每天浓情似火 后来 被我的原配妻子 知道了她的存在 趁我不在的时候 我的原配妻子 带着娘家人 把家威堵在了公司 逼迫她和我分手 在争执中 家威不幸流产 后来 她难以承受 失去孩子的悲痛 在出院后 跳呼自杀了 碰到心中 无限的愧疚 可她就算自杀了 也不至于 找你索命吧 归根结底 家威是自杀的 俗话说 冤有道占有主 她没有必要 去骚扰别人吧 我知道 家威恨我 我骗了她 和她在一起的时候 我从未和她说过 自己有家事 在被我原配妻子 苦苦相逼的时候 我却没有在她的身边 她把所有的怨恨 都记在了我的身上 她死后的一年内 每天都来骚扰 我和原配妻子 后来原配妻子 不堪重负 带着儿子离开了我 我化重金 请了一个 德道高僧帮忙驱鬼 德道高僧说 家威早就变成了厉鬼 无法降出 只能封印 后来 德道高僧 通过施法 把家威封印在了 我们家族的牌位之中 可是 封印 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三年后 家威冲破了牌位的封印 她为了杀我 连累了这么多无辜的人 我心中很是难过呀 彭刀说出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听完后 黎妃是袖眉紧锁 她暗暗地静静 这段时间以来 彭刀一直追着自己 幸好自己没有接受她 彭刀看起来人模人样 没想到背体里 是一个十足的渣男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一百零四季 嘉威心中的怨气如此强大 只怕她不会善罢甘休 有一个女伯 站在了身后她 谁说不是呢 可现在嘉威已经变成了厉鬼 没有人可以制服她 她比三年前还要厉害 彭刀说道 她现在入侵了咱们的直播账号 咱们岂不是以后没有收入了 女主播们最关心的还是她们的收入 当务之急 是先想办法让嘉威停手 彭刀也很为公司担忧 现如今直播行业竞争惨烈 发展起来一个账号不容易 这次许多女主播的账号被入侵了 里面全都是女士 嗨的好多的粉丝取消关注 对公司影响巨大 再这么下去 金达演艺公司要玩完了 我有一种方法 兴趣可以让她停手 我说道 你有什么方法 彭刀双眼火热地看见了我 我有一种问水法 可以和死去的鬼魂交流 你想办法和她认个错 看嘉威愿不愿意原谅你 消除厉鬼最好的办法 就是消除她心中的怨气 而问水法 是一种活人和死人沟通的方法 这种方法 只有我们麻衣神算 一脉才会 什么是问水法呀 彭刀一脸的茫然 李依妃和屋子内的女主妇们 也对此一无所知 问水法就是用一盆精水 作为戒指和死去的鬼魂 进行沟通 鬼魂会把她想说的话 通过水帘仪的方式 呈现给你 原来是这样 那就老请你帮忙弄一下这个问水法吧 彭涛说道 问水法需要晚上十二点 一天阳气最弱的时候才可以 没问题 彭涛点了点头 不过 实施问水法 我需要加为了一件贴身物品 作为引导 你看 这串项链管不管用 彭涛双手颤颤巍巍从自己的脖子上摘下了一串项链 这串项链当初是她和加为的定型信物 这串项链 加为曾经戴在身上许多年了 当然可以了 我接过来的项链 心中微微有些感慨 彭涛这人虽然花心 但看起来对加为倒是真爱 加为都死了这么多年了 他还随身的携带着加为送她的定型信物 不是真爱 又是什么呢 问水法要到晚上才能弄 白天无事可做 女主播们纷纷的离开了 屋内顿时只剩下的我 李飞和王秘书 而下午我又匆匆的出了门 我去买了一口圆形的顶 还去买了一个香炉 一把香 两根红色的蜡烛 这些都是实施问水法的法器 转眼间到了晚上十二点 我在病房内摆了一张桌子 把圆形的顶放在了最中间 在顶的后面放了一个香炉 在香炉内插了三根点燃的香 然后在桌子两侧分别点了一根红色的蜡烛 接着 我又把一桶光泉水倒进了圆形的顶内 做好这一些后 我最后把家威的项链 给丢置在了圆形的顶内 家威马上就要来了 你们做好准备 我压低的声音提醒说道 明白 彭桃点了点头 直到鬼要来了 李亦菲和王秘书脸色紧张了起来 果然过了没一会儿 屋内的空气骤然下降 从二十多度的天气 瞬间变成了零下十几度 我和李亦菲都穿着单衣 温度突然下降 我们两个忍不住打起了喷嚏 桌子两侧的红色蜡烛 烛光一闪一闪的 像是有什么东西站在跟前似的 我知道家威已经来了 他此时就站在桌子前 红色烛光对阴碎之物最为的敏感 家威来了后 烛光在快速的闪烁 向我们示惊着 崩头 你曾经辜负着家威 有什么话想和他说吗 我在旁边提醒他说道 家威 对不起 我不应该欺骗你的感情 但我是真的爱你的 前期带着人打你 是我失责 没有保护好你 你怪我 骂我 打我 我都愿意接受 我希望你 不要因为我连累其他人 前几天 你附在货车司机身上撞我 在伤害我的同时 有多少无辜的人惨遭连累啊 我希望你能放弃以前的恩怨 去地府投胎 下辈子出生在一个好人家 好好地继续生活 彭刀一阵苦口薄心 他话音刚落 屋内突然刮起了阵阵的阴风 窗帘 灯泡 被刮的是左摇右摆 完了 家威生气了 彭刀的话 虽然看似真诚 但家威并不愿意接受他的道歉 这股阴风正是家威心中的怒气所致 阴风停下来后 云形顶内的水面上出现了一行字 彭刀 当初说爱我一生一世的人是你 抛弃我的人也是你 书记 恳求我原谅的人也是你 你拿我当什么了 水面上的字一闪而逝 但大家通过上面的字 能清楚地感觉到家威心中的怨气 他到现在都没有遗忘彭刀曾经的背叛 家威 你已经伤害了这么多人及时受受吧 前妻也和我离婚了 如今我一无所有 你一直揪着我不放 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 彭刀企图可以说服家威 彭刀 你害我害得已经够惨了 你前妻虽然和你离婚了 但你现在有钱 照样可以娶妻生子 可我呢 当初被你前妻打得流产 一声告诉我子宫受损 我已经一辈子无法生育了 所以才一气之下跳虎自杀 你欺骗我在先 我的人生注定是不圆满的 只怪我当初太傻太天真 才相信了你的鬼话 你毁了我的一生 我要用最残酷的方式报复你 我要让你的工资破产 要让你的亲人 一个一个的离开你 让你一个人孤零零的 活在这个世界上 等你心灰意冷的时候 再把你杀死 圆形顶内的水面上 再次浮现出了一段话 自己之间充满了怨恨 家伟更是扬言 要报复他的公司和他的亲人 要让彭涛孤独而死 不要 家伟你要冷静 彭涛知道家伟为人心狠手辣 报复心强 他说到必能做到 大喊着 彭涛从床上滚落了下来 可是屋内再次刮起了一阵阴风 桌子上的蜡烛恢复了瓶颈 空气里的温度 也恢复了政策 家伟已经离开了 没想到不管怎么样 都化解不掉 家伟的怨气啊 彭涛尸魂落魄 躺在地上 脸色是沮丧到了极点 彭总 兴许家伟 故意吓唬你的呢 王秘书好心劝说 家伟的脾气太倔强 认准了的事情没有人可以改变他的决定啊 彭涛尔 彭涛一声长叹 突然 这是他的手机想的 彭涛接过的手机 下一秒 脸色铁精无比 彭总 发生了什么事情 王秘书担心地问道 就在刚才 我住在乡下的父母全都死了 被人用手活活掐断了脖子啊 彭涛声音哽咽着说道 谁干的 抓到凶手了吗 王秘书急忙问道 门窗禁闭 正常人是根本进不去的 杀死我父母的人 除了加威还能是谁啊 彭涛猜测道 加威刚才说 要杀光你的亲人 杀死你的父母的人 真的可能是他 我在旁边嘀咕道 他已经杀死了我的父母 下一步 肯定会去杀我前妻和儿子的 我 我要去救他们 说着 彭涛叫朝门外走去 可是 他重伤在身 根本就无法行走 刚刚站起来 他又倒在了地上 捉鬼的事情交给我就行了 你在医院好好地休息吧 加威已经伤害了这么多无辜的人了 我不能放任他继续害人 我要去阻止他 多谢 账好啊 你如果能帮我把加威解决了 我愿意出一百万的酬劳答谢你 多年来 加威一直是他心结所在 如果我能帮他把加威给除掉 他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没问题 有这一百万在 加威包在我的身上 听见有一百万的酬劳 我心中非常的开心 彭涛这人虽然有时候很惹人讨厌 但出手还算阔处 这是我前妻的名字和地址 你快去帮他吧 彭涛把一张小纸条递了过来 我去之前 你最好给他提前打一个电话 不然我贸然前去 只怕他不会相信我的 也行 我马上给他打电话 彭涛急忙给他的前妻拨打了电话 虽然两人已经离婚了 但毕竟有过一段婚姻生活 他的前妻和他互有对方联系方式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一百零五集 彭涛很轻松就打通了他的电话 在电话中把加威复仇的事情 和他说了一遍 电话中彭涛贤妻也非常害怕加威 会去报复他 让彭涛赶紧派人过去保护他 电话我已经打过了 账号 一切拜托你了 彭涛郑重地说道 我马上出发 收人钱财 替人消灾 我立刻就出了门 朝彭涛贤妻的家干了过 彭涛贤妻住在京五区 我坐车一个多小时 终于来到了一栋别墅前 彭涛前妻叫赵颖 父母在南城小有资本 是一家座出口贸易公司的老总 当初彭涛创建演艺公司的时候 没少受了他岳父岳母的资助 后来公司发达后 他背着妻子 在外面整天的是沾花惹草 才引得前妻和他离婚 来到了别墅门口 我敲了小门 不一会 门打开了 门口穿着一个 穿着白色针织衫 扎着头发 皮肤白皙 面容娇好 气势优雅的少妇 他就是碰到的前妻 赵颖 他今年三十五 家里有钱 懂得打扮 又保养得好 如今三十多岁的年龄 比起很多二十多岁的小姑娘 看起来还要漂亮 而且因为生过孩子的原因 他身上多了一股母性的气息 散发着一股成熟女人的味道 你就是彭涛那复兴汉 派来的风水师 彭涛早在电话中 和他表明我的身份 将会派遣一名 道行精湛的风水师 去保护他 赵颖虽然早有心理准备 可打开门后 发现我如此的年轻 对我的能力产生了质疑 我就是彭涛派来的风水师 我微微的一笑答应道 进来吧 我虽然年轻 但彭涛既然派我来 兴许我必有过人之处 赵颖打开门 带我走进了家中 进门后 我就在客厅内看见了一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 他穿着一身蓝色的T恤衫 正躺在沙发上 拿着手机打游戏 他就是彭涛和赵颖的儿子 彭培 妈 他是谁啊 彭培看了我一眼 发现家里来了一个怪叔叔 他是傅星汉派来保护咱们的风水师 赵颖说道 风水师是做什么的呀 第一次听见风水师这个身份 彭涛表现出极大的好奇心 风水师是捉鬼的 赵颖道 怎么你家又来鬼了吗 彭涛不依不饶 小孩子别问这么多了 快点去写作业去 赵颖生气了 彭涛吐了吐舌头 放下了手机 朝楼上走去 小师傅 请喝茶 赵颖去厨房 倒了一杯茶 谢谢 我急忙道歇 电话里那傅星汉都和我说了 他父母已经死了 杀 家威报复心强 很可能会来伤害你们 我看电影里风水师捉鬼 不都是要在家里贴上符纸吗 您快贴呀 别待会儿女鬼来了 咱们再贴就来不及了 赵颖担忧地说道 我心中暗暗地一脚 彭涛的前妻好像比我还懂捉鬼 放心 我自有盘算 如果在门口贴了符 女鬼看见有符纸不敢过来了 岂不是打草惊蛇了 她不来了更好 我们就安全了呀 胡说 她今天如果不来了 以后再找机会报复你们怎么办呀 也对哦 以您的意思呢 赵颖疑惑地看下了我 咱们要想办法把她抓住 把她一网打进 以后一了百了 还是小师傅想得周到 赵颖赞同地点了点头 不知道小师傅有什么办法能把女鬼一网打尽呢 过了一会儿赵友又有些不放心地问道 当然是请君入望了 先把女鬼引进家中 再把她趁机拿下 要把女鬼引进家 我和儿子不会有危险啊 赵颖变了脸色 有我在当然不会让你们有危险 你看 我给你们准备了两套符 你们把这两张符贴在身上 保证不会有阴碎 敢进你们的身的 我从口袋里拿出了两张符纸 明白了 多谢小师傅 赵颖看见了这两张符纸 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神色 她急忙拿着这两张符纸 朝楼上走去 儿子 快过来 给你贴张符 爱子心切 赵颖一心惦记着她的儿子 拿着符纸去二楼找她儿子了 我在楼下坐了一会儿 我找别墅内打亮了一眼 整栋别墅 有好几山路里庄 家威随时可能冲进来 小射陷阱把家威一网打尽 最好还得选择在卧室 卧室空间狭小 没有这么多的窗户 设下陷阱后 家威不方便逃出去 想到这儿 我就朝着楼上走去 楼上的卧室内 赵颖和赵培已经准备休息了 外面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小师傅 我们已经睡了 赵颖知道敲门的人是我 你打开门 找你商量一下 我说道 赵颖起床后 匆匆地披上了水仪 朝门口走来 打开门后 发现我站在了门口 你要和我商量什么事啊 我要在你的房间内 设陷阱又不女鬼 就不能在别的地方吗 赵颖其实有些害怕女鬼 女鬼是奔着你们来的 她肯定会第一时间 找你们索命 所以在你们房间 设陷阱效果是最好的 你来吧 犹豫了一会儿 赵颖还是答应了下来 家威一日不足 她们娘俩一日不能安心 冒一次险 换得以后平静的生活 也是值得的 我在床的四个脚 分别贴了四张符纸 现在这张床 就是一片人间净土 世间的妖魔鬼怪 无人敢接济 走进了卧室内 我掏出了几张符纸 依次贴在了赵颖母子的西蒙斯床上 多谢小师傅 赵颖的脸上再次露出了笑意 有了这些符 他们母子今晚不必担心有危险的 今天晚上我要在你们卧室过夜 我躲在衣柜里 你们娘俩休息 记住了 不要发出声音 就像以前一样 正常的睡觉就行了 明白的 赵颖点了点头 你们去休息吧 我要在门口布一张网 嗯 答应了一声 赵颖带着儿子躺在这床上休息 我在他们卧室的门口 把罗网撑了起来 罗网是一张红色的丝线网 人的眼睛可以看见网的存在 鬼是看不见的 如果女鬼从门口进入的话 会一同撞进罗网里 布置好罗网后 我就朝着衣柜走去 准备在大衣柜里躲一夜 耐心等待家卫的到来 打开了衣柜的门 我吃了一惊 衣柜里面全都是照影的内衣 黑色蕾丝的 白色针织的 网状的 只有一根绳子的 应有尽有 照影都三十好几的女人了 买的内衣 一个逼个花上 我深吸了一口气 一头钻进了那一堆里 关上了柜子的门 我在大衣柜里 一口气 就呆了半夜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106集 门外的脚步声在卧室门口突然停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 脚步声又消失不见了 难道是女鬼发现了门口的罗网 不对劲 一般的鬼怪 根本没办法看见罗网的存在 女鬼走后 我躲藏在大衣柜里 仍旧不敢出去 过了一会儿 在西蒙斯上面睡觉的彭培 突然觉得有些尿急 他匆匆下了床 穿着拖鞋 去上厕所 他在半睡半醒之间走出了卧室 咦 怎么有张网啊 彭培感觉自己撞到了什么东西 他下意识地拉扯了一下 发现 竟然有一张网罩在了自己的头上 他嘀咕了一声 把头上的网给撕扯了下来 网网丢在了地上后 他朝着楼下的厕所走去 在楼下上完厕所 彭培睡眼惺忪地朝着卧室返回 从楼底口经过的时候 一阵微风吹过 他后背上的肤植被吹掉了 彭培没有发现自己身上肤植掉落 他昏昏沉沉地朝着卧室走去 马上要回到卧室的时候 忽然背后有人拍了他一讲 谁啊 彭培转身一看 发现他背后竟然飘着一个全身都是鲜血 披散着头发脸色惨白面貌 猙獰恐怖的女鬼 彭培一声尖叫 想要逃跑 可惜已经太迟了 家伟瞬间就钻入了他的体内 儿子 睡梦中赵盈听见了儿子的惨叫惊醒地过来 睁开眼睛一看 发现儿子不见了 他意识到了不好 匆匆起了床 赵盈急匆匆敲进了衣柜的门 小师傅 快醒醒啊 我儿子好像出危险了 大衣柜内 我一直等到后半夜加围都没有来 困得我实在是难受 站在衣柜内背靠着墙壁 我竟然睡着呢 赵盈使劲摇晃了我几下 终于把我慌醒了 谁 是不是鬼来了 睁开眼睛 我握着桃木剑叫去抓鬼 小师傅冷静一下 我儿子好像在外门出事了 赵盈面色担忧 好 我带你去看看 答应一声 我走出了衣柜朝着门外走去 刚刚来到了门口 我就发现门口的罗网没了 不好 罗网被人扯掉了 我按道一声不好 那我儿子岂不更危险了 赵盈更加害怕了 他捂着眼睛 泪水都快要流下来了 和彭涛离婚后 儿子就是他的全部 没有了儿子 他以后的日子该怎么活呢 妈 我没事 突然间 门口走了一个小男孩 低头一看 正是彭培 他穿着一身睡衣 正面带微笑地看着赵盈 儿子呀 你做什么去了 妈妈好担心你呀 看见儿子安然无恙 赵盈心里悬着的石头 终于放了下来 他伸开双臂 要去抱自己的儿子 妈妈 我想上座所了 彭培说着朝母亲怀里扑了过来 眼看着他们要抱在一起的时候 我腰上悬挂的无心灵 剧烈地摇晃了下来 朝彭培看了一眼 走廊内 他脚下竟然没有影子 彭培已经被脏东西附身了 不能抱他 赵盈马上 要和儿子抱在一起的时候 我从后面拽了他一下 把他给拉到了一边 小师傅 你做什么呀 为什么不让我抱儿子 被我拉开后 赵盈对我心生埋怨 你看他脚下 和咱们有什么不同吗 我指的一下 赵盈低头朝儿子脚下看了一眼 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 我和他脚下都有影子 只有他儿子身边空空如也 妈妈 你抱抱我 彭培张开的双臂 再次朝赵盈扑了过来 这一次赵盈主动地 避开了他儿子 彭培扑了一个空 一脸的伤心 妈妈 你怎么不抱我了 你以前最爱抱我的 彭培脸上露出了 难过的泪水 儿子 不是妈妈不抱你 是妈妈不能抱你 直到儿子被女鬼附了身 赵盈心中焦灵 你为什么不抱我了 彭培天真无邪地说道 家卫 你附在一个孩子的身上 以为我们看不出来吗 我冷笑着说道 叔叔 你说什么啊 我怎么听不懂 我是彭培啊 你怎么喊我别人的名字 怎么喊我别人的名字 彭培无辜地眨了大眼睛 你如果真的是彭培 就主动走进这张网里来 我就相信你 说着 我撑开了罗网 彭培变了脸色 我为什么要走进这张网里啊 这张网有什么用吗 彭培很快镇定了下来 其实露出了一个孩童般 天真无邪的笑容 儿子 你快进来吧 这张网 是叔叔给你检查身体用的 赵盈招呼道 妈妈 我不进去 他是个坏叔叔 彭培双眼愤怒地看下了我 见儿子死活不愿意进去 赵盈也有些无奈 不过 他更加肯定了儿子有问题 家卫 你有什么事冲我来 不要为难我儿子 赵盈一声长叹 对家卫祈求道 妈妈 家卫是谁啊 彭培故作不解 家卫 都到现在了 你还不承认吗 赵盈问道 竟然被你们看出来了 发现已经骗不了我们了 家卫不再掩饰 用凄厉的鬼声回应说道 你到底怎么样 才肯离开我儿子 赵盈始终是最关心 他儿子的安全 想要我离开你儿子 很容易 就看你愿不愿意接手 我的条件了 家卫 家卫 鬼笑道 只要你愿意离开我儿子 不管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赵盈愿意为了儿子牺牲一切 那就好 就从这扇窗户跳下去 我就离开你的儿子 家卫一肚子的坏事 赵盈抬头看了一眼 走廊的尽头就是一扇窗户 从这扇窗户跳下去 几乎是必死 但为了儿子 他决定豁出去 他朝着窗户 步步紧逼 不要啊 我在后面急忙拽住了他 你松开手啊 我要救我儿子 赵盈坚持道 你想过吗 你就算跳下去了 他也不见得会真的放过你儿子 我提醒道 赵盈停了下来 兵不厌诈 他就这么轻易地跳下去 确实太冒险了 你跳不跳啊 家卫坏笑着 在后面问道 你先放过我儿子 我就跳下去 赵盈转过身道 你不跳 我怎么放啊 家卫不以为然 你不放 我是不会跳的 赵盈道 既然你不跳 我就跳下去 家卫知道赵盈 是不可能跳下去的 他一咬牙 朝窗户冲去 他是鬼 跳下去 后不会受伤 但 蓬佩的肉身 可就真的摔死了 家卫用心险恶 他是故意 要蓬佩死的 不要杀我儿子 赵盈也看出来 家卫的意图了 撕心裂肺地喊道 可是 为时已晚 家卫马上就要 冲到窗口了 这时候我果断出手了 我把罗王朝窗口洒去 罗王撑开后 把整扇的窗户给罩住了 家卫冲到窗口跟前的时候 脚步戛然而止 他可不想自偷罗网 一旦冲进了罗网内 他就被活捉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107集 好你个风水师 我差点死在你手里 显知又显地在窗口停了下来 家卫恶狠狠地对我说道 我是风水师 你是厉鬼 咱俩是死队的 我告诉你 也是职责所在 我笑着说道 竟然这么想我死 我就死给你看 说着 家卫双眼一发狠 一头就朝着墙壁上撞去 他又要置蓬佩于死地 这次他要用撞墙的方式 弄死蓬佩 儿子 赵颖担心的泪水都流了出来 我离得远远的 把手中的桃木剑丢置了过去 桃木剑在空中滑出了一道白光 一箭就砸死家卫的身上 啊 家卫发出了一声凄惨的鬼叫 后背冒出了一股白烟 白烟化出了一个人形 家卫的魂魄漂浮在了空中 在桃木剑巨大的威力之下 家卫的魂魄被活生生 砸出了蓬佩的身体 他飞出蓬佩的身体后 双眼恶毒地看着我 眼神中充满着怒气 儿子 你没事吧 鬼魂离体之后 蓬佩身体就像是被掏空的元气 扑通一声 瘫软在了地上 赵盈走了过去 担心地抱起来了她 见儿子迟迟地不醒来 她的脸上挂满了泪水 鬼魂不体 蓬佩的体内的氧气 受到重创 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 我说道 谢谢小师傅 擦了一把眼泪 赵盈抱起了蓬佩 朝卧室走去 哪里逃 家威伸出来鬼爪 要去抓她 我在旁边 当然不能眼睁睁 看着家威 伤害赵盈和蓬佩了 家威要去抓赵盈的瞬间 我从怀里掏出了 一张震邪符 用力一丢 扶植朝着家威射去 震邪符威力强尽 贴在了家威身上的瞬间 发出震震滋拉滋拉的响声 家威在震邪符的作用之下 节节地败退 我还会回来的 剑打不过我 一声凄厉的鬼叫 家威破装逃掉了 小师傅 我儿子什么时候能醒啊 家威逃掉后 我来到了赵盈的卧室 此时蓬佩仍旧在昏迷中 她脸色白得吓人 赵盈在旁边 抚摸着她的手 满脸的担忧 这个不好说 给你儿子用红糖和生姜 煮一碗水补充氧气 这样她会醒得快一点 明白了 答应一声 赵盈去了厨房 在厨房内 煎了一碗生姜红糖水 她小心翼地端了过来 坐在了墙盐上 她把蓬佩扶了起来 拿着小勺 给她喂了半碗的红糖水 这次被家威逃掉了 只怕短时间内 她就不敢来了 今天的伏击行动 彻底的失败了 不止没有抓到家威 而且打草惊蛇了 我一声长叹 为自己的出师福利感到自责 这时 我的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 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是彭涛打来的 不知道 他找我有什么事情 我还是急忙接通了电话 喂 是张号码 电话中 传来了彭涛着急的声音 是我 我答应道 你快点 去我的公司看一趟啊 我公司出事了 家威去公司捣乱 杀死了两个女主播 彭涛焦急万分 我马上去 没想到家威的报复心 如此之强 前脚刚刚从赵颖家离开 后脚就觉得 演艺公司报复女主播了 家威是铁得心的 让彭涛深败名利 挂掉电话后 我叫出门了 小师傅 请等一等 刚走没两步 赵颖在背后就跟了过来 还有什么事情吗 我转身问道 你走了 万一家威再找我们两两复仇 该怎么办呀 赵颖担心地问道 也对 这样吧 我给你们家里都贴上符纸 这几天 你们暂时不要出门 家威就不敢来骚扰你们了 我说道 多谢小师傅 赵颖向我道谢 我从兜里掏出来的一把符纸 开始在楼上楼下 各个窗户走廊大门 都给贴上了符纸 有这些符纸在 可以赞保赵颖母子的安全 贴好了符纸后 我就离开了赵颖家 马不停蹄赶到了 金达演艺公司总部 金达演艺公司 作为全省最为顶尖的演艺公司 在市区拥有一栋独立的大厦 此时大厦内一片压抑 演艺公司的门口 停满了警车 警员们把大楼门口围的水界不通 用警戒线把案发县城全给封锁了 演艺公司突然 两名女主播跳楼自杀 在全市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李志盈身为重案组组长 第一时间被派往了案发县场 她在案发县场 指挥着警员保护县场 采集证据 这个时候我走了过来 我站在了警戒线外面 立刻发现了两具女主播的尸体 这两具女主播全都是金达演艺公司的当红主播 他们俩同时从金达演艺公司的顶楼跳了下来 两人摔得粉身碎骨 头破血流 身体变成了两坨烂泥 看着这么漂亮的两个女主播惨死 围观的人群无不叹息 还有几个老光棍 不停地大喊暴天天舞 像这种要颜值有颜值 要相貌有相貌的女主播 是多少人心中梦寐以休的女神 可如今就这样摔死了 多少男人心中为之惋惜 采集完了现场的证据 把两个女主播的尸体盖上了裹尸布 几个警员用担架 抬着女主播的尸体朝灵车走去 大家让一让 请让一让 围观的人群非常的多 警员抬着尸体 难以通过 李志盈站在前面 不停地驱赶看热闹的人群 在驱赶看热闹人群的时候 李志盈发现了我 张浩 你怎么在这 看见我后 李志盈一阵的惊喜 经过前几次的接触 她对我的印象 彻底180度大反转 上次我帮她破了黄河大坝十八口大红棺材一案 让她在警局内再次立了大功 李志盈现在铁了心地认为 我是她命中的福星 只要有我在 一定可以给她带来好运 哼 这个案子有蹊跷 我微微地一笑 你是说 这个案子是脏东西所为 李志盈从我口中听出了弦外之音 这两个女主播年纪轻轻 又是当红主播 事业发展顺利 好端端的 他们为什么要跳楼刺杀呀 我反问她 你等一会儿啊 我待会儿再找你想聊 围观的吃瓜群众是越来越多 李志盈知道现在不是聊天的时候 他笑了笑 指挥着警员们 把两个女主播的尸体 全都抬进了灵车内 小王 你们先走 我还有些事情要做 把女主播的尸体 抬进警车之后 李志盈让警员们先行离开 他准备和我好好谈谈案子的事 志盈姐 我们先走了 警员们挥了挥手 纷纷上了车 带着女主播的尸体 一起朝着警局赶去 李志盈反了回来 我的大风水师 你是不是知道一些 这个案子的内幕啊 李志盈走到我的跟前 微笑着说道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108集 我当然知道了 这件案子的主谋 也是演艺公司的一名女主播 只不过 她早在三年前就已经死了 原来这件案子 也是阴碎作案 李志盈点了点头 有我的地方 就必定有阴碎触摸 她对此早就见怪不怪了 那你快想办法抓住她呀 不要让她一直害人了 李志盈倒 想办法了呀 可还是被她给跑了 我依真的懊恼 我能帮得上什么忙吗 抓犯人 李志盈手道进来 抓鬼她不行 你能不能帮我去找几个死人骨头呢 你要死人骨头做什么 李志盈 眉目中是疑疹疑惑 抓银碎用啊 那行 我托法医部门的同事 帮你搞几个人骨头 哎 对了 对骨头有什么要求吗 李志盈又问道 没啥特殊要求 就是越多越好 你等着啊 我马上给你去找 说吧 李志盈转身离开了 让他帮忙找死人骨头 我是有特殊安排的 家威一定还会来报仇的 我打算布置一个 蚂蚁神算里的牧种阵 等家威来了 把他困在其中 牧种阵没有什么威力 是一种专门针对 阴碎的迷魂阵 牧种阵 最少需要三根以上的死人骨头 作为阵眼 并且阵眼越多越好 大阵一旦布置完成 阴碎是根本察觉不到 牧种阵的存在 一旦走入其中 就会被永远的困在阵中 无法走出来 我打算用牧种阵 把家威给困起来 可惜 牧种阵需要的布置材料 最为重要的 就是死人骨头 现在的死人骨头 非常难找 如今城里都是一水的火葬 人全给烧了 着几块死人骨头 难如上青天 如果没有李之音帮忙 这个大阵是不可能成功的 把朝死人骨头的事情 交给他之后 我就朝金达演艺公司大厦内走去 来到了公司大厦内 李亦菲和一众的女主播们 都在惶惶不安中 公司内两个同事的死 把全公司的女主播都给吓坏了 这两个同事 是公司内业绩最好的主播 他们收入不菲 人长得又漂亮 他们是不可能自杀的 他们的死 必定是家威在背后做的手脚 全公司的女主播们 心里都非常清楚这一点 所以他们很害怕 担心家威万一来找他们报仇 张浩来了 见到我来了 女主播们像是看见了救命稻草 纷纷围的过来 女鬼万一再找我们复仇该怎么办啊 张浩 你是风水师 快想想办法呀 女主播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喊道 大家请冷静一下 我已经有办法捉鬼了 保证不会让大家有危险 我挥了挥手 对人群安抚道 你有什么办法呀 说来和我们听听 女主播们喊道 这个办法只有晚上才能使用 大家请留在大厦内 暂时不要出去 神神秘秘的 到底管不管用啊 女主播们一阵质疑 张浩竟然说她有办法 就请大家相信她 黎妃站在人群中喊道 女主播们安静了下来 大家请去工作吧 我会在这里 天生保护大家的 走吧 去直播吧 走了走了 女主播们说着 成群结缀地离开了 我则是一个人 坐在了大厅的沙发上 手握桃木剑 成了女主播们的护花使者 有我在这里站床 果然一下午都非常的平静 等到傍晚时分 李志盈提着一个编织袋 来到了公司内 张浩 你别一直看着 快过来帮我提一下 李志盈站在门口说道 看她手里的编织袋 又沉又重 我急忙走了过去 帮她把编织袋 给提进了大厦内 这就是你陪我找的死人骨头 我帮你找着了 坐坐上百根啊 男女老幼 烧死的 淹死的 摔死的 病死的 应有尽有 打开了编织袋 李志盈介绍道 我低头一看 只见编织袋内 一堆的人骨头 我的个怪怪 李志盈太牛了 她找几根人骨头 竟然是找了这么一堆 我心里暗暗的惊叹 李志盈这女警 坐视效率和能力 都堪称一流 怎么了 嫌少啊 李志盈发现我的脸色 有些不对劲 不是的 是觉得你太厉害了 被你吓到了 是吗 李志盈捂着嘴咯咯地笑了起来 有这些骨头在 加为难逃我的掌心 我笑道 那就好 不枉我费这么大力气 去给你寻找骨头 帮忙布针吧 怎么布针啊 李志盈一脸的茫然 看见这张图了吗 每个标红点的地方 都要布置一根骨头 我拿出了一张提前 规划好的大厦图纸 没问题 看了一眼之后 李志盈点了点头 我们俩开始布置木种针 木种针最少需要三块死人骨头 越多越好 尚不封顶 但死人骨头的数量 决定了木种针的规模 三块死人骨头 撑死了 只能把大厅给布上针法 一百多块骨头 足够把整栋大厦都笼罩在木种针之内 也就是说 有一袋子的死人骨头 等我布置好大厦后 只要加威踏入大厦半步 他就会被困在的阵法内 抓捕加威事半功倍 我和李志盈分头行动 在公司大厦一楼的 钱 昆 镇 骏 坎 黎 根 队 八个位置分别放置了一块死人骨头 然后在二楼三楼一直到顶楼 每个楼层的八个位置 都摆放一块死人骨头 至此木种镇的布阵 已经完成了十之八九 但还缺少一个点睛之笔 我来到了演艺大厦的顶楼 把一个拳头大小的关公像 放在了顶楼的中心位置 关公像放置成功后 木种镇已经布置完毕 我们现在就等着加威送上门 晚上十点 公司大厦的大厅内 我和李志英 李飞 还有演艺公司的女主播们 一起坐在了大厦的沙发上 在耐心等待加威的到来 可是一口气 等了两个多小时 加威还是没来 大家都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哎 我要去尿尿 自量 你跟我去啊 我好饿啊 去煮泡面吃 你们有没有人要吃泡面啊 大晚上的 才不要吃泡面呢 我减肥 对对对对 我也减肥 直到晚上加威可能回来 一开始女主播们 在大厅内吓得大气不敢出 结果两三个小时过去了 公司内没有任何的动静 女主播们纷纷的 是放松了下来 有的去上厕所 有的煮面 有的在玩手机 队伍散乱了下来 旧菜设施 一变发生了 外面突然 吹来了阵阵的阴风 大厦窗外的树枝 左摇右晃 诡异之意 而大厅内的空气 突然变得冰冷无比 女主播们 大多数都穿着清凉 一个个露着大腿 和白花花的身子 温度骤降之后 女主播们 动得是瑟瑟发动 喷嚏声 接连不断 啊 家 家伟来了 突然有个女主播 朝窗外指了一下 我们抬头一看 只见窗户外面 飘着一个浑身是血 披着头发的女人 她正是家伟 果然她还是来做命了 哈哈哈哈 蓬套 我要她的公司破产 充满怨气的鬼力声 传遍整个公司 家伟朝公司内部飞的来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109集 不要 不要啊 女主播们 纷纷地花容失色 尸声尖叫着 急刷刷地躲在我的身后 家伟朝窗户内猛然飞来 但冲进窗户的瞬间 周围的一切突然变了 他置身出现在了一个 偌大的坟场内 整个坟场只有数不清的墓碑 成千上万 一眼望不到尽头 在坟场的最中心 矗立着一个十几米高的官公巷 官公身穿铠甲 手持掩月刀 微风凛凛地站在了坟场最中央 家伟站在坟场内 心生疑惑 他不知道自己 为何会好端端出现在这里 他在坟场内摸索着 企图找到离开这里的出口 但 坟场犹如一道迷宫 不管他怎么走 都始终无法离开坟场 小师傅 他怎么一直在原地打转啊 目中阵脉 家伟刚刚冲进窗户的时候 把公司里的女主播们吓坏了 但他进来后 就在窗檐上一直转圈去 都转了半个多小时 还在原地打转 女主播们冷静了下来 对家伟的动作感到不解 这就是阵法发挥的作用 如果没有外力 家伟一辈子都会被困在阵法内 无法走出来 好厉害啊 没想到你的风水树如此了得 女主播们对我一阵惊叹 小菜一叠了 现在该我去收服她了 我笑着拿着罗王 朝着家伟走去 来到了她的身边 我撑开了罗王 家伟在原地打转的时候 不由自主地走进了罗王内 接着 我把罗王收了起来 家伟被困在了罗王内 一切都结束了 抓着罗王我用手一搓 王兜内冒出来了一股白烟 家伟已经魂飞扑砸了 以后你们就安全了 再也没有人会骚扰你们了 我对女主播们笑着说道 我上传的视频恢复正常了 有个女主播查看了一眼手机 发现她视频里的女尸 消失不见了 对 我的视频也恢复正常了 很多女主播们都惊急地喊了起来 家伟死后 女主播们的直播账号恢复了正常 她们又惊又喜 这时 我的手机响了起来 电话是彭涛打来的 接通了电话后 里面传来她担心的声音 正好啊 家伟抓住了吗 电话中 彭涛一直在为公司里的主播们而担心 抓住了 并且已经把她灰飞烟灭了 谢谢你啊 我马上啊 把答应你的一百万酬劳 让网秘书打给你 彭涛兴奋至极 她心里最为担忧的事情 终于解决了 好的 我也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又可以有一百万的收入了 这次的任务物超所值 现在时间还早 姐妹们 咱们再去直播吧 看了一眼时间 现在才刚到晚上十一点 这个时间段 正是一天最为热闹的时候 数不清的老光棍正躺在床上 等候着他们女神上线 对 咱们再去直播 女主播们说着 三五成群朝着直播间走去 李飞要去直播了 和她打了声招呼 我和李之音就离开了演艺公司 回到了家后 已经到了半夜十二点多 我又累又困 回家就匆匆的休息了 第二天早上一睁眼 就发现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 打开信息一看 是彭涛给我转上的记录 他非常有效力 今天一早就让秘书 把钱转了过来 收到了钱 我满心欢喜 准备出去好好的搓一顿 正在这时 外面突然传来东宫的敲门声 谁啊 不知道谁一大早上的 就突然来找我 我逼上了衣服 朝外面走去 打开了门 发现门口站着一个 穿着米黄色连衣裙 扎着高马尾 五官精致 身材高娇笔直 面带天天微笑的女孩 这个女孩正是景花李志英 她以前出现的时候 都是穿着景服的 今天穿了一身便衣 我这才发现 原来她穿便衣的样子 这么漂亮 干嘛一直盯着我看啊 我脸上有脏东西吗 被我直勾勾的盯了很久 李志英的脸色有些不自然 没有 你太美了 我被你迷住了 我摸了摸后脑勺 尴尬的一笑 越来越喜欢耍评了 我今天找你来 是有事想请你帮忙 李志英笑了笑 有什么事啊 你尽管说 我笑着说道 我乡下的爷爷遇见麻烦了 你帮我去看看呗 你爷爷遇见什么麻烦了 准确地说 是我爷爷的村子遇见麻烦了 我爷爷居住的村子 最近好多壮年男子不幸失踪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村里人把整座后山都翻遍了 也找不到他们的踪迹 所以 我想请你帮忙去调查一下这件事 我马上给你回乡下 查个水落石出 意识到要有大事情发生 我点了点头 不过 我们家可没有那么多钱给你 我爷爷说了 请风水是可以 报酬不可以超过两千块 多了我们家也拿不出来 李志英有些为难地说道 你找我帮忙 一分钱都不收 太好了 张浩 我果然没看错你 我早就和我爷爷说了 请风水是一分钱都不用花 李志英开心地笑了起来 我一阵无语 合着 他早就把我算计进去了 压根就没打算给钱 咱们什么时候出发 现在就出发 我和警局的领导请了三天假 咱们三天内务必要回来 那我抓紧时间出发吧 答应一声 我和李志英一起出了门 坐着我的越野车 我带着他一起朝乡下赶去 李志英的爷爷就在南城郊区 离城里没多远 仅仅三个小时的路程就逃了 那就是我爷爷家 李志英指了一下 前面一个衣衫傍水的小村庄 好美啊 我点了点头 拐了车头 朝他爷爷的村子驶去 车开了门一会儿 就在他爷爷家门口停了下来 刚刚下车 胡同里就围满了人 农村人都比较喜欢看热闹 村里突然来了一辆这么漂亮的越野车 七大姑八大姨的 都来凑热闹 打开了车门 李志英带着我下了车 鹰子 这是你在城里找来的男朋友吗 这小伙儿长得可真俊 我说鹰子 你找男朋友 咋不提前跟二姨说一声呢 见一个年轻的小伙儿 和李志英一起下了车 村里的人把我误会成了他的男朋友 李志英一脸的尴尬 大娘 他不是我男朋友 他是我从城里找来的风水师 帮忙寻找失踪撞牢利的 李志英对着胡同里的人 忽口薄心地说道 原来是风水师呀 村里的人一阵恍然大悟 最近一段时间 村里好多撞牢利失踪 搞得人心惶惶的 李志英答应帮村里人找到失踪的撞牢利 所以特意从省城请来了风水师 到时他们误把风水师当成了李志英的男朋友 搞出了一个乌龙 村里人挺尴尬的 鹰子 你请的风水师在哪呀 胡同内走来一个戴着草帽 穿着蓝色宫体背心和大裤衩子 凉拖鞋的老头 他就是李志英的爷爷 李广金 他在村里德高望重 村里的人都很敬重的 很多红白喜事 都喜欢找他帮忙操办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110集 最近一段时间 孙礼接连时钟精壮男子 李广金为之操碎了心 在得知孙女从城里请来了风水师 他拿着扑扇 急忙过来迎接 来到我面前后 他眯着眼睛对我打亮了一眼 眼神中略感失望 我太年轻了 和他孙女年龄处于伯种之间 英子 你请来的这个风水师 倒行怎么样啊 李广金对我有些担忧地说道 爷爷你放心吧 张浩可是个非常优秀的风水师呢 李志英保证道 有了孙女的话 李广金对我彻底的强信了 小伙子 我们村里的壮劳力 可都指望你了 你可一定要帮我们找回来呀 李广金握住了我的手 说话时充满了气动之色 哼 多谢爷爷的信任 我不会让您老人家失望的 我笑着说道 哎呀 那就好啊 小伙子 你刚下车来我们村里喝杯水 先休息一会儿吧 李广金热情地拉着我的手 朝着屋内走去 李广金家就在胡同的内侧 他家是一栋古色古香的四合院 并且都是用青砖砌成的 如今用青砖砌成的四合院 不管在城里还是在乡下 都极少见了 走进了四合院内 李广金拉着我的手 来到了客厅 客厅里面的太师椅上 坐着一个满面红光 一头白发的老太太 她就是李之英的奶奶 周娟 老奶奶好 进门后 我笑着和周娟打了一个招呼 快坐吧 年轻人 周娟对人非常的慈善 她笑着招呼我坐了下来 老婆子 你给人家去倒杯茶呀 李广金笑着道 那行 你们聊 我去给你们倒杯茶 说着周娟走进了厨房 给我倒茶了 爷爷 你们村里的壮劳力 都是怎么失踪的 能跟我仔细地说说吗 我们村的壮劳力呀 这大多数都是深夜外出的时候 不小心失踪的 嗨 李广金一生长叹 心中很是难过 你们村的劳动力 为啥要深夜外出呢 晚上不应该休息吗 我有些不解 我们村在镇上有个石灰厂 村里好多年轻人 在石灰厂打工 石灰厂每天下班很晚 而后山又是镇上回村里的必经之路 所以呀 很多壮劳力晚上回来的时候 都不幸失踪了 李广金素说道 原来如此 您找过石灰厂的老板吗 村里的劳动力在离开之前 有什么异常吗 找过来呀 石灰厂的老板说 他们都一切正常 那就奇怪了 你们村里一共丢失了几个壮劳力 七个 全都在后山吗 没错 都是从石灰厂回来的时候 不幸失踪的 你们去后山找过吗 后山都快被挖地三尺了 什么都找不到啊 没想到这么复杂 小伙子 你能帮我们找到村里的壮劳力吗 你要是能找回来的话 我代表全村人向您道谢 李广金目光 迫切地看下了我 我打算去后山看看 行 老头子带你去 答应一声 李广金站了起来 带着我朝后山走去 李广金在前面带路 我和李之鹰跟在他的身后 走了没一会儿 就来到了一个后山的山脚下 我抬头对着后山打亮了一眼 整座后山北高南低 山体家长而雄壮 犹如一只猛虎盘旋在大地之上 这是一座福山 猛虎立足 百鬼莫金 有如此好的风水 不知道村里面 怎么会出现如此奇怪的事情 李广金都七十多岁了 可是身体特别的好 他在前面带路 不发叫线 没一会儿就带着我们上了后山的山顶 你看见了吗 那条路就是通往镇子的唯一通道 来到山洞 李广金指令下从山顶上 蜿蜒而过的一条山路 这条山路是经过人工修建的 山路之上还铺满了例行 那是一条可以通行机动车的现代化公路 每天晚上下了班 我们村的壮劳力 都是从这条公路回家的 李广金站在路边道 我看了一眼公路 这条公路从猛虎的脖子上穿过 就像是一根利刃狠狠刺穿了猛虎脖子一样 这条公路修建的不吉利啊 我摇了摇头 以前呢是有几个算命先生 从我们村路过的时候说过 这村里的公路修建的不吉利 可是有了这条公路 我们就可以顺利的去镇上赶集购物 上班 这村里的生活也就方便了许多 李广金颇为自豪 有了这条公路 村里的收入直线增长 村里很多人在镇上做工 都挣了不少的钱 白天看不出来 不如到晚上再来看看吧 那行 到晚上来看看 李广金点点头 我们一起下了山 来到了村里后 周娟给我们烧了几个家常菜 我特别的感动 农村人就是热情好客 吃完饭后 时间还早 我就在村口和村民们 聊了会儿天 转眼间到了晚上11点 我打算去后山看一看 很多事物白天的时候 看起来一切正常 等到了晚上 才会显出猫腻 在得知我要去后山的消息后 李广金带上了村里的几个小伙子 和孙女李志英带我一起去了 这山里面呢 还有很多野兽呢 前几年发生过一起野狼 雕小孩的意外 所以呀 大半夜的 你一个人呢 去山里挺危险的 李广金和村里的几个小伙子 都拿着铁锹 橱头 一个个全副武装 生怕会在山里遇见野兽 谢谢爷爷 我急忙道歇 我们一起往前走 走了一阵后 终于来到了后山的山顶 我们再次来到了白片 曾经见到的那条公路旁边 你们有没有发现好冷啊 出门的时候 身上穿的有些单薄 到了后山里 李志英觉得身上凉壽壽的 大半夜的 山里面肯定冷 李广金不以为然 不对 就算比白天的时候冷 也不应该冷这么多啊 李志英对温度很敏感 他觉得现在的温度 完全在零度以下了 现在还属于夏末 不管怎么说 也不应该这么冷 噓 有动静 远处有一束灯光 朝着这边照射的过来 我伸出手指 示意大家不要发出声音 李广金他们立刻安静了下来 我们躲在了路边的一块石头后面 紧张的朝着公路的对面看去 灯光越来越近 不一会儿的时间 我们终于看到了灯光的主人 一个三世出头的男子 骑着电动车 朝着边缓缓持来 大柱 李广金认出了他 低声说道 大柱是谁 我好奇的问道 大柱是我们村的一个年轻人 他呀也在石灰厂工作 不过他已经是在石灰厂工作的 劳动力中 唯一一个没有失踪的了 李广金说道 大半夜的怎么会有人举亲呢 说话间一遍再次发生了 在公路的另一边出现了一队迎亲队伍 迎亲队伍浩浩荡荡 最少数十人 这树神全部穿着大红色的衣服 胸前戴着大红花 头上戴着瓜皮帽 穿着旧式的长袍 在迎亲队伍的后面 则是一顶有四个教夫 抬着的大红轿子 轿子张灯结彩 脚门左右两侧 挂着两个红灯 轿帘上雕龙客风 悉性热闹 都什么年代了 还有人结婚用轿子 现在乡下不比以前 结婚流行用奥迪宝马 最次也在石灵帕萨特 第一次见到有人结婚用轿子 李志盈奇怪无疑 不止他感到奇怪 李广钦和村里的几个小伙子 也感到奇怪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111集 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臭味 李志盈身为女人 天生对味道比较敏感 他闻到空气中 传来了一股淡淡的腥臭味 并且这股腥臭味 越来越浓烈 嗯 闻到了 好臭的味道啊 一个村里的小伙子 捂住了鼻子 这是狐狸身上的 骚臭味 李广钦年轻的时候 曾经见过狐狸 这股臭味和狐狸身上的味道 一模一样 好端端的 怎么会有狐狸的臭味呢 李志盈非常不解 你们看 大猪停下来了 迎亲的队伍 把整个公路都给占去了 大猪骑着车 经过的时候 只能停下来 推着车子靠在一边 给迎亲队伍让路 结果他刚刚停下来 迎亲队伍也停了下来 轿子缓缓落在了地上 脚帘尖开了 从里面走出来一个 凤冠侠配 相貌明毛好持 气质卓越多姿 一举一动 宛如古代大家闺秀一般的美人 看到这么漂亮的美女 大猪顿时惊呆了 眼睛落在了美人的身上 再也挪不开了 我也看傻了眼 没想到轿子里的新娘子 这么漂亮 村里的几个小伙子 全都被美人给迷住了 眼神呆滞地看着美人 口中流出了 一股股的哈拉子 喂 你们至于这么夸张吗 发现他们一群大男人 都一眼睛死死地 盯着人家的新娘子 像是要把人家给吃了似的 李志盈对我们的表现 深感痛恶 他用胳膊肘 使劲地捣了我一下 我胸口一阵吃疼 清醒地过来 爷爷 您都一大把年纪了 怎么也被迷住了 您可不能对不起奶奶啊 转身朝旁边看了一眼 发现李广青一双老色眼 也在直勾勾地盯着人家新娘子看 李志盈顿时心上不满 哎 你们能不能有点出息啊 看见一个长得好看点的姑娘 全都被迷住了 把我们挨个叫醒 李志盈有些生气地嘀咕道 我们几个有些尴尬地挠了挠头 再也不直勾勾 盯着人家新娘子看了 你们看 新娘子朝大猪走过去了 现场的情况再次发生了变化 新娘子面带微笑迈着脸部 朝着大猪缓缓走去 看着如此漂亮的美人朝自己走来 大猪激动地不能自疑 新娘子来到了她的面前 冲她甜甜地笑了一下 接着伸出了血白的玉手 拉住了她的胳膊 带着她朝轿子内走去 大猪明白了 人家新娘子是叫她坐进轿子里 和她一起成亲 虽然大猪早就结婚了 但家里的黄脸薄 论相貌 论姿色 连人家新娘子的万分之一都不如 几乎不加思索 大猪就鬼使神差地 跟着新娘子朝轿子里走去 走进了轿子内 新娘子就把轿连拉上了 小夫抬起了轿子 迎进了队伍 继续朝公路对面走去 不好 大猪要有危险 我吃惊地喊了起来 你怎么知道大猪要有危险了 我看那小子厌妇不浅呢 这么漂亮的美人 怎么就看上他了呢 李广金一脸地羡慕 是啊 大壮走狗屎院了 被这么漂亮的新娘子看上了 我也想和他成亲呢 把我带走吧 几个村里的小伙子 对大众嫉妒不已 快醒醒吧 那群人不是这么好东西 你们看 他们没有脚 我朝迎亲队伍指了一下 顺着我的手看去 只见迎亲队伍中 包括教父在内 鸡身都没有脚 只是他们穿着长袍 再加上天色很黑 刚才我们没有发现罢了 还愣着干嘛 快去救大猪了呀 在得知了这迎亲队伍 有问题后 李志盈喊了一声道 我们急忙朝着迎亲队伍走去 而迎亲队伍发现后面 有人在追他们 立刻加快了速度 可是迎亲队伍抬着轿子 走路的速度缓慢 没一会儿还是被我们给追上了 冲进了迎亲队伍内 几个村里的小伙子七手八脚地拽住了轿子 就要从轿子内抢人 而迎亲队伍里的人 齐刷刷朝我们涌来 要阻止我们 李志盈是警队里的格斗好手 见要打架了 第一个冲了上去 他凌空一脚朝迎亲队伍里的一个教父一举 可是一脚踢得过去 他的脚像是踢在了石头上 筋硬无比 一声惨叫 李志盈不止没有踢伤别人 反而他的脚受伤了 村里的几个小伙子同样如此 在和迎亲队伍里的阴碎打斗的时候 丝毫不占优势 这群阴碎身体犹如铜墙铁壁 单凭普通的拳脚根本就无法伤到他们 村里的几个小伙子被迎亲队伍里的阴碎打得节节败退 李广今年事已高 根本就不善打倒 他胆小的藏在了教室后面 瑟瑟的发道 师妹王良 土贝尔 摇摇乱灵感心息 唱 我默念了一阵发觉 从怀里掏出来的一把振邪符 把振邪符用力洒向了空中 振邪符犹如雪花般的散落 察觉到了阴碎的存在 振邪符在空中浸裂出道道的火花 迎亲队伍里的阴碎们被火花炸得通道西外 眨眼间 数十个迎亲队伍里的阴碎全部倒在了地上 接着 阴碎们化作一团团引火般大小的轰光 消失不见了 现场只剩下一顶大轰轿子 里面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像是有猛兽在啃尸某种东西 我和村里的几个小伙子 还有李广钦都站了起来 朝轿门走去 站在了轿门口 村里的小伙子和李广钦 迟迟不敢靠近 刚才他们已经被这些阴碎给吓怕了 迎亲队伍里的小罗罗都这么厉害 脚子里的boss必定是更加的凶残 小师傅啊 你是风水师 就麻烦你把大猪救出来吧 李广钦声音颤抖地说道 我点了点头 拿出了一张阵斜符 朝脚门走去 我拉开脚帘的瞬间 一道白影在我面前闪过 在我的肩膀上踩了一下 接着就消失不见了 而脚子内大猪身上的衣服都被撕烂了 他胸口露出一个碗口大小的血洞 他的心脏被吞噬了 看见这一幕 我和李广钦 还有村里的小伙子们 全都倒起了一口两起 太恐怖了 原来和新娘子成亲 是要被吞噬心脏的 大猪已经死了 死的时候 他的脸色非常的恐惧 他的双手满是伤痕 在临死的时候 他不断拍打着轿子 企图可以逃出去 可惜都失败了 刚才轿子里的新娘子是一只狐狸 大猪的心脏被他给啃食了 我看着大猪的尸体喃喃自语 怎么说 村里丢失的那群壮劳力 都已经死了吗 李广钦 为村里的壮劳力的失踪 感到难过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112集 村里每一个壮劳力背后 都代表着一个家庭 每一个壮劳力的死 村里都会有一个母亲失去儿子 妻子失去丈夫 孩子失去父亲 估计是的 我点了点头 我回去该怎么和乡亲们交代呀 李广钦心中忧愁 他曾经许诺帮助村里的人 把失踪的壮劳力找回来 可如今失败了 背后的碎灰祸首 是那只狐狸精 您不必自责 我劝说道 咱们应该回去和村里人好好说说 争取早点把狐狸精绳之以法 李志英说道 只能如此了 李广钦答应道 咱们把大猪的尸体带回家吧 李志英道 那行 这山上到处都是树狮 想办法砍几只树狮 做一个简易型的担架 把大猪给抬回去 李广钦说道 行 答应一声 我们又开始砍树枝了 我们人多 七手八脚的 没一会儿的时间 就砍了几根树枝 用这几根树枝 编了一个担架 然后 把大猪的尸体给抬到了担架上 我们抬着担架 一起朝村里走去 等到天亮的时候 我们终于回到了村里 村里丢失了劳动力的家属们 一直在村口等着我们 他们听说 李志英从城里找到了风水师 对我抱有很大的希望 盼望着我可以帮他们把家里的亲人找回来 可是他们在村口远远就看见 我们抬着一个担架过来了 担架上躺着一个鲜血淋漓的人 村里人心里纷纷有了不好的预感 广金叔 担架上的人是谁呀 我们过来后 一个村里的父女站了起来问道 是大猪 李广金道 大猪怎么了 孙里人担心地道 大猪 死了 李广金如实道 什么 大猪好端端的 怎么死了呢 大猪可是孙里出了名的撞小伙 昨天还有人看见他出去上班 今天突然听说死了 孙里人不敢相信 你们看看就知道了 李广金道 孙里人朝着后面的担架看了过去 只见大猪的胸口一个顽口大小的东 他的心脏已经没了 看见这一幕 孙里人倒戏了一口两起 见到如此恐怖的一幕 都被吓到了 大猪死了 快去通知大猪媳妇啊 有人喊道 大猪媳妇来了 大猪娘也来了 大猪的家人 已经是收到了通知 他的父母和妻儿朝村口走来 来到担架旁边 是看着一眼大猪的尸体 他的母亲差点昏厥过去 大猪啊 你怎么就舍得离开我们呀 大猪的母亲哭得瘫软在了地上 大猪的父亲也在一旁 止不住地抹着眼泪 大猪啊 你年轻轻轻轻就糟了 让我们可怎么活呀 大猪媳妇哭得是稀里哗啦的 爸爸 不要走啊 大猪的儿子看着父亲的尸体嚎啕大哭 看着大猪一家人伤心的样子 我和李志盈心里都酸溜溜的 我们也不想大猪死亡 可是当时我们无能为力 胡摇太难对付了 李大婶啊 你节哀顺便吧 大猪已经死了 这日子还得过呀 李广金好言相劝 大猪一家仍旧未曾被一通浴瘸中走出来 大猪死了 是不是代表村里的其他壮牢猎们也死了 终于有人想到了这个问题 是啊 广金说 村里的其他壮牢猎在哪啊 他们是死是活呀 接连有人问道 只怕和大猪一样都死了 李广金一声叹息 悲伤的道 我的大猪啊 你也离开娘了吗 二葵呀 我们不舍得你呀 黑子 你走了 我们娘俩以后该怎么过呀 村民们哭泣的声音连成一片 村口的哀嚎声传遍了整个村子的上空 我和李广金 李之英都非常的无奈 我们想劝劝他们 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广金叔 谁杀了海卖家大猪啊 哭了一阵子后 大猪的母亲突然想起 杀他儿子的凶手还没找到呢 他儿子虽然死了 但必须要为他讨回公道 杀人凶手是谁呀 我们家大猪不能白死 我们家二葵也不能白死 村民们都在追问凶手的下落 杀死他们的人是一只白色的狐妖 昨天我们和他们在后山遇见了 可是狐妖法力高强 我们也打不过他们 李广金如实地道 狐妖 怪不得呢 这段时间以来 村里经常有鸡啊鸭啊的被叼走 原来都是狐妖干的 上个月老张叔去镇上买药回来的时候 从后山经过 看见一个白影闪了一下 那个白影相许就是狐狸精 村里很多人都回忆的起来 这些天 村里发生了很多异常 很有可能和狐妖有关 咱们一定要把妖狐抓住 打死他 为村里的壮牢猎们报仇 又有人提议的 打死狐妖 打死狐妖 村里人纷纷地震笔高呼 大家请冷静一下 那只狐妖已经修炼成了人形 想抓到它 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我挥的挥手 示意大家冷静下来 再难也要把狐妖给除掉 杀我们村里这么多人 不能放过他 大猪的母亲喊了起来 不能放过他 不能放过他 村里人又是一阵喊 小师傅 你有什么办法能抓到狐妖吗 李广金要理智得多 他知道抓狐妖的事情 还得靠我这个风水师 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狐妖修炼已经到了瓶颈 他现在急需需要大量的经济 尽管已经残害了好几个村里的壮劳力了 但这几个劳动力的数量 还是远远的不够的 他很可能还会残害新的劳动力 我对着村民们喊道 你是说我们村里还会有壮劳力遇害 有个村民问道 正解 我说道 这该如何是好啊 村民们听见我的话顿时就怕了 最好的办法就是守株待兔 找几个青年劳动力 晚上的时候去后身坐幼儿 钓鱼上钩 我说道 去 去坐幼儿 会不会有危险呢 又有村民问道 毕竟去坐幼儿 肯定会多多少少有一点危险的 但我保证 有我在 只要狐妖出现 我必定能及时赶到 还是不要了吧 我们村损失的劳动力 已经不在少数了 万一再有人遇害 我们村可承受不起啊 他的儿子已经遇害了 打住母亲可不希望别人的儿子再有危险 打住母亲的话引起村民们的广泛认同 我们村不能再死人了 那妖狐岂是这么好对付的 万一偷进不成十八米 村民问纷纷地议论道 我看风水师先生这么年轻 不如他去坐幼儿 把妖狐给引出来 突然人群中不知道 谁喊了一嗓子 我看行 风水师长得又高又帅 狐妖就喜欢他这样的帅小伙 就让风水师去后山野妖妖狐吧 村民们七嘴八舌地喊了起来 大家请冷静 我已经在后山见过狐妖了 我如果做幼儿 他不会上当的 我急忙对着人群喊道 村里人安静地下来 用幼儿的方法只怕不管用了 还有别的方法可以抓到妖狐吗 村民们又问道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113集 让我想一想 我沉思了起来 我想了一会儿之后 我一拍大腿说道 有了 有什么好主意了 快和我们说说 村民们迫切地说道 这个方法虽然比较笨 但至少不会让大家有危险 我说道 不让大家有危险的办法 才是最好的办法呀 村民们已经不想看见 村里再有人流血牺牲了 是这样的 狐妖必定 猫在山里的某个角落里修炼 咱们只要去找到狐妖的藏身之处 就能够把他杀死 我说道 谈何容易啊 山这么大 怎么可能找得到他 孙民们不以为然 所以说这个方法比较笨 大家只能动员全村的人 对后山进行拉网制的搜索 白天去搜山 太阳下山之前 及时地回来 这样就不会有危险了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村民们对我的主意不太赞同 大家听我说 其实这个方法完全可行 现在是农险季节 村里没有多少活 这不如召集村里的劳动力 结队去山里找狐妖 后山虽然大 其实全村人一起行动 这花不了几天 就能把整座山给缩完 关键时刻 李广金站了出来 对着大家挥了挥手 他在村里颇有威望 他的一番话 迅速获得了大家的认同 要不就医广金书的吧 大助母亲率先表了态 就医广金书的 有了一个领头的 孙里人很快答应了下来 而且除了这个办法外 他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抓到狐妖 今天已经来不及去搜山了 明天一早 各家各户派出一个劳动力 来村口集合 我和风水师带着大家一起去山里 搜索狐妖 最后 李广金又对村民们下了通知 下完了通知后 村民们就散开了 小师傅 咱们也回去吧 昨天夜里 在山里忙活了一夜 我们早就累坏了 李广金一大把年纪了 更是身体疲惫到了极限 他招呼我一起回家休息 我点了点头 我和李志英一起朝他家走去 来到了他家后 我们吃了点东西 然后 他给我安排了一个房间 我就进屋休息了 一直睡到下午 起床后 我无事可做 就在院子里 铺了一张桌子 用一下午的时间 画了几百张符 准备明天出发的时候 把这些符纸 发给村民们辟邪用 第二天 我们如约来到了村口 村里的人 也是比较守时的 一大早 村口就聚集了 足足一百多个劳动力 整个村里 有七八百人 即便损失了几个劳动力 找出一百多个精壮的年轻人 仍旧不难 这一百多人 分为五对 每对二十人 防止他们有危险 我在他们每个人身上 都贴了一张镇鞋符 有镇鞋符在 即便是遇见了狐妖 也不敢伤害他们 把符纸贴好后 我们就兵分五路出发了 我和李志英 带了十八个村里的小伙子 去后山东侧搜索狐妖 之所以把我和李志英安排在一起 李广金是有资心的 知道我到航山 故意让他孙女跟我在一起 这样他孙女有了危险 我就可以保护他 我拿着桃木剑 走在了队伍的最前里 李志英和十八个村里的小伙子 紧紧地跟在了我的身后 刚开始爬山的时候 路还比较好走 结果越走山路越崎岖 我们队伍签进的速度 不知不觉慢了下来 一直往前走 走到下午两点 我们的鞋都被磨破了 大家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吧 见大家累坏了 我招呼大家 坐下来休息一会儿 哎呀 终于可以歇一会儿了 累死我了 走一上午山路 比刚一天活还累呢 村里的小年轻们 抱怨着坐了下来 纷纷掏出来 随身携带的干粮和水 补充能量 我们带的干粮大部分都是饼干 馒头之类 一携带的东西 带在身上经过一上午的暴晒 早就变得又干又硬 嚼在嘴里难以下咽 吃着干巴巴的干粮 我们都很不舒服 你们看 前面有个村子 正在吃饼干的时候 突然有人站了起来 在山下发现了一个小村庄 我低头一看 山脚下确实有一个村庄 那个村庄我以前怎么没见过啊 李志盈小时候在爷爷家住了很多年 从未听说过后山的山脚下 有一个村庄 管他呢 有村子就有吃的 咱们去找点吃的 比吃着干巴巴的干粮要好啊 小伙子们眼巴巴的说道 也好 咱们去村子里看看吧 我也不想吃着干巴巴的东西 就站起来带着大家伙一起下了山 这是一个只有百余户人家的小村庄 村子一水的 清砖建成的房子 刚刚来到村口 就看见了一个四个院的门口 挂着一个农家大饭店的牌子 这里果然有饭店啊 终于不用吃又干又硬的干粮了 不知道有没有我爱吃的红烧肉呢 没有红烧肉 有鸡腿肉也行啊 小伙子们兴奋地说着 把手里的干粮全部都给丢了 走喽 进去吃大餐了 小伙子们开心地喊着 朝农家饭店内走去 等等 突然间李志盈拦住了他们 志盈姐 你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啊 小伙子们问他 这家村子太奇怪了 你们看 手机地图上 竟然搜不到这个村子的丝毫信息 李志盈打开了手机 自带的地图 不会吧 现在的定位系统如此发达 一条路一条巷子 都标注得倾倾处处 这么大的一个村子 怎么会查不到呢 小伙子们有些不相信 他们走了过来 低头对着李志盈的手机看了一眼 发现手机地图上 确实显示的这是一片空地 好奇怪啊 真的在手机上查不到这个村子 小伙子们嘀咕道 你们是来吃饭的吧 怎么不进来呢 说话前农家大饭店的门突然打开了 一个穿着花挂子 包着头巾 二十出头 长着一双水灵灵大眼睛的小姑娘 从农家大饭店内走了出来 在手机上 怎么查不到你们的村子呢 有一个小伙子问道 我们村刚刚搬迁过来 地图还没更新呢 当然查不到了 小姑娘道 怪不得呢 小伙子们点了点头 走吧 管这么多干什么呀 进去吃就完了 小伙子之中有一个吃货 早就按捺不住了 他第一个带头冲进了饭店里 我们也跟着走进了饭店里 来到了饭店后 这是一栋普通的农家院子 改装成的饭店 院子的规模并不大 但里面收拾得很干净 客厅被改装成了 个人吃饭的餐厅 在餐厅内坐了下来 几个小伙子 就开始四处地找菜单了 在一张桌子上 找到了一楼的菜单 几个小伙子 睁肩恐后地 挑选自己爱吃的菜样 你们先喝点水 我们店虽然小 但什么都有 小姑娘提着一暖壶 走了过来 来到餐厅后 熟练地给我们几个 倒了几杯水 是啊 这里什么都有 有我爱吃的红烧肉 还有烤鹅 还有鸡腿呢 小伙子们激动地喊了起来 张浩 这家店没问题吧 李志盈朝我看了一眼 暂时没发现奇效之处 我从进门开始就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吴心灵 到现在吴心灵都安静得很 也就是说 附近并没有阴碎 那就好 走了一上午的山路 能找到这么好的一家农家饭店 大家保餐一顿也是好的 了解到这家店没问题后 李志盈也来了兴趣 决定在这里好好地放松一下 你们点什么呀 给我说 我记下来让厨房的大师傅给你们做 小姑娘拿出了一个小本本笑着道 那就点菜吧 别浪费时间了 我要来一份红烧肉 给我来一份口鹅 我要一份水煮鱼 小伙子们开始点菜 小姑娘都一五一十地记得下来 你们等一会儿啊 很快就好了 说吧 小姑娘微笑着拿着小本本去的后厨 我们就在餐厅内坐了下来 耐心等待 我们点了这么多菜 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做得好的 几个小伙子 在蹭店里的WiFi玩手机 我站了起来朝餐厅的后窗看去 餐厅的后窗正对着村子的街道 我朝村子内看去 看了好一会儿 却发现根本就没有人 现在才中午 村子里面不应该这么安静 心里想着 我独自已然朝饭店外走去 离开了饭店 我来到村子里的街道内 走了一阵后 我越走越感到奇怪 走了这么久 没有在村子里看到一个人 后来在街角发现一户人家 门是虚掩着的 我好奇之下 打算去这个人家去看一看 来到了门口 我礼貌地敲了敲门 你好 有人在吗 我对着院子内问道 屋内没有人回答 我又敲了几家门 竟一直没有动静 我就大胆地推开了门 步行自来地窗入了院子内 刚刚走进院内 我就惊呆了 院子外面看起来是一栋 普普通通的民宅 院子里面竟然是一个 阴暗潮湿的山洞 山洞深处铺垫着一堆甘草 在甘草上面 躺着一窝小狐狸 这竟然是一个狐狸窝 我有些难以置信 急忙离开了这户人家 我来到了另一户人家 推门而入后 这户人家同样是一处狐狸窝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114集 第三户第四户 我一口气查看了好几户人家 全都是狐狸窝 不好 村口的饭店有战 意识到村口的饭店有问题 我立刻朝着村口狂跑而去 几分钟后 我再次来到了饭店内 结果饭店早就人去楼空 小伙子们和李志英都不翼而废了 我冲击了 我心中万念俱灰 小伙子们和李志英被狐妖抓走了 随时可能有危险 这可是整整19条人命啊 因为我的疏忽大意 导致他们的死亡 我会一生愧疚不安的 可是 我有些不明白 为什么来到了狐狸窝 吴心灵却没有动静呢 我低头一看 恍然大悟 吴心灵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坏了 吴心灵是用卖折杆做成的 脆弱不堪 爬山的时候可能被吃鸭 金桔之类的东西给勾到了 铃铛被勾坏了 现在说什么也晚了 李志英他们已经被抓走了 我要做的就是第一时间 想办法把他们救回来 他们刚刚走 估计还没走远 我冲出了饭店 朝四周瞭望了一眼 周围空空如影 狐妖们早就消失了 无影无踪了 不能慌 也说过 于是不能慌 我一边安慰着自己 一边从兜里掏开一个罗盘 吴心灵虽然没了 但我还有别的办法寻找 狐妖的行踪 我把罗盘平放在了地面上 摇破中指 对着罗盘的指针 滴了一滴 纯阳之血 纯阳之血 落在了罗盘之上 迅速激活了罗盘的死性 罗盘上的指针 快速地转动了起来 指针旋转了好几圈 终于对着西北方停了下来 我知道这就是狐妖逃走的方向 不敢浪费时间 我握着头目前 就朝西北方追去 我心里万分担心 李志盈他们的安全 拼得命都忘记 一口气跑了十几分钟 终于看见在半伤腰 看见了一团灰色的雾气 朝着后山深处缓缓飞去 这群狐妖刚刚化作人形 妖力不深 再加上要携带李志盈他们 足足有十九个人 逃跑的速度非常缓慢 折了一阵子后 我和雾气的距离不断接近 朝这样下去 只需要再过几分钟 我就能追上雾气了 就在这时 雾气内突然丢出了一个身影 我远远地看去 只见丢出来的这个人 竟然是李志盈 这群狐妖之所以残害村里的壮牢里 为了就是从他们身上 吸取惊奇 而李志盈一介女流 抓了他没有丝毫的用处 反而会因为多携带一个人 拖累行走的速度 所以狐妖们把他舍弃了 看见李志盈被丢在了地上 我心中大喜 至少他已经安全了 谁知李志盈刚刚被从雾气内丢了出来 雾气内再次被抛制出来几个人意 我仔细一看 这几个人都是村里跟我一起来搜索狐妖的小伙子 这几个小伙子都是身体不怎么健壮的 有一个身材特别的胖 有一个特别的瘦 有一个骨瘦如柴 这几个身体不健康的小伙子也被狐妖给抛弃了 在连续抛弃了几个人后 雾气的速度加快了很多 我则只停了下来 没有继续追赶雾气 这山里面到处都是野兽 我不能把李志盈丢在这里不管 我蹲在地上 把他抱在了怀里 不停地摇晃着他的将尖 快醒醒啊 醒醒啊 我用手掐了一下他的人钟 李志盈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正好 我怎么在这儿啊 李志盈记得他们刚才正在农家饭店里吃饭 饭店的小姑娘上了一盘红烧肉 她夹了一块 谁知刚吃的一口就昏迷了 睁开眼睛后 就发现自己竟然在我的怀里 你们钟记得 那个饭店是狐妖开的 你看 村里的小伙子们都被抓走了 我指了一下正在逐渐飞远的雾气 啊 怎么快去救他们呀 李志盈救人心切 挣扎地从我怀里坐了起来 叫去追狐妖 你别动 你们刚刚中了狐妖的迷魂术 身体正在虚弱之中 你在这里守着他们 我去追狐妖 我把狐妖抛弃了几个不健康的小伙子 交给了李志盈 然后提着桃木剑朝雾气追去 张浩 你要小心啊 李志盈在背后 美目中是一阵担心 我会的 答应一声 我不顾一切地朝着雾气狂奔而去 我在后面紧追慢赶的 雾气飞行的速度越来越快 在后面追了一阵子后 前方突然出现了一行人 我抬头一看 前面的山头上竟然是李广金带着一队人在搜索狐妖 他们在山里漫无目的地乱砖 误打误撞来到了这里 看见他们后 我顿时大喜 有他们在 哪怕在前方阻拦一下雾气行进的速度 也是极好的 我朝他们挥了挥手 帮我拦住那团雾 我双手呈喇叭状握在了嘴边对着李广金他们喊道 他们听见了我的声音 发现了正朝我们飞去的雾气 李广金他们一行二十个人 站在了雾气的前方 用手里的锄头 铁销对着雾气拨弄了起来 经过他们一阵敲打 雾气瞬间烟消云散 从雾气内一口气掉落了十几个小伙子 还有几只纨白色的狐狸 有妖狐啊 圣啊 为大猪他们报仇 李广金身后的小伙子们 见到狐妖后嗷嗷地喊着 朝狐狸拍了过去 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把手中的铁销朝着狐狸砸了过去 看 谁知一声响这个小伙子手里的铁销竟然断掉了 而地上的狐狸毫发无伤 这些狐狸的身体怎么会这么结实 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看着自己手里断掉了铁销 吃惊地喊了起来 除了这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之外 其他的小伙子们也如出一证 不管他们怎么用铁销锄头拍打 狐狸们都毫发无伤 在被小伙子们拍打了一阵子后 这群狐狸被激怒了 狐狸们目露胸光 直直地叫着朝着小伙子们扑了过来 但是这群小伙子身上都有我的身邪符 狐狸们扑到了小伙子的身上 被一股炙热的力量反弹了回来 树枝狐狸宣布齐刷刷倒在了地上 非常的狼狈 狐狸生性狡猾 眼看无法战胜人类 眼睛滴溜溜的一转 几只狐狸突然变成了美女 这群狐狸还懂得玩制服诱惑呢 难吗 小哥哥 把你的衣服脱掉了 快过来呀 人家好喜欢你 小伙子们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 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啊 全都被这三个狐狸精变出来的美女给迷住了 小伙子们纷纷情不自禁地撕扯自己身上的衣服 想要和他们喜欢的美女亲热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115集 李广金虽然一大把年纪了 可人老心不老 一开始 他被这群美女所吸引了 但他老人家毕竟是吃过看过的 被这群美女的抵抗力 比那些小年轻要强得多 他很快镇定了下来 快醒醒 快醒醒 他们是狐狸精 不要被他们给骗了 李广金不停地摇晃着小伙子们 企图他们能醒过来 可是小伙子们早就色迷心桥 哪里听得进去他的话 脱光了身上的衣服后 争奸恐后地朝着狐狸精们身上扑去 完了 全完了 李广金是一阵懊恼 这十几个小伙子今天全都得栽在这 就在这时 一根水柱从天而下 水柱精准地 豁洒在了三个狐狸精的身上 接连三声尖叫 三个狐狸精 全部现出了原形 三个性感妖娆的美女 变成了三只毛茸茸的狐狸 小伙子们如梦初醒 小师傅 幸好你来得及时啊 这不然我们村里的小年轻们 全都得招了狐狸精的道啊 李广金抬头一看 原来是我站在狐狸精上方的一块石头上 正脱了裤子 对他们撒尿 我的裤子还没有提上 小伙子们抬头 看了我一眼 见我比他们优秀这么多 全都自卑得无地自容 风水师 又是你 破坏我们好事 狐狸精们对我气不打一处来 昨天就是我从中破坏 用镇邪符一口气打伤了他们许多的同类 没错 又是我 好巧啊 又和你们见面了 我微微的一笑 提起了裤子 多管行事 是要付出代价的 狐狸精们对我威胁道 是吗 我们蚂蚁一脉 专管世间不平之事 我从石头上跳了下来 手中紧握着桃魔剑 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狐狸精们自知今天无法逃脱 决心和我决一死战 话言刚落三只狐狸精 纷纷掘起了屁股 屁股扑 接连三声响屁 从他们屁股里 喷出来了三股臭不可闻的黑烟 狐狸的血招 就是放臭屁 把敌人给熏倒 变成了狐狸精后 这群狐狸的屁更臭了 一股子臭屁放出来后 犹如毒气弹 在人群中炸裂 好臭啊 我受不了了 臭不可闻 李广坚和村里的小伙子们 捂着鼻子 被臭得无法忍受 狐狸精的屁 除了味道臭 还可以麻痹人的神经 李广钦他们吸入了臭屁后 渐渐的体力不支 纷纷昏倒在地 关键时刻 我用手捏住的鼻子 没有把屁给吸入体内 现场只有我一个人 还有行动力 我已经是没有了帮手 和这群狐狸精们打透 只能靠我自己的 我一个人和三只狐狸精大战 无限得是他们的对手 蚂蚁后人 今天就是你丧命之时 这个蚂蚁后人 还是童子之身呢 吃了他的心脏 必定大补 大姐 二姐 你们已经吞噬了不少 金庄男子的心脏 不如把这个蚂蚁后人 留给小妹我吧 三只狐狸精嘀嘀咕咕的 在讨论着怎么处置我 三妹 我离突破只差一点平静了 不如把这个蚂蚁后人的心脏 留给我 以后有了金庄男子 优先让给你 大姐 你太过分了 每次好东西都被你抢走 我和三妹什么都捞不着 哼 就是 就是 我和二姐跟着你 太委屈了 三只狐狸精起了内讧 我一脸的黑线 我还没死呢 就被他们当成猎物给分配了 和他们三个打下去 我输多赢手 甚至留得青山仔 不愁没柴烧的道理 我准备逃跑 等以后有机会 找了帮手再对付他们 我握着桃木剑 朝身后悄悄地退去 三只狐狸精当即发现了我的小心思 姐妹们 别让这小子跑了 先把他弄死 再讨论分配的问题 狐狸精们说着 逃着我扑了过来 我握着桃木剑 朝面前的一只狐狸精刺了过去 桃木剑和狐狸精的爪子 碰撞在了一起 砰的一声响 桃木剑和狐狸精的爪子 刚一接触 就爆发出了一股刺目的火花 这只狐狸精受到桃木剑的重创 后退了几步 但第二只狐狸精 和第三只狐狸精的攻击 接踵而止 已经成了精的狐狸 不管是牙齿 还是爪子 攻击力都非常的强的 我仅凭手里 一把小小的桃木剑 根本就无法和它们对抗 第二只和第三只狐狸精 马上就要扑到我身上的时候 我背后接着 响起了两声枪枪 枪声结束后 第二只和第三只狐狸的腹部 分别多了一个弹孔 两只狐狸全部倒在了地上 双目瞳孔放大 眼神失去的色彩 好端端的怎么会有枪声呢 我好奇地朝身后看去 发现背后开枪的人 原来是李志英 原来在休息了一阵子后 他一直担心我的安危 顺着我离开的方向 一路追了过来 后来发现我在和三只狐狸精打战 当即掏出了随身携带的手枪 帮我打死了两只狐狸精 志英 多谢了 我连忙道谢 举手之劳 李志英 微微地一笑 二妹 三妹 见到自己的好姐妹死了之后 小大姐的狐狸精 对着好姐妹的尸体 画出了两声悲痛的哀鸣 接着 狡猾地转身就跑 哪里躺 李志英眼急手快 叫大姐的狐狸精 马上要逃跑的时候 他再次地扣动了扳机 叫大姐的狐狸精 倒横最深 李志英连续开了好几枪 才了结了他的姓名 三只狐狸精 终于全部地死了 出乎意外的是 三只狐狸精 不是被我这个风水师所杀 而是死在了李志英的乡下 万物皆有灵性 狐狸也是如此 这三只狐狸精 能修炼成人形 已经是非常的不易 可是他们错就错在出来 残害人命 伤害了许多无辜的人 不然我也不会收复他们了 蹲在了地上 我从兜里掏出了一把匕首 抛开了一只狐狸精的脚步 从里面掏出来了一颗 鲜血淋漓的黄色圆球 这颗圆球 大约有手指度大小 看起来平平无几 并没有什么出彩之处 这是什么 看见了这颗黄色圆球 李志英好奇地问道 这是狐狸精的内单 里面蕴含了狐狸精 数十年来的修为 有延年益手 强身健体的功效 不如你吃一颗 对你的身体 有很多好处 我笑着把内单递得过去 哎呀 我不吃这么血腥的东西 内单刚从狐狸精的尸体内取出来 沾满着鲜血 李志英对此非常的抗拒 这么好的东西你不吃 以后想吃都吃不到了 我笑道 我以后也不会吃的 太吓人了 李志英道 你不吃我吃 说着 我捏着内单 缓缓塞入了腹中 内单刚刚进入体内 我就感觉胃里产生了一股微热 这股暖暖的热流 从胃里开始传遍全身 让人非常的舒服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116集 没想到一颗内单的威力 就这么足 我蹲了下来 把剩下的两只狐狸精的内单 全都取了出来 一股闹的 全都吞入了腹中 三颗狐狸精的内单 全都被我给吃了下去 我感觉全身精神焕发 体内充满了能量 就在这个时候 李广金他们开始醒了过来 狐狸精霹雳的毒素 慢慢的消退 他们从昏厥中渐渐苏醒 刚才是怎么回事啊 我闻到了一股臭味 突然就昏倒了 李广金从地面上坐了起来 喘了几口粗气 我也是 记得好像狐狸放屁了 闻到一股臭味 我们就昏迷了 小伙子们也逐渐地醒了过来 有几个小伙子虽然已经苏醒 但仍旧有些头昏脑胀的 对了 那些狐狸精呢 他们收服了吗 李广金突然想起 狐狸精好像没有被收服 他紧张地站了起来 握见了一把锄头 随时准备和狐狸精血战到底 爷爷 狐狸精已经被制服了 李之音微叫道 听到这句话 李广金微微地松了一口气 这三只狐狸精被彻底解决了 以后你们村里的劳动力 再也不害怕失踪了 我笑着说道 多谢小师傅 你可是我们村里的大恩人啊 李广金对我心生感激 他紧紧握住了我的手 激动不已 爷爷 太阳都快下山了 咱们回去吧 看了一眼时间 天色已经黑了下来 李之音主动地提议回去 好 咱们回家 李广金点了点头 村里的小伙子们 纷纷背起来了铁销和锄头 一行人一起朝村子内走去 晚上八点 我们回到村里 天色已经彻底的黑了下来 这次在得知我们已经把孤立精除掉后 村里人都特别的开心 在村里匆匆地休息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 我开着车带着李之音 准备返回城里 我们就昏迷了 小师傅 路上慢走 路上小心哪 小师傅 鹰子 祝你们早生贵子 我和李之音离开村子的时候 村里人聚集在村口 依依不舍地送我们离开 车子都已经缓缓起动了 他们仍然不停地对我们招手 久久不愿意离去 有的人嘱咐我们路上要小心 有人嘱咐我们一路要平安 有人竟然在喊我和李之音 早生贵子 弄得我们是一阵尴尬 村里还有许多人把我们当成两口子 车开了一阵子后 终于离开了村子 我加快了速度朝着城里赶去 没多久就回到了省城 这时候已经到了中午十一点 我送李之音回到了警局上班 然后我驾驶着车朝自己家市去 刚刚来到家门口 我就发现一个穿着黑色西装 竖着大背头 脖子上戴着一条能拴狗的金链子 挺着圆滚滚啤酒度的中年男子 站在门口 在中年男子的旁边 还站了一个穿着浅灰色 OL职业装 打扮得浓妆艳膜 烫着波浪卷发 带着大耳环的女秘书 中年男子看到我来了 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神色 他急忙朝我走了过来 请问你就是风水师张浩张先生吧 中年男子来到我的面前 扯着嗓子问道 他的嗓门很粗 不知道是不是常年 烟酒过量的原因 我就是张浩 请问您是 我笑着问道 我是找你看风水的 我的工厂出了点问题 想请你帮帮忙 中年男子笑着道 没问题 有什么话进来说吧 我打开了门 带着中年男子和他的女秘书 一起走了进去 来到家后 我倒了杯茶给你 谢谢 中年男子微微一笑 向我道歇 不知道您最近遇见了什么麻烦 能和我好好地说一说吗 我笑着道 我是一家工地的包工头 前几天我们工地施工的时候 有一个工人出了意外死了 我们工地依法进行了赔偿 可是那个工人变成了冤魂 一直在工地内不愿意离开 工地上好多工人都被吓坏了 现在整座工地都被迫停工了 包工头一声长叹 心中无奈 维多单位亦是在追逐施工 可是他们工地上闹鬼 他们施工单位 就算是想加快施工速度 也无计可施 工地屡次闹鬼 多少工人都被吓坏了 现在有几个胆小的已经申请辞职了 他身为包工头 压力很大 后来听人说 在南城有一个非常厉害的风水师 所以他准备来找我看看 好说 捉鬼的事包在我身上 不过我捉鬼可是要报仇的 你明白吗 我笑着说道 这个当然 现在不管干啥都是要钱的 不知道小师傅打算要多少酬劳呢 包工头毫不意外 五十万不多吧 我伸出来的一只手 不多不多 事成之后 我立刻把钱打到小师傅的账户上 包工头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看他好爽的样子 我感觉自己要钱好像要少了 早知道再多给他要几十万了 小师傅 走吧 你现在就跟我去捉鬼 我的工地上着急开工啊 包工头急不可耐 没问题 对了 聊了这么久 还不知道您贵性呢 我有些尴尬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 我姓杨 别人都叫我一声杨哥 你也可以管我叫杨哥 包工头说道 杨哥 我笑着道 小师傅 跟我来吧 我的车就在楼下呢 包工头笑着点了点头 带着我下了楼 来到了楼下 我就看到一辆白色的路虎 这竟然是上百万的路虎揽生 包工头果然是有钱人 小师傅 请 笑着招呼了一下 杨哥带我上了车 他坐在了驾驶舱开车 女秘书坐在了副驾驶 我则是坐在了后座 车子发动了起来 朝着城郊市去 杨哥的工地在京九区和市南郊区的交界处 车子开了没多久 就来到了一座工地旁 工地被一圈篮子的铁皮墙给紧紧的围住了 把车子停在了工地的门口 杨哥带着我和秘书一起下了车 此时因为一直闹鬼 工地上早就停工了 整个空地上是空无一人 几栋建到一半的大楼 矗立在工地内 显得非常的诡异 小师傅 你跟我来吧 闹鬼的地方就是这 杨哥在前面带路 带着我走了一阵子 我们来到了一栋大楼的门口 这栋大楼主体部分已经完成了 但是没有安装电梯 没有粉刷 没有刮腻子 没有吊顶 当时那个工人就在这个地方推手推车的时候 被头顶掉落的一块砖头砸到了脖子上 砸死了 杨哥站在大楼门口介绍道 我朝着大楼的门口看了一眼 确实如此 整栋大楼阴气冲冲 明显有脏东西注目 小师傅 你说该怎么去鬼啊 杨哥最关心的 就只能早点把鬼给抓到 一般鬼都是在什么时间出现的 我又问道 他全天随时可能出现 但他一般都是在大楼里面阴暗的地方出来吓人 杨哥如实地回答道 有阳光的地方 鬼是不敢出没的 大多数鬼都是畏惧阳光的 即便有一些鬼白天赶出来 也都是在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 你能抓到他吗 杨哥在此追问 先进去看看再说 我说道 我们一起走进了大楼内 昨天啊 那只鬼在这个墙角出现过 前天在电梯门口陷了一次声 还有一个星期前啊 杨哥叙叙叨叨地说着 我在鬼出现过的地方分别看了一遍 这些地方或多或少残留了一些阴记 杨哥所说不假 阴碎之物曾经在这里出现过 让工人们开工吧 我说道 啊 这 这鬼还没抓到呢 就让工人们开工啊 杨哥眼珠子瞪得跟球似的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117集 是啊 那只鬼只有在工人开工的时候 才会出来趁机捣乱 所以就让工人们开了工 那只鬼再出现的时候 我趁机把他抓起来 我说道 啊 明白了 我马上去安排 听见了可以开工的消息后 杨哥的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这正是他多日来梦寐以求的事情 杨哥立刻去召集了工人开工 当天下午工地就恢复了建设 整个工地是一座大型的楼盘 工地开工后足足几千名工人在工地内生产作业 这几千名工人头戴安全帽 身穿迷赛胡 出没在工地的各个角落 工地之内 消消打打的声音连接不断 整座工地都被震耳欲聋的石工作业生所笼罩了 而我一直守在了闹鬼的大楼门口 当初出意外的工人是死在了这栋大楼内 他一定会在这栋大楼内出现的 一直等到下午三点 突然一个工人惊慌失措的从大楼内逃了出来 有鬼啊 有鬼 他边跑还边喊 而我身上早就恢复好了的无心灵 再一次剧烈震动了起来 我知道 隐随之物已经出现了 鬼在什么地方 我拦住了从大楼内惊慌失措逃出来的工人问道 就在十六楼的过道 工人脸色煞白的说道 你好好休息 安抚了他一下 我提着桃木剑朝着十六楼砍去 乘坐大楼的临时电梯 我来到了十六楼 十六楼的楼道内 果然看见一个歪着脖子 嘴角流着鲜血 带着安全帽的鬼 正在楼道内飘来飘去 而十六楼施工的工人们 全都吓得逃了出去 大胆阴歇 死后不去地埔投胎 留在阴间骚扰活人 天理难容 说着 我提着桃木剑朝他刺去 鬼看见了我 他不敢和我硬碰硬 我冲过去的时候 他朝楼道外飘了出去 很快消失不见了 这可是十六楼 他是鬼魂 飘出楼道轻而易举 我一个大活人 是没办法追出去的 我只能眼睁睁 看着他跑掉了 小师傅 鬼抓到了吗 这是阳哥带着一伙人 冲了上来 他最关心 我有没有把鬼抓住 被他跑了 我如实说道 这 怎么让他跑呢 阳哥一阵不满 没办法 那这鬼跑得太快 我根本追不上 我无奈地说道 小师傅 你继续留在这栋大楼里面 一定要看好了 下次鬼再出现的时候 记住 一定要把他给抓住啊 阳哥嘱咐了一句 带着几个手下离开了 他们走后 我继续留在了大楼里面 我坐在了一片阳台上 看着窗外的天空 我陷入了若有所思之中 这只鬼虽然多日来 一直出来吓人 但从未伤过人 刚才他出现的时候 我感觉他出来 他身上的怨气 虽然达不到厉鬼的标准 但怨气也很浓厚 凭他的实力 想伤人夺命并不难 偏偏他没有这么做 兴许这只鬼本质是善良的 所以他才没有伤人 我继续守在大楼里面 等着鬼的出现 可是一口气等到天黑 鬼再也没有出现 我有些失望 到了晚上 工人们开始下班休息 工地上人去楼空 这时阳哥又来了 小师傅 我在楼下搞了几份小菜 过来一起喝几杯吧 阳哥招呼说道 哼 在这看了一下午的楼 我早就饿坏了 就跟着他一起下了楼 来到了楼下的一个样板间内 样板间的桌子上摆放了猪头肉 熟食和几份凉菜 还有几瓶子啤酒 猪头肉熟食 啤酒可是民工的标准货食 小师傅 能和你商量个事吗 给我倒了一杯酒后 阳哥笑着开了口 说 我嚼了一口猪头肉 这样的 我们工地要24小时倒班 晚上要继续有工人上班 这万一他再来捣乱 我想请您晚上的时候在工地内值班 你看怎么样 阳哥笑着道 行 我点点头 没想到我这么爽快就答应了 阳哥有些意外 这几天我就暂时住在工地上了 等抓到的鬼再搬走 我说道 小师傅 我要的就是您这句话 经过下午的时间 阳哥也发现了 我还是有两下子的 虽然下午的时候被鬼给逃掉了 但后来有我在 鬼再也没有出现过 我如果在工地内 工地至少多了一份保障 小师傅 我再敬您喝一杯 说着 阳哥笑着给我又倒了一杯啤酒 好说好说 我笑着举起了酒杯 喝了两瓶啤酒后 又吃了些熟食 我就吃饱了 没过一会儿 工地又开始开工了 我再次来到闹鬼的大楼内 今天晚上 我要在这里守夜了 我坐在大楼的楼道内 握着桃木剑 一直在等候鬼的到来 结果一直等到后半夜 鬼还没有来 我困意来起 在不知不觉心 竟然睡着了 躺在了楼道的地板上 呼呼大睡 睡得正香 突然感觉周围就传了一股冰冷的寒意 知道鬼可能来了 我一个咕噜就爬了起来 果然醒来后 我发现不远处出现了一只鬼的影子 又是白天的那只鬼 他站在的不远处 双眼通红地看着我 手在不停地比划着什么东西 他好像有什么话想对我说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想请我帮忙啊 我对着他问道 鬼点了点头 你等一下 我去准备一个香炉来 我急速跑到了楼下 带了一只香炉上来 香炉内装了一层厚厚的炉灰 这层炉灰可以用来写字 有什么话 你就在上面写给我吧 我把香炉放在了地上桌道 鬼缓缓地飘了过来 他蹲在地上写出来了一行字 我低头一看 我死的时候太突然 有许多遗言没来得及告诉家人 我想请你代劳 帮我给家人烧一些话 鬼渴望地看到我一眼 你说吧 让我带什么呀 我笑着道 我在家里的床底下 藏了一笔私房钱 足足有几千块 你把藏私房钱的地方告诉我媳妇 鬼诱下了一行字 没问题 我答应道 你再帮我给我媳妇带一段话 你告诉我媳妇 我已经死了 让她带着孩子改嫁吧 她还年轻 我不想耽误了她一辈子 鬼的手指在炉灰上晃动 我一会儿炉灰上又出现了一行字 我看了一眼 心中酸酸的 这只鬼重情重义 死了还惦记着自己的媳妇的幸福 你再给我儿子小宝 烧一句话 爸爸是爱他的 爸爸最愧疚的事 就是没能看着他长大成人 鬼又在炉灰上写下了一行字 我会帮你把这段话 烧给你儿子的 你放心好了 我答应说道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118集 最后 我还想请你给我父母烧一段话 告诉他们 儿子这辈子 没能给他们尽孝 下辈子给他们当牛做马 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 炉灰上再次出现了一番话 我心中大为感动 眼前的这只鬼 不知对自己妻儿好 而且对自己的父母也好 这世上 像这种有情有义的男子 已经非常少了 你安静地离去吧 我会帮你把话带到的 我向鬼保证到 鬼似乎对我心生感激 站在我面前 对着我毕恭毕敬地磕了一个头 然后 转身就看了我一眼 朝着窗外飞去 去地府投胎了 看着鬼离开的身影 我突然明白了他为什么死后一直留在大楼内迟迟不去投胎 他有太多的心愿未了 想找个工友帮他带花 可是 他的工友都太胆小了 看见了有鬼出来 都吓得哇哇乱跑 没有人看出来他的意图 只有我明白了他的意思 鬼走后 杨哥带着异国人再次冲了过来 小师傅 鬼呢 我听人说 鬼又出来了 杨哥过来后 脸色焦急地问道 已经被我除掉了 我不打算把实话告诉他 真的除掉了 杨哥有些难以置信 当然是真的 给你干嘛呀 我认真地说道 哎 小师傅 真的要谢谢你啊 杨哥对我急忙道歉 收人钱财 与人消灾 都是我应该做的 我微微地一笑 哈哈哈哈 那好 明天我就把钱打给你 杨哥答应道 多谢老哥 鬼既然已经除掉了 我就回去了 哎 好 小师傅 您慢走啊 杨哥不停地对我挥手示意 和他打了声招呼后 我就离开了 回家后 时间太晚了 今天已经来不及 去帮鬼的妻儿 父母带遗言了 我回到家 洗了洗澡 睡了一觉 等第二天起床后 我就匆匆出了门 然后 开着越野车 跑乡下 时 隔天晚上的鬼 已经把我家的地址 告诉给了我 他的本名叫张大彪 住在南城附近的 一个小县城里 他的妻儿 父母 全都在这家县城里 我开着车 去他的县城 帮他招一言 开车开了两三个小时左右 就来到了县城 我根据地址 在一个小巷子内 找到了张大彪的家 他家住在这个小县城的老城居 家里是一栋旧式的四合院 把车停在了四合院门口 我下了车 下车后 我对着四合院的门 敲了几下 过了好久 都没有人来开门 我犹豫要不要再敲几下门的时候 突然发现门其实没锁 我就推开了门 走了进去 来到了院子内 走了没几步 我就隐隐听见客厅内 传来一股男人和女人亲热的声音 张大彪不是已经死了吗 怎么还会有男人和女人在一起欢愉之声呢 我心里嘀咕着朝客厅走去 刚刚来到了客厅门口 我就看到沙发上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 和女人相互抱着 在沙发上打滚 女人身上穿得很单薄 粗略打了一眼 皮肤很白 长得还算能看 你是谁 见有人突然来到了家门口 男人和女人立刻停了下来 他们警惕地看着我 男人的眼神中 更是对我释放出了一股敌意 我是张大彪在工地上的工友 张大彪临死时 托我给你们烧几句一言 我说道 张大彪让你烧什么话 快说吧 说完快走 女人不耐烦地说道 大彪让我跟你说 窗底下有得藏了几千块钱私房钱 让你拿去花 并且让你带着孩子改嫁 不希望耽误你一辈子的青春 我如实地说道 好个张大彪 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在家里藏私房钱 女人骂骂咧咧地说着 朝卧室走去 在卧室的床底下 她成功找出来一堆钱 带着钱她走了出来 好家伙 张大彪竟然在家藏了这么多钱 女人嘀咕地说着 心中有些不满 有钱是好事啊 哪怕是几千块 有业比没有钱啊 男人眉开眼镶 对 正好用这笔钱 给咱们的新家买一个电视啊 女人已经在计划怎么花这笔钱了 用张大彪的抚血金买了车和房 剩得不多了 以后咱们要省着点花 男人说道 亲爱的 咱们再去礼屋玩一会儿 开心地笑着 女人伸出雪白的胳膊 勾住了男人的脖子 两人坐拥着 一起朝卧室走去 接着 卧室内就又传了一阵欢愉的声音 感觉继续待在这里 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我就转身离开了 张大彪万万想不到 他尸骨未寒 妻子就找到相好的了 离开了张大彪妻子家 我就朝他父母家看 他父母住的地方离职不远 开车门一会儿就到了 大彪啊 你怎么拈心轻轻 就离开我们了呢 老伴啊 别哭了 这都好几天了 你天天哭这么哭下去 你眼睛要哭瞎的 我也不想哭 可是忍不住啊 我又来到了一栋老宅子的门口 这栋老宅子已经在县城的边缘地带了 宅子的院子是用篱笆围起来的 现在有篱笆的院子已经极少见了 刚刚来到宅子的门口 就听见里面传来了一阵哭泣的声音 我站在门口朝屋内一看 只见一对老夫妇正抱着一张黑白照片 失声痛哭 这张黑白照片是张大彪的照片 这对老夫妇心疼他们的儿子的离世 对着照片哭泣许久 无法控制悲伤的情绪 看着这对老夫妇 对他们儿子如此的不舍 我心中忍不住感慨 这世上果然只有父母 是最疼爱自己孩子的 小伙子 你是 老夫妇发现站在门口的我 朝我看了过来 我是大彪的工友 大彪临死的时候 托我给你们带一句话 我开了口 大彪让你 给我们说啥呀 老夫妇听说 儿子让我给他们带话 两人又惊又喜 虽然儿子已经死了 但能收到儿子临死时的遗言 对他们来说 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是这样的 大彪让我告诉你们 他这辈子没能给你们尽销 下辈子给你们当牛做马 报答你们的养育之恩 我如实地转达了张大彪 对父母的遗言 我的话刚刚说完 老夫妇突然声泪俱下 大彪是个好孩子 彪死的时候 还一直想着咱们 大彪呀 你一路走好 为娘 会每年跟你烧纸钱的 让你在地下 过上好生活 老夫妇已经哭成了泪泪 我不忍心 看这么伤感的一幕 趁着老夫妇不注意 悄悄地离开了 我走后许久 心里仍然有些酸溜溜的 可怜天下父母心 天底下的父母 有几个怪自己孩子的呢 倒是张大彪的妻子 不情寡义 他刚死没几天 就找了新欢 离开了张大彪父母家 我开着车朝城里返回 来到家门口的时候 我发现有人 在我家对面的房子搬家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119集 楼底下停了一辆 搬家公司的车 搬家公司的工人们 正七手八脚地 抬着一件件笨重的家具 朝我隔壁抬去 我正在好奇 谁搬到我对面来了 抬头一看 突然在对面房子里 发现了一颗熟悉的身影 李亦菲 他今天穿了一件深蓝色的牛仔裤 和一双十公分高的吊带高跟鞋 紧致苗条的牛仔裤 把他的两条大长腿 衬托得更加迷人 张浩 你怎么在这儿 李亦菲也发现了我 他吃惊地喊了求来 他一直以为 我仍然住在徐家呢 并不知道 我已经搬家 搬到了这里 我就住在这里 没想到这么巧 咱们俩又成了邻居 我鼓笑说道 确实挺巧的 李亦菲 捂着嘴笑了起来 你搬家需要我帮忙吗 我好心地说道 暂时不用了 待会有需要的时候 我再来找你 李亦菲道 那好 我就住你对面 有时间照我玩 打了声招呼 我就回屋休息 回家后 我看了一眼时间 刚到下午五点 我去给张大飘 妻儿父母 少一言折腾了大半天 觉得有些累 但睡觉时间又太早 就躺在了床上 惬意地玩会儿手机 手机玩那么一会儿 门口响起了敲门声 张浩 在吗 门外传来了 李亦菲的声音 听见她找我 我一个咕噜下了床 我匆匆来到了门口 打开了门 只见李亦菲 穿着一身睡衣和拖鞋 正站在门口 找有事吗 我笑着问道 你能不能帮我 把窗帘挂上去啊 李妃好像遇见什么麻烦了 没问题啊 人家好不容易找我帮一次忙 我想也不想就答应了 我跟着李妃回了家 进门后 她伸手指了一下 窗台上的一个窗帘 这个窗帘本来是挂在窗户上的 可是我够不着啊 李妃为难道 我抬头看了一眼 这是客厅窗户上的窗帘 在窗户上方 有一根横着的不锈钢铁柱 要把窗帘上的圆环 从不锈钢铁柱内穿过 单窗户上方 离地面足足两米多 李妃一个女孩 很难把窗帘挂上去 嗯 我来挂 这么高的距离 我也挂不上 我答应一声 去搬了一张椅子 然后爬到了椅子上 双手举着窗帘 朝窗户的铁柱上挂了进去 哎 你小心点 见我踩这么高 李妃对我也很担心 挂好了 窗帘还是很容易挂的 我很轻松 就挂了上去 这么快就挂好了 李妃有些吃惊 是啊 对了 你还没吃饭呢吧 我突然觉得肚子有些饿 感觉一个人出去吃东西 挺没劲的 没有呢 我下午搬家 忙碌一下午了 李妃道 不如咱俩一起出去 吃点东西吧 我发出了邀请 好啊 你等一下 我去换一身衣服 说着 李妃回了卧室 我在门口等了一会儿 李妃就换了一身 深灰色的白扯裙 上半身穿了一件白色的小背心 少女发十足 看她一眼 我心中忍不住感叹 女人长得好看 穿什么都好看 怎么了 我穿这身衣服不好看吗 发现我眼神怪怪的 李妃有些奇怪地问道 没有 你穿这身衣服太漂亮了 我笑着说道 是吗 我是随便找一身衣服穿的 李妃不以为然 随便找的一身衣服 都这么好看 精心打扮一下 岂不是要把人要迷死了 长浩 几天没见 你怎么越来越喜欢耍贫嘴了呢 女人都喜欢听好听的 虽然 知道我有一吹捧她 可李妃心里还是很高兴 我们一边聊着天 一边下了楼 我们离开小区后没多久 就在街边找了一家看起来还不错的餐厅 走了进去 进去后 点了一些东西 我们边吃边聊 经过这段时间来的相处 我们俩再次见面 感情上仿佛增进了许多 李妃对我不再那么冷冰冰的了 她开始变得对我热情 听我讲笑话 有时还会像小女孩一样 对我撒娇 一顿简单的晚餐 就这样在愉快中度过了 我们从餐厅出来后 在附近的一条护城河岸散步玩了一会儿 就朝家里走去 刚刚来到家门口 我又看见一个熟悉的人影 留着一头短发 面容精致 穿着一身米黄色小短裙 露着两条雪白笔直眉腿的许珊珊 义飞 你去哪儿了 我给你打电话也不接 让我好等 许珊珊在门口气得直跺脚 我和张浩去吃饭了 李飞抱歉地说着 打开包看了一眼手机 发现手机早就没电了 刚才吃饭的时候 只顾着跟我聊天了 没有发现手机已经没电 哼 剑色忘忧 许珊珊不满道 珊珊不要生气嘛 我给你道歉还不行嘛 对了 你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吗 李飞知道许珊珊很喜欢耍小镜子 她在门口一直等自己 等了很久没等到 所以生气了 你都和小情人吃完饭了 还问我做什么 许珊珊赌气似的 拿出了两张自住餐厅的餐卷 这两张餐卷是她好不容易搞到手的 而且价格很贵 打算带自己好姐妹 一块去这家自住餐厅享受大餐 没想到好姐妹已经和别人吃完饭了 珊珊 咱们下次再去 不要生气了啊 李飞明白了怎么回事 拉着她的手哄得开心 许珊珊还是有些不太开心的样子 举着嘴一副气咕咕的样子 珊珊 来 看看我的新家装修得怎么样了 李飞邀请许珊珊去了她家 看一看她新租的房子 两姐妹已经好几天没见面了 再次见面非常的开心 她们闺蜜两个在一起 我一个大男人跟着有些尴尬 她们聊的话题我也插不上嘴 我就索性回家了 我关着了门 我去浴室洗了个澡 准备休息 结果洗完澡后 刚刚躺下没多久 外面突然想起了急 以为李飞又有事情找我 我急忙过去开门 结果打开门后 却发现站在门口的人 不是李飞 而是李志英 只见她的美目之中 充满了焦急 神情紧张 不停地揉索着白溪的御手 似乎遇见了麻烦时 张浩 你快跟我出来 有个人需要你保护 李志盈不由分说 拉着我的手 就要带着我走 喂 要我保护谁啊 你让我换身衣服再走啊 我穿着睡衣呢 哎呀 来不及了 是料出人命的 李志盈拉着我下了楼 我们下楼的时候 正巧许珊珊从李毕佳出 她看见我和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美女 拉拉舌舌的一起出了门 顿时起了疑心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120集 好你个张浩 没想到表面上看起来老实芭蕉的 其实 骨子里 你也是个沾花惹草的人 男人都花心 好多渣男都喜欢脚踏两只船 我大半夜的和别的女人出了门 许珊珊下意识以为我找了一个小孩的 身为李毕飞的闺蜜 她有些起不过 决定跟踪我们 看看我和李志盈深夜出门到底去做什么 来到了楼下 我上了李志盈的警车 她开着车 带着我朝医院室去 师父 跟上前面的车 别跟丢了 后面 许珊珊 拦起了一辆出租车 让出租车司机 尾随在我们身后 紧紧地跟着我们 警车开了没多久 就来到了医院 李志盈拉着我的手 一起走进了医院内 咦 不是应该去酒店 或者宾馆的吗 怎么会来医院呢 出租车也停了下来 发现我和李志盈 一起走进医院内 许珊珊一头的雾水 小姐 下不下车呀 出租车师父问道 下车 付过钱 许珊珊下了车 也走进了医院内 你慢点 我穿的是拖鞋 你走这么快 我跟不上 李志盈拽着我的手 带着我跑得飞快 我出门之前 正在家里睡觉呢 身上穿的是睡衣不说 就连脚都穿的是拖鞋 李志盈穿着警靴 自然是跑得飞快 可我跟不上啊 跟了他一路 我们终于来到了住院部 志盈请好 李志盈带着我 来到了住院部的顶楼 一间加重病房门口 站着两个 合降实弹的警员 这两个警员 看见李志盈过来后 纷纷对他点头示意 我离开的这段时间 犯罪嫌疑人 没有出什么危险吧 李志盈站在门口问道 报告志盈姐 没有 警员说道 嗯 那就好 你们继续开好门 不许任何人进来 是 对两个警员 嘱咐了一句 李志盈 就带着我走进了病房里 病床上躺着一个 插着氧气管的男子 他身受重伤 气息微弱 我低头朝他看了一眼 他脖子上 两只黑色的手掌印 这两只手掌印 散发出了一股浓郁的阴气 明显不是人留下来的 我的大警官啊 到现在你还没跟我说 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无语地问道 被他带到了这里 到底让我做什么 保护谁 我都一无所知 你看见病床上的这个人了吗 李志盈朝病床指了一下 看到了 我点了点头 我找你来 是想请你帮忙保护他的 李志盈说道 他脖子上的手掌印 是音随之物留下的 我说道 那是他妻子的 李志盈道 他妻子变成了鬼 要杀他吗 我疑惑地问 也对 也不对 李志盈含糊不清地道 什么叫也对也不对啊 到底是对 还是不对呢 我被李志盈 彻底地弄糊涂了 他妻子要杀他是正确的 但他的妻子 是受害者 他在外面有了一个相好的 想和他妻子离婚 又不愿意分给妻子财产 就动了杀机 李志盈开始给我 耐心地解释了起来 听了半天 我总算是听懂了怎么回事 原来病床上的男人 叫李金 他是一家珠宝店的老板 他是杀人凶手 为了和外面的小三结婚 杀死了他的妻子 他们珠宝店有一种硫酸 是平时用来加工珠宝石用的 他利用植物质变 把硫酸带回了家 把妻子用绳子垒死后 连夜分尸 把尸体浸泡在了硫酸之中 那种加工珠宝用的硫酸 连钻石都能腐蚀 人的尸体浸泡在硫酸内 短短一两个小时 就能化成水 李进把他妻子 尸体腐蚀后的湿水 用抽水马桶 冲进了下水道 他妻子死后 怨气缠身 变成了厉鬼 前来找他报仇 这件案子 李进本身虽然是杀人凶手 可不管他是什么身份 犯了罚 只要经过法律的审判 由司法机关进行裁决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人可以夺走他的性命 而这几天来 他的妻子一直在找他报仇 一个小时前 在警局的拘留室内 李进差点被他妻子 变成厉鬼给掐死 后来 索性被人发现及时 隐隐一些的李进 被警局的人给送进了医院 到现在都没有醒过来 害怕妻子还回来报仇 所以李之音 前来找我帮忙驱鬼 听明白了事情的前言后果 我这才明白 为什么李之音 在来的路上 会这么着急呢 所以啊 来的时候没有时间和你解释 咱们路上多耽误一分钟 犯罪嫌疑人就会多一份危险 李之音说道 好说 今晚我在这里值班 不过 我身上没有太法器 你能不能 差一个人回去 帮我把客厅桌子 底下的箱子 给拿过来呢 桃木剑 符纸 都在里面呢 我说道 好 我马上就派人过去 李之音点了点头 小王 你去张浩家 帮忙拿一件东西 李之音来到了门口 对着一个警员说道 是 之音姐 答应一声 这个警员立刻出发了 他走后 我和李之音在病房内 警惕地守候着犯罪嫌疑人 过了门一会儿 突然间灯泡黑了下来 接着一股冰冷的寒意 把整间病房都给包围了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冷了呢 温度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李之音有些不适应 咚咚 就在这时 门口突然 响起了敲门声 静静回来了 你打开门 门外响起了小王的声音 小王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呀 感觉从我家到医院 最少要半个小时的路程 可小王怎么才刚离开 几分钟就回来了 李之音感觉有些奇怪 嘀咕地说着 他过去给小王开门 别 他马上要打开门的时候 我过去拦住了他 怎么了 李之音压低了声音问道 门外的人有些不对劲 我小声道 是有些邪门 李之音察觉到了意思意 我要的东西你带来了吗 我站在门口警惕地问道 带来了 你打开门 我递给你 门外小王道 你放在门口就好 待会儿我自己去拿 你还是打开门吧 你不开门 我放在门口 万一被人拿走了 哼 让小刘帮忙看一下就行了呀 门口有俩警员 一个叫小王 另一个叫小刘 小刘去上厕所了 小王说道 好端端的 怎么会去上厕所了呢 李之音有些不满 在门口保护犯罪嫌疑人 去上厕所 必须要提前打报告的 小刘不应该布置到这条规定 李之音拿出了手机 拨通了小刘的电话号码 准备问一下 他去哪儿了 结果小刘的电话铃声 却在门口响了 听小刘的电话铃声 他此时就应该在门口 小刘 你在吗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李之音连续问了好几遍 都得不到小刘的回应 我和李之音意识到小刘 很可能出事了 而这时小王在门外的 搜门中再次传来 打开门呢 让我进去 你们让我带的东西 我带来了 小王说道 你走吧 你带的东西 我不要了 我说道 那怎么能行呢 东西都带来了 你不要 我起步白跑一趟了 小王还是不走 赵浩 要不要打开门 让我给他来一枪 李之音说着 从怀里掏出的手枪 就要扣动扳机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121集 还是不要了 这可是医院 开枪会吓到普通的民众的 也对 那外面的鬼东西怎么办啊 李之音说道 就和他耗着 耗一会儿 他自己就走了 听你的吧 李之音答应道 志音姐 快打开门 让我进去啊 外面再次传来 小王的声音 小王 你再去给我 拿一件东西 李之音 突然眼珠子一转 有了一个坏主意 他要逗一逗 门外的脏东西 你要我拿什么 小王说道 你去东城市交分局 给我拿一份 李金的户口档案过来 他老家是东城市交的 我要他的户口档案有用 东城市交 是离市区最远的一个区 组组有五个多小时的路程 如果小王去东城市交的话 今天晚上别想回来了 李之音 有意地直开他 你耍我 门外传来小王的怒气 小王 你连志音姐的话都不听了吗 李之音问道 门外突然没了声音 小王 你还在吗 过了一会儿 李之音又问道 门外还是没有回应 估计小王已经离开了 我和李之音打开了病房的门 结果发现 小刘昏倒在了地面上 他的手机掉落在了地板上 屏幕上不停地闪烁着一个未接电话 这个未接来电 正是李之音刚才打来的电话 果然小刘出意外了 小刘 快醒醒 我和李之音蹲了下来 不停地摇晃着小刘的肩膀 我这是怎么了 小刘缓缓睁开了眼睛 发现我和李之音蹲在她的面前 你刚才昏倒了 李之音道 抱歉 犯罪嫌疑人没出危险吧 小刘心中 时时刻刻惦记着犯罪嫌疑人的安全 对于自己刚才昏迷的事情 悲感愧疚 没有 我和张浩一直在里面天生保护她 李之音道 那就好 小刘点点头 小王呢 他怎么不在呢 朝门口看了一眼 本来和她一起站岗的小王 却消失不见了 小刘疑惑地道 小王被脏东西上身了 李之音道 小王不会有危险吧 小刘担心道 我也不清楚 刚才让小王去张浩家里取东西 没想到脏东西趁机敷了体 李之音有些自责 毕竟被脏东西上了身 小王生死未卜 如果她真的有什么意外 李之音会后悔一辈子的 不如你给她打个电话吧 我说道 我试一试啊 李之音拿出了手机 给小王拨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铃声响了一阵子 对面却无人接听 给小王无法拨通电话 李之音更加的担心了 张浩 你和小刘守在这里 我出去找找他 李之音道 等等 我再次拦住了他 怎么了 我身为中案组组长 要对自己的队员负责任 李之音责任心强 我害怕咱们中了调虎离山 万一你走了 我岂不少了一个帮手 我说道 也对啊 如今最重要的 就是保护犯罪嫌疑人 李之音点了点头 所以你能不能打电话 在警局找几个人 出去找他呢 我说道 好吧 李之音答应了下来 他拨通了警局的电话 让几个同事 去帮忙寻找小王 然后 我们俩和小刘 继续守在病房内 保护李进 病房内突然安静了下来 我和李之音 在屋内丝毫不敢放松警惕 你不能进去 我找张浩 找谁也不能进去 你这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呢 张浩是我朋友 我找他有事 这时 门外传来 小刘和一个女孩 争执的声音 女孩的声音 听起来很耳熟 我仔细想了一下 这女孩 好像是许珊珊的声音 许珊珊怎么来了 我站在门口 通过门缝 朝外面看了一眼 果然发现许珊珊 就站在门口 我正准备开门 突然在门缝内 发现了异常 许珊珊脚下 光秃秃的一片 没有影子 我心中有些担心 只怕许珊珊 已经是着了阴碎的道了 张浩 你开开门呢 我找你真的有事 门外再次传来了 许珊珊的声音 我犹豫了起来 再考虑 要不要给她开门 但我如果不给她开门的话 她很有可能 不小王的后人 刚才小王 也被脏东西覆了身 我没有给她开门 小王到现在 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我如果 也不给许珊珊开门 她很可能有危险 许珊珊 毕竟是黎妃的闺蜜 我不能眼睁睁的 看着她出意外 张浩 你快点开门啊 不要让我在外面 一直等着 许珊珊在外面 焦急地喊道 你等一下啊 我马上给你开门 一边安护着 我一边在屋内 寻找可以辟邪的东西 我来的时候太匆忙 没有来得及带法器 现如今 连一件辟邪的工具都没有 在屋内看了一眼后 我有了惊奇的发现 在床头上放着一篮鸡蛋 鸡蛋可是好东西 每个鸡蛋里面 都蕴含了一只鲜活的生命 蛋液内养气十足 乃是驱邪的法宝 为了让养气更足 我决定配上童子尿 童子尿加上蛋液 必定可以克制住阴邪之物 张浩 你干嘛脱裤子啊 屋内除了躺在床上的理性之外 只有我和李志盈两个人 现在我突然脱裤子 把李志盈吓了一跳 你闭上眼睛 不许偷看 我去童子尿 说着 我把童子尿 撒在了一个塑料盆里 加完后 我提上了裤子 然后对着塑料盆内 打进了几只鸡蛋 张浩 你在做什么啊 快开开门让我进去啊 门外又传来许珊珊 催促的声音 我马上就来 喊了一声 我端着塑料盆 朝门口走去 来到了门口 我打开了门 许珊珊刚要进来 我这一盆 就朝她泼了过去 混有大量 蛋液的童子尿 精准雾的 泼在了许珊珊的脸上 蛋液和童子尿 都属纯阳之物 泼洒在许珊珊的身上后 她头顶冒出了一股白烟 白烟散发着 一股浓郁的阴气 从许珊珊体内出来后 飞速地朝着医院走廊外飞去 而许珊珊被阴碎植物附体 导致了身上阳气大摔 阴碎离体后 身体虚弱当成摔在了地上 珊珊 你没事吧 我蹲了下来 抱起来了许珊珊 对着她使劲地摇晃了一下 可是 她仍旧没有苏醒 要不要送急诊室啊 见许珊珊昏迷不醒 李志英担心地说道 不用了 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我抱起了许珊珊来到了屋内 把她放在了沙发 让她稍作休息 许珊珊短时间内可能是请不过来了 她军胶的脸袋上 沾满了曲血的蛋液和铜子尿 我急忙找了一块毛巾 帮她把脸上的脏东西给清理干净了 然后 我和李志英继续在病房内保护礼金 防止有阴碎之物前来找她保仇 这次 屋内彻底的安静了下来 一直等到天亮 阴碎之物再也没有来过 天刚刚亮 许珊珊就醒了 她睁开眼睛一看 自己竟然出现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 这是哪儿啊 许珊珊坐了下来 疑惑地看着周围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122集 这是医院 我笑着说道 我好端端的 怎么会来医院呢 许珊珊非常不解 昨天晚上 你被阴碎之物附身了 我把昨天的事情 和她简单地说了一下 许珊珊想起了昨天发生的事情 昨天晚上 她在身后 悄悄地跟踪我和李志英 来到了医院 但是在医院楼下的时候 背后有人拍了她一架 她当时朝身后转身一看 接着就失去了知觉 等醒来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在病房里了 这么说 是你救了我 许珊珊明白了事情的前言后果 知道是我帮她赶走阴碎之物 是的 我答应说道 谢谢 你又救了我一次 许珊珊对我道谢 都是我应该做的 谁让我是风水师呢 我微微地一笑 我脸上怎么有一股腥臭味啊 蛋液加成尿液的味道不好闻 昨晚泼了许珊珊一脸 我即便用毛巾帮她清理干净了 可是她的身上 依旧散发着一股刺鼻的腥臭味 女生天生对味道比较敏感 许珊珊立刻闻出了身上的不对劲 这个嘛 你身上的味道是昨天驱蟹使留下的后遗症 我挠了挠后脑勺胡周说道 后遗症 驱蟹还有后遗症啊 许珊珊疑惑地问道 当然有了 驱蟹的方法不一样吗 童子尿当然有味了 说吧 我心里暗道一声糟了 自己竟然不小心说漏嘴了 你昨天是不是用童子尿泼在我身上了 许珊珊冰雪聪明 从我的话语中察觉到老猫尿 童子尿乃是驱蟹圣物 为了帮你驱蟹 我顾不得了那么多了 我寒恶不惊地算是默认了 张浩 你竟然敢对着我撒尿 再也不理你了 许珊珊生气地转身离开了 别走啊珊珊 你听我说 我在后面大声地解释道 可是许珊珊正在气头上 根本就不听我解释 她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她走后 我站在病房内 有些无语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好心帮她去鞋 不感谢我就算了 却落了个埋怨 许珊珊走后 李志英突然捂着嘴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呀 怎么感觉李志英都笑得不怀好意呢 我在笑你用尿破人家脸上 人家当然生气了 李志英道 我也没办法 除了童子尿 我找不到可以驱邪的东西吗 我说道 看你也年纪不小了 你竟然还是童子之身 你这么多年 都是怎么过来的 李志英不可思议地打量我一眼 调侃说道 我爱怎么过就怎么过 你管不着 我没好气地说道 你上大学的时候 就没想着在学校里找个女朋友吗 李志英又问道 我上学的时候 可是学校的校草 暗恋我的女生数不胜数 是我瞧不上她们 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 我开始止不住地吹牛 自恋狂 李志英不相信地道 我们说话前 门再次打开了 小王浑身湿漉漉地 从门外走了进来 李志英顿时警惕了起来 他以为小王又被脏东西上身了 立即叫拔枪 等等 小王身上是干净的 我看了一眼吴心灵 发现吴心灵非常的安静 李志英已经握在了枪柄上的手 缓缓地放了下来 小王 你去哪了 身上怎么湿成这样 小王身上全是水 头顶上和后背上 还有几根水草 我掉进护城河了 早上被一个路过的大爷 捞出来的 小王直言说道 你掉进河里了 身体没事吧 李志英担心地说道 我没事 当时掉进河里了 肺里吸了很多水 那个大爷给我做人工呼吸 把我肺里的水给逼了出来 小王苦不堪言 被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做人工呼吸 使他一生的耻辱 人能活下来就好 什么老头不老头的 人家救了你的命 你就应该谢谢人家 李志英三观很正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老人家做好事不留名 把我救醒后 人就不见了 小王道 那行 你和小刘都回去休息吧 你们昨天晚上都忙碌了一夜 换别的同事替班吧 李志英说道 我们走了 志英姐 你也早点休息 小王带上了门口的小刘 两人一块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 门口又来了两个新的警员 代替他们两个值班 李信还没有苏醒 我和李志英仍然要提身保护她 上午九点 医院的医生开始来查房 查完房之后 护士给李信换了药 而这时候 我和李志英已经超过二十个小时 不曾休息了 我和李志英渐渐有些扛不住 李志英虽然是个女强人 可是她困意来袭 坐在病床的沙发上 止不住的打瞌睡 你休息一会儿吧 我替你值班 有动静的话我喊你 我说道 谢谢你啊 李志英确实困得受不了了 和我一声道谢 就斜躺在了沙发上稍作休息 我也困得难受 就在屋内用暖湖里的开水 泡了一杯素容咖啡 喝过咖啡后 精神感觉好了很多 我坐在了李志英对面的单人沙发上 情不自禁的被李志英熟悉的样子所吸引了 人长得好看了 不管怎么都好看 连睡觉的时候都这么美 李志英的睫毛长长的 眼睛大大的 鼻梁尖挺 像他这么漂亮的美女 真的很少见 而且他又这么有能力 年纪轻轻就做了重案组的组成 又是警队里的补习冠军 这种能力和美貌病嘴的女人 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臭小子 干嘛一直盯着我看啊 是不是对我有什么龌龊的想法 睡了一会儿后 李志英就醒了过来 刚刚睡醒 就发现 我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 衣服要把他吞了的样子 才没有 我害怕你着凉 在想要不要给你逼件衣服 我一阵尴尬 撒谎 男人的眼神我最清楚不过了 刚才你就是对我起了弯心思了 李志英不依不饶的 好吧既然被你看出来了 我也不隐瞒了 我刚才觉得你很漂亮 对你有那么一点点的心动 你满意了吧 我后着脸皮答应了下来 你真的对我有一点心动吗 李志英一改往日大大咧咧的样子 突然变得有一些害羞 是啊 觉得你长得还能看 被你迷住了 你有想过找我做女朋友吗 李志英白急的脸上闪过了一丝红韵 没有 你整天凶巴巴的 我才不要找一个母老虎做女朋友呢 我拒绝说道 你竟然敢说我是母老虎啊 李志英顿时恼羞成怒 他气哭哭的说着要来拧我的耳朵 哎哟喂 哎哟 你们笑两口啊 不要在病房里打轻骂俏了好不好啊 我还要休息呢 突然间 病床上传来一个有些虚弱的声音 我和李志英急忙停了下来 意识到李进醒了 我俩急忙朝床边走去 只见病床上的李进 脸色依旧有些苍蝙 但他双眼已经睁开 惊气神还不足 你有没有觉得身上哪里不舒服啊 李进虽然是杀人犯 但一马归一马 他犯了罪 自有法律审判 现如今他只是一个病人 李志英非常关心他的身体 没有 我没觉得哪里不舒服 就是觉得很困 身上啊 有些使不上劲 李进说道 你休息吧 我和张浩不打扰你了 李志英等 对了 李警官啊 昨天晚上 我妻子是不是又来了 李进问道 是 他先后附在两个人的身上 企图谋害你 李志英说道 我对不住他呀 李进说道 早知现在 何必当初 李进杀害自己结发之期 罪大恶极 如今遭到妻子鬼魂的报复 也多半是他咎由自取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123集 李志英摇了摇头 不再理他 我和李志英 回到了沙发上 考虑到李进已经是醒了 害怕会吵他 我们两个都安静了下来 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 李进突然颤颤巍巍地坐了起来 你别乱动 医生说你昨晚受伤很重 这几天不能下床 李志英赶紧走了过去 不行 我呀 必须得办理出院手续 我杀了人 阿莲哪 不会跟我了 他肯定在偷偷办理财产转移 企图骗走我的钱 阿莲是他找的小三 在26季 年轻貌美 之所以跟他在一起 多半是为了他的钱 他杀人被抓进警局后 阿莲就不理他了 从来没有探望过他 李进心里非常明白 他对阿莲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阿莲必定会背叛他 捐走他的钱 再去找一个小牌脸 李进不允许自己积攒大半辈子的财产 全被一个绿茶表给骗走 你不用去了 你的情人赵金莲昨天晚上已经死了 说话前 病房的门再次打开了 一个警局的同事走了进来 这个警局的同事叫韩磊 是重案组的副组长 韩组长 赵金莲好端端的怎么会死了呢 李志英心生疑惑 李进也看下了韩磊 等待他的回答 赵金莲突然死亡 李进着实有些意外 他是被人掐死的 犯罪现场非常的邪门 他家的门窗全部反锁 可凶手照样把他给掐死了 韩磊一肚子的问号 赵金莲的脖子上 是不是也出现了两个和他脖子上一样的手掌印 我指了一下李进的脖子 他脖子上被女鬼掐出来的黑色肘掌印 仍未消退 对 和他脖子上的是一模一样 韩磊肯定地道 我没想到秋菊的怨气这么大 连阿联也死在了他的手里啊 李进当即猜出了杀害赵金莲的人 是他的妻子唐秋菊 秋菊 你老婆吗 他都死了好几天了 怎么可能会杀人呢 韩磊不相信地笑了起来 李进知道韩磊是不会相信鬼杀人的 所以也不和他解释这么多 韩组长 赵金莲的家人 你找他们做过笔录了吗 李之音由意把韩磊支开 还没有 韩磊说道 就麻烦韩组长去出韩人家里面调查一下吧 询问一下他的家庭状况 最近有没有和什么人闹过矛盾 李之音道 不麻烦 我马上就去 韩磊是个非常敬意的警察 立刻去赵金莲家做调查了 赵金莲已经被杀了 还有没有其他人得罪过你妻子 我问道 这倒没有 除了我和阿莲之外 并没有什么人和我妻子闹过矛盾 李静说道 那就好 我担心你妻子会去找其他人报复的 李静是杀她的人 杭秋菊一定还会回来报复她的 李之音分析说道 这个当然 李静还要几天开庭啊 三天之后 南城法院就会开始 对李静的审理 我保护不了她了 为什么 李之音不解的问道 三天之后 她就会被带到法院 如果判了刑 她可是要做监狱的 我总不能去监狱保护她吧 是啊 这么说 李静是逼死了 李之音恍然大悟 李静官 你们快想办法救救我 我可不想死呀 不管是谁 都是怕死的 李静杀害自己妻子的时候 心狠手辣 可如今 她也怕死 你的妻子 还有什么亲人吗 我问她 她还有一个 七十岁的老母亲 这是她留在 史上唯一的亲人了 并且我妻子 对她母亲非常孝顺 虽然 我们不住在一起 但她隔三差五 就打电话 嘘寒问暖 经常给她寄钱话 李静说道 把你的钱 全部转移到 你妻子父母亲的名下 看能不能获得 你妻子的原谅 我努力半辈子的钱 不能给别人 李静听见我 让她把钱转给岳母 登基情绪激动地喊了起来 做生意非常的不容易 如今珠宝行业竞争激烈 她费了很大的心血 才把珠宝店生意 做得这么大 她可不愿意 把自己大半辈子的基业 白白送人 你犯的可是杀人的重罪 三天后 法院开庭 就算判不了死罪 估计下半辈子 别想从监狱出来了 你的钱早就毫无意义了 你不如把钱转给岳母 换取妻子的原谅 兴许她能饶你一命 我耐心地劝说她 李静犹豫了起来 我说的话没错 钱虽然重要 但和命相比不值的议题 我答应 考虑许久 李静终于答应了下来 做生意的人最懂得取舍 钱和命 她选择了命 那好 我打电话帮你交律师 办理转移财产的手续 李静躺在病床上不能走路 李志英主动帮忙找了一个熟悉的律师 过了半个小时左右 律师就来了 在律师的安排下 李静把个人财产全部转移到了岳母的名下 我和李志英会在这里继续地保护你 等到法院开庭 我就会离开 希望秋菊可以原谅我 李静默默地祈祷 三天之后 法院开庭了 李静的伤势恢复了很多 他已经可以下床走路了 在警员的搀扶下 他被带到了法院受审 这三天来 我和李志英 亦是在病房内贴身地保护他 自从把个人财产全部都转移给到岳母后 他的妻子并没有再来害他 我和李志英以为 唐秋菊已经是原谅他的 在法庭上 李静对自己杀害妻子一案 共认不讳 最后 他被判了二十年 有期徒刑 李静杀害自己的妻子 获得了应有的惩罚 结果坐牢的第二天 意外就发生了 李静在监狱内 早上起床洗脸的时候 突然精神失常 不停地涌走去撞墙 等郁静赶来的时候 李静已经撞成了血人 倒在了血泊之中了 后来 郁静把他送到了医院 经过医生确诊 他已经变成了植物人 永远也没有醒来的可能性 听见这则消息后 我知道 唐秋菊并没有原谅李静 但因为他把全部财产 转移给了自己的母亲 唐秋菊手下留情 给他留了一条命 却把他变成了植物人 让他下半辈子都在床上度过 我的大警官啊 我帮你这么大的忙 你怎么又请我吃面条啊 中午十分 我帮李志英保护犯罪嫌疑人 作为打写 他请我吃饭 结果搞了半天 竟然又请我吃面条 把我给气得个半死 我也想请你吃大餐啊 可是我没钱啊 来到命馆后 李志英点了两大碗的拉面 一阵哭笑 你都是中案组的组长了 不会连顿饭都请不洗吧 中案组组长有个屁用 那点薪水 勉强够我生活费 李志英不满地说道 哈哈 工资这么低 不如你辞职吧 跟我做风水师 我看你两倍的薪水 我笑着说道 才不要呢 我的志向就是做警察 为民除暴安良 为社会做一番贡献 李志英义正言辞 我好感动啊 他的一番话 让我心生敬佩 叮叮叮 说话前 我的手机响了 看一眼屏幕 电话是李一飞打来的 不知道这时候 他打电话 有什么事情 我急忙接通了电话 喂 一飞啊 我在外面吃面呢 正好 有个人在家里 等着你看风水呢 他很着急 你快点回来吧 电话中李一飞说道 我马上过去 挂断的电话 我站了起来 不知道 有刻苦找我 我去接生意了 我和李志英打了一个招呼 你去吧 李志英答应道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一版二十四集 离开了面馆 我马不停蹄地朝着家里赶去 刚刚来到家门口 就看见一个身材有些微胖 穿着花裙子 相貌平均的中年妇女 蹲在地上不停地小声抽搐 李一飞站在旁边 一直地安慰她 大姐别哭了 张浩马上就回来了 不知道我母亲怎么样了 身为女儿 我好担心她呀 中年妇女气不成声 请问是您来找我看风水吗 我过来后 笑着问道 你就是风水师 张浩啊 中年妇女抬起了头 是的 我就是风水师 风水师 你可一定要帮帮我 我母亲 遭大罪了 中年妇女突然朝我跪了下来 您快起来 我受不起您的大礼 我赶紧弯腰 伸手扶的 中年妇女站了起来 但脸上依旧挂着泪痕 您遇见了什么麻烦 能和我详细地说说吗 我说道 是这样的 我是一名下岗女工 前几天 我八十岁的老母亲 刚刚去世 但去世后 她天天跟我托梦 告诉我 她被人囚禁在了一个 暗无天日的地方 无法去地府投胎 中年妇女开始和我诉说 她最近的遭遇 她的本名叫杨娟 今年四十三岁 是一名仿制厂女工 工厂经济效益不好 今年刚刚把她裁员 人倒霉的时候 喝凉水都塞呀 几天前 她的母亲又不幸去世 去世后 按照家乡的习俗 给老母亲办理了丧礼 结果 母亲下葬后的第二天 她每晚就开始 不停地做噩梦 母亲在梦中 满身伤痕 哭不堪眼 不停地喊着 让女儿救她 说她去地府投胎的时候 被人给拘见了起来 每天都在遭遇酷刑 难以脱身 杨娟虽然是个下岗女工 却是个十足的孝子 在知道母亲死后 如此的痛苦 寝食难安 后来她费了很大的力气 终于找到了我 原来是这样 听明白事情的前言后果后 我醒悟地点了点头 小师傅 你能帮我母亲脱离枯海吗 杨娟期待地 看一下了我 能 不过 我给人看风水 是要收费的 你懂吗 我不喜欢拐弯抹角 做风水师 给人看风水 说白了就是为了赚钱 我是一个单亲母亲 刚刚下岗 家里供着一个上大学的女儿 没有多少钱 杨娟在来的路上听人说了 我给人看一次风水 可是动不动 交几十万 上百万的 这么多钱 她哪儿逃去啊 可是母亲在地下受罪 她身为女儿 又不能不管 那您能给多少啊 这市场还是穷人多 我一声感叹 这个数 杨娟伸出了一根手指 一万 是一千 报家的时候 杨娟的声音 自己都在颤抖了 别人找我看风水 动辄几十万 她只能出得起一千 她很害怕 我会不答应 一千就一千吧 我点了点头 多谢小师傅 您的大恩大德 我莫齿难忘 杨娟对我一阵的感恩戴德 走吧 先带我去你母亲的坟墓 去看一看 我带您去坐公交车 这儿七九一路公交车 可以直达墓地 杨娟站了起来 算了吧 还是我开车带你去吧 七九一的终点站是墓地 公交车边走边停 等到了墓地 估计得到下午了 我可等不及这么多时间 还是开车带她 去速度比较快 我带着她来到了楼下 上车后就朝公墓出发了 小师傅 这是您的车呀 真漂亮 似乎没有走过这么好的车 上车后 杨娟对车内的一切都很好奇 沙 我点了点头 这车得好几万吧 杨娟说道 几十万呢 我笑着道 这么多钱呢 杨娟有些吃惊 几十万吃得一辈子 也挣不到的钱 人比人气死人 有的人身上 戴的一块表 就价值上百万 有的人一辈子 也挣不到一百万 对此 我早就见快不快了 聊了几句后 我加快了速度 走公墓的路逛比较好 我仅仅花了半个小时 就来到了公墓内 停下了车 我和杨娟下了车 这就是我母亲的目的 杨娟在前面带路 带着我来到了一个墓碑前 墓碑上贴着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面容慈祥的老太太 梅雨间和杨娟游着起一分相似 我对着墓碑看了一眼 墓碑平平无奇 并无异样 小师傅 看出那儿不对劲了吗 杨娟发现 我对着墓碑看了好半天 好奇地问道 墓碑一切正常 我说道 不会吧 既然一切正常 为什么母亲会连夜给我托梦呢 杨娟不相信的道 问题可能出现在别的地方 是这样啊 杨娟道 跟我去你母亲住所看看吧 兴许有什么发现呢 我母亲一直跟我住在一起 去我家就行了 杨娟道 嗯 上车吧 我带着杨娟再次上了车 根据杨娟提供的地址 我们来到了京六区的一栋桶子楼内 京六区以前是全市 劳工业区 市里的几家大型国有工厂全都在这儿 不过 这些年经济一日不如一日 国有工厂的日子不好过 京六区发展更是一日不如一日 杨娟居桌的童子楼更是又破油烂 是三十年前修建的旧式居民楼 生活设施购极其全 破败不堪 小师傅 我家在五楼 杨娟带着我朝着楼上走去 楼道内阴暗潮湿 还有一些管道在止不住的往外渗水 整栋大楼内都弥漫着一股怪异的味道 来到了一站生了铁锈的防盗门门口 杨娟掏出来的一串钥匙 打开了门 刚刚进门 我就闻到了一股饭香 妈 你回来了 厨房内走出来一个腰上记着围裙 扎着双马尾 眉清木秀 唇红齿白的女孩 她穿了一身旧衣服 围裙下面的牛仔裤已经洗得有些发白 但就是这么一身简简单单的衣服 穿在她的身上 却如此的得体 论相貌和气质 很多直播平台上的女网红 都比不上她 妈 她是谁啊 进门后 就发现我一直盯着她看 女孩脸色有些害羞 君君 她是我请来的风水师 救你姥姥的 杨娟说的 妈 我都和你说过多少次了 不要相信什么风水师 这是迷信 他们都是来骗钱的 乔君君不满道 没花多少钱 人家风水师才要一千块 杨娟道 一千块已经不是小数了 有这笔钱买双袜子 买双鞋也是好的啊 乔君君 甚至他们家现在的情况 别说一千块了 就是几百块 也是一笔大数字 她在大学 更是省吃俭用 平时连杯奶茶都舍不得喝 被当着面 说我是骗子 杨娟的脸色有些尴尬 她是相信风水术的 也相信我的道行 但她女儿不相信 乔君君自有学习成绩优异 考上了省城最好的大学 南城大学 读了大学后 她就更不相信什么风水术了 找我之前 乔君君就几次阻拦 害怕女儿生气 杨娟是背着女儿 偷偷找上了我 结果刚一回家 还是被女儿知道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125集 小姑娘 你可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大学的老师肯定教过你 不要对不了解的事物 贸然下结论 我善意地说道 我怎么不了解了 风水就是迷信 我说错了吗 有本事反驳我啊 小军军 灵牙立直地道 是吗 那我就给你漏几招 你是不是平时 学习成绩特别的好 受到老师器重 多年来一直在学校担任学习委员呢 我问道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我说得非常正确 从小学开始一直到高中 乔军军都是学校里 当之无愧的学习委员 不过 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 他以前的事情 我是如何得知的呢 你除了受老师的器重 还是个孝顺的女儿 对自己的父母特别的好 而且你在读高中的时候 曾经暗恋过一个男生 鼓足勇气向人家表白的时候 那个男生却把你拒绝了 你为此伤心了好久 对不对 我一鼓起地问道 权重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他是学习委员的事情 我有很大几率是猜出来的 但他在读高中的时候 曾经追过一个男生 被他藏在心里许多年 连自己母亲都不知道这件事 我是绝对猜不出来的 小军军对我能知道 他这么多的事情 感到出乎意料 你天天饱满 眉宇清明 病较圆润 这是典型学习成见好 受老师器重的相貌 你的鼻梁高挺 鼻翼平滑 嘴角微微上扬 这代表你在十五岁和十八岁之间 必定会有一次刻骨铭心的爱情 但这个爱情却是单相思 注定不能开花谢果的 我根据他的面相分析说道 这难道就是风水术 乔军军被我的一番话震惊得哑口无言 风水术博大轻深 占卜算命 侧其胸 看阴宅 一坟千目 无所不能 而我刚才用的 则是风水术里最为简单的项面 我通过看面相 分析出了你以前的种种事迹 军军啊 你虽然读过几年书 但不要倔强了 这世上有很多事 是无法解释通的 阳军一旁好言相劝 好吧 你找他看风水 我不再阻拦了 乔军军 隐隐感觉到自己这么多年 对世界的认知 很可能是非常肤浅的 这世上他不了解的事情 太多太多了 那就好 小师傅 你快跟我来 我母亲就住在这间屋子里 杨娟带着我来到了一个卧室内 这间卧室被他母亲生前住了十几年 他母亲死后 房间内的东西并未有任何的变动 甚至被子 桌椅 水杯摆放位置和母亲离世前 是一模一样 我在屋内转了一圈 这间卧室阴暗潮湿 不透亮 空气压抑 酒居这里对人的身体没好处 可是杨娟家这么穷 这栋房子尽管不好 他们别无选择 小师傅 我母亲的房间有问题吗 杨娟再次地问道 也没有 我摇了摇头 怎么回事啊 坟墓没事 我母亲的房间也没事 那我母亲为什么每晚给我托梦呢 杨娟嘀咕道 这是什么 我低头看了一眼 想脚放着一个白色的袋子 我母亲生前挨炸小便宜 有人在大街上搞活动 说留下生辰八字 就可以免费领一份小礼品 我母亲当时就去了 杨娟说道 我低下的头把袋子捡了起来 打开的盒子 发现里面是空的 说是小礼品 其实是一把梳子 你看 一把黑色的梳子 虽然不知道啥牌子的 做工还不错 我母亲临死的前几天 一直在用这把梳子梳头 杨娟朝梳妆台指了一下 我朝着梳妆台看去 果然看到了一把黑色发亮的梳子 我走了过去 拿起了梳子 对着梳子打亮了一眼 这把梳子上面 刻着一个人脸的图案 人脸似笑非笑 似姑非姑 给人一种非常诡异的感觉 我母亲生前 一直给我夸这把梳子好用呢 说一分钱没花 白得了这么一把好梳子 杨娟道 我拿着梳子 在手中把玩了一会儿 双手用力 把梳子给掰断了 小师傅 你为什么把梳子给弄断呢 梳子再这么说 也是母亲生前的遗物 我就这么给弄断了 杨娟对我有些不满 你看 我把断掉的梳子递给了她 只见梳子那鲜血淋漓 断口不停地往外 渗出了血水 怎么会这样 看见这么多的鲜血 杨娟一阵害怕 双手一阵发抖 梳子不由自主地掉下了地上 这把梳子是给死人梳头用的 你母亲当时被人骗了 我说道 给死人梳头 活人需要梳头 死人也要梳头 如果活人用了死人的梳子 死人便无梳子可用 只能把活人带走到地下 给她梳头 我解释说道 你是说 我母亲 是梳头梳死的 杨娟难以置信 娘啊 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呢 说话间外面 传来一阵哭泣的声音 这种旧式的桶子楼 隔音效果非常的差 隔壁有什么动静 在自己家可以听的是一清二楚 我和杨娟正在讨论死人梳头的事情 外面传来了临晨片的哭声 我出去看看 杨娟打开了门 朝着外面走去 来到门口 只见哭声是从对门的张大沈家传来的 此时张大沈家的门敞着 一大群披麻带笑的子女 从他家中进进出出 而哭泣的声音正是张大沈的儿女们发出来的 娘 女儿不舍得你啊 娘 你走了 我们该怎么活呀 张大沈的女儿们哭得死心裂肺 杨娟有些奇怪 据她所知 张大沈的身体一直非常好 新几天还见得跳广场舞呢 爷爷 你奶奶怎么突然去世了呀 门口的张大沈 刚满十二岁的小孙女 也在不停伤心地抹着眼泪 在为自己奶奶的离世感到伤心 不知道 奶奶今天下午突然去世的 死之前身体还好好的 中午还和我们一起包饺子呢 盈盈声音抽搐着说道 我母亲去世前也是这个样子 晚饭的时候还好好的 半夜突然死了 杨娟道 我奶奶去世前非常的奇怪 她临死的时候 双眼惊恐不停地大喊着 梳子梳子 盈盈又道 梳子 张大沈去世的时候 真的一直在喊梳子 杨娟疑惑地说道 是啊 我们也觉得奇怪 好端端的 为什么要喊梳子呢 盈盈眨了眨大眼睛 一脸不解 杨女士 你母亲去世的时候 也喊过梳子吗 我在一旁问她 我母亲去世的时候 嘴里确实喊了什么东西 但当时她的声音太小 喊的什么我们没有听清 现在想来 她喊的 很有可能是梳子 杨娟回忆了一下说道 那就对了 杀死你母亲和张大沈的 罪魁祸首 就是梳子 我分析说道 对 那天免费领小礼品的时候 是我母亲和张大沈 还有李大妈一块去的 杨娟道 你母亲死了 如今张大沈也死了 李大妈估计 难逃厄运 我说道 走 咱们快去李大妈去看看 杨娟说着 带着我朝楼上走去 李大妈就在杨娟的楼上 也就是 这栋桶子楼的顶楼 六楼 我们来到了六楼 杨娟敲响了一扇房套门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一半二十六集 锅里一会儿 门打开了 门口走出了一个 头发有些花白 穿着灰色挂子的老太太 她就是 李大妈 娟子 你咋来了 楼上楼下住了这么多年 李大妈和杨娟 早就是老相识了 李大妈 您家 是不是有一把梳子 杨娟开口道 不是有一把 是有好几把 李大妈家里的梳子 塑料的 木头的 有好几把呢 我问的是 那天 和我母亲一起领的 免费小礼品 您还记得吗 杨娟提醒道 记得呀 留下生辰八字 免费送一把梳子 哎呦 那把梳子可好用了 我这么多年 从没有用过 这么好用的梳子 李大妈 对那把梳子 非常的满意 你把那把梳子 丢了吧 杨娟道 这么好的梳子 丢了干啥 多浪费 他们那个年代的人 都比较贪小便宜 那把梳子 做工精良 用起来非常的舒服 李大妈 不舍得丢了 您把那把梳子 卖给我觉得怎么样 我在一旁开了口 小伙子 你买我一个老太太的梳子 做什么呀 李大妈好奇的道 您别管这么多了 就问您 卖不卖吧 我说道 我卖还不行吗 小伙子 看你也是个实在人 就收你十块钱吧 一把梳子 也就是几块钱的事 李大妈见我 和杨娟好相认识 并没有给我多收钱 行 签给你 我掏出来 一张十块的钞票 李大妈从我手里 接过来了钱 随后 去了屋子里 是掏了一把梳子出来 我接过来梳子 发现这把梳子 和杨娟母亲的 那把是一模一样 李大妈 不打扰您休息了 我们走了 卷子 你走吧 改天找我来玩 和李大妈 打了一声招呼 我们就离开了 我和杨娟 来到了楼下 你母亲托梦的原因 是怕一时半会儿 调查不清楚了 我把李大妈的梳子 带回去研究一阵子 看能不能 研究出来什么结果 我说道 小师傅 你可要快点啊 我不希望 自己母亲 继续受罪了 杨娟心疼的倒 放心 我会尽快 调查出结果来 答应一声后 我带着李大妈的梳子 离开了 回家后 我关上了门 对着这把梳子 仔细地研究了起来 整把梳子成黑色 不知道是用什么才是做成的 我照着镜子 好奇地用梳子 给自己梳了一下头 结果 梳子触缝到头皮的瞬间 头皮上 仿佛出现了无数只小手 在这些小手的作用下 我的头皮 又酥又麻 非常的舒服 原来 这就是梳子的神奇作用 这种梳子 比几十块 几百块买的梳子 梳的都要舒服 可是这么好的梳子 怎么会当作免费的礼品送人呢 其中必定有诈 这把梳子太诡异 我不敢用了 但头必须得梳下去 我隐隐感觉 杨军母亲和张大神的死 和梳头有关 这把梳子 只要梳到一定程度 梳头的人就会死 不过头虽然得梳 但不能给人梳了 我打算找一个动物 来做实验 我离开了家 抱了一只流浪猫回来 把流浪猫 给关在了一个笼子里 我开始用梳子 梳理它身上的毛发 流浪猫突然 被一个陌生人带回了家 飞着了 进门后就一直 喵喵的暖场 黄躁不安 我拿着梳子 对着它梳了下去 谁知 梳子刚刚触碰到 它的毛发 它立刻安静了下来 这么邪门吗 这把梳子好生奇怪 竟然有镇定催眠的作用 我握着梳子 继续帮它梳理毛发 在我的梳理下 流浪猫露出了非常享受的姿态 过了一会儿 在梳子的作用下 竟然睡着了 这把梳子果然有古怪 我嘀咕道 我把梳子放在了桌子上 准备后面几天 每天都给流浪猫暗示梳头 看看它会不会有什么异常 用梳子梳理完毛发后 流浪猫一直非常的乖巧 它在笼子里面睡着了 而这时天色一晚 我去买了点东西吃 回来就躺在床上休息了 第二天早上睡醒后 我刚刚睁开眼睛 就发现流浪猫特别的欢快 它在笼子里不停的上窜下跳的 精神抖擞 它今天的精神状态 比昨天焕然一新 昨天刚来我家的时候 萎靡不振 今天生龙火虎焕然一新 我去准备了一杯牛奶 倒进了一个小盒内 给流浪猫喝 然后又去准备了几片生肉喂它 流浪猫的胃口特别的好 我给它准备了牛奶和生肉 它很快就吃完了 吃过之后 我拿起了梳子 再次给它梳理毛发 流浪猫像是有感应似的 见我拿着梳子朝它走了过去 它就非常配合的弯下了腰 等待着我给它梳理毛发 我打开笼子门 把手伸了进去 用梳子在它的后背上轻轻地摸它了去 流浪猫微闭的眼睛 非常享受我给它梳理毛发的状态 梳理完毛发后 我锁上了笼子门 流浪猫没一会儿就睡着了 到了第三天 我继续用梳子给流浪猫梳理毛发 第三天时的状态和第二天一样 早上刚刚见到我的时候 特别的兴奋 梳过毛发后 就会变得很是安静 第四天 第五天 接连几天的时间过去了 到第六天夜里 正在酣睡中 我突然听到流浪猫 在笼子里痛苦地撕鸣了起来 感觉有一样 我急忙下的床朝客厅走去 只见流浪猫 在客厅的笼子内 不停地原地打转 神情烦燥地叫着 惶惶不安 我心里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就在我暗暗担心的时候 意便终于发生了 房间内的温度 突然冰冷了起来 一股寒风从门外吹了进来 流浪猫瞳孔放大 哇的一声大叫 恐慌在笼子内挣扎了起来 似乎想逃出笼子 可是笼子非常的坚固 它无法逃出去 就在流浪猫 狂躁恐惧的时候 一股冰冷的气息 涌进了笼子内 下一颗流浪猫 就没了性命 夺走了流浪猫秀命后 冰冷的气息 眨眼消失 地面上流下来了 一抹淡淡的水子 猫咪 我担心地走了过去 打开了笼子 从里面 把流浪猫的尸体 给爆了出来 只见它的尸体 已经开始变得蒋饮 面不表情露出了一个人脸似的微笑 像人一样的笑容出现在猫脸上 看起来非常的诡异 让我心里有些发作 就在这时 我的手机铃声突然想 电话是杨娟打来的 不知道大半夜的 她给我打电话做什么呢 喂 我急忙接通了电话 是小师傅吗 电话中杨娟问道 是我 我说道 刚才我母亲又给我托梦了 在梦里她告诉我 有一只猫一直在挠它 它现在被猫挠得遍体鳞伤的 杨娟说道 那只猫是不是白色的 头颈上有一串黑毛 我看了一眼 面前的流浪猫尸体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127集 是啊 你怎么知道的 电话中杨娟异常的兴奋 忽乱猜的 猜得挺准的 对了 送叔子的小贩 今天下午又来我们小区了 并且 我们小区里面有好几个老头老太太 都领了叔子 什么 这种叔子不能说头 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的 送叔子的人不怀好意 他想要夺走更多人的性命 我和他们说了 他们不听我的 杨娟说道 这群老头老太太看见有便宜就占 谁都拦不住啊 小师傅 下午送叔子的小贩走的时候 和人无意中说起 他明天要去西马老年公寓送叔子 咱们要不要去西马公寓一趟呢 当然要 最好 最好能抓住那个小贩 逼问他叔子的来路 明白 这样 明天我跟你打电话 咱们一块出发 嗯 答应一声 我就休息了 第二天上午 杨娟就给我打来了电话 喊我一起去西马公寓 我起床后 想起了一个人 就是李志英 这次去西马公寓 找小贩 查找叔子的来历 如果让李志英跟着一块去 必定可以有大用 他毕竟是警察 有这个身份在 调查小贩将会事半功倍 想到这一点后 我赶紧给李志英拨通了电话 他今天正好休息 听见我想找他帮忙 当即答应了 我们在杨娟经六区的小区楼下会合 三人会合后 我们朝着新马公寓赶去 新马公寓 是我们全市赫赫有名的 一个老年公寓 公寓内住了 祖祖亲与名的老人 我们来到了公寓门口的时候 就看到门口的路边 一个穿着黑色长袍 头上戴着草帽 戴着墨镜 留着山腰湖的中年男子 正在一个摊位前 对一群老头老太太 挖放梳子 老头和老太太的数量 不在少数 祖祖有数十人 这数神 把他的摊位 给围得水泄不通 大娘 把你的生辰八字 留下来 就能免费领书子了 大爷 把生辰八字 写在这就行 穿着黑色长袍的男子 对这些老头老太太 特别的热情 把他们 哄得特别的开心 老头老太太们 纷纷的留下了 生辰八字 换取书子 这书子 这么好啊 有一个老太太 现场打开了包装盒 发现了里面的书子 对书子赞不绝口 是啊 这么好的书子 最少得几十块吧 有识货地看了一眼书子 发现书子做工精致 价格绝对便宜不了 这么好的书子 就这么白给我们了 大兄弟 你不怕赔钱啊 有个老太太 调侃说道 哎呀 什么巧不巧的呀 只要大爷 大娘们开心 我就当散财免灾了 嘿嘿嘿 穿着黑色长袍的男子 笑着道 大兄弟 你人这么实诚 我再去 给你拉几个客户过来 有个大妈高兴地喊着 朝公寓大楼走去 她在公寓内 有几个玩得不错的老太太 她准备把这群老姐妹都叫过来 一起来领书子 大娘 谢谢啦 穿黑袍的男子急忙道歉 大妈笑着走了 就是她 她的书子来历不明 站在了路边 我指了一下这个小贩 行 我过去调查一下 在来的路上 我已经把书子的事情和李志英都说清楚了 李志英知道 这个送书子的小贩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朝着小贩走去 他今天身上穿的是警服 看着一个警察过来了 小贩脸色顿时有些不自然 同志 我好像没违法吧 李志英过来后 小贩微笑着问了一下 有没有违法 得调查之后才知道 李志英故意板起了脸 凶巴巴的问道 作为一个警察 在调查案子的时候 他必须要保持足够的威严 才能震慑犯罪分子 行 你想调查什么 小贩不敢得罪李志英 先把身份证掏出来 李志英道 这就是我的身份证 小贩掏出了一张身份证 李志英拿着身份证 和小贩的相貌相比了一下 这张身份证是他的无益 而且李志英特别观察了一下 小贩给他的身份证是真的 并不是伪造的 同志 我没违法吧 李志英把身份证还给了他 小贩接过去后问道 暂时还没有 你的叔子从哪来的 李志英问道 叔子从批发市场 进入进来的呀 小贩笑道 你要他们的身成八字 有什么作用 李志英又问道 同志 你是不是管得有点多呀 这是我的商业机密 我没必要告诉你吧 小贩说道 我怀疑你用不正当手段 非法谋取他人私人信息 要不要跟我去警局一趟啊 李志英拿出了一副手铐 在小贩的面前比划了一下 看见了手铐 小贩顿时就怕了 我可不是什么不正当手段啊 我要人家的生辰八字 是有用处的 一家算命的网站 在委托我调查 别人的生辰八字 我也是给人打工的 同志 你就饶我一次吧 小贩只好说出了事情 什么算命网站 李志英感觉到 自己好像已经调查到了一些蛛丝马迹了 就是这个网站 这是他们算命的APP 小贩打开了手机 只见屏幕上面有一款叫做知晓未来的算命APP 这个知晓未来的APP 用的标识正是和书子上一模一样的人脸 似笑非笑 似乎非哭 非常的诡异 你的书子到底从哪来的 李志英感觉到刚才小贩没有对自己说实话 他故意隐瞒了书子的真实来历 书子是算命APP经理送给我的 他让我这老年公寓 专门给这群老头老太太 免费送书子 换生辰八字 送出去一把书子 送我五毛钱的提成 同志 我这不违法吧 在李志英的质问之下 小贩说出了实言 你的身份信息我已经记下了 如果有需要 还会找你的 说吧 李志英扬长而去 见他走了 小贩残了一把冷汗 终于松了一口气 李志英过来后 把算命APP的事情和我说了一下 我急忙打开了手机 查找到了这款APP 我在软件市场开始下载这款APP 下载完成后 安装的时候 杀毒软件突然弹出了一个窗口 显示这款APP有毒 建议我不要安装 我一阵吃惊 这什么APP竟然还有毒 不过 为了调查清楚书子的来历 我还是选择了强行安装 APP很快安装完毕了 我用手机打开了APP进去后 里面就是一个似笑非笑 似哭非哭的人 个人信息 账号 手机号码已绑定 性别男 未婚 祖籍 宾州 APP刚刚打开 里面就弹出了一个信息界面 页面上显示着我的全部个人资料 我盗起了一口两句 这款APP太邪门了 我连账号都没注册了 第一次用上面竟然有我的全部信息 而且我的资料都是正确的 这款APP有点门道 我心里嘀咕着决定继续研究一下这款APP 到底有什么不同之处 我进入了主页 在主页里面有财运 因缘 吉凶 真不 阴宅 看风水 好几个选项 我点了一下财运 屏幕上面出现了一个小圆圈 显示加载中 加载了好半天 突然加载失败了 接着 手机屏幕上再次出现一个窗口 上面显示我扬寿未尽 不能使用此APP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一版二十八集 要受未尽的人 不能用这款APP 岂不是说 只有死人才能用这款APP 杨娟站在我的背后 看见了手机屏幕上的提示 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你用你的手机试试 为了调查清楚这款APP的作用 我让杨娟自己也下载了一个 行 杨娟拿出来自己的手机 她也下载了一款APP 和我一样 她刚刚点开APP 上面的个人资料 全部显示了出来 接着 她点进了主页 想要测音源 结果点了一下号 同样显示扬寿未尽 不能使用 我和杨娟测试失败之后 李智英打开了她的手机 也下载了这款APP 她和我们俩的结果一样 同样无法使用 我们三个做测试 全部失败了 给死人做的APP吗 这公司太邪门了 测试失败后 李智英喃喃自语 第一次见到 这么古怪的公司 杨娟同样有些想不通 哎 对了 你可以在关云里面 找到开发这款APP公司的信息 咱们顺头摸瓜 通过调查这家公司的来历 兴许有用 李智英想起了什么 好说 但一声 我再次打开了手机 我在手机APP 设置的页面里 找到关云 一般来说 很多手机APP都会有关云里面标注好开发公司的信息 我打开了关云后 手机页面里 弹出了一个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公司 叫做地狱互联网公司 这名字好诡异啊 人家的互联网公司都叫阿里 腾讯的 这家互联网公司竟然叫什么地狱公司 太奇葩了 李智英对此是有些不解 哪有人用地狱做公司名字的 多晦气啊 杨娟知道一般开公司起名字都讲究极力 没有人会叫地狱这么晦气的名字 我把这家公司的名字输入到天涯查里面 天涯查是一家很有名的APP 在里面什么公司的注册信息都能找得到 我想查一下这家公司的注册信息 看看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谁 公司注册的资金是多少 注册地址在什么地方 我把这家公司的名字输入了天涯查 点进了一下搜索后 顿时目瞪口呆 这家公司的注册地址 前是在明界持久录第76号 注册资金2000万名币 法定代表叫什么 周妹 除了我感到难以置信之外 李智英和杨娟也被吓到了 这款APP 难道真的是地址的人开发的 李智英问道 地址的人为什么要开发APP 难道给死人用吗 杨娟嘀咕道 兴许被你说中了 这款APP弄不好就是给死人用的 我说道 你别吓我 我胆小 杨娟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活人要用APP 此人也可能要用APP 只是不知道地址的这群人 为什么要用户延伸到杨娟来呢 我说道 用了这款APP 会不会死啊 杨娟担忧地说道 刚才我们三个都用了这款APP 他害怕自己会死 应该不会死 刚才这款APP上面显示我们阳寿未尽 既然是阳寿未尽 他们当然就不会死 我说道 听见了我的回答 杨娟松了一口气 糟了 我突然一拍大腿 喊了起来 怎么了 我平时 不管遇见什么大事 一向很镇定 这次我突然这么慌张 李智英立刻意识到 要有大事发生了 咱们虽然不会死 但那些用了梳子的人会死啊 刚才老年公寓里 这么多的老人领了梳子 只要用几天 他们都得死 我说道 咱们该怎么挽救那些老人的性命啊 李智英担心地说道 让我想一想 最好的办法啊 就用钱买 我说道 前几天 我就是花钱 从李大妈手里 把他的书子给买了回来 想从老年公寓的老人们手中 把书子要过来 最好的办法 当然是花钱的 这估计 得花不少钱了 老年公寓里 领到书子的老人 不在少数 少说 有两三百人 这么多人 夹在一块 把书子买回来的估计 得花很大的一笔书子了 我有办法 我有一个制监局的朋友 可以让他来帮忙 李智英说道 中午十分 李智英就把他制监局的朋友给叫来了 他大学时的同学 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 留着短发 长得并不漂亮 好在皮肤比较白皙 看起来还比较顺眼 李智英这个制监局朋友 跟我们一起走进了老年公寓里 你们好 我是制监局的人 你们上午在门口领的书子里面 还有致癌物质 我希望你能把书子交出来 由制监局统一销毁 来到了老年公寓的食堂内 李智英的朋友站在门口 对着食堂内的人 恭恭敬敬地居了一躬 礼貌地说道 什么 上午领的书子会致癌 我的天哪 致癌的东西 可千万不能要啊 我马上交给制监局的小同志 这些老头老太太都比较怕死 他们听见书子 含有致癌物质之后 全都变了脸色 这些老头老太太们 纷纷站了起来 朝宿舍大楼走去 回去取书子去的 小同志 这是我上午领的书子 这是我的书子 这是我和老伴的书子 一共两把 老头老太太们 回到宿舍把书子 一股脑的全都交了上来 谢谢大家 谢谢 李智英的朋友 不停和大家道歉 怪不得免费送呢 原来这书子致癌 果然便宜没好货 以后再也不贪小便宜 去白领东西了 老头老太太们 有些后悔的嘀咕道 他们这个年纪的老人 最害怕的就是得病 止癌这两个字 对他们而言 堪比何淡 收下了书子后 我们一起离开了养老院 在养老院的门口 李智英对志尔监局的朋友 感激说道 不用谢 以后有什么事 记得再来找我 寒暄了几句话 李智英的朋友就离开了 智英 还是你有办法 一分钱没花 这么轻松 就把书子全给收回来了 我笑着称赞道 谢谢夸强 李智英微微的一笑 祖姑并不在意 这些书子虽然逃回来了 可是我母亲的问题 还是没解决啊 昨天晚上 她母亲在梦中不停地诉苦 杨娟对母亲 非常地担忧 这次的问题非常地麻烦 这关手JBB 如果真的和地府的人 有关系 调查起来就更难了 我说道 不管多么艰难 我都要把母亲解救出来 杨娟态度坚决 我被她的消息所感动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一版二十九集 我目前带有一个办法 不过这个办法 有些危险 不知道 你愿不愿意遗失呢 我问道 只要能救母亲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杨娟道 那好 我要你做的就是 每天用梳子梳头 等几天后 你就会死 你死后 魂魄将会去阴扫地府 到时候 就能和你的母亲见面了 你们母女见面后 这几天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问便知 我出主意说道 可这样 我也死了呀 虽然我愿意 为救母亲 付出一切 可我真的死了 谁来照顾军军啊 杨娟 不舍得离开女儿 我不会让你真死的 我会用一根红绳 记住你的脚腕 等你查明真相之后 我会把你的三魂七魄 给拽回来的 我答应 经过一番身思熟虑 杨娟决定冒险一次 她不忍心看着母亲 在阴间守护 为了保证你的安全 这几天 我可能要和你住在一起 杨娟用梳子梳头 不知道哪天会死 我必须要陪伴在身边 没问题 我把母亲的房间留给你 杨娟说道 嗯 我点了点头 我们又聊了几句 就回家了 当然 我没有回自己的家 而是跟着杨娟 回了她家 来到了门口 杨娟掏出了一把钥匙 打开了门 刚刚走进房中 屋内就传来了 乔军军尖叫的声音 我抬头一看 原来她一个人在家看电视 她身上只穿了一件 小背心和小短裤 清凉无比 家里平时只有她和母亲两个人 很少有人来 她在家的时候 经常会穿得很单薄 而这次 我和杨娟突然进门 她毫无防备 身上大片肌肤 裸露在外 我进来后 她顿时就花容失色 快去礼物穿件衣服 看见女儿这么暴露 杨娟有些头疼 乔军军站了起来 神色慌乱地走进了她的卧室里 小师傅 你喝茶 杨娟笑着给我端了一杯茶 我点了点头 在沙发上坐在下面 结果刚刚坐下 我就感觉屁股下面 好像有东西 伸手一掏 从屁股底下掏出来 一条女士的内裤 不要碰 这时换了一件花裙子的乔军军 突然从卧室出来了 她脸色着急地把内裤 从我手里抢了过去 这是她刚刚换起来的内裤 她平时和母亲两个人在家 不是很注意隐私 内裤和一些贴身的衣物 经常放在客厅的沙发上 或者某个角落里 妈 她怎么会来咱们家 杨娟已经在帮我 收拾房间了 小勋军意识到 我要和她住在一起了 家里好端端多了一个陌生男人 她心里有些白色 今天我不小心看了她的身子 又摸了她的内裤 她又袖又闹 你姥姥 昨天又给我托梦了 她很痛苦 让我去救她 我打算和小师傅合作一次 亲自死一次 去地府救你姥姥 杨娟说道 什么 你要去地府 小勋军痴情地喊了起来 哎 没办法呀 你姥姥受煎熬 我这个做女儿的 不能做事不管 杨娟叹息了一声道 那万一回不来了呢 小勋军美目中泪光闪烁 她从小出生在单亲家庭 母亲一直是她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人 她是绝对舍不得母亲出现丝毫的危险的 傻孩子 怎么会回不来呢 杨娟娟 溺爱地抚摸了一下她的额头 我母亲去地府 你有几分把握让她回来 乔军军突然跑到了我的面前 声音哽咽地对我问道 我有时常把握 但前提是 不能有人打扰我 我一脸严肃地倒 太好了 等你做法的时候 我在旁边守护你 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打扰你的 听见有时常的把握 乔军军开心地笑了起来 谢谢你 不用谢 这是我应该做的 你帮助我母亲 我帮助你 乔军军甜甜地一笑 嘴角扬起两个小酒窝 非常的可爱 军军 你们聊 我去菜市场买点菜 给你们做晚餐 看了一下时间 外面天色快要黑了 杨军主动地去帮我们做晚饭 妈 我跟你一起去 我今天也要给小师傅 做几道拿手菜 犒劳一下他 乔军军挽住了杨军的胳膊 你还会做菜呢 我有些意外 现在的女孩大部分 都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乔军军竟然会做饭 似乎有些不同寻常呢 我家军军手艺可好了 待会儿你尝尝就知道了 这个宝贝女儿不止学习好 还总是 从小就会帮父母分担家务 小小年纪更是烧得一手好菜 杨军对这个女儿非常的自豪 那好 我可要好好地尝一下咯 我笑着说道 军军 咱们走 杨军和乔军军手挽着手一起出了门 过了门一会儿 他们娘俩就提着菜篮子回来了 然后母女二人就钻进了厨房里 忙碌了起来 我坐在了沙发上 无聊地玩手机 刷直播 菜来了 玩了一会儿手机 小军军就端着一份红烧鱼走了下来 他把鱼放在了桌子上 我闻了一下 一股香气就扑鼻而来 好香啊 我惊叹说道 是吗 喜欢的话就多吃点 乔军军笑着道 我今天要大饱口福了 乔军军回到了厨房内 过了一会儿 他又端了几份美味佳肴走了进来 红烧肉 汤醋排骨应有尽用 小师傅 趁热吃吧 饭菜做好之后 杨军和乔军军分别入席 杨军一边发筷子 一边对我招呼道 哇塞 你们给我做了这么多的好吃的呀 他们娘俩给我做了整整一桌的美味佳肴 我有一种受虫弱心的感觉了 好不容易有客人向我们家吃饭 我们当然要好好招待了 杨军微笑道 他并没有说错 这么多年来很少有人来他们家做客 他们对我唯恐招待不周 谢谢 我连忙道歉 对了 哪些菜是军军做的呀 我要好好地品尝一下她的手艺啊 我对乔军军的手艺非常好奇 这个小女孩人长得漂亮 不知道厨艺是不是和她的相貌一样的美呢 这个还有这个 这边的菜都是军军做的 你尝一尝吧 杨军军说道 嗯 点了一下头 我开始夹菜 我先尝了一块乔军军做的红烧肉 红烧肉入口后顿时一股香美的味道 弥漫整个口腔 军军烧的菜味道这么棒啊 我感叹说道 是啊 我女儿厨艺特别好 不知道哪个小子以后这么有福气 能把我这么漂亮又会烧菜的女儿娶回家 女儿迟早是要嫁人的 杨军一想到女儿以后要离开自己 就些难过 我才不嫁人呢 我以后要陪伴在您的身边 直到永远 小军军挽住了母亲的胳膊 撒娇地说道 胡说八道 哪有姑娘不嫁人的 杨军调侃道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一百三十集 看着他们娘俩在一起的时候 这么幸福 我一阵羡慕 虽然他们家很穷 但他们比很多有钱人都要过得开心 十几道菜 单凭我们三个是根本吃不完的 菜剩了大半 杨军为人节俭 不舍得这些菜浪费 就把剩下的菜都照上了保鲜膜 放进了冰箱里 晚饭之后 小军军把自己灌在了房间里复习功课 他学习很用功 几乎每天都要复习功课 我则是走进了杨军的卧室 把你的生辰八字告诉我 进门后我就喊他 给 杨军把他的生辰八字写在了一张小纸条上 我从兜里套出一根红色的细线绳 这根绳子就是用来捆绑杨军的 红绳祭命 红色的绳子一旦系在了脚腕上 便会锁住人的三魂击魄 若人因为一败死亡 就可以利用红色 把人的魂魄给拉回来 但前提是 人的肉身不能有损伤 如果肉身遭到较为严重的破坏 即便魂魄回来了 人也是死的 以后没我的命令 不要解开这根绳子 我蹲了下来 一边把绳子系在了杨军的脚腕上 一边嘱咐道 不能解开绳子 岂不代表我不能随便出门了 杨军说道 是啊 这几天你就先在家待着吧 如果有事情需要出门的话 我和清清替你去做 好吧 杨军答应道 把红绳的一头 记在了他的脚腕上 把另一头记在了一面 贝克八卦图案的铜镜上 这面铜镜可是有大作用的 如果杨军到了地府 我可以利用这面铜镜 观察他在地府的一举一动 记好了红绳后 我又把他的生辰八字 写在了一张黄纸符上 然后 我把黄纸符给烧成了灰 把纸符倒进了一个装满清水的瓷碗里 把这碗扶植水给喝了 我笑着把碗给递了过去 这么丧 杨军看了一眼扶植水 一脸的敌出 这碗扶植水 黑漆漆的 里面全是灰 这碗扶植水 可是有大作用的 你必须得喝了 不喝的话 你死之后 我没办法将你给拉回来 犹豫了一会儿 杨军闭上了眼睛 把扶植水一饮而紧 表现非常好 现在 你可以用这把梳子梳头了 我笑着递过去了一把梳子 杨军接过了梳子 对着镜子照了一下 然后 就开始梳头 这个梳子用起来 好舒服呀 梳子梳在了头顶后 杨军顿时感觉偷皮 又痒又麻 这是从来 没有过的感觉 是啊 我也曾经用过一次 感觉确实不一样 这把梳子可真神奇啊 如果不是汉人的东西 该多好啊 杨军对着这把梳子 有些不舍 越是美丽的东西 越是有毒 小师傅 都快变成哲学家了 杨军开起了玩笑 呃 你梳完了头 就睡觉 我也要回去休息了 我笑着离开了他的房间 回到了我的房内 躺在了床上 就开始休息 这一夜 非常的安静 第二天早上醒来后 什么都没有发生 小军军一大早就去上学了 家里只剩下我和杨军两个人 他脚上系着的红绳 做事不方便 我去给他做了早餐 一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什么都没有发生 白天的时候 大部分时间 我和杨军都分别在自己的房间里玩手机 转眼间到了周末 这一个星期以来 杨军每天都在用梳子梳头 却并没有发现异常 妈 会不会这把梳子失效了 周末晚餐的时候 乔寻军嘀咕咕说道 有可能 要不 怎么这么多天都没笑过呢 杨军也有些质疑 再数几天吧 有可能每个人的时间不一样 有的输了三四天就死了 有的要时间久一点 我再接着输几天 看有没有奇怪之处 杨军答应道 晚饭之后 乔寻军再次的回房复习功课了 我和杨军分别回到了屋休息 到了晚上 异状终于发生了 晚上十二点左右 我睡得正香 屋内的空气突然变得冰冷无比 只要杨军可能有危险 我一个咕噜下了床 等我来到杨军房间的时候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他房间的窗户对外开着 杀他的脏东西已经离开了 而躺在床上的杨军已经没有呼吸了 他瞳孔放大 说母师神成了一个死人了 妈 这时乔军军察觉到了不对劲 他穿了一身睡衣 面色焦急地冲进了母亲的卧室内 来到屋内后就发现母亲去世了 乔军军当场泪如雨下 别哭 你母亲没死 你看 我打开了铜镜 精神的镜面上出现了一个画面 杨军置身于一片黑暗之中 周围暗无天日 没有阳光 没有花草树木 没有建筑 只有一望无几的怪事 在杨军的周围 全都是各种各样的鬼魂 有的鬼魂没有了头 有的小腹位置 大了是一戒肠子 有的甚至尝尝的舌头 这些都是因为各种意外而死亡的鬼 而杨军所在的位置其实是人间和明界的通道 杨军正和数不清的鬼 一起去明界投胎 从人间到明界需要守很长的一段时间 过了很久 杨军都没有到达明界 我妈不会有事吧 母亲之身一人独闯明界 小军军为母担忧 放心 只要有这根红绳在 过一会儿 等你母亲和你姥姥见了面 我就把她拉回来 希望妈妈不要有事情 小军军双手合十 再为母亲暗暗的祈祷 是火辣 快救火呀 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一股刺鼻的滚滚浓烟 我朝外一看 只见楼下的住户不知道什么原因 竟然湿了火 冲天的火筐已经把二楼三楼全给引燃了 并且熊熊烈火还在朝楼上燃烧 单元楼内大批居民逃了出去 消防车已经使劲了楼下 消防员正扯着水管子灭火 但是火势高涨 消防员一时半会儿很难熄灭火焰 看见这一幕 我和乔全军心里一沉 杨娟的魂魄正在地户 如果突然把她给拉回来 只怕一切都会前功尽弃 可大火马上要烧到死了 不及时把杨娟拉回来 大火吞噬了她的肉身 她就真的死了 我左右为难 东东 家里有人吗 我是消防队的赵队长 你们小军失火了 快撤退 外面响起了消防员的敲门的声音 小师傅 快把我妈拉回来吧 就算找不到姥姥 也不能让我妈有危险 姥姥毕竟已经死了 母亲才是最重要的 乔军军带着哭枪喊 行 我马上让你母亲回来 稍加思索 我也决定不让杨娟冒险了 我抓住了铜绳 用力的一段 铜镜之中 杨娟正在通往明家的道路上 突然一股无形的力量 掀出了她的后背 接着 她就双脚离地 飘向了空中 消失在了天际间 铜镜内 镜面上出现了一道水温一样的涟漪 涟漪内 一个黑点是不断的放大 羞的一声 黑点逐渐变成了一个人意 杨娟的魂魄 被我从通镜内拽了回来 杨娟返回杨间后 仍旧是鬼魂的状态 人的三魂七魄 本是虚无之物 是没有重量的 回来后 她就一直漂浮在天花板上 看着女儿一直在低声哭泣 她心如刀绞 杨娟 快返回肉身 窗外的火焰越来越浓烈 随时可能烧上来 害怕杨娟的肉身会被烧毁 我急忙大喊 马上 答应一声 杨娟朝床上缓缓地飘落 落在床上后 对准肉身躺了下去 魂魄和肉身融合的瞬间 杨娟就醒了过来 女儿 女儿 别哭了 妈回来了 杨娟坐了起来 对女儿安慰说道 妈 你没事太好了 小军军呼到了杨娟的怀里 难以分手 里面的人怎么还不出来啊 想被烧死啊 门外又传来了消防员的声音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131集 着火了 快离开这儿 火势越来越猛烈 不敢留在家里了 我带着杨娟 小军军急忙朝门外逃了出去 我们一起逃到了楼下 消防员站在楼下 搭起了云梯 用水管子对着大楼喷水 在消防员全力的挽救之下 火势很快被止住了 没多久 凶灭火成功 整栋大楼足足烧了四次 索性没有人员上网 大楼的主体并未受到火势影响 可以继续地驱逐 杨娟那家住在第五楼 火势蔓延到他家窗口的时候 就被消防员及时地扑灭了 所以他家并没有什么损失 消防员成功灭火之后 我们又回到了家 没想到 刚刚到地府就发生了意外 我被拽了回来 没有见到母亲呢 回家之后杨娟一屁股躺在了下巴上 叹息说道 这次的行动失败了 小师傅 要不要再来一次啊 我再数几天头 重新去地府一趟 杨娟主动地说道 不要了 红生计命 每个人只能用一次 我摇摇头道 那该怎么办 母亲还在阴间受罪呢 杨娟难过地说道 妈 不如让我来吧 东西的乔军军 主动为母亲分忧 不行 太冒险了 杨娟不舍得自己宝费女儿 有半分的危险 妈 你能去地府 我为什么不能呢 再说了 有小师傅在 我不会有危险的 乔军军坚持道 小师傅 你看 我女儿能去吗 杨娟 有些无助地看下了我 军军如果愿意的话 不是不可以 只是 我怕会影响她的课程 乔军军 毕竟是在校大学生 我害怕会 耽误她上课 不会的 这几天我在家自学就可以了 乔军军道 你来吧 有我在 绝对不会让你有危险的 我答应她 等我去了地府 见到了姥姥 一定会调查出来真相的 绝对不会让姥姥 继续在阴间受罪 可以为母亲做一些事情 乔军军 非常的开心 小师傅 到时候 如果有什么不对劲 你可一定要及时 把我女儿拉回来呀 杨娟说道 我会的 我点了点头 小师傅 你现在就给我系红绳吧 我今天就梳头 小军军 迫不及待 给你系红绳可以 不过 我可能 要跟你睡在一起呢 我说道 什么 你要睡我女儿 杨娟吃惊的眼珠子 很快就瞪出来了 她女儿 因为长得漂亮 打她女儿 坏主意的人 无计其数 但她 没想到 连我也对她 女儿有意思 不要 乔军军以为 我要睡她 害怕的 用双手 捂住了胸口 你们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 和军军 睡在一个房间 但并不是和她 发生什么关系 我急忙解释道 你怎么越说 我越糊涂了 你到底 要不要和我女儿 睡在一起啊 杨娟疑惑地说道 是这样的 你死的时候 我没有来得及赶过去 当时 谁杀死你的 我没有看清 我打算 和军军住在一起 她梳头之后 若有阴碎 前来锁命 我和她住在一起 方便调查 阴碎的踪迹 我已连续两次了 上一次 我家的流浪猫 被杀的时候 我只在房间内 看到一股阴风 昨天晚上 杨娟被杀的时候 我同样 没有看清 凶手的踪迹 我打算这次 和军军住在一起 她从今天开始 每天梳头 几天后 若有阴碎 前来夺取她的姓名 我可以趁机 捉住阴碎 通过阴碎 顺藤摸瓜 也许 也能查出来 一丝蛛丝马迹 原来是这样 你可以和我女儿 住在一个房间里 但你得打地铺 并且 晚上不许对我女儿 有什么外心思 杨娟终于弄明白了 怎么回事 她同意 我和女儿住在一起 但绝不允许 我和她 有什么接触 妈 不要 小军军 小军军 纯洁得很 长这么大 和男生 连个手都没有拉过 突然听见一个大男人 要和她住在一起 她顿时有些抗拒 小师傅的人品 还是不错的 让她在你房间 打地铺 你穿着衣服睡 没什么的 杨娟劝说道 好吧 小军军 答应了下来 你回房吧 我现在 就给你系红绳 我说道 你来吧 小军军 回到了 我的卧室内 她躺在床上 脱掉鞋子 露出来了 白气的小脚丫 我低头一看 她的脚丫 脚质 润滑胶嫩 指甲粉红透亮 真是一对美脚 你看什么呢 我的脚很丑吗 乔军军 发现我从进门开始 就一直盯着她的脚看 没有 我马上给你系绳子 尴尬地摇了摇头 我赶紧给她系绳子 把你的生辰八字给我 系完绳子后 乔军军 同样要喝福止水 给 把生辰八字 写在了一张小纸条上 乔军军递给了我 我接过纸条低头一看 只见上面写着一行清秀的四季 没想到乔军军的字写得这么漂亮 我把生辰八字写在了一张黄纸符上 又把黄纸符烧成了灰 倒进了一碗清水里 把这碗福止水喝下去 乔军军表面上是个柔弱的女孩 其实骨子里有一股坚强 她接过了装着福止水的碗 一饮而尽 把树子拿来 我要梳头 喝过福止水后 乔军军叫梳头了 给 我把梳子拿给了她 乔军军接过来的梳子 毫不犹豫朝自己头上梳了下去 梳完头后 乔军军就拿过了课本和学习的书籍 躺在床上复习功课 我回到了自己房间 把被褥抱了过来 然后扑到了乔军军的房间的地板上 我躺在地覆上 虽然是地覆 但睡起来仍旧很舒服 钻进被窝里 时间还早 我无心睡眠 于是打开了手机刷直播 我看的是李亦菲的直播 她在直播间内在歌赛舞 性感火辣 不要脸 偷看人家大腿 发现我一直在手机 看着李亦菲的大腿 乔军露出了一个鄙视的眼神 什么叫偷看 我是光明正大的看 我不以为然的道 偷看人家大腿还理直气壮 乔军嘀咕道 我看人家大腿怎么了 又没看你的 你管我 我反驳道 你倒是想看 我才不让你看 说着乔军军毒气似的 用被子盖住了眉腿 两条小萝卜干 让我看 我都不看 我调侃说道 你竟然敢说 我的腿是萝卜干 乔军军快要气死了 你们在聊什么呢 聊得这么开心 说话间 杨娟从门外进来了 她手里端了一份果盘 我给你们洗了水果 你们来吃啊 杨娟过来后 笑着把果盘放在了桌子上 妈 刚才她说我的腿 像萝卜干 看到母亲过来了 乔军军立马高庄 你听错了 我说的我想吃萝卜干了 我吐了吐舌头 你 你 乔军军被我气得无赖做法 气得说不出话来 你们两个不要争吵了 吃点水果 记得早点休息 我明天要去上班了 家里一直没有收入 杨娟在网上找了一份工作 明天就去面试 和我们寒暄了几句之后 杨娟就回房休息了 乔军军尽管还在生我的气 可是又拿我没有办法 只能把闷气吞进了肚子里 我看了一会儿直播 她复习了一会儿功课 我们俩就熄灯睡觉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132集 第二天上午 一大早 杨娟穿了一身正装 出门面试了 家里只有我和乔军军两个人 她脚腕上系着红绳 不方便行动 一天 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 中午的时候 乔军军突然一声尖叫 夹着大腿从床头上坐了起来 怎么了 感觉她有些怪怪的 你能 帮我一个忙吗 乔军军难以启齿地说道 帮你什么呀 我疑惑地问道 我 测漏了 你帮我去楼下超市买纸机 乔军军脸色羞红 测漏是什么意思 我假装听不懂 测漏就是 女人来那个了 乔军军用蚊子哼哼一样的声音说道 来什么呀 我没听听 我笑着道 就是 女人每个月总有几天的那种 乔军军小声解释道 总有几天干嘛 我问道 你明知顾问 你到底帮不帮我买吗 被我一直逗的 乔军军真的生气了 美目瞪得很圆 用一副小痴的表情看着我 你要什么类型的义妈金 广面的还是纯棉的 带乎义的 家常的 见他真的生气了 我不再和他开玩笑了 转而是问他要买什么类型的纸巾 你怎么懂这么多啊 乔军军瞬间就吃惊了 我比女人还懂女人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原来义妈金有这么多的款式 是啊 稍微抖那么一丢丢而已 我笑着道 我一般用网面的 普通款就好 大多数女人都比较喜欢网面的 因为这种类型的偷其性 比较好 比较干爽 稍等 我去去就回 安慰一声 我朝着楼下走去 来到了楼下的超市 我买了姨妈金 又买了一包红糖和姜 准备给她做一份红糖水 对女人的身体好 买完了姨妈金 我就急速地赶回来了 回家后 把姨妈金丢给了她 乔军军关上了门 在里面偷偷地换姨妈金 我则是在厨房给她做红糖水 东东 过了一会儿 我做好了红糖水 一只手端着装着红糖水的碗 另一只手 敲敲了乔军 卧室的门 你进来吧 乔军军已经是换完了姨妈金 我推门而入 刚刚进门 就在垃圾桶里 看到了一条带血的纸巾 纸巾散发出了一股淡淡的血腥味 弥漫整个房间 乔军军脸色尴尬到了极点 她满脸通红地低着头 有些不敢看我的眼睛 我给你做了红糖水 你喝一碗吧 我笑着道 谢谢 这两天以来 一直和我斗嘴 在她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我竟然体贴地给她做了红糖水 乔军军从心底里 有些感激我的 你慢慢喝 我给你去倒垃圾 说着 我弯下了腰 掀起了垃圾桶 朝门外走去 我把装着姨妈进的垃圾桶 给倒在了楼下的垃圾回手处 等我回来的时候 乔军军已经把红糖水给喝了 喝过红糖水后 她的身体发热 同时很想休息 就躺在了床上入睡了 一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眨眼间天色就黑的 杨娟风尘仆仆地从外面回来了 她今天面试很顺利 成功找到了工作 晚上 她给我们做了美味可口的晚餐 睡觉前 小军军再次用梳子梳了头 一天平淡的生活 就这么过去了 第二天 第三天 小军军每天晚上都按时梳头 这三天以来 每天都很平静 到了第四天夜里 一遍终于发生了 我刚刚入睡 窗帘突然剧烈地摇晃了起来 一股寒风从窗外吹了进来 直到阴碎之物已经来了 我一个鲤鱼打挺起的身 眼急手快 阴碎之物来到房中的时候 急忙往眼睛里是滴了两滴牛的眼泪 接着 我就看见屋内多了一个穿着西装 打着领带的人 之所以在人字上面打眼号 主要是这个人 是说是人 他又不是人 他长着一个牛头 穿着一身鼻挺的西装 还打了领带 脚上黑色皮鞋 擦得正亮 发现我一直在盯着他 牛头人顿时就生气了 牛头人冷恨一声 借着从随身携带的黑色手机箱里 拿出了一个扫描箱 对着乔群群的额头扫了一下 乔群群立刻失去了呼吸 他的魂魄离开了身体 牛头人用一个塑料环 套在了乔群群的手腕上 带着他朝窗外飞去 玄称我在旁边吓得大戏不敢出 不是我胆小 而是这个牛头人太可怕了 我能感觉得出来 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恐怖气息 单凭一根手指 他就足以让我魂飞魄散 这就是地府的人吗 阴间的使者每一个都有通天的修为 我一个凡间的风水师 在他们面前如同蝼蚁 牛头人带着乔群群离开了家 这时在隔壁房间的杨娟 察觉到了异状 他急忙通了 小师傅 我女儿是不是死了 进门后 杨娟就担心地问道 没错 不过 待会我会把她的魂魄给找回来的 乔群群确实已经去世了 不过 她小湾上的红绳尾段 我完全可以把她给救回来 那就好 镜子呢 我要看看女儿怎么样了 杨娟急不地问道 在这儿 我把通镜掏了出来 只见镜面上出现了一个人影 小菌菌和上次的杨娟一样 也来到了杨娟通往明界的通道内 她正尸棍落魄地走着 在她的周围 全都是各式各样的乌魂野鬼 希望女儿不要有事啊 虽然直到女儿脚上系着红绳 但杨娟对女儿的安危 还是很不放心 乔群群和众多的孤魂野鬼 一起朝明界走去 我和杨娟散散了通景之前 紧张地看着她的一举一动 我的双手紧紧握着红绳 如果乔群群稍有不测 就会把她给拽回来 一直过了两个多小时 乔群群终于走到了明界的入口 明界的入口 是一扇望不到尽头的铁门 此时铁门是紧紧地关闭着 牛头人就站在门口 除了她之外 还出现了一个长着马脸的男人 他们就是地府的牛头马面 明界入口的铁门叫做轮回之门 轮回之门蕴含着五月之历 三节之内无人可开 只有牛头马面手中的令牌 才能打开铁门 见这么多鬼魂齐举明界入口 牛头马面相互对视了一眼 两人分别拿出来了一枚令牌 插进了铁门的门栓之内 令牌插入之后 铁门犹如一头洪荒巨肘 缓缓打开了一条门 小军军和众多的孤魂野鬼 走进了铁门内 进入铁门后 便正式进入了明界 我从未信过明界 对明界充满了好奇心 本以为明界会是一个充满血清 阴森恐怖的世界 没想到里面和我想象中的截然相反 里面不止不恐怖 相反还很温暖 明界那到处都是高楼大厦 摆油马路 绿化成阴 方言望去四处一片的干净整洁 美景一人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133集 原来明界这么美 杨娟通过铜镜看到了明界的景象 难以置信的到 我也有些吃惊 没想到明界如此的美好 往前走了一阵子 乔军军和孤魂野鬼们上了一辆白色的大巴车 大巴一路行驶 最后开进了一家公司内 这家公司正是地狱公司 来到了公司内 一个头上长着脚的男子 带着一群公司的员工 给乔军军他们 每人发放了一份协议书 在看了一眼协议书后 有一些孤魂野鬼选择了签约 而乔军军和一部分孤魂野鬼 好像对协议很不满意 他们和地狱公司的人 发生了剧烈的争承 接着 乔军军和拒绝签署协议的孤魂野鬼 都被带上了手铐 他们被一群安保人员 详情抓进了一辆警车内 警车带着乔军军他们 来到了地狱的监狱内 打开了监狱的门 地狱的监狱 远比阳间的监狱更恐怖 地狱的监狱 阴暗潮湿 不见天日 乔军军他们 被狱警压解着 朝着监狱深处走去 再倒入两侧 挂满了白色的骷髅和人骨 朝监狱深处 继续走了一阵子后 呼喽和人骨消失 转而出现了十一口巨型的油锅 几个监狱的阴差 正在进行油炸鬼 把一个鬼 按进了油锅内 早已经沸腾了的油锅 迅速把它淹没 鬼在油锅内 痛不欲生 看见这一幕 我和阳军忍不住 大了一个寒症 地狱内太恐怖了 乔军军和孤魂野鬼们 在狱警的压解下 继续朝着监狱深处走去 又遭了一阵子 周围的场景 再次发生了变化 道路两侧出现了一群 被绳索金颈捆绑住的小鬼 这群小鬼身上的衣服 被脱得精光 阴差正拿着刀子 一点一点的割他们身上的肉 随着朝监狱深处不断前进 道路两侧各种酷刑 应有尽有 在阳间犯了罪的人 到了阴遭地府 便会受到惩罚 有的被油炸 有的被千刀万剐 有的被实行落刑 一直往前走 走了许久 终于在一栋牢房门口 停了下来 牢房的铁门紧闭 压起着乔军军他们的狱警 拿出了钥匙 打开了牢房的门 把乔军军他们 全都推进了铁门内 刚刚进去 乔军军就在这间牢房内 看见了一个熟悉的人影 正是他的姥姥 能再次看见姥姥 乔军军非常开心 急忙朝姥姥扑了过去 而此时他姥姥脸色 却很不对劲 面色非常的痛苦 乔军军一看 原来姥姥的背上 竟然有一只白色的猫 在不停地用爪子挠他 姥姥后背被挠得伤痕累累 遍体鳞伤 见姥姥这么难受 乔军军又气又脑 抓住白色的猫 就把他丢了出去 猫从背上取戒来后 姥姥的脸色好看了很多 能在地府内和孙女见面 姥姥同样的激动万分 他握住了乔军军的手 依依不舍 他们祖孙二人交谈了起来 过了一阵子 乔军军告辞了老了 他站在了牢房的墙壁前 用手指在墙壁上写下了一行字 小师傅 我已经知道真相了 帮我拽回人间吧 看见了这一行字后 我不再犹豫 拽着手中的红绳子 用力地一拉 乔军军顿时飞向了半步 消失在了牢房内 乔军军的魂魄 从铜镜之内飞了回来 接着 他附在了自己的身体上 就活了过来 女儿 你没事吧 看见女儿平安归来 杨娟悬着的心 终于放下了 他坐在床边 溺爱地用手 不停地抚摸乔军军的脸庞 再查看女儿身上是否有伤 妈 我没事 我在地府看见姥姥了 乔军军笑着道 姥姥和你说什么了 当时感觉乔军军和他姥姥聊了很久 可惜同镜只能看见画面 不能听到声音 所以乔军军和他姥姥聊了什么 我们无从得知 那家地狱公司有问题 地狱公司老总从阎王爷那里 获得了一大笔经费开发算命APP 结果APP开发完成后 却没有多少用户 地狱公司的老总 为了增加APP的用户 把触手伸向了阳间 他用免费送书子的方式 在阳间勾走了一大批老人的魂魄 然后成为他们算命APP的用户 当老人们来到地府后 地狱公司要求和他们签署一份协议 协议签完后 老人们将会成为算命APP的终身会员 这是地狱公司的阴谋 成为终身会员后 意味着将会永世不能投胎 有一些老人迫于地狱公司的威胁 被迫签署了协议 有的人不愿意签协议 而不愿意签协议的人 都被地狱公司关押到了监狱内 遭受酷刑 小军军把事情的经过 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所以你姥姥在监狱每天被毒打 被迫无奈之下 才向我托梦救援 杨军已经听明白了怎么回事 原来捣鬼的人一直是地狱公司的人 这家开在阴间的公司 一肚子的怀水 必遭天寝 那你姥姥说了吗 该怎么才能救她出来 毕竟母亲还在地狱公司的监狱内 杨军时刻惦记着母亲的安危 姥姥说 阎王已经知道这件事了 只怕过不了几天 地狱公司就会遭到清算 而被他们关进恶魔监狱的鬼魂们 都会被释放 去奈何桥重新安排投胎 到时候 我姥姥就可以去顺利投胎了 乔军君如实地说道 那就好 母亲终于不用再继续遭罪了 杨军是输了一口气 压在心中多热的石头 终于是放下来了 能解救姥姥 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小师傅 经过这段时间以来的相处 乔军君对我的印象大为改观 他对风水术也改变了许多的看法 原来这个世上真的有很多 科学无法解释的东西 任务完成了 我也该走了 和他们打了声招呼 我就要离开这 等一等 小师傅 我把钱付给你 毕竟曾经答应给我一千块酬劳的 这笔钱虽然不是什么大数字 但答应了别人的事情 是一定要做到的 我马上要出门的时候 杨娟喊住了我 把钱通过手机转给了我 以后有什么麻烦 欢迎随时来找我 收到了钱 我对了杨娟和乔军君母女 挥了挥手就离开了 乘坐一辆出租车 我回到了家 昨天晚上没睡好 回家后 我洗了洗澡 准备躺在床上休息一会儿 可是刚刚洗完澡 外面就响起了敲门声 谁啊 我披上了浴袍 过去开门 打开门后 只见门口站着一个流着蘑菇头 眼睛圆圆的 相貌和气质 看起来都非常文静的女孩 你是 我率先开了口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134集 请问您是风水士账号吗 蘑菇头女孩对我问道 我是 你找我看风水吗 我笑着道 是的 我希望您能跟我出一趟远门 蘑菇头女孩道 去哪儿啊 我出远门的话 可是要格外浮现的哟 不太远 就是滨海城 蘑菇头女孩说道 那还行 你进来吧 把你遇见的麻烦 和我详细说说 滨海城 是我们省的一个沿海城市 离南城不远 坐车两个小时就到了 我招呼着蘑菇头女孩 走了进来 女孩进来后 坐在了沙发上 我主动给她倒了一杯茶 抿了一口茶 女孩情绪稳定地下来 是这样的 我是一个小学教师 前几天学校放假 和几个同事去边海城游玩 蘑菇头女孩 唯唯道来 听闻之后 我顿时明白了怎么回事 这个女孩叫韩美美 今年27岁 是南城一家实验小学的教师 前几天放假的时候 韩美美和学校里的几个同事 一块去滨海郊游 结果 他们中途遇见了麻烦 在滨海的金明山游玩的时候 中途突然下起了大雨 她和同事们着急避雨之下 来到了一座荒山古宅内 这座古宅看起来 普普通通 却大有玄机 在避雨的时候 她的几个同事接连失踪了 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离开古柴后 韩美美就去报了警 后来警察派出了大量的人手 寻找到失踪的同事们 都毫无收获 她的同事们就仿佛人间蒸发了 韩美美为此难过了许久 找不到同事们 她寝食难安 回到了南城后 通过朋友介绍 知道了我 所以就来找我帮忙了 小师傅 您能帮我去找回来同事吗 韩美美说道 当然可以啊 不过 毕竟要出远门 您打算 给出多少的酬劳呢 我含蓄地说道 两万 真的不能再多了 我做教师好几年 这手里边只有两万的积蓄 现在青年教师的工资并不高 韩美美抛去吃喝拉撒 剩不了多少钱 拿出两万块 已经算是她的极限了 两万就两万吧 我接受 虽然两万块有点少 但毕竟为了救人 我决定帮她一次 谢谢 韩美美非常的开心 我希望您现在就能跟我出发 一个小时后 正巧有一班去滨海城的火车 韩美美用手机订票APP 是查了一下 去滨海城正好有两张坐票 现在就出发啊 我没想到她这么着急 越快越好 救人要紧 韩美美道 好吧 我答应了下来 能把您的身份证给我看一下吗 韩美美分别帮我和她买了一张火车票 我们俩当即就出发了 来到了车站 等了一会儿我们就上了车 火车启动之后 飞速朝着滨海时去 一路上韩美美一直一言不发 似乎是心事成功 虽然我和她才刚刚认识 但我感觉她是个心地善良的女孩 同时失踪后 她拿出自己仅有的积蓄找我帮忙 她的这份善心 在如今的社会已经极少见了 火车开了两个多小时 我们就来到了滨海 滨海是一座美丽的沿海小城 这座小城人口只有寥寥的百余万人 一山傍水 整个城市景色优美 下车后 韩美美就带着我上了一辆出租车 小姑娘 去哪儿啊 出租车师傅问道 金明山 韩美美说道 哎呀 小姑娘 现在这么晚了 去金明山很危险啊 金明山可是一座 绵延千里的山脉 山里面野兽珠末 我们两个这么晚了去金明山 出租车师傅 很担心我们的安危 那也要去 韩美美固执说道 哎 那好吧 小姑娘 小伙子 你们系好安全带 我要出发了 出租车师傅道 好说 我答应一声 我和韩美美系好了安全带 出租车师傅 挖动了车子 带我们到金明山市去 哎 我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 一个小时后 出租车在金明山山脚下停了下来 谢谢 付了钱 我和韩美美一起下了车 出租车 调转车车 离开了 我抬头看了一眼金明山 这山一望无际 山峰直立云霄 山势都叫险峻 不是一座好山 走吧 我带你去那座古宅看看 韩美美在前面带路 带着我走进了深山里 山里的路崎岖不平 我和韩美美走了一会儿 就累得够腔 更可怕的是 走了一阵子后 山里突然起了雾 现在已经临近傍晚 再加上起雾 山里放眼望眩 昏暗阴沉 诡异恐怖 我和韩美美心里 都有些发愁 继续往山里面走 又走了一会儿 韩美美突然一声尖叫 面色痛苦地蹲在了地上 你怎么了 我问道 我 我的脚晚了 韩美美疼痛地倒 我低头一看 她竟然穿的是高跟着 我心里暗暗地骂娘 买爬山 她竟然穿高跟 这姑娘是不是脑子有毛病 我 我不能走路了 脚 脚我好疼啊 韩美美说道 我背你吧 这荒山野岭的 我总不能 把它丢在这吧 这 这多不好意思啊 韩美美有些抱歉 你上来吧 把鞋脱了 用手提着 我背着你走 我蹲了下来 谢谢啊 韩美美缓缓地趴在我的后背上 紧紧抱住了我的腰 同时 用手提住了鞋 我站了起来 背着她 朝着山里走去 韩美美虽然是个女孩 可她 仍旧非常的重 我感觉 她足足有八九十斤 这么重的重量 压在我的后背上 背着她走山路 更加艰难 好在我平时比较注意锻炼身体 背着她 很勉强扛得住 背着她走了一阵子 我已经累得是满头大汗了 离古寨有多远啊 我问道 不远了 过了前面的山头 再走一阵就到了 韩美美说道 还有这么远啊 目测了一下前面的山头 最少得好几公里 您坚持一下吗 我给你揉揉尖 韩美美说着 在后背上帮我按摩肩膀 你别按了 按得这么疼 韩美美根本就不会按摩 她把我肩膀弄得是又酸又疼 对不起 韩美美抱歉了一笑 赶紧停了下来 我背着她朝着古宅的方向走去 翻过了一个山头 漏走了两公里 我们终于来到一座古宅的门口 这是一座废弃的老宅子 整座宅子古色古香 白色的墙 青色的瓦 坐南朝北 由正房 乡房和庭院组成 宅子因为年久失修 早已经破败不堪 大门只剩下的一个门框 墙壁上的白色石灰大面积的脱落 斑驳难堪 房井上面长满了杂草 无人打理 当时我的几个同事就是在这里失踪的 指了一下庭院 韩美美说道 请去看看 答应一声 我背着韩美美走进了古宅中 古宅之内一片狼藉 地面上的轻强地板残破不平 院子的墙角有一颗已经枯萎了的柳树 柳树下面坐着一个已经碎裂的水缸 整座古宅内透露着一股阴森恐怖的气息 我背着韩美美朝着正房走去 正房的两扇旧式木门 用手一推发出嘎吱嘎吱的怪响 像是两根骨头摩擦式的声音 毛骨停染 走进了正房之中 房间内遍地的蜘蛛网 客厅内放置了一张八仙桌 和两张太石椅 八仙桌和太石椅上面 布满了厚厚的龟神 毕竟八仙桌和太石椅 早已残破不全 八仙桌缺了一条腿 太石椅中间破了一个大洞 根本无法使用 当时我的同事们 就是在这里避雨的时候失踪的 韩美美说道 我低头一看 地面上一片杂乱的脚印 房间内还丢失了几个喝过的 框圈水瓶子和压缩饼干的包装袋 明显有人曾经在这里休息过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135集 你先坐下 我把韩美美放了下来 让她坐在地板上 把她放下来后 我浑身一阵轻松 果然背着一个人在身上 太累了 把韩美美放在地上后 我掏出来了罗盘 测试古宅的磁场 结果 抱着罗盘测试了一阵子后 古宅内竟然没有任何的异常 这里并没有出现过阴碎之物 我说道 不会吧 我的同事们就是在这里失踪的呀 韩美美不急地道 我去外面看看 答应一声 我离开了正房 在院子内转悠了一圈 没有什么发现 然后我朝着厢房走去 在东厢房内查看了一周 同样毫无收获 我有些失望地来到了西厢房 看能不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刚刚推开了西厢房的门 我果然在地上发现了一些不同之处 就是西厢房的地面被人刻意地清理过 不管是东厢房还是正房都避蔽地灰尘 只有西厢房干干净净 非常的奇怪 我们曾经在西厢房休息过一段时间 所以打扫了一下西厢房的地面 突然间 韩美美出现在了我的身后 你不是脚扭伤了吗 我看了他一眼 疑惑地问他 我的脚是扭伤了 但伤得不重 这走几步路还是可以的 韩美美解释道 现在时间已经很晚了 咱们在古寨内休息一夜 明天早上再展开调查 我说道 好 韩美美答应道 我们一起朝正房走去 来到了正房内 我在墙角找了一团甘草 然后和韩美美躺在了一起 一块休息 白天的时候 走了几个小时的山路 我们两个都累坏了 躺在甘草上后 没多久就入睡了 不知道是不是换了新环境的原因 睡了一会儿后 我就醒了 坐了起来 我再也难以入睡 无聊之下就玩起了手机 刚刚打开手机 我就是接到了一条新闻推送 点击一看 冰海最近出了一个精神奋力的女杀人狂 她已经诱骗多名社会人士 在深山之中予以加害 新闻推送内还有女杀人狂的图片 可惜 在古寨内信号不是很好 只能显示文字 根本无法查看图片 玩了一会儿手机 我还是无心睡眠 就把手机给关了 然后站了起来朝西乡房走去 我还是觉得西乡房有些奇怪 就算他们在西乡房休息过 也没必要把房间收拾得那么干净吧 整座西乡房地面一尘不染 像是有人在故意掩饰着什么 摸黑来到了西乡房内 我打开了手机手电 对着地面仔细地查探了起来 查探了一会儿后 我果然有了惊奇的发现 地板的缝隙内隐藏了一根头发 我小心翼地把这根头发捏了起来 仔细一看 头发上面竟然是沾染了一抹鲜红的血丝 头发上有血 说明有人在这里受过伤 可汉妹妹从未和我提起过 他有同事受伤的事情 把头发默默地收了起来 我跟着古宅往外走 反正我无心睡眠 不如借着月光 对着古宅附近勘察一下 看有没有什么意外的收获 我来到古宅外 顺着一时针的方向 在古宅外勘察了起来 古宅的前方和东面 全部都非常的正常 但是在古宅的后面 却非常的诡异 后面出现了两道长长的划痕 就像火车轨一样的痕迹 两条平行的印记 歪歪扭扭地从古宅的西侧 延伸了过来 顺着划痕的方向看去 这两条划痕正是从古宅的西乡房内伸出来的 我顺着划痕 延伸的方向往前走 走了一会儿后 终于到了划痕的尽头 接着地面上出现了一大片被人羞转过的泥土 泥土是崭新的 明显是被人刚刚翻了一遍 我蹲在泥土旁边 用手扒拉了一下 发现这些泥土非常的松软 我干脆把手伸进了土里 使劲地刨了起来 不一会儿的时间 地面上被我刨出了一个大坑 刨着刨着 感觉双手好像是触碰到了一缕软绵绵的东西 我用力一拽 竟然拽出了一串头发 把头发丢置在一旁 我不敢松懈 急忙加速继续地刨土 一会儿后 从泥土里露出了一张人脸 泥土里的人是个女人 早就死了 山里面阴寒潮湿 尸体并未腐烂 我继续刨土 刨了一阵子后 我抓住了女人的头 像拔萝卜一样的 把她拔了出来 随时在女人身体下面还有一群尸体 这具尸体是一具男尸 看男尸的样子 云莫二十出头 我弯下了腰 把那男尸又给拖了出来 在男尸的下面 竟然又出现了一具新的尸体 没想到泥土里有这么多的尸体 我又把新发现的尸体给拖了出来 如此反反复复好几次 我一共从泥土里拔出来五具尸体 把五具尸体摆在地上横着摆了一排 我累得不停地喘着气 躺在地上稍所休息 休息了几分钟 我站了起来 对这五具尸体打量了起来 虽然这几具尸体有男有女 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每个人的眉心上都有一个洞 一个比大拇指粗一点的洞 这个血洞正是他们致命的死因 像这种洞肯定是被某种钝器敲打而成 钝器的形状必定是锤子 或者是其他的硬物 看着尸体头上的血洞 我在一旁不停地揣摩 他们到底被什么东西给打死的 过了一会儿后 我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奇怪的物体 韩眉眉的高跟鞋 她脚上的高跟鞋鞋根非常的尖锐 根据大小判断 鞋根和尸体上的血洞正好符合 现在女人的高跟鞋质量特别的好 高跟鞋的鞋根完全可以当锤子来用 这些尸体的死 极有可能和韩眉眉是有关系的 大半夜的 你在这里做什么 背后突然传来了韩眉眉的声音 她转身一看 她手里拎着一双高跟鞋 正双眼拖合 月光下的脸色阴沉 头发遮挡住了半张的脸庞 非常吓人 我睡不着觉 出来散散心 我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紧张地看着她 双手轻不自禁 伸到后面 捡起了地上的一块石头 准备保护自己 不睡觉 出来算什么心啊 这山里面这么危险 万一有野兽出了意外怎么办 韩眉眉声音 嗡声嗡气地质问她 我不散心了 咱们回去休息吧 我害怕地 发现了背后的死尸 急忙是挡住了她的事情 你后面是什么 韩眉眉还是发现了 我背后的异常 她朝我背后看了过来 没什么 我遮遮掩掩掩的 哼 鬼鬼祟祟的 肯定是没安好心 说着 韩眉眉一个剑步 冲到了我的背后 接着 她就失声尖叫了起来 啊 我 我的同事找到了 原来 原来他们都死了 李盈 王雪侯 成龙 世王害死了你们 早知道 就不带你们来这里了 韩眉眉跪在了地上 绝望地哭了起来 假行行 看见她哭得这么伤心 我心中一阵逼着 第136集 这些尸体都是被她用高跟鞋 给砸死的 她如今 哭得这么难过 简直就是猫鼓耗子 假自卑 你们放心 明天我就会叫人 把你们的尸体 都给带回去 我会好好安葬你们的 哭了许久 韩眉眉双眼 红肿地站了起来 小师傅 谢谢你 你的风水术可真厉害 却这么快 就找到了他们的尸体 韩眉眉对我感激道 收人钱财 与人消灾 这是我分内之事 我笑着摆了摆手 明天我就会打电话 找人 拉走他们的尸体 你的酬劳 我明天回城里 就会转给你 韩眉眉道 前不着急 离天亮 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 咱们再回去休息一会儿 我打了一个哈欠 好 答应一声 我和韩眉眉 一起就回到了古宅里 而我躺下后 始终是没有放下警惕心 我之所以叫韩眉眉 一起回来休息 为的就是稳住的 据我所知 患有精神分裂的人 会产生两种人格 一种人格 是她本来的自己 另一种人格 会把自己幻想成另外一个人 刚才看见自己同事尸体的时候 她哭得稀里哗啦 明显是真的很伤心 但这些人就全都死于她手 杀这些人的时候 她必定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根据我的推测 她如果没有进行人格转换 本质其实是善良的 我只要拖住她 等明天上午回到城里 就去报警 到时候让警察把她绳之以法 不过我不确定 韩妹妹会何时进行人格转换 所以我必须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随时准备应对潜在的危险 哎呀 什么东西啊 这么个人 睡了一会儿 韩妹妹突然坐了起来 她在我身后发现了一块很硬的东西 低头一看 我手里竟然抱了一块石头 晚上睡觉的时候 随身带着一块石头 韩妹妹很难理解 你睡着了吗 把石头丢了呀 这么硬 怎么让人睡觉啊 韩妹妹嘀咕道 不能丢 这是我的本命石 我胡走着 什么叫本命石 韩妹妹一头雾水 本命石就是今年 是我的本命年 我身上需要一块石头 才能逢凶化吉 我吞吞吐吐的到 胡说八道 哪有本命石啊 韩妹妹一眼看穿我的谎言 她生气的从我怀里 躲过来的石头 朝门外啪的一声 丢了出去 变 我急忙阻拦 可惜石头还是被丢了出去 这可是我防身的东西 竟然就这么被韩妹妹给丢了 心中忍不住是一阵懊恼 诶 我的鞋去哪儿了 韩妹妹突然发现 她的鞋不见了 开始四处去找高跟鞋 韩妹妹在到处寻找她的高跟鞋 这女人找高跟鞋干嘛呀 要敲死我吗 今天退了好几步 马上要到退到门口的时候 韩妹妹终于在甘草下面 找到了她的高跟鞋 小师傅 你干嘛去啊 拿起了高跟鞋 韩妹妹奇怪地看着我 不干嘛 我去招当所 说着我逃也似的离开了房间 神神滔滔的 我走后 韩妹妹在背后嘀咕道 离开了房间 我就朝着古寨的门外跑去 韩妹妹要用高跟鞋砸死我 我得赶快逃离这里 我跌跌撞撞地跑到了门口 正准备出去的时候 突然一兵铁锤朝着我砸了过来 我吓得赶紧躲闪 铁锤擦着我的耳烧飞过 重重地击砸在了门口的墙壁 哗啦一声 讲门口的墙壁被砸出了一个洞 大便的碎砖木屑脱落了下来 显知又显得躲过了一击 我一阵后怕 到底是谁在偷袭我呢 抬头一看 一个披散着头发 光着脚 只穿了一套内衣 肤色又黑的女疯子站在了门口 拿着铁锤朝我发起的攻击 她手中的铁锤末端又尖又长 如果一锤砸在了我的脑袋上 必定砸出一个血窟了 看着女疯子 我心里恍然大悟 原来有精神奋力的女杀人狂 另有其人 不是寒美美 女杀人狂 眼神死死的盯着我 突然发出了一声怪笑 接着她拿着锤子再次朝我重重的扎了过来 我转身就想跑 谁知 踏步的时候 脚下一滑 我一屁股摔在了地上 女杀人狂的锤子 马上就要打在我身上了 眼看着我叫被打死的时候 半空中突然飞来了一只高跟鞋 高跟鞋打在了锤柄上 锤子失去了准头 一下就砸在了我身旁的空地上 我再次躲过一劲 小师傅 快逃啊 寒美美光着脚从房间内冲了出来 为了救我 把手里的高跟鞋当成了镖箱 快走 锤子被她用高跟鞋砸到了一边 不敢耽误时间 她急忙拉起的我 带着我就跑 我和她一起逃进了正房 然后我们俩把房间的门安静关上了 怪笑着女杀人狂拿起了锤子朝正房走来 来到了房间门口 她举起了锤子朝着正房的木门 用力地就砸了起来 正房的木门拧酒失修 早已经腐烂了 被她用锤子砸了几下之后 摇摇晃晃随时可能被砸了 小师傅 怎么该怎么办 韩眉眉担心地说道 和她拼了 一味的逃避不是办法 我决定和她拼了 木门被砸烂的瞬间 我从背后抽出了一把桃木剑 朝着女杀人狂刺的过去 不止 桃木剑虽然是木头做的 但是非常的尖锐 剑刃深深刺入了女杀人狂的小腹 可是并未刺中她的要害 女杀人狂又是一阵怪笑 接着她咬牙握住了桃木剑的剑柄 用力一抽 呼的一声 桃木剑被她从小腹中给抽了出来 她的伤口在不断的流血 可是女杀人狂 全然不在乎自己身上的伤 继续握着锤子朝我打了过来 我吓得赶紧躲闪 女杀人狂的锤子贴着我的面门掠过 若躲闪的时候稍有犹豫 我可能就要被砸死了 小师傅 让一让 背后突然传来了韩妹妹的声音 我扭头一看 只见韩妹妹是高举了一把太师椅 朝女杀人狂冲了过来 我赶紧给她让出了一条路 韩妹妹抱着太师椅 重重砸散了女杀人狂的头顶上 女杀人狂的额头上 顿时就流出了一行线线 可是 太师椅仍旧没有给女杀人狂造成致命伤害 她还有行动力 见韩妹妹一个女孩竟然这么的勇敢 我不敢示弱 后退了几步抱起了八仙桌 朝着女杀人狂冲了过来 女杀人狂接连受到攻击 被彻底的激怒了 她啊啊的怪叫着 手里的锤子朝着八仙桌 重砸了一击 咔嚓 她的锤子在八仙桌上砸出了一个洞 可是 在我用尽全力之下 八仙桌仍旧狠狠的 撞击在了女杀人狂的胸口上 在八仙桌大力的冲击之下 她哐当一声就摔倒在地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137集 知道这是制服她的好机会 我趁机把手中的八仙桌 用力对着她的头部 猛然敲打了下去 蹦不住了 我根本就不肯停 手里的八仙桌 对着她一下又一下 一口气切点 砸了十几下才停了下来 她 她该不会是死了吧 女杀人狂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旁边的韩梅梅 吓得够腔 我看一看 我把手指朝女杀人狂的鼻孔下伸了过去 发现她仍有呼吸 只不过 她头部收到重创 暂时失去了行动力 小师傅 咱们快走吧 这里阴森恐怖 女杀人狂随时可能醒过来 韩梅梅一个不敢在这里停留 好 我也不想在这待着 答应一声 就要走 等等 我的鞋坏了 刚才韩梅梅 用高跟鞋 砸了女杀人狂的锤子 高跟鞋斜根 就已经断了 我背你 我赶紧走了回来 蹲在地上 韩梅梅趴在我的肩膀上 我把她给背了起来 背着韩梅梅 我马不停蹄地 朝着山外逃去 一直逃了大半夜 终于在天亮的时候 我们逃出了鸡鸣山 休息一会儿 我先止不住了 躺在公路边上 我把韩梅梅放了下来 然后 我自己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不停地喘着足迹 背着她跑了一路 我累到虚脱了 我先打电话报警 让警察把那个女杀人狂 给抓起来 韩梅梅拿出了手机 快点报警吧 那种疯子早就该抓起来了 我说道 韩梅梅拨通了报警电话 过了一个小时左右 就有大批的警察赶了过来 警察赶到后 对我和韩梅梅做了笔录 并且安排人 送我们回市区 同时 他们带着大批 核强实弹的警员 朝古宅赶去 我和韩梅梅在深山内 和女杀人狂斗了半夜 又累又饿 来到了市区 我们俩急忙去吃了点东西 然后就去酒店开了间房 眉眉的睡了一觉 等我们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到了下午 这时候 我的手机再次收到了一条新闻推送 点开推送一看 只见今天上午 女杀人狂已经被抓住了 她涉嫌故意杀人 极有可能被判死刑 看到这条新闻 我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女杀人狂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不枉此行 这个时候 外面突然传来的一阵敲门声 进来 我说到 门立刻打开了 韩梅梅头发湿漉漉的 从外面走了进来 小师傅 咱们回去吧 韩梅梅刚刚 在她的房间洗了个澡 好啊 回去 我点了点头 在冰海已经把任务完成了 没必要继续留在这里了 那 这是答应你的报酬 我用手机转给你了 韩梅梅把两万块的报酬 转到了我的手机上 谢谢 这次的任务 并没有阴碎作乱 偏偏是我做风水师以来 最危险的一个任务 我差点死在了 女杀人狂的手中 说起来 我还要感谢韩梅梅呢 如果没有她 我可能就死了 我和韩梅梅离开了酒店 然后直奔了火车站 坐上了去南城的火车 两个小时后 我们再次回到了熟悉的南城 和韩梅梅寒暄了几句 她朝学校赶去 我则是拦了一辆出租车 回到了自己的家 回家后 天色已经黑了下来 可是我无心睡觉 就躺在沙发上 无聊的玩手机 手机正玩的开心呢 突然一个昵称 叫必死之恩的微信用户 申请加我好友 现在的社会 各种网络诈骗层出不穷 卖茶女 微商 推销商品的数不胜数 有一个不认识的人加我 我以为是骗子的 就没有通过 但是 过了一会儿 这个必死之恩 再次对我发起了申请 并且这次在印证申请上面 她还打了三个字 救救我 感觉有些蹊跷 我就通过了好友验证 我已经加上她的好友 好友加上后 她立刻就发过来了一句话 只有你能救我 请你帮帮我 微信中 必死之恩道 你是谁 我该怎么帮你 我立刻回复了一句话 我姓马 叫马南 是马市集团董事长的儿子 不过 现在你不能通知我的家人 也不要报警 你一个人来救我 事成之后 我必有重险 彼此之人回应道 为什么不能通知你的家人 你在什么地方 我应该怎么去救你 如果她有危险 按理说 应该第一时间通知她的家人 或者是报警 但这两条 她偏偏都不让做 好生奇怪 你不要问了 你把我救出来了 到时候再和你妈妈说 微信窗口一阵跳动 必死之恩 发了了消息 也行 能把你的地址发来吗 见她不想说 我不想再问 我在京六区的乱坟岗 你快来 微信内 必死之恩 把她的位置发了过来 乱坟岗都是死人 你去那儿做什么呀 我疑惑地倒 我就是死人啊 不 我是个活人 被人当成死人 给埋了 必死之恩 胡扯 你要是被埋进棺材里 岂不是 早就被闷死了 我不相信了 我说的是真的 你看一眼就知道了 接着必死之恩 给我发来了一张照片 我点开一看 只见照片上出现一个脸色苍白的男子 根据照片显示 他确实是躺在了一个阴暗 狭小的棺材里 不过 他的鼻孔内插着一根氧气管 在枕头旁 有一支氧气带 你看到了吗 我多亏了这袋氧气 才能坚持到现在 你如果不早点来救我 我就死了 微信窗口再次一阵晃动 必死之恩似乎有些不耐烦了 行 我马上就去救你 我意识到 必死之恩不像是和我开玩笑 收拾了一下行囊 背上了一把折叠铲 我朝着乱坟岗匆匆的出发子 乱坟岗是建国前的一片坟地 旧社会的时候 人命如草芥 穷人死了 没有钱买棺材 就裹一张草席 往乱坟岗随便一丢 九日九时 乱坟岗的死人就越来越多了 建国后虽然不再乱丢死尸 但却变成了南城赫赫有名的坟场 好多人死了之后 都在这里下葬 一时间 整个乱坟岗就变成了公众坟场 我开着车来到了乱坟岗 把车停在了路边 我拿着折叠铲下了车 下车后抬头一看 时间周围方圆树里全都是数不清的坟头 根本就不知道 毕死之恩被下葬在什么地方 这个时候手机传来一阵震动 我打开一看 只见毕死之恩又给我发来的消息 你来乱坟岗了吗 毕死之恩对我问道 来了 我答应道 我就在东南角最新秀的坟里 你过来挖就行了 毕死之恩在微信中告诉我坟头的位置 我朝着乱坟岗东南的方向走去 走了一阵子 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个新秀的坟头 看了一眼坟头前的墓碑 墓碑上写着一个人名 马南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138集 马南正是毕死之恩的真实性命 所以这个墓就是毕死之恩的墓 想到这儿 我不再犹豫 打开了折叠铲 对着坟头使劲地挖了起来 用力挖了一阵子之后 果然在坟头内是看见了一口棺材 棺材被钉得死死的 我用折叠铲 对着棺材盖使劲地撬了一下 别乱撬 会震死人的 棺材内传了一个沉闷的声音 你就是刚才给我发微信的毕死之恩吗 我对着棺材问道 没错 就是我 你快把棺材盖撬开 我在里面快憋死了 在棺材内这么久 里面的氧气快要吸完了 马南在里面憋得难受 稍等啊 我马上把棺材盖给撬开 对了 我如果把你救出来 你给我多少钱啊 我期待地问道 刚才他在微信里和我说 他是马氏集团董事长的儿子 他爸竟然是董事长 他家估计很有钱咯 好不容易碰见一个土财主 我准备交的一笔 你要多少我给多少 你先把棺材盖打开啊 马南在棺材内说道 这可是你说的啊 那我要五百万 能行吗 害怕棺材盖打开了 这小子会不认账 所以我提前问道 没问题 打开了棺材盖 我就给你 马南说道 爽快 我一阵高兴 果然还是有钱人出手大方 做他一笔生意 比做别人十单生意 都要赚得多 有了钱 我干活更卖力的 用折叠产 对着棺材盖使劲地敲了地下 棺材盖很快就被砸开 接着一个烫着头 脸色白的吓人 身材消瘦 打着耳钉 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喘着出气 从棺材内坐了起来 你爸真的是 马氏集团的董事长 怎么感觉这货 都不像是富二代 看他的这一身打扮 就像是一个街头小混混 这还有假 我爸就是 马氏集团的董事长 骗你有意思吗 马南愤愤地道 那你给我五百万啊 我开始伸手要钱 五百万吧 肯定会给你的 但我得有了钱 才能给你 马南眼珠子一转道 你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想耍赖啊 感觉这小子有诈 我立刻激动了起来 你放心吧 才五百万而已 少不了你的 马南说着 从棺材里爬了出来 既然少不了我的 就给我啊 我不依不饶得到 五百万我又没带在身上 你等我回来家 拿给你啊 马南说道 我跟你回家 害怕这孙子跑了 我主动 要求跟他回家 你跟我回家也行 但 你得以朋友的身份 跟我回去 马南似乎有些担忧 只要你能把五百万给我 以什么身份都行 我说道 只要我爸给了钱 我马上就赚给你 马南答应了下来 废话少说 上车吧 去你家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五百万了 你竟然开着车来的 太好了 马南笑着道 我的车在这儿呢 你身上太脏 只许坐后坐啊 他刚刚从棺材里出来 一身的土 害怕他把车给弄脏了 我笑着打开了车门 让他坐在了后坐 就你这种破车 我平时都不乐意开 马南对我担心 他会把车弄脏这件事 非常的不开心 他嘀咕着上了车 我启动了车子 带着他到家里来 他们家 在京二区的别墅区里 停停停 这栋别墅就是我们家 来到了别墅区内 车子刚刚行驶的没一会儿 马南就指着一栋 高档的别墅喊了起来 我把车子停了下来 记住我刚才说的话 你现在是我的朋友 下车后 马南对我一阵嘱咐 然后他打开了家里的门 马南走在前面 带着我朝客厅走去 刚刚来到客厅的门口 就听到里面传来一阵 男人和女人说话的声音 那个傻小子死了吗 女人的声音柔弱无骨 说话时充满了魅意 隔着一扇门 叫滴滴的语气 都快要把人的骨头给融化了 当然了 狼儿都已经被埋进棺材里了 男人有些苍老的声音道 那就好 马南死了呀 从此以后 马家的财产就归我们龙儿所有了 听见马南死掉的消息后 女人惊喜地笑了起来 老爸 小阿姨 我回来了 这时 马南带着我 直接推门而入 客厅内的沙发上 坐着一男一女 男人面色苍老 头发滑白 大约有五十岁左右 和马南的面容有些相似 他就是马南的父亲 马永良 女人月貌三十出头 长得花容月貌 面色白皙 双眼炯炯有神 只是 门宇间有几分放荡 身上穿了一件白色的旗袍 旗袍开刹很大 露出两条白花花的大腿 她是马永良现在的妻子 李美丽 马南的生母 也就是马永良的前妻 早在去年就生病去世了 前妻死后 马永良勾搭上了年轻貌美的李美丽 结婚一年后 李美丽给马永良生了一个儿子 叫马龙 有了儿子后 害怕马南会和儿子抢夺家产 李美丽不停地用卑鄙手段 加害马南 先是雇佣凶手 人为的制造车祸 企图用车撞死马南 以失败而告终 后来又在饮食里下毒 企图用毒药毒死马南 结果 高价买来的毒药是假的 马南服用后没有任何的效果 多次对马南的暗杀都失败了 李美丽心狠手辣 又想了一个毒计 他竟然趁着马南熟睡的时候 直接把他给活埋了 对外宣称 马南是突发完结而死 马南这小子不是吃素的 在被活埋之前 提前在身上藏了一只小型的氧气袋 靠着这袋氧气 他在棺材内多活了几个小时 然后向我发出了救援 马南 你不是死了吗 看见我和马南出现在家中 李美丽一脸的吃惊 马永良则是喜忧参半 作为父亲 他是不希望自己儿子会死的 只是他害怕李美丽会生自己的气 所以才同意李美丽活埋了儿子 如今马永良早就被李美丽迷得神魂颠倒 对他和李美丽生起的儿子马龙 看得尤为慎重 更是暗暗的发誓 竟然把全部的家产传承给马龙 马南回家后 马永良过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兰儿 你能回来 父亲太高兴了 马永良虚情假意地说道 能和你还有小阿姨在见面 我也很高兴 马南嬉皮笑脸地道 他早就知道父亲和后妈要加害的 可是马南天生乐观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 都是一副完事不公的样子 啊 饿坏了吧 你快坐 我让渣妈呀 去给你做点吃的 虽然在心里非常讨厌李美丽 但表面的功夫还是要有的 毕竟在外人眼里 李美丽是马南的后妈 他们是一家人 并且加害马南 一直是在暗中进行的 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 是不能被外界所知的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139集 李美丽假装关心地去了厨房 让保姆 让妈给马南做一些吃的 老爸 这次我回来 要多亏了这位小师傅 是他救了我 马南笑着 向马永良介绍我 马总好 我笑着打了一声招呼 他是 马永良发现 我有些面生 他是咱们南城最好的风水师 这次是他把我从棺材里挖出来的 马南说道 多谢你 救了我儿子 马永良表面对我感激不尽 其实眼神中带着一股怨恨 这次是我破坏了他们天衣无缝的计划 不必感谢我 我救你儿子不是免费的 我是有报酬的 我开了口 对 小师傅跟我回来是为了拿钱的 我答应他救了我 会给他五百万的报酬 老爸 这笔钱你会提我给他的 对吧 马南把皮球提给了他父亲 马永良一阵咬牙切齿 他们马家虽然身价几个亿 但五百万对他们来说 也不是一笔小书 我这次不止破坏了他们的计划 还找他们家讨要五百万 马永良是赔的夫人又折兵 对我恨之入骨 做生意最重要的是讲现语 答应了别人的事 一定要做到这还是您教我的呢 这五百万您不会不给吧 马南在用激将法 啊 钱当然会给了 不过五百万可不是小书 不如留小师傅在家吃一顿饭 吃完了饭之后啊 我再让秘书把钱转给他 说话前 李美丽面带微笑的 从门外走了进来 对 时间这么晚了 大家肚子都饿了 应该在家吃点东西 马永良向来以李美丽 马首是瞻 李美丽的话 他不敢不听 李美丽既然 邀请我们在家吃饭 必有他的用意 马永良赶紧是顺着他的话说 我和马南对着了一眼 怎么感觉李美丽和马永良 留我们在家吃饭 不怀好意呢 马南 你怎么回事啊 人家客人 好不容易来咱们家一趟 你还不好好招呼人家 正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 李美丽瞪了马南一眼 似乎有些责怪他不照顾我 小师傅 要不你就留下来吃顿饭再走吧 马南也摸不清后妈 为什么非要留我吃饭 后妈既然说了 她不好意思唱反调 所以只好顺着后妈的意思 一起挽留我在家吃饭 那好吧 我就留下来吃点东西再走 他们一家都挽留我吃饭 我如果拒绝 就有些现在太不尽人情了 所以我只好答应了 听见我同意留下来吃饭 李美丽露出了一个满意的笑容 你们坐 厨房啊正包着汤呢 我去看看的 汤好了没 说着 李美丽朝厨房走去 我们一起坐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 李美丽就端着一盆汤走了进来 这可是我亲手包的汤 待会儿啊 你们可要好好品尝一下 李美丽笑着道 一定一定 我连连地说道 汤上来后 保姆张妈在后面开始上各式各样的美味佳肴 马家毕竟是有钱人 出手阔绰 请我吃饭 做了整整一桌子的美味佳肴 看着马家人对我如此的重视 让我有些挺不好意思的 小师傅 你救了男儿 我得好好谢谢你啊 这是我做的汤 你可要多喝点啊 李美丽 亲手给我盛了一碗汤 递得过来 谢谢 我连忙道歉 汤放在她面前 里面散发出阵阵的香气 看来李美丽还是油两下子的 做的汤这么香 喝呀 快喝呀 李美丽在一旁不停地招呼道 我低下了头准备去喝汤 但是嘴刚刚伸到碗边 立刻停了下来 碗里面有些不对劲 里面漂浮着一些小虫子 这些白色的小虫子 只有米粒一样大小 如果不仔细看 根本无法察觉虫子的存在 小师傅 你怎么不喝了 李美丽问道 我胃口不好 不太想喝汤 我想了一下道 这可是我亲手给你做的 你不尝一口 怎么对得起我的良苦用心呢 李美丽有些不满了 这个嘛 一时间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我不想得罪她 可是 这碗汤 明显有问题 小师傅不喝 我替她代劳了 马南见我不愿意喝汤 她从我面前 把汤碗夺了过去 一饮而起 谁让你喝的 这是给小师傅的 给我喝的汤 被马南喝光后 李美丽一阵生气 小师傅不愿意喝呀 这么好的汤 不能白白浪费了 马南 理直气壮了道 你 李美丽被她气得半死 但汤已经被她喝了 她无可奈何 汤被马南喝下后 屋内的气氛 变得沉闷了起来 我们都不再说话 我细意地品尝着 马家的大餐 根本不在乎 马家人的想法 刚才 李美丽一直在 蛊惑我和她做的汤 那碗汤明显有诈 马家人对我不怀好意 我的头好疼啊 饭吃到一半 突然 马南倒在了地上 抱着头 不停地打起了滚 兰儿 你怎么了 见儿子这么难受 马永良 站了起来 有些不知所措 要不 咱们就救护车吧 李美丽 一连地镇定 过了好久 才提出来 去叫救护车 去 去叫救护车 长马 快打电话 去叫救护车 马永良 对张马说道 疼死了 疼死了 马南在地上疼得翻来覆去 我低头一看 他的头上弥漫着一股黑气 他双眼突出 眼球内全是血丝 面部表情扭曲 痛苦至极 这是中骨了的迹象 如果没猜错 马南中的是 弑脑骨 弑脑骨顾名思义 是一种用死人的脑浆 喂食出来的骨 这中骨被人吞下之后 会顺着人体的经脉 钻入脑部 不停地啃食人的大脑 直到把人脑给啃光吃净为止 中骨之后 中骨者是被活活地啃进脑浆而死 过程痛苦不堪 受心百般地折磨 马南之所以会中骨 就是因为喝了我的汤 李美丽在汤里对我下的骨 结果被马南阴差阳错地给喝了 马南等于在替我受过 陈儿 你忍一忍啊 待会儿救护车就来了 虽然曾经和李美丽 和起伙来 吭着马南 但马南毕竟是他儿子 马永良 对马南还是有着一丝血脉之情的 我有办法可以救他 关键时刻 我站了出来 小师傅 你真的有办法救我儿子 马永良惊喜地问道 当然了 你把他扶起来 我给他按摩 按摩可以救人 笑死人了 李美丽捂着嘴 笑了起来 骨是他下的 骨的威力 他最清楚 这种骨一旦进入人体后 根本就没有医治的办法 而按摩 一骨更是无济之谈 有没有用 睡一睡也是好的呀 马永良把他儿子扶了起来 我来到了马南的背后 把手指伸下了他的后脑勺 在人体的后脑勺 有六个大学 分别是百慧 厚顶 墙间 脑户 丰府 雅门 这六个大学主管 后脑勺的经脉运转 只要不停的 按摩这六个学套 就可以刺激脑部血液流转 把大脑内的 骨虫给排除体外 我站在他身后 用手开始 帮马南按摩 我的手指在他后脑勺上 不断的游走 不一会儿的时间 马南就脸色发红 呼吸都变得沉重了起来 小师傅 我儿子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马永良问道 经过按摩 他体内的血液循环加速 过一会儿 骨虫排除体外就好了 我安慰说道 原来是这样啊 马永良点了点头 我继续给他按摩 又按了一阵子后 马永良的呼吸 越来越急促 他的身上出现了 层层的汗 非常的难受 小师傅 蓝儿怎么样了 见自己的儿子如此难受 马永良 关心的问道 旁边的李美丽看到 马永良对马南这么在乎 狠狠瞪了他一眼 马永良不敢说话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140集 马上就好 我一边说着 一边对马南加快了按摩速度 又过了几分钟 马南剧烈的呕吐了起来 马南为了一阵的翻墙倒海 吐出来了一滩白色的小虫子 通过我的按摩 骨虫从他的头部转移到了胃部 然后又被他给吐了出来 骨虫被吐出来后 马南的身体立刻就好了很多 他躺在沙发上 不停地喘着粗气 已经是没有那么难受了 视脑骨已经被驱逐了 马南没有生命危险了 我说道 没有了危险就好 马永良用蚊子哼哼一样的声音嘀咕道 小师傅 我可要谢谢你啊 又救了马南一命 李美丽对我咬牙切齿地道 不必多谢 我连续救了马南两次 你们是不是应该把账给我结了呀 我心里时刻惦记着五百万的事情 老马 给人把钱汇过去吧 李美丽表面假情假意地 让马永良给我转账 但说话的时候 却故意对他使了一个眼神 好 我马上让人给小师傅转账 马永良说着 拨通了他秘书的电话号码 电话拨通后 聊了没几句 他就露出了为难的神色 小师傅 不好了 银行下班了 马永良很抱歉地说道 我心里暗暗问候的祖宗十八代 现在都是用手机转账 哪用得着去银行啊 这老头摆明了要坑我 你有支票吗 支票也行啊 我问道 我的支票用完了 说着 马永良拿出了一个支票夹 里面空空如也 我大为扫星 看来 他是有心不付钱给我了 小师傅 这样吧 明天你再来 我们带你去银行 把钱赚给你 李美丽说道 那好吧 明天我再过来 闲聊了几句 我就离开了马家 回去之后休息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 我就开着车 再次来到了马家 五百万这么庞大的一笔数字 我可不会白白地放弃 来到门口 我下车后 按通了门铃 没会儿 门就打开了 李美丽穿着水袍 衣衫不整地站在了门口 她看见我这么早就来要钱 有些惊讶 你进来吧 老马还没起床呢 你在客厅休息一会儿 待会儿啊 带你去银行 李美丽招呼我走了进去 好啊 答应一声 我走进了别墅内 来到了客厅后 找了一张沙发 就坐了下来 李美丽则是朝着楼上卧室走去 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一边玩着手机 一边耐心地等待他们 玩了一回手机之后 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就是李美丽是怎么学会下鼓的呢 势脑鼓这种歪门邪道 可是典型的南洋巫术 被中原正道所不齿 李美丽会下这种鼓 难道她是南洋巫师 或者这些鼓虫 是她从南洋巫师手里花钱买来的 我对李美丽的身份产生巨大的质疑 昨天李美丽是在厨房下的鼓 我决定去厨房看一看 我捏手捏脚的来到了厨房内 在厨房内巡视了一周 都是一些普通的锅碗瓢盆 并没有什么出奇之处 但正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 我终于有了新的发现 在橱柜的缝隙里 露出来了一缕黑色的头发 我忍不住好奇心 过去打开了橱柜的门 刚刚打开橱柜的门 我被恶心差点给吐出来 在橱柜里面放着一个女人的头 面部早就被用力气给掏空了 整个头变成了一个容器 容器内 无数只米粒一样大小的虫子 在吞噬女人头颅的脑浆 白色的脑浆被虫子吞噬的 早已经是千疮白骨 女人的头颅内更是散发出一股股 刺鼻的恶臭 没想到李美丽如此胆打 竟然在家里直接养骨 虽然发现了骨虫所在 但我不想打扫惊蛇 我悄悄关上了橱柜的门 然后若无其事的回到了客厅内 我坐在了沙发上继续玩手机 几分钟后 穿了一身黄色连衣裙的李美丽和马永良 一起从楼上走了下来 李美丽这女人虽然蛇蝎心肠 但她确实有几分姿色 一件黄色的连衣裙在她的身上穿着 整个人看起来美轮美奂 走吧 带你去沿航 李美丽招呼说道 谢谢 听见要去银行的 我内心一阵欢呼雀跃 五百万要到手了吗 我心中暗暗的高兴 李美丽和马永良在前面带路 我们一起上了一辆奔驰 马永良亲自驾驶着奔驰 带着我们出了门 车子开了一阵子 越开越不对劲 路两边的行人越来越少 连建筑都变得低矮了起来 快停下来 这不是去银行的路 我总算是看出来了 马永良两口子根本不打算带我去银行 他们没俺好心 小师傅 去不去银行 咬不得你了 李美丽坐在副驾驶 冷叫道 你快停下来 我说着 我就要去拽马永良的衣领 准备迫使她停车 就在这个时候 车驾驶舱的后排突然升起了一道钢化玻璃 把我的手给挡在了外面 这辆奔驰是经过特殊改造的 马永良坐在驾驶舱开车 李美丽坐在副驾驶 我坐在后座 一辆车被钢化玻璃在中间分成了两个空间 我根本就触碰不到他们 你们带我去哪 快把车停下来 我大喊着 用手对着钢化玻璃使劲削大了起来 可是钢化玻璃非常的坚硬 单兵我的双手是根本打不动玻璃的 我心中万念俱灰 难道这次要死了吗 奔驰开了一阵子后 最终开进了交去那一个荒废的院子 这个院子是一个典型的农家院 用砖头砌成的墙壁 院子内两排的砖瓦房 大胖 老兽 你们快出来 来猎物了 奔驰在院子内停了下来 李美丽拍了拍手喊道 哗啦 听见了李美丽的声音 门打开了 从屋内走出来两个青年男子 这两个男子非常的奇葩 一个胖的跟蹭驼似的 一身的肥肉 走路的时候肥瘦的肚子一晃一晃的 胖的吓人 另一个则是瘦的皮包骨头 脸部都塌下了下去 颜骨突出 身上穿了一件背心 由于身上太瘦 背心像麻袋一样套在他的身上 摇摇晃晃的 大胖 老兽 来货了 把他给吸下来 李美丽说道 是 大胖一声 大胖和老兽从后面打开了车门 把我给拽了下去 哎哟 你俩轻点 这俩哥们手跟铁爪子似的 抓得我生疼又难受 我嘴巴咧嘴的喊了出来 莉姐 这小子长得白白嫩嫩的 看起来都是一块不错的肥料 身材肥胖的胖子说道 这小子喜欢多管闲事 这就是他多管闲事的代价 你们要把他捞到诗人井里去 喂虫子 李美丽道 是 答应一声 身材肥胖的胖子和瘦子 拖着我 把我朝院子后面走去 你们放开我 放开我 我不停地大喊大叫 可是胖子和瘦子的力气齐打 不一会儿的时间 他们就带着我 来到了院子后面的一口井的旁边 刚刚靠近井边 里面就散发出来一股惊天的血腥味 朝井内看了一眼 里面黑洞洞的深不见底 不用想也知道 这里绝对不是什么好地方 喂喂 你们要干嘛 给我下去吧 胖子和瘦子 推着我朝着井口走去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141集 我不停地挣扎着 可是在井口旁边 胖子和瘦子 一用力 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跌进了井内 砰 我的身体急速地朝井底坠落 救命啊 我吓得不停大喊大叫 可没一会儿 我还是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我摔得很重 屁股都快被摔成八半了 揉了揉屁股 我单手扶着墙壁 是站了起来 抬头一看 头顶上的井口 离地面最少得有好几米 这么高的距离 我掉下来的时候 没有被摔死 已经是万幸了 就在我暗自庆幸的时候 背后突然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准确地说 是一串脚步声 就好像有十几个人 在整齐画移的同时走路一样 难道有人在背后走正步吗 我好奇地转身一看 这一看 差点把我的魂都给吓没了 我的背后竟然是一只大乌公 这只乌公最长有三米多长 个头有一人多高 他有密密麻麻的两排脚 走路的时候 数十几脚都踩在地面上 发出一阵奇异刷刷的声音 怪不得我以为有人在走正步 原来站在我背后的是一只乌公 井的下面除了有一只乌公之外 在井底的另一个角落 全都是人的骨头 有骷髅 人的排骨 大腿骨 数不清的人骨 挪成了一座小山 这些人骨都是乌公吃剩下的 李美丽这女人果然是心肠狠毒 她竟然秘密饲养这种毒虫 吃人肉长大的乌公 剧毒万分 若饲养到一定程度 必将危及整个社会 乌公显然饿坏了 看见我后兴奋的怪叫 接着 几十只脚 整齐话一的朝我走了 别过来 我吓得不停后退 连续退了好几步 我无意中在地上发现了一块石头 就弯腰捡起来了石头 对着乌公丢了过去 我用的力气很大 石头砸在了乌公头上 发出啪的一声响 接着 石头就被剑飞了出去 我顿时是一阵至惊 没想到乌公如此厉害 连石头都无法伤害到他了 头部被砸了一下后 乌公被激怒了 迈着几十只脚 气质汹汹地朝我通我过来 一步要把我大谢八块的样子 危机时刻 我突然想起了 以前西游记里的一个片段 宋公起来 某日兴军来收服蝎子精 蝎子和乌公一样 都属于毒虫 鸡是他们的天敌 想到这儿 我决定冒险仪式 我打开了手机 以前我玩心中 曾经下载了一段 鸡叫的音乐 做手机铃声 现在这段音乐 终于派上用场了 我点开了手机屏幕 把声音调到最大 开始播放音乐 公鸡的打鸣声 瞬间响起 气势汹汹的 乌公听见了 鸡叫的声音 就像耗子碰见的猫一样 身体竟然变得瑟瑟发抖 不一会儿的时间 乌公竟然匍匐在地上 吓得站都站不起来了 没想到 公鸡的叫声如此了得 乌公迅速被制服了 可是乌公现在虽然不对我 发起攻击 但过一会儿 我的手机就要没电了 到时候没了计较 我仍旧是难逃意思 我才想趁着这段时间 能不能自救 我试着对着井口 爬了一下 井口是又滑又窄 根本无法攀岩 单凭我一个人的力量 是根本逃不出这口井的 这时手机突然弹出来了 一个窗口 我低头一看 手机里的电量 已经不足百分之十 随时可能关机 我心中是一只暗暗的骂娘 看来老天爷有意让我死在这里 我曾经无数次想过自己的死法 有可能老死 有可能生病而死 但我万万没想到 有一天我会死在乌公的手里 就在我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 井口内缓缓伸下了一根绳子 我抬头一看 来救我的人竟然是马南 小师傅 我来救你了 快上来吧 马南趴在井口 压低的声音对我说道 你怎么回来这儿 他突然来救我 我颇感意外 你快上来吧 有什么话上来再说 马南朝着周围警惕地看了一眼 似乎害怕会被人发现 好 大用一声 我伸出手抓住了绳子 用尽全力朝着井口爬去 在马南的用力拉扯之下 我终于回到了岸上 看着蓝蓝的天空 呼吸着外界 新鲜的空气 我心中庆幸不已 我终于活下来了 小师傅 快跟我离开这里 要不然大鹏和老兽 就发现咱们了 马南担心地倒 嗯嗯 待会儿我在这收拾他们 答应一声 我和马南一起离开了这里 我们悄悄地离开了院子 马南 你是怎么知道 我被关押在这里的 离开院子后 我问道 今天早上我看见你跟着小姨 父亲上了车 就知道他没有暗害你 所以 我悄悄地跟在了后面 跟踪你们到了这里 马南说道 臭小子真有你的 要不是你 我今天就死定了 我笑着说道 你连续救了我两次 我救你一次 也是应该的 马南微微一笑 满不在意 你知道李美丽 在偷偷练着孤独吗 我问道 唉 知道 小阿姨来历不明 她会很多歪蛮邪道 我早就有所了解 马南叹了一口气 你得想办法 解决掉他呀 他害人不见 这种人 不能留在市场 我说道 谁说不是呢 可是小阿姨不好对付 他手脚干净 杀人从不留证据 想对付他很难 唉 马南叹了一口气 等等 我突然停了下来 小师傅 你要做什么呀 感觉我的脸色 有些不对劲 马南好奇地问道 咱们得回去一趟 我说道 你疯了 咱们好不容易逃出来 再回去 岂不是自投罗网 马南难以理解我的想法 咱们要去把那只害人的武功给除掉 我说道 怎么除那只武功啊 那只武功浑身坚硬如铁 很难伤到他的 马南担心道 用攻击啊 我微微一笑 心中早就有了计划 我带着马南朝着附近的一个小镇走去 来到了小镇的农贸市场 我花钱买了几只大红公鸡 提着这些公鸡 我和马南又返回了十人井 来到了井口 我把手中的大红公鸡 朝井内丢了之后 井中立刻就发出一阵鸡飞狗跳的声音 井口内是黑漆漆的一片 看不清里面发生了什么 但是可以想象的出来 那几只公鸡必定正在追着蜈蚣打 噓 有人来了 马南察觉到房子后面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我和他相视一眼 急忙就躲在了一个石墨的后面 没会儿一捧一兽 两个男子走了过来 这两人就是李美丽的帮手 绰号大胖和老叔 大胖 刚才好像有人在这 听着圆滚滚大肚子的矮胖子 竟然管瘦高个叫大胖 老叔 哪有人呢 你别一神一鬼了 而皮包骨头的瘦高个 竟然管矮胖子叫老叔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142集 这两人瘦的叫大胖 胖的叫老兽 也太奇葩了 我心里暗暗的嘀咕 李美丽这女人身边全是一群怪胎 大胖 你看 景下面出意外了 老兽发现了景中有异常 大胖拿着一个手电筒对着景底 照射的进去 只见井里面出现了一群攻击 在攻击的追逐下 乌公已经趴在地上 奄奄一息的 不好 乌公被攻击咬死了 丽姐不会放过咱们的 大胖面色沮丧 赶紧打电话通知丽姐呀 不然咱们会死得更惨 老兽面色焦急地说道 答应了一声 大胖赶紧给李美丽拨通了电话 没多久奔驰再次开进了院子来 李美丽和马永良怒气冲冲地走了过来 朝着景口看了一眼 李美丽顿时明白了怎么回事 大胖 老兽 你们两个看守无功不利 三日后 别想从我手里得到截毒伞 李美丽声音冰冷 毒公可是被她精心饲养了两年多的蛊虫 眼看着叫成功了 突然死了 两年来的努力功亏一篑 李美丽气急败坏 丽姐 不要啊 没有解毒伞 我们会死的 大胖和老兽 听见不给他们解毒伞 他们俩吓得跪在了地上 苦苦哀求 这是对你们看守毒公不利的惩罚 说吧 李美丽迈着大长腿 带着马永良一起离开了院子 她走后 大胖和老兽在地上过了许久 不愿意站起来 没有解毒伞 三日后 咱们两个不死 也得脱层皮 大胖恐惧道 上次就是因为没有及时服用解毒伞 我从瘦子变成了胖子 你从胖子变成了瘦子 这次再没有解毒伞 只怕咱们俩难逃一死啊 老兽回忆起来上次恐怖的画面 上次他们同样是没有完成任务 李美丽没有给他们解毒伞 他们俩躺在路边 全身上下痛得死去过来 一夜之后 大胖原本又肥又胖的身材 变成了骨兽如柴 原本骨兽如柴的老兽 突然就变成了肥豆大尔的死胖子 这一切都是因为没有及时服用解毒伞的原因 而这一次李美丽又要断供解毒伞了 只怕他们俩这次难以渡过难关 九死一生 我和马南躲在了石墨的后面 听着他们的聊天 我顿时明白了怎么回事 怪不得大胖和老兽对李美丽言听计从 原来李美丽在他们身上下了骨 骨兽神秘复杂 有的骨可以吞噬脑腔 有的骨可以让人在昆睡中不知不觉的去世 有的骨可以操控人心 大胖和老兽中的骨就是操控人心的那种 我虽然还不太清楚他们俩身上中的骨到底是什么骨 但爷爷遗留的《马医神算》里记载了很多解骨的方法 我愿意对他们试一试 心里想着我就站了去了 是你小子 大胖和老兽发现了我 他们俩的眼神中露出了一股敌意 刚才就是我在试人经里高死的毒物宫 李美丽断然就断供解毒散 全是因我而起 所以大胖和老兽把怨恨全都撒在我的身上 小师傅 你干嘛这个时候站起来啊 我在这个时候突然现身 很容易给我们俩带来灾难 马南有些埋怨地说道 我自有安排 我对着马南安抚了一下 接着大步朝大胖和老兽走去 大胖和老兽见我朝他们两个步步紧逼 两人已经做好了动手的准备 二位想不想解除你们身上的骨啊 我笑着问他 你怎么知道我们身上有骨 大胖和老兽互相对视了一眼 两人同时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骨虫这种东西神秘莫测 他们两个中骨后曾经去医院做过检查 希望可以通过医生帮他们把身上的骨虫给解除掉 可是医生给他们做了全身的检查 告诉他们检测结果一切正常 中骨在医学上是根本检查不出来的 这个世上除了李美丽之外 没有人可以给他们解骨 他们中骨的消息更是从来没有和外人说起过 我是如何看出来他们身体中骨的呢 大胖和老兽对我非常破解 不瞒二位 我其实是一名风水师 我微微一笑 风水师懂得解骨吗 大胖不太相信我 当然懂了啊 师不相瞒 前天马南也中了骨 他身上的骨就是被我解掉的 我如实说道 没错 我身上的骨就是小师父汪汪姐的 小师父的风水术非常厉害 号称南城第一风水师 在整个南城 他的风水术赶成第二 没有人赶成第一 马南为了让大胖和老兽相信我 不停地吹嘘我 他把我吹嘘得这么厉害 让我有些无地似容的 甚至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的道理 我向来处置低调 对外从不敢自称第一 马南给我安了一个第一的名头 万一将来遇见比我强的高手 会让我很难下台的 你的风水术真的这么厉害 吹嘘是不对的 但却是非常有用的 被马南这么一通吹 大胖和老兽对我产生了信任感 还行 别的大话不敢说 给你们俩结骨 还是绰绰有余的 我笑着说道 那好 你给我们结骨吧 我早就受够了 你给我们俩结骨 让我们离开 李美丽那个毒妇 我们下辈子 给你当牛做马都愿意 大胖和老兽 是一屁股蹲在了地上 这些年被李美丽驱使 他们俩生不如死 可是他们俩也想过很多办法结骨 但都失败了 如今终于有人可以为他们结骨 他们俩再次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你们俩种的什么骨 能和我说说吗 我虽然是有心帮他们结骨 可是骨的种类繁多 他们种的什么骨 我仍旧是一无所知 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种了什么骨 但我们身上的骨 每隔七天 便需要服用一次解毒伞 如果不及时服用解毒伞 我们便会全身积养难耐 遭受万以世心之苦 大胖说道 骨发作的时候 我们俩生不如死 这些年来 在李美丽的胁迫之下 我们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但这些事情 都不是我们愿意做的 老兽似乎苦不堪言 明白了 等今天晚上 我帮你们查一下体内的蛊虫 希望可以查出 你们种的是什么蛊 到时候再替你们结蛊 拜托了 如果你真的能帮我们结蛊 我们感激不见 大胖和老兽 是齐声对我的 我们留在了院子里 转眼前到了晚上 鼓中乃是阴邪之中 夜里十二点左右 是一天阴气最为旺盛的时候 阴碎之物才会活跃起来 这时候 驱骨也是最容易的时刻 晚上我在院子里 摆了一张法坛 在法坛上 放置了一个香炉 香炉内 盛了一盆清水 这是风水树里 赫赫有名的 风水经 风水经 乃是用清水幻化而成的一面虚拟镜子 每天晚上十二点的时候 用风水经照人 照物 寻找隐藏在暗中的阴碎之物 百事百灵 风水经摆好后 我从口袋里 掏出来两张黄纸符 摆在了桌子上 三声经 玄丝镜 阴阳五行 世间阴碎 难逃我发眼 口中默念的一阵法学 接着我一张拍向了桌子 桌子上的两张黄符 是腾空而起 接着黄符 无骨子 我拿出来两个粗丝碗 粗丝碗内 早已盛满了清水 我用两个粗丝碗 接住了正在燃烧中的黄纸符 黄纸符化作灰心 落在了碗中 把符汁水给喝了 我把两个粗丝碗 分别递给了大胖和老兽 大胖和老兽看了一眼粗丝碗 两人为了结果 早就顾不得这么多了 抱起来了粗丝碗 把里面的符汁水一饮而尽 很好 你们俩对着风水镜看过来 我点了点头 拉着他们俩 看向了风水镜 我们俩低下头 风水镜里立刻浮现出来 大胖和老兽两人的身影 但是他们俩身上 弥漫着数不清的小虫子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143集 这些小虫子 苍蝇卵大小 密密麻麻的 遍布大胖和老兽的全身 没想到我们两个身上有这么多骨虫 发现了自己身上的小虫子后 大胖和老兽吓得变了脸子 你们俩身上的骨叫做七日试心骨 我认出来了他们俩身上的骨虫 这种骨虫进入人体后 便会顺着血管 弥漫在人体的各个角落 每隔七天左右 七日试心骨便会需要进食一次 而李美丽的解毒散 就是七日试心骨的食物 如果不能及时进食 七日试心骨便会撕咬素体 这时候 众骨的人就会全身激痒难耐 痛不欲生 在七日试心骨的接连啃食之下 素体的身体经常会发生一些 意想不到的变化 有的人会失忆 有的人会变成白痴 有的人会致萌 而大胖和老兽 则是体型发生的变化 胖子变瘦子 瘦子变胖子 小师傅 我们身上的骨虫可以解吗 老兽关心的说道 当然可以了 这种骨非常容易解 七日试心骨喜爱超湿 害怕洋气 你们俩浸泡在花椒水里一天一夜 试心骨自然会离体 花椒在风水树里 可是一种神圣的东西 花椒属羊 泡出来的水 在风水树里被称为羊枝 人浸泡在羊枝内 对驱逐体内的阴碎之物有奇效 原来驱逐蛊虫这么简单的 大胖和老兽面露喜色 事件的一切疑难杂症都不难医治 难得是找不到对的方法 一旦找对正确的治疗之法 治病不在话下 我笑着说道 树椒 树椒 大胖和老兽对我的一番话是心服口服 现在时间已经是太晚了 第二天早上 我们一起去的市场 买回来了两大袋子的花椒 回来后 我就把花椒放在了水中烧开 然后倒进了两个水缝之中 大胖和老兽纷纷脱掉衣服 钻进了水缸之内 这一天一夜的时间 你们在花椒水中飙出来 等一天一夜过后 你们身上的七日试鲸骨 自会散去 明白 大胖和老兽齐声说道 他们两人开始结骨 我和马南在旁边守护着他们 一天一夜之后 花椒水上面漂浮着一层厚厚的黑色小虫 数不清的七日试鲸骨 从大胖和老兽的体内游了出来 小师傅 我们可以出来了吗 感觉身上的骨已经被解除了 大胖和老兽迫不及待地 从缸里面出来 他们俩在水缸内待了这么久 早就是累坏了 出来吧 看了一眼水面上的骨虫 确信他们俩已经驱骨成功 他们已经没必要留在水缸内了 终于可以出来了 我在里面待得快要反死了 大胖和老兽纷纷从水缸内跳了出来 他们俩出来后 就在院子内张开双臂 开始活动了几下筋骨 我们终于可以恢复自由身了 我们终于不用再受李美丽的控制了 大胖和老兽一阵仰天长脚 这么多年来 他们沦为了李美丽的奴隶 为她所用 做尽了坏事 李美丽对他们没有丝毫的尊重 非打击马 他们重获自由 心中的喜悦 何想而知 两位 你们恢复自由 我替你们感到高兴 可是你们想过吗 李美丽那女人 如果不除 只怕以后会害更多的人 我担心地说道 小师傅说得对 咱们把这个心狠手辣的女人给解决掉 为社会除害 被控制这么多年 大胖对李美丽恨之入骨 李美丽这女人不好对付 想收拾她不容易啊 老兽较为清醒 他知道李美丽不是善差 二位 咱们有优势啊 我笑着道 有什么优势 大胖和老兽不解得道 咱们在暗处 李美丽在明处 自古以来 明将一朵 暗箭难逢 咱们如果能联手对付李美丽 除掉她 轻而易举啊 李美丽并不知道 大胖和老兽 已经是解除掉了身上的骨 这是大胖和老兽 隐藏的优势 并且 李美丽绝对猜不到 我和大胖 还有老兽走在了一起 这又是一个优势 我们完全处于暗处 掌握绝对的信息 李美丽被瞒在的骨里 并不了解 我和大胖 还有老兽的底细 我们双方的争斗 只要经过周密的计划 我们赢她并不难 小师傅 您可有对付她的主意 大胖对我问道 这几支笔 方能百战百胜 我需要知道 李美丽更多的消息 我和马南 都对李美丽所知甚少 但大胖和老兽就不一样了 他们俩跟随李美丽多年 对李美丽的底细 了解要比我们俩多得多 所以我要找大胖和老兽 提前打听一下 李美丽的来历 其实我们俩对李美丽 知道的也不多 大胖为难地说道 姐你们知道的 和我说一下呀 我追问道 我们毕竟跟了李美丽 很长一段时间 知道一些关于她的信息 但我们害怕说出来了 你会不相信呢 老兽担心道 你们还没说呢 怎么知道我不信啊 我无语道 据我们所知 她早就死了 过了许久 大胖和老兽说出了一个 让我们都难以接受的事情 她既然死了 为什么会勾引我老爸 为什么会杀我 马南一连串地问道 这也是我们想不明灭的地方 但李美丽真的可能已经死了 大胖和老兽 把他们所知道的一些事情 一五一时地说了出来 他们是三年前和李美丽认识的 当时他们和李美丽 同在交去了一家制衣厂上班 李美丽人长得漂亮 是出了名的场花 追她的男子不计其数 后来李美丽和厂长的小舅子好上了 厂长的小舅子不是什么好东西 脚踏多只船 在一次意外发现男友出轨后 李美丽一气之下跳河自杀了 当时警察把她的尸体都给打捞了出来 这一场有女工人跳河自杀的消息 还上了当地的报纸 可以说 李美丽的死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但奇怪的地方就在这里 李美丽死后的第二天 她突然又复活了 她还来厂里 办理的一次离职手续 办完手续后 她就再也没在厂里出现过 后来厂长的小舅子就离奇的死了 死的时候尸体面容扭曲 双眼瞳孔放大 像是看起来非常可怕的东西 后来听人说 她是被活活吓死的 但到底被什么吓死的 却无人得知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144集 李美丽离开这一场后没多久 就来到了市区 不断地勾得有钱人 再然后就在一次意外的场合 卸购了身价不菲的冯永良 靠着美丽的外表 她把冯永良迷惑的是神魂颠倒 现在几乎掌控了整个马氏集团 死人复活 确实好生奇怪 我嘀咕说道 李美丽会不会是鬼呢 马南 难难自语 我在她身上 并未感受到阴气的存在 我说道 那家制衣厂在什么地方 能告诉我们吗 我们打算去看看 马南道 那家制衣厂就在南城市郊 叫广心制衣厂 大胖说出制衣厂的位置 那好 我们俩去看看 答应一声 我和马南就坐上了去市郊书 来到了市郊 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广心制衣厂 这家制衣厂仍然在营业 但这几年工厂效益不好 广心制衣厂的规模 必须缩小了不少 我和马南来到了制衣厂的门口 这间大门上挂着一个招工的广告牌 本厂最近招收一批缝纫工 底薪一千五 包吃包住 看了一眼广告牌 我和马南是一阵摇头叹息 现在的社会 一千五百的工资 怎么可能有人来 广心制衣厂的老板 开的工资也太低了吧 我心中暗暗的嘀咕道 有人出来了 这时制衣厂的大门忽然就打开了 一群女工如潮水般从制衣厂内走了出来 原来制衣厂到了下班的时间 厂里的女工人下班回家 女工人们在厂里忙碌了一天 下班的时候各有各的安排 有的急匆匆的朝家里赶去 有的三五成群商量着去哪逛街 有人在讨论晚餐吃什么好 广心制衣厂虽然不是什么大厂 但全场好歹有两千多人 这两千多的工人女工居多 下班的女工人中 不乏年轻貌美的 我和马南站在门口 一时间看人傻了眼 小师傅 你说咱们要不要找个人打听一下 看有没有人认识李美丽 马南在旁边出主意说道 何以一事 李美丽离开这一场仅仅三年 按理说这一场内 应该是有人认识她的 或者曾经和她比较要好的工友 我们如果能找到 曾经认识李美丽的人 兴许可以问出来 很多有用的信息 请问你认识一个 叫李美丽的工人吗 马南率先朝下班的 女工人们询问了起来 这小子没安好心 专门啊挑漂亮的问 不认识 从未听说过 连续拦起了几个年轻貌美的女工人 人家都表示不认识 你别一直找年轻漂亮的问啊 你找几个老工人问一下 李美丽都离开这一场好几年了 认识她的人 毕竟是上了年纪的老工人 我说她 好吧 答应一声 马南就朝着一个满脸褶子的老娘们走了过去 非礼啊 非礼 刚刚靠近 老娘们就哇哇的大喊了起来 马南心里暗暗的骂娘 她好歹也是一个身价上义的富二代 身边有玩不玩的小姑娘 再怎么着也不会对着一个又老又丑的老娘们产生特殊的想法呀 你瞎喊什么 我什么时候非礼你了 我想找你打听一个人 马南对着老娘们急忙说道 你找我打听谁 老娘们停了下来 您认识李美丽吗 她三年前在你们之一场上过班 马南说道 美丽啊 哎呀认识 她都离职好几年了 你们找她干啥 老娘们扯着嗓子问道 您认识她呀 太好了 我们先打听一些关于她的事情 我走了过来 打听她也行 但你们是不是得有点表示啊 老娘们暗示道 这丑婆娘摆明了在找我们要钱 不过仅是来求人办事的 还真得多少意思一下 我们身上就带了这么多钱 菜多没了 说着 我从身上掏出了两百块钱 才这么一点呢 大发叫花子呢 老娘们不满得道 你打算要多少啊 我问道 最少这个数 老娘们伸出了一根手指 一千块 我试着问道 是啊 低于一千 我可不会说的 老娘们趁机威胁 我就二百块钱 不要 我们就换人了 整个厂这么多人 我就不信只有她一个人 认识李美丽 大兄弟 别呀 这样吧 两百就两百 你再请我吃一顿麻辣烫 老娘们见我要走 急忙挽留 这还差不多 麻辣烫就麻辣烫吧 反正我也饿了 一起去吃点东西 我笑着说道 好啊 老娘们非常的开心 我们一起到附近的一家麻辣烫馆走去 走到了麻辣烫馆内 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冰柜前 用夹子和塑料盆 点自己爱吃的东西 我和马辣随便点了一些素材 老娘们咔咔咔点了一大盆子的肉食 你能吃的香那么多吗 他点的东西比我和马辣加一罐的都多 小咔咔是不是 这点还不够我塞牙缝呢 老娘们拍了拍胸口 豪爽的说道 你的胃口可真好 我和马辣赞叹说道 我们去结了场 麻辣烫要过一会儿才能坐好 然后我们三个就着了一张桌子坐了下来 开了瓶饮料 一起喝着东西 聊起了天 大姐 李美丽是哪人啊 我问道 不清楚 好像是外省的 老娘们说道 李美丽是几几年出生的呢 我又问道 只知道 他比我小几岁 不知道他是几几年的人 老娘们又含糊不轻地说道 那他有什么兄弟姐妹吗 我再次问道 可能有吧 也可能没有 从未听他提起过 老娘们又道 你什么都不知道 骗吃骗喝来了 我顿时生气的 我连续问了好几句 年龄不知道 家庭住址不知道 有没有兄弟姐妹也不知道 这老娘们何止 什么都不知道 您啥都不知道 爱哪去哪去吧 麻辣烫 我待会儿喂狗 也不给你吃 我生气地说道 别呀 大兄弟 我和李美丽 好歹也是上下铺 他平时不爱 和我们说家里的事 所以我对他家里的事 不太了解 但他在厂里的事 我可是一清二楚 麻辣烫 马上就要做好了 一香气 美味可口的麻辣烫 老娘们就止不住地吞口水 他才不舍得离开这儿呢 他和厂长小舅子交往的事 你知道吗 我问他 当然知道 当时还是我给他们牵的线呢 老娘们说道 后来听说 李美丽挑颗自杀了 感觉这老娘们 还是知道一些事情的 我确定 不这么快地赶他走了 当然了 厂长的小舅子是个渣男 除了李美丽之外 背地里还有好几个想好的 一天 他和别的女人开房的时候 被李美丽撞见了 李美丽是个倔脾气啊 一气之下 他竟然跳河自杀了 画匣子一打开 就再也止不住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145集 老娘们和我们说了很多关于李美丽的事 李美丽长得好看 追她的人排队 可以排到场外去 在众多追求者里 最为狂者的便是三个人 一个是厂长的小舅子 另外一个叫朱俊的胖子 还有一个叫长满的瘦子 他们仨在工厂内对李美丽追求是最为狂烈的 每天各种花样表白 各种示爱的套路数不胜数 李美丽毕竟是农村出来的女孩 在寻找对象的时候 对有钱人更加青睐一些 老娘们就顺水推舟 在长长小舅子和李美丽之间 不断的搭桥牵线 后来成功促成了他们俩 再且这就是李美丽发现小舅子出轨 她一气之下跳河自杀了 当时李美丽自杀后 整个厂里的人都为之惋惜 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 就这么死了 多少人心疼不已啊 还有很多南工人 更是为李美丽的死感到难过 长长小舅子成了千夫所指的渣男 李美丽挑河刺杀的事情 还上了地方的报纸 可谓轰动一时 故事发展到这里 一切都还算正常 接下来的事情 有些让人匪夷所思了 李美丽死后的第二天 突然复活了 他独自一人来到厂里 办离职手续 他出现在制衣厂的时候 全厂的人都懵逼了 死人复活 这种事只在电影里发生过 现实中 没想到 有死人复活这么邪门的事情 李美丽来厂里 成功地办理了离职手续 他还领了离职前最后一个月的工资 但奇怪的是 他走后的第二天 朱军和长满也失踪了 失踪的时候 悄无声息 再接着厂里的人和李美丽失去了联系 听完了老娘们的叙述 我总算是知道了 大胖和老兽的身份 原来他们俩曾经是李美丽狂热地追求者 只是当年的大胖 如今变成了瘦子 当年的瘦子变成了胖子 据我所知 厂长的小舅子也死了呀 我再次地问道 麻辣烫已经上来了 老娘们吃的是馒头大汗 是啊 李美丽来办理离职手续后没几天 厂长小舅子就死了 后来听人说 厂长小舅子是被活活吓死的 但到底被什么吓死的 无人得知 老娘们嘴里吃着东西 含糊不清地说道 除此之外 李美丽有什么爱好吗 我问道 没有啊 其实美丽这个人挺善良的 对人特别好 就是人长得太漂亮 容易遭男人窥探 老娘们说道 李美丽会巫术吗 我问道 什么叫巫术 老娘们停了下来 瞪她的眼睛问道 就是和跳大石一样的东西 会一些神神叨叨的东西 我说道 她就是一个农村姑娘 哪会这种东西啊 但是她死的时候 确实发生了一件怪事 老娘们说了一半 又开始低着头吃东西了 发生了什么怪事 我期待着问道 等我吃完再说 老娘们风卷残云 咕噜咕噜几口 把麻辣烫的汤 都给喝了个一干二净 吃完之后 她用袖子 是擦了一下嘴上的油 是这样的 她死的当天啊 制衣场后面 有一个女尸失踪了 后来听人说 被人配阴魂 女尸好像 被什么人偷走了 老娘们想了一下道 然后呢 那具女尸的尸体 找到了吗 我追问道 没有 后来报警了 警察找了很久 都没有找到尸体 这件事 最后不了了之了 其实这件事 和李美丽的死 并没有什么关联 主要是李美丽的死 和女尸被盗 发生在同一天 所以啊 才显得有些奇怪 老娘们儿道 那个女尸的身份 你知道吗 感觉这条信息 非常有用 我渴望知道 关于女尸更多 有用的信息 这我哪知道 不过 女尸虽然被偷懒 呃 但是 女尸的坟墓 并未移除 女尸的父母 在坟墓里 埋藏了一些 她生前穿过的衣物 呃 给她做了一个 衣冠肘 而且 她父母还经常 上山扫墓 你如果上山的话 可能会和 她父母见面 吃了整整 一大碗的麻辣烫 老娘们儿心满意足地 打了个报格 女尸坟墓在什么地方 我期待地问她 就在制衣厂的后面 顺着山路 一直早就能看见 老娘们儿指了一下 多谢 说吧 我就带着马南 无辜一切地 朝山上走去 哎 你们快回来啊 答应我的两百块钱 还没给我呢 老娘们儿在后面 急得是大吼大叫 可是 我和马南 还是头也不回的 就走掉了 我们顺着上山的路 走了一阵子 果然 在路边 看见了一个坟墓 我们俩 朝着坟墓走去 来到了墓碑前 低头一看 这果然是一个 女孩的墓 女孩的名字 叫冯薇薇 坟墓周围 非常的干净 明显有人经常来打扫 我和马南 站在坟墓前 对着墓碑 打量了一会儿 喂 你们两个干什么的 背后突然 传了一声喊叫 我和马南 转身一看 只见背后站着 一个怒气冲冲的老头 他穿着一身 白色的背心 脸色 有些有黑 此时正满脸低的 看着我们 大爷 您认识这墓里的女孩吗 我问道 臭小子 三年前 是不是你们偷走了 我女儿的尸体啊 还我女儿的尸体来 老头脱下了脱鞋 朝我们打了过来 大爷 您别冲动 这都是误会 我和马南 不停地辩解着 你们俩一直盯着 我女儿的墓 肯定没安好信 你们这群 配阴魂的盗墓贼 竟敢生天害理的事 老汉 我和你们拼了 老头把我们 当成了盗墓贼 追着我和马南 是一通打 大爷 您别冲动啊 我们俩 真的不是盗墓贼 我是风水师 请许 可以帮你找回 你女儿的尸体 我边跑边喊道 你真的能帮我 找回女儿的尸体 老头听见这句话 立刻停了下来 当然了 我是风水师 千里寻尸 不在话下 为了让老头相信 我说的话 我急忙保证的 千里寻尸 好大的口气啊 老头有些不相信 他说的是真的 他可是南城赫赫有名的 风水师 不先大爷 您看 我在南城 做风水师这么久 在网上 早已小有名气 南城的铁吧里 很多人都在议论我 说有一个叫 张浩的风水师 年少有为 风水术非常了得之类的 马南打开了铁吧 把手机递给了老头 老头对着铁吧 看了好一会儿 终于确定了我的身份 南城来的风水师 你好你好 刚才都是误会啊 我向你道歉 老头激动的握住了我的手 不停地向我道歉 这三年来 他和老伴对自己女儿 是日思夜想 女儿的尸体被偷走后 他们老两口寝食难安 想尽了各种办法 找回了女儿的尸体 但都以失败告终 如今终于看到了 找回女儿尸体的希望呢 老头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 大爷 咱们能找个地方好好地谈谈吗 看了一眼时间 天色已经黑了 感觉在山上不是聊天的地方 好 你们请跟我来 老伴要是知道有风水师 帮忙找巍巍的尸体 也一定会高兴似的 老头说着 带我们朝着家里走 他们家就住在山下 在回家的路上 老头和我说了他们家很多的事情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146集 他今年刚晚期时 是一名下岗宫人 冯薇薇是他们的独生女 生前是一名幼师 三年前下班回家的时候 冯薇薇不小心出了车祸 急救不及时 意外死亡 女儿死后 他和老伴哭的是死去活来 这三年来 更是一直生活在悲伤之中 如今他和老伴 甚至人死不能复生 所以他们只盼望着 能早日找回来 女儿的尸体 让女儿安息 可是可恶的盗木贼 把他们的女儿尸体 不知道卖到什么地方了 连警察都查不到 任何的蛛丝马迹 他们二老痛心疾首 跟在老头的身后 他们来到了山下的 一栋刺县房里 进去后 门口站着一个满头银丝的老太太 正在拨算 老头子 我煮了饺子 待会儿你去买瓶醋 老太太说道 老伴儿 好消息呀 老头进门后 就笑着喊道 什么好消息 女儿还能活过来不成 老太太嘀咕道 女儿肯定是活不过来了 但是女儿的尸体 有可能找回来呀 老头说道 你说的是真的 女儿的尸体在哪儿啊 老太太问道 这不 她可是南城来的风水尸 有她在 找回女儿的尸体 也不成问题 老头只累下我 小伙子这么年轻 能行吗 老太太打量了我一眼 对我发出了质疑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粮啊 这小伙子 可真是个了不起的风水尸 哎呀 我可是经过确认的 老头信誓旦旦地说道 你真的能 找回来我们女儿的尸体 老太太对我问道 当然能 找不回来 不要钱 我说道 你要是能找回来 我们女儿的尸体 把我们老两口的命 给你都行 这几年来 他们一直日思夜想的 就是女儿的尸体 你老说笑了 我要你们的命干啥呀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 你说吧 找回来我们女儿的尸体 打算要多少钱 老太太问道 五千 我想了一下 这对老头老太太 白发人送黑发人 他们唯一的女儿 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不好意思 找他们要太多的钱 你要是 真能找着我们女儿的尸体 我给你五万 但是 得事成之后付钱 老太太说道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我一阵开心 看着老太太出手 如此大方 想必他们老两口 是不倔钱的 竟然如此 从他们身上 赚笔小钱 不为过 小师傅 请进来吧 我做了饺子 你一块吃点 咱们顺便 聊聊 找回来我女儿尸体的事情 老太太 老太太招呼道 多谢 一声道谢 我跟老头和老太太的身后 进了他们的家 进门后 老太太就去厨房 端来了饺子 老头 则是去买了醋 我们坐了下来 一边品尝着美味可口的饺子 一边聊正事 能把你们女儿的生辰八字给我吗 我问她 我女儿的生辰八字 就在背后呢 老太太说着 就递过来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 正是他们女儿生前留下的 照片里的女孩 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非常的美 可惜了 天宫不作美 这么好看的女孩 早早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把照片翻了过来 背面用圆珠笔 写着他们女儿的生辰八字 1990年8月9号的生辰 没想到 他们女儿还是个90后 小师傅 您有办法帮忙找回女儿的尸体吗 老太太期待地问道 你能把一双筷子 和一个盛满清水的碗给我吗 我想给冯薇薇 做一下占卜 你稍等 老太太去了厨房 过了一会儿 她就端了一个 装着清水的碗 还有一双 从未用过的筷子 走了过来 我从她手中接过来碗 放在了桌子上 接着 我把筷子 缓缓 放在了碗中间 结果筷子挺直地 树立在了碗中 筷子竟然能例如 看见这么真奇的一幕 老头和老太太都瞪大了眼睛 我用手指沾了一下碗里的水 在桌子上写下了缝微微的生辰八字 但是 生辰八字刚刚写完 筷子咔嚓一声 竟然断了 这 这怎么回事啊 剪筷子突然断了 老头和老太太心里 顿时意识到不好 太心门了 根据挂枪显示 你们女儿没死 我说道 这怎么可能 我们当时眼睁睁地 看着女儿下葬的呀 老太太吃惊道 对 当时医院 都开出了死亡报告 老头同样的难以相信 筷子断了 还有另外的一种解释 就是你们女儿 寄宿在了别人的身体里 所以造成了没有死亡的假象 我解释道 你是说 我们女儿的魂魄附在了别人的身上 老头和老太太看过很多港片电影 知道有魂魄附体这种事情 是的 我点了点头 那我们女儿 到底寄宿在谁的体内了 你能查出来吗 老太太 关心地问道 这个就很难查出来了 不过 按理说 你们女儿如果没死的话 应该会来 稍稍地看看你们 这几年来 有没有人 是来探望过你们呢 我问道 有 老头和老太太 异口通声地打倒 谁 我一个机灵 知道事情的真相 马上要浮出水面了 是一个留着长头发的女人 长得很漂亮 打扮得很洋气 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她 她来过我们家几次 每次来都要塞给我们钱 毕竟我和她不认识 我和老头不敢乱收人家的钱 老太太回忆道 你说的是不是这个女人 马兰打开的手机 找出了一张全家符 这张全家符 是一年前派的 当时李美丽 她 还有 马永良 都在照片内 对 就是这个女人 老太太看了一下照片 一眼就认出了李美丽 就是曾经 给她们塞过钱的女人 大娘 您确定是这个女人吗 她们年龄大的 容易犯糊涂 我担心出错 所以 为了保险起见 准备 再确认一遍 确定 就是她 老太太用手指 这里美丽 血清无疑 没错 我也认得她呀 当时就是她给我们塞钱 并且啊 看见我们的时候 她脸色很难受 不知道为什么 见到她 我和老伴心里 有一种亲切感 老头说道 没想到小阿姨 被冯薇薇附身了 马南一声惊叹 如果李美丽 被冯薇薇附了身 我为什么感受不到 她身上的引起呢 我小声地嘀咕道 一肚子的问号 我和李美丽 见面的时候 她身上没有 丝毫的阴气波动 难不成 这个女人 用什么方法 把身上的阴气 给隐藏了起来吗 鬼妹身上的 鬼妹身上的阴气 是可以通过特殊的方法 压制起来的 即便风水术最为高深的风水师 都难以查取 兴趣里美丽 就是用这种方法 成功 掀过了我的眼睛 小师傅 你认识这个女人吗 能带我和老伴 去见她一面吗 老头看着照片问道 对 我们想和她见一面 老太太也万分的期待 人的身体 只是一副臭皮呢 魂魄才是真身所在 如果女儿真的 附在了照片里 女人的身上 那么照片里的女人 此时就是她们的女儿 一意想到 马上要和女儿见面了 老头和老太太 兴奋不已 让你们和她见一面也好 希望她能回头试案 我犹豫了一会儿 决定带着老头和老太太 去和李美丽见面 李美丽这些年 害人无数 让她和自己的父母 见一面 希望能通过亲情 唤醒她内心的善 从而让她不再做 伤天害理的事了 小师傅 要是能让我们一家团圆 你就是我们一家的再生父母啊 老头和老太太说着 竟然要对我下跪 大爷大娘 你们快请起 这对老人 一大把年纪呢 竟然对我下跪 岂不折了我的兽 我赶紧把他们二人扶了起来 大爷大娘 今天时间太晚了 咱们好好休息一夜 明天再出发 我看了一眼时间 都已经晚上十一点了 行 老头 咱们快点去休息 明天就能见到女儿了 老太太招呼着老头 一起朝卧室走去 而我跟马南 暂时居住在了他们家 在他们家休息了一晚 第二天上午 我们一早就出发了 直奔了男主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147集 我们坐了两个小时左右 终于来到了 南城马家的别墅了 老头和老太太 颤颤唯唯从车内下来了 一想到马上 要和女儿见面了 他们老两口就内心激动 我带着他们 朝马家的别墅走去 来到了别墅的门口 我按通了门铃 门隔之一声地打开了 谁要 李美丽站在了门口 她抬头一看 立刻就看见了 老头和老太太 眼睛中顿时泪光闪烁 露出利谷悲伤的表情 你们找谁要 李美丽将忍住心里的难过 声音哽咽地问道 她早就认出了老头 老太太是她的父母 可是她又不能相认 这种痛苦 只有她自己说清楚 女儿啊 我们知道是你 我和你爸来看你了 老太太双手颤抖的 朝着李美丽的脸上 抚摸了过去 大娘 您认错人了吧 李美丽已经流出了泪水 可是 她仍然摇了摇头 假装不认识老太太 我没认错人 你就是我们的女儿 你来过我们家 还给我们塞钱 如果你不是我们的女儿 为什么会给我们钱呢 老太太同样流出了泪水 女儿啊 我们知道 你的魂魄附在了别人的身上 我和你母亲 好不容易来看你一次 你却假装不认识我们 这让我们多伤心呢 老头说道 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啊 说话前 马永良从背后出来了 看见一个老头老太太 在门口哭得稀里哗啦的 她一阵好奇 接着朝自己妻子看了一眼 发现她同样哭得气不成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端端的 为什么大家都哭了呢 兰儿 张浩 你们俩怎么也在这儿 马永良发现了我和马南 冯薇薇 你还打算隐瞒到什么时候 我质问她 冯薇薇 美丽 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马永良难以相信地问道 件事情已经瞒不过去了 李美丽 哭着点了点头 为什么会这样 没想到自己心爱的妻子 竟然是个女鬼 马永良 难以接受 我也不像这样的 我变成了女鬼 又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 刚好这一场 又可供人跳水自杀 我占救了她的身体 重新活了过来 我想要借助她的身份 继续过完属于我的下半生 李美丽说出了实言 那长长的小舅子 是不是你杀的 我问她 我附在了李美丽的身上 拥有了她的记忆 知道长长的小舅子 曾经辜负了她 那天晚上 我找了她 本想吓一下她 没想到 她这么大一笑 竟然就被活活吓死了 李美丽说道 那用七日试心谷 胁迫诸军 和长满呢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把他们几年来 折磨得生不如死 我问她 哼 那是他们咎由自取啊 我复活后 去厂里办理辞职手续的时候 朱胸和长满 在我回去的路上 企图非礼我 被我用股控制了他们 这几年来 他们虽然在我手中 吃了不少苦头 但他们不值得通敬 李美丽缓缓地说道 我没有想到中间 还有这样的曲折 看来朱军和长满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些年来 你饲养骨毒和毒乌宫 害了不少的人吧 我问她 饲养骨毒和毒乌宫 我用的都是一些无名尸体 我从未害过任何人 这世上其实每年都会有很多人 意外死亡的 有许多人死后 找不到亲属 尸体就成了无名尸 这些无名尸 有的被医学院用来 给学生讲解解剖 也有的给丢进了火葬场 当成垃圾随意地处理了 而李美丽这几年来 饲养毒骨和毒宫 用的都是无名尸体 从未真正地害过人 那我呢 你几次差点害死我 总没有错吧 关键时刻 马南站了出来 气势汹汹地问道 你是我这辈子 唯一对不起的人 没办法 温然不 总要为自己孩子着想 有你在 马家的财产 落不到龙儿的身上 所以 我只有除掉你 才能让龙儿 继承一碗家产 说着李美丽 从张妈的手中 接过来了一个 刚满一周岁的婴儿 这就是 她和马永良的孩子 马龙 李美丽眼神溺哀地 看着马龙 她的一举一动 都散发着一股 母性的光辉 天底下的母亲 没有不为自己孩子 着想的 李美丽也是如此 加入豪门后 她第一时间 想的就是 为自己儿子 清除障碍 女儿啊 不管怎么说 害人都是不对的 老头和老太太 生情善良 他们深知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 都不应该 伤害别人的性 我再也不会了 以后马家的家产 全部归马南所要 我不会横加干涉 事已至此 李美丽决定后退一步 主动放弃了心中的执念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家里的钱都可以给弟弟 我马南有的是本事 大不了我再出去创业 到时候 我比爸的事业 会发展得更好 马南对自己信心满满 你真的这么想的 马南的话 让李美丽一阵惊喜 当然了 我马南说出的话 如同泼出去的水 从来没有收回的时候 马南信誓淡淡 没想到 你的心情如此宽广 倒是我小心眼了 一直担心 你会和龙儿抢财产 对你使了这么多坏主意 李美丽一阵愧疚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我突然说到 你问吧 李美丽点了点头 你是怎么遮挡住 身上阴气的 这个问题 让我苦思冥想许久 女鬼附身 按理说 应该阴气旺盛 可是我偏偏从她身上 察觉不到丝毫的阴气 我用的是这个 李美丽从身上 拿出了一个荷包 我借过荷包一看 只见荷包上面 竟然绣着 观音菩萨的像 这是我从观音庙里求来的 只要把这个荷包 带在身上 有没有人可以察觉到 我身上的阴气 李美丽解释道 一切都是天意 我对着荷包 仔细地打量了一眼 荷包上面 弥漫着一股淡淡的仙气 正是这股仙气 压住了李美丽身上的阴气 但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荷包 突然会有仙气 明显只有观音菩萨在暗中相助 看来这一切都是菩萨的旨意 荷包里面有张小纸条 我眼间发现了荷包里面 像是塞着一个东西 快抽出来看看 李美丽说道 我从荷包内 把小纸条抽了出来 只见小纸条上 写着一行繁文 冯薇薇 你命不该死 本座特赐你三年寿命 三年期限到后 速速到地府投胎转世 繁文的后面 留着一个落款 南海观自在菩萨谨言 原来是观音菩萨的旨意 弟子谢过观音菩萨 看见了此头后 李美丽当即跪在了地上 对着南海的方向 恭恭敬敬地磕了几个头 李美丽 三年的时间已经到了 你也该去地府投胎了吧 我问道 当然 不知道小师傅 能不能留我一天的时间 让我和父母多待一会 好不容易和父母相聚 李美丽不舍得这么快 就和父母分开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148集 今天十二点之前 您务必地府投胎 我答应道 多谢小师傅 李美丽眼神中 闪过了一阵感激 美丽 今晚 你就要离开我了吗 马永良看着妻子 一脸的不舍 她是真的爱李美丽 要不然也不会为了她 狠下心来 暗害马南了 老马 没办法 咱们注定是不可能 白头偕老的 李美丽已经哭成了泪人 今天就是咱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天 我会好好珍惜今天 和你过一天快乐的时光 马永良握住了妻子的手 真诚地说道 今天我父母 还有你 咱们一家人 好好过一天团圆日 李美丽擦了一下泪水 强行 是出了一个笑容 爸妈 今天 我带你们 很有美丽 一起去好好的 玩一天 马永良转身 对老头和老太太道 他已经从心底里 接受了他们二老 把老头和老太太 当成了岳父岳母 老头和老太太 包含着热泪 点了点头 一家人虽然团聚了 但是 他们二老万万没有想到 会是这种局面 对了 你们是不是 忘了我一件事情啊 虽然这个时候 要求有些不合时宜 但五百万可不是小数 我觉得 还是应该找他们 稍微提一下 明白 小师傅 你把银行账号发来吧 我马上打电话 让秘书把钱汇给你 马永良好歹也是个 亿万富翁 聪明得很 他一眼就听出了 我在暗示他要钱 多谢 我一阵感激 急忙把银行账号给了他 马永良立刻给他的秘书 拨通了电话 一分钟后 我这里就收到了钱 既然钱已经收到了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你们一家人 好好团聚 我告辞了 可他们寒暄了几句 我就离开了马家 离开马家后 我就朝自己家赶去 但回去的路上 心里美滋滋的 没想到这一单生意 我就挣了五百万 看来还是得想办法 找有钱人挣他们的钱 我刚刚来到了家门口 就看到楼下站着一个 穿着蓝色公交车公司制服的年轻人 他面色焦急 好像在等待什么人 看见我后 他双目一阵惊喜 急忙朝我走来 请问你是风水师 张浩章先生吗 过来后 年轻人就神色紧张地对我问道 是我 请问你是 我看着他一眼 发现他非常的面生 我是蓝星交通公司的公交车司机 李磊 我遇见了一些麻烦 只有您能救我 李磊声音中流露出了一股恐惧 我感觉到 他的背后 必定是有引擎的 你别怕 来家里喝杯茶 慢慢聊 我照顾他回了家 给他倒了杯茶 然后我开了口 你发生了什么事 能和我详细地说一说吗 是这样的 我在一个星期前 刚刚来蓝星交通公司上班 这家公司鬼的狠 公司里的车全是旧式的汽车 现在新款的公交车 一水的电煞 李磊和我缓缓地说起了 他最近遇见的一些麻烦 他以前在一家叫远航的交通公司 坐司机 但是那家公司因为经营不善 已经倒闭了 他为了生活 来到了蓝星交通公司 成功面试上了 第91路公交车司机 专跑夜路 这家蓝星交通公司 待遇好 福利好 工资高 李磊对公司的一切 都非常的满意 他本想着 在这家公司好好地坐下去 但是 来公司上班的第一天 就发生了意外 他在公交车内 捡到了一张身份证 捡到身份证 不是很正常的吗 话说到这里 我忍不住 打插问道 捡到身份证 当然正常了 可是邪门的事 在后面呢 李磊开始 叙述后面的故事 他捡到身份证后 刚开始也没有当回事 毕竟啊 公交车里 有乘客一摞东西 再正常不过了 捡到身份证后 李磊就把身份证 装进了驾驶舱座位 下面的口袋里 等乘客回来找的时候 再还给人家 可是一直等到下班 都没有人来找 兴许是身份证的主人 给忘了 害怕身份证的主人 会因为丢失身份证 而担心 他决定 查看一下 公交车内的监控 看一下身份证的主人 在哪一站下的车 结果 查看了一眼监控后 李磊被着实吓到了 根据监控的显示 身份证的主人 是一个没有头的男子 公交车全程 后排都是空左 从头到尾 只有一个断了头 穿着一身黑的男子 曾经在后排坐过 李磊从来不及的 后排的无头男 是什么时候上的车 如果不查看监控 他估计都不知道 有无头男子 上了自己的车呢 原来有阴碎之物上了车 确实有点邪乎 听到这儿 我点了点头 虽然不知道 无头男是什么身份 但处理这件事 并不难 我暗暗地想到 这不是最恐怖的 最恐怖的是 第二天 我又捡到了一张身份证 李磊深吸了一口气 再次欢欢诉说了起来 第一天 在监控里 见到无头男后 李磊被吓了个半死 他当场 把那张身份证给丢了 但是第二天上班的时候 他又在后排 发现了一张身份证 准确地说 这次发现了两张身份证 第一张身份证 是昨天无头男的 第二张身份证 是一张新的身份证 被丢弃的无头男身份证 竟然又出现在了公交车上 李磊大感意外 他隐隐地感觉到 这件事情非常的蹊跷 虽然心里很害怕 但李磊还是强装阵地 再次打开了夜里的 公交车监控 看了一眼前控后 这次他又被吓了个半死 这次公交车后排 多了一个没有下半身的男子 这个男子正是第二张身份证的主人 第一天出现了一个无头男 第二天出现了一个没有下半身的男子 李磊已经被这路诡异的公交车 彻底的吓坏了 第二天下班后 他就屁滚尿流地找到了南京交通公司的经理 向他辞职 可是经理告诉了 他上班不足满月 如果现在辞职 不会予以发放工资 你得上个月刚刚失业 现在身无分文 公司不给他结账 他只好继续硬着头皮 在公司上班 但是上班前 他把无头男没有下半身的两张身份证 全给丢进了护城河里 本以为把身份证丢进护城河就一了百了了 谁知道 晚上意外还是发生的 第三天下班后 他的公交车后座 一口气多出了三张身份证 这三张身份证 除了有已经丢进护城河的无头男 和没有下半身男子的两张身份证之外 还多了一张新的身份证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149集 通过查看监控得知 今天夜里车后排 出现了一个没有上半身的男子 这个男子上身 好像被什么力气硬生生给压断了 只有小腹和两条腿 而新的身份证 就是这张没有上半身男子的身份证 连续三天每晚多出一张身份证 李雷已经快要疯了 到了第三天 他彻底的崩溃了 坚决不去上班 这个时候 公司经理打电话联系上了他 告诉他 只要他回去继续上班 工资直接翻一倍 李雷被一倍的工资给打动了 他硬着头皮 再回去上班 重复的故事 还在上演 每天晚上 下班公交车后排 就会多出一张身份证来 李雷不再去管车前事 他也不再查看监控 只盼望着 能早点坐到月底 拿到了工资 然后就辞职 事与愿违 到了第七天 李雷在公司食堂 吃宵夜的时候 无意中听见两个打翻的大妈聊天 原来 车后排的身份证 都是第九十一路 前任公交车师傅 遗留下来的 第九十一路公交车 是全公司赫赫有名的鬼公交 凡是开这路公交车的司机 在一个月内 必定出意外之名 前一任司机 在回家的路上 头被大卡车给碾断了 变成了无头石 前一任之前的司机 逛商场的时候 两条嘴被卷进了电梯里 身体只剩下的上半身 在更为久远的司机 既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 而死亡了 有的被装修工人的铁架子 砸断了腰 身体只剩下的下半身 有的从高路上 十足跌落 半边身子 摔得是血肉模糊 总之 第九十一路公交车的司机 从未有人能做够满月 在月底必定出意外 整个公司的人都知道这件事 不管经理开的工资有多高 都没有人敢去开第九十一路公交车 因为那是必死的公交车 听完之后 连我自己都被吓到了 这个蓝星交通公司 确实有些古怪 死这么多人 第九十一路公交车 应该早就取缔了 为什么还要一直让人开下去呢 我有些想不明白 小师傅 你救救我呀 我可不愿意死 李磊不停地向我求求 这个不着急 第九十一路公交车 虽然邪门 但以我的能力 保你的性命 绰绰有余 我想了一下道 多谢小师傅 听见了我的话 李磊仿佛吃了一颗定心丸 咱们先来谈谈钱吧 我说的 谈什么钱呢 我现在身上没钱 连饭都快吃不起了 李磊掏了一下口袋 从里面掏出来几个钢棒 没想到他这么寒酸 看来世人还是穷人多 虽然有马家那样的富豪 可像李磊这样 没有钱的人仍旧占据多数 你没有钱 我可不能帮你 其实就算没钱 我仍然会帮他 但我想吓一吓他 万一这小子 故意对我有所隐瞒呢 我毕竟做风水师 是一门生意 不能给人白帮忙 这样吧 等我下个月发了工资 我把工资给你一半 一咬牙 李磊豁出去了 好说 你的事包在我的身上 看他的样子 似乎现在真的没有钱 救人要紧 我不打算 故意的为难他了 小师傅 你打算怎么帮我 李磊好奇的说道 这样 今天晚上 我去你的公交车坐一路 看有没有阴碎出没 我说道 这样最好 我能亲自去 李磊终于放心了 转眼间到了晚上 我带上了桃木剑 和一些辟邪的法器 早早登上了李磊的公交车 他的这般公交车 果然有些年头了 整辆公交车残破不堪 车皮篮子的游戏 都已经大面积脱落 车内的座椅 破破烂烂 有一些车椅上 海绵早已经溃烂 露出来了椅子下面的金属架子 坐在上面 搁屁股 来到了车上后 我直奔了后排 然后一屁股坐了下 到了公交车发车的时间 李磊就正常的启动了 开着公交车 顺着预定的线路 朝着中间站 缓缓驶去 李磊的这辆公交车 从市区出发 一直到郊区的城隍庙停下来 线路非常的漫长 中途要经过一所学校 一所医院 一家火葬厂 还有几栋小区 但因为是上夜班 晚上的乘客并不多 车子几栋后 停靠在站点的时候 就开始有乘客 陆陆续续的上车 这些乘客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无一例外 全都阴沉着脸 一路下来 我就没见他们笑过 李磊在前面开车 一直开了好久 都一些非常的正常 眼看着 要到终点站的时候 旁边突然有人 拍了我一下 我抬头看了一下 只见是一个 穿着花衬衫 喇叭裤的男子 他腰带扎在了衣服外面 在屁股后面 挂着一串钥匙 关键是 他身上竟然带了一部 能当砖头式的大哥大 花震衫 喇叭裤 屁股后面挂钥匙 腰里憋着大哥大 这是九十年代的人 标准的打扮 没想到会在车上 遇见这么复古打扮的人 老哥 能和你说一件事吗 男子操着 浓重的口音开了口 他的口音 不像是南城本地的 他到底是哪儿的口音 或听不出来 你说 我和他 好像不认识 不知道 他要和我说什么 咱能别多管闲事吗 说话先 男子眼神一冷 多管闲事 你什么意思啊 感觉这名男子 话里有话 你若不想死 就在终点站之前下车 不然的话 你会后悔的 男子 男子面色阴冷地说道 我就是不下车 有什么能耐 尽管冲我来啊 我这人 生性倔强 越是被人威胁 越喜欢 和人杠到底 我带我看看 这群阴碎的东西 能对我耍出什么花招来 好小子 有你后悔的时候 男子说着 在下一站下车 他走后 我知道阴碎之物 已经盯上了我 不敢掉以轻心 我握紧了桃木剑 随时准备 应对不好的事情发生 男子下车后 李一蕾开着车 继续往中天站行驶 到现在为止 公交车已经行驶过了 大半的路线 只剩下最后的三个站点了 分别是南郊火葬场 幸福下园小区 和城隍庙终点站 我知道阴碎之物 必定会在这三站出没 公交车继续行驶 开到中途 突然外面下起了 稀稀利利的小雨 雨中有一个小女孩 站在前面的路口 不停地招手 这个小女孩 留着披肩发 大约十五六岁的样子 她穿了一身白色的连衣裙 在茫茫的夜色中 显得格外的诡异 小女孩非常急迫地 对着公交车 不停地招手 如今公交车 已经行驶到了郊外 这大半夜的 除了我们一辆公交车外 她是不可能打到车了 小女孩人 虽然看起来 长得挺漂亮 但我总觉得 哪里怪怪的 仔细一看 这个小女孩竟然 没有脚 她的身体 是悬空的 果然 这个看起来天真 浪漫的小女孩 其实是阴随之物 幻化出来的 而驾驶舱里的李磊 也看到了这个小女孩 她生性善良 生怕小女孩有危险 轻拨自禁地 把脚伸向了刹车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150集 别刹车 她如果踩下了刹车 让乔女孩上了车 我们一车的人 就都完了 我急忙 冲着驾驶舱 大喊了起来 为什么呀 李磊听见了 我的喊声 马上要踩到刹车的脚 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 那个小女孩没有脚 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喊道 李磊找小女孩看了一眼 果然发现 她确实没有脚 她顿时一阵后怕 若不是我及时提醒 她可能就着了 脏东西的道了 不再管小女孩 李磊继续开着车往前走 往前又走了一阵子 公交车来到了南郊火葬场 公交车靠在了站点停下后 后面有两名乘客下了车 前门开始有几位乘客上车 投避车后 这一次前门有四名乘客上了车 这四名乘客 有一个穿着一身保洁衣服的大妈 还有一个穿着黑色背心的脚伙子 还有一对满头白发 拄着拐杖 相互搀扶的老夫妇 穿着保洁衣服的大妈 和小伙子上车后 就在前排找了座位坐了下来 如今正值深夜 车里的空座很多 但是放着前排那么多的空座不做 老夫妇拄着拐杖 颤微微的往后排走来 按理说公交车的后排惯性很大 坐在后面其实不舒服 所以一般的老弱病残专用座都设在前排 老夫妇年纪一大把了 非要坐后排让我非常的不紧 老夫妇一边油气无声的干壳着 一边朝后排晃晃悠悠的走来 一会儿后他们就来到了我的身边 然后老夫妇紧挨着我坐了下来 见站点的乘客都已经上车 李雷发动了公交车 朝下一站继续行驶 老夫妇毕竟年龄大了 他们坐下来后 不一会儿相互依偎着竟然是睡着了 我坐在他们旁边 从他们身上闻到了一股淡淡的意味 这股意味像是什么东西嗖了的味道 朝他们身上看了一眼 我瞬间傻了眼 他们黑色的外套下面 竟然穿着一身红色的兽衣 这队老夫妇是从火葬场走出来的死人 我心里咯噔一声 小伙子别害怕 我们两口子坐一站就下车 老夫妇似乎发现了我一直在盯着他们看 老两口睁开了眼睛 微笑着看了我一眼 朝我摆了摆手 似乎在安慰我的情绪 你二老去幸福家园小区做什么呢 下一站是幸福家园小区 不知道这队老夫妇去小区做什么 我好奇地问道 去看一眼我们的女儿啊 人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就开始发现 世界上啊 有许多值得留恋的地方 我们希望去最后看一眼儿女 不要在这世界上啊 留下遗憾 老夫妇长叹一声 对我说道 你们去吧 感觉得到 这对老夫妇没有什么恶意 我决定完成他们的心愿 老夫妇对我感激地点了点头 车开着开着突然一个急杀出 你会不会开车呀 啊 你怎么开的车 公交车突然刹车 车内的很多城阁都差点摔倒 开始有城阁对李雷谩骂了起来 抱歉 前面有人挡路 李雷一脸的无辜 我站了起来 傲着前排看去 只见公交车的车头前 躺着一个男子 一个中年妇女 站在了车前 不停拍打着公交车的车门 隔着车门 我们隐约地听见 他在喊救命 师父 你就把车门打开 再人家一程吧 对呀 这大半夜的让人家去哪找车呀 人心向善 看见有人在路上病倒 大多数乘客还是比较通情达理的 开始有人帮求救中年妇女说话 希望李雷能打开车门 让人家进来 李雷不知道能不能打开车门 所以求助地看见了我 我对门口的中年妇女看了一夜 这大半夜的路上空无一人 突然有人在路边病倒 太诡异了 我对中年妇女产生了怀疑 我来到了门口 朝中年妇女看去 她倒是有脚 但是她没有影子 雨早就停了 虽然外面有些阴天 但惨淡的月光下 窗外的建筑电线杆 都明显是有影子出现 只有中年妇女脚下光涂涂一片 除了她之外 地面上躺着男子身边也没有影子 这不符合情理 小师傅 到底要不要开车呀 李磊对我问道 不要 开过去 这座中年夫妇不是这么好东西 我说道 是 答应一声 李磊就踩下了油门 启动了汽车 公交车马上要启动的时候 中年妇女突然躺在了公交车的正前方 马上要启动的公交车再次停了下来 小师傅 他挡着路 该怎么办呢 李磊再次问道 直接压过去 不要了吧 压过去可是要死人的 听见我让他直接压过去 李磊变了脸色 他们不是人 你压过去就知道了 我听你的 李磊 听不住我的再三劝说 最终选择了相信我说的话 他一咬牙 一脚把油门踩到了底 公交车像兔子一样窜了出去 而公交车启动后 李磊通过后视镜清楚地看到 背后的马路上空空如也 果然 我说的没错 这对中年夫妇 有问题 公交车又行驶了一阵子 终于 到了幸福家园小区 车子 在站点停了下去 后排的老夫妇 拄着拐杖 朝着后门走去 下车的时候 他们朝我挥了挥手 似乎 在向我告别 老夫妇走后 前门 诱上了两个乘客 这两个乘客 是一对在闹别扭的小两口 小两口看起来 都三十出头 男子有些微胖 穿着一身白色的T恤 和一件花色的沙滩裤 脖子上戴着一条金链子 女人趟着波浪卷 打扮得浓妆艳魔 冷眼一看 倒也有几分姿色 你说 微信上的那个刘莉莉 到底是谁 你和她什么关系 女人不停质问着 似乎在为自己丈夫 和别的女人聊天而吃醋 我都和你说了快一万遍了 我们没啥关系 就是普通同事罢了 男子解释道 你们既然没关系 你怎么会给她发红包 还发了不止一个 女人喋喋不休 那是上次我们一起出去吃饭 我们说好的A制 我当时身上恰巧没带钱 人家结的账 回家了 我得把欠的钱还给人家 男子不停地诉说着 好啊 你们还偷偷地 一起出去吃饭了 女人更加地生气了 当时公司救我们俩 出去吃顿工作餐怎么了 男子不以为然 公司救你们俩 你们出了吃饭 就没干点别的 女人说着 开始朝男子身上 不停地拉扯了起来 似乎要找他 讨要一个说法 你还有完没完呢 在女子不停地拉扯之下 男子终于脾气爆发了 他一巴掌 朝女子的脸上打了过去 哎 小伙子 你怎么打人呢 是啊 小伙子 你怎么能打自己老婆呢 车里人看不下去了 不停地谴责男子 我打自己老婆 管你们什么事啊 男子一边理直气壮地说着 一边朝女人的身上 又是狠狠地挤巴掌 师傅 车里面有人在打架 你管不管呢 车内的乘客 对着李磊 是喊了起来 你们不要打架 再打架我报警了 李磊有些无奈 这两口子打架 在哪打不行 非得跑到公交车上来打 是不是有病啊 我打死你 和同事一起吃顿饭你要管 抽烟你也要管 啥都要管 男子说着 干脆把女人推倒在地 袭在了她的身上 对着她使劲地打了起来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151集 打死人啊 救命啊 救命啊 女人在地上发出了痛苦的惨叫 车里的乘客们纷纷看不下去呢 师父 你快把车停下来 报警呢 是啊 马上就要打死人了 车内的乘客们喊了起来 李磊也看不下去了 公交车缓缓减速 准备靠在路边停下来 不要停车 继续开 我站在她后排 对着李磊大声喊道 你还有没有人心啊 我都快被打死了 你还不让师父把车停下来 躺在地上的女人 鼻青脸肿地对我喊道 小伙子 你也太心狠了吧 人家马上就要被打死了 再不报警 一条人命可就没了 车上的乘客 也开始对我有意见 你们不要被他们骗了 他们是故意骗你停车的 我喊道 胡说八道 我和老公吵架 为什么要骗公交车停车 女子质问道 你们不是上个月已经死了吗 我掏出来手机 打开了一则新闻 在上个月月初 幸福家园小区一对青年夫妇 因为外出吵架 在门口双双被91路公交车撞死 新闻里还有照片 照片上一男一女 两人血肉模糊 但依稀能辨别出来 他们正是在车上打架了小两口 算你狠 没想到我竟然翻出来以前的新闻 小两口看了我一眼 知道他们已经被我识破了 继续待在这里 没有任何意义 两人化作一缕青烟 消失了 小两口消失后 在驾驶舱开车的李磊再次的一阵后怕 这次又差点着了脏东西的道 他低着头继续开车 朝最后的终点站成黄妙失去 几分钟后 离终点站越来越近 李磊旋着的心渐渐地放了下来 而这个时候 他的手机铃声突然响了 开车的时候不能接电话 李磊就打开了免提键 从手机里传来了 蓝星交通公司经理的声音 喂 是李磊吗 经理在电话中说道 是我 李磊不知道经理为什么 会这个时候给他打电话 你还没有到终点站呢 经理问道 没有 李磊如实地说道 那就好吧 快把车开回来 不要回终点站了 经理道 为什么呀 好端端端 哪有让人突然把车开回去的 李磊坐了这么多年的公交车司机 从未预见过这种情况 让你开回来你就开回来 哪能不做废话呀 电话中 经理变得不耐烦了 李磊陷入了犹豫中 他不知道要不要听经理的话 这个时候 我朝他走了过去 一把挂掉了手机的通话 你怎么把电话挂断了呀 这可是经理给我打来的 毕竟电话是自己的上司打来的 是不能随便挂断的 这是你们经理的手机号码吗 翻出来通话记录 只见通话记录里显示刚才打电话的 竟然是一个空号 怎么会这样啊 李磊大为吃惊 这又是脏东西在蛊惑你停车呢 我说道 这群脏东西的搜索意可真多呀 从刚才他们就一直变着法的让李磊停车 这次他差点又被骗了 好好开你的车 把车开到终点站 今天就安全了 好 答应一声 你得开始专心致志的开车 公交车继续驶着一会儿 终于到了城隍庙 你得把车停在的庙门口 车内的乘客纷纷起身下车 过一会儿的时间 车里的人就兜兜逛了 今天的任务终于完成了 李磊伸了一个懒腰 轻输了一口气 今天的任务虽然完成了 但是那群脏东西的目的没有达到 他们还会捐土重来的 那该怎么办 李磊听见那群脏东西还一会回来 他顿时怕了 现在离天亮没几个小时的 你去睡一会儿 天亮后咱们去你公司找你经理 他一定知道这班公交车的真相 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 这辆公交车都是公司安排的 公司到底怎么回事啊 经理肯定知道得一心二戳 到时候我找他问问不就得了 经过我的提醒 李磊恍然大悟 快休息一会儿吧 睡两小时 称号公司到了上班的时间 咱们再回公司去找他 嗯 好 只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回家已经是来不及了 李磊就躺在公交车的后座 在上面瞇了一会儿 接着 天亮后我们一起朝 蓝星交通公司赶去 可是等我们来到公司的时候 经理办公室的门紧紧地关闭着 王姐 经理呢 对着办公室的门敲了好一会儿 里面竟毫无动静 李磊忍不住地 对着隔壁会计室的王姐 询问经理的去向 你说老曲啊 她去国外度假了 要一个月后才会回来呢 会计室有一个有些肥胖的妇女说道 怎么好端端的就度假了呢 昨天见面的时候 一切都好好的 今天说度假就度假了 而且还是去国外 李磊一时间难以接受 这就不知道了 经理的事我们做下属的不清楚 也不敢管啊 王姐嘀咕道 找经理打探事情的真相 这条路已经是走不通了 我和李磊有些失望地 从蓝星交通公司走了出来 出来后时间才刚到中午 我们昨天晚上忙碌了一夜 一直到现在都是滴水未进 我和李磊决定去找个地方吃点东西 我们俩找了一个小饭馆 点了两份盖胶饭 一边吃着盖胶饭 一边聊天 小师傅 你说该怎么办呢 现在经理不知去向 脏东西对我不依不饶 可有什么破解之法 李磊是真的饿坏了 他大口吞咽着盖交反 心中依旧是忧心忡忡 不要害怕 任何事物的诞生 都必定有他存在的意义 这辆鬼公交持续跑了这么多年 肯定有他的意义所在 我示意让李磊冷静下来 那这辆公交车的存在 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李磊感觉我在故意的卖关子 公交车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市场 当然是拉人了 李磊不加思索 对 公交车既然是拉人的 那鬼公交的出现 必定也是起到了运输的作用 把某种东西从A点拉到B点 我冷静地分析他 明白了 你是说第91路公交车 每天晚上都会攒一些 看不见的东西 经过我的点拨 李磊顿时开了窍 没错 而且有一部分人 不希望第91路公交车继续运营 所以一直从中破坏 前几人死的公交车司机 岂有可能就是被这群企图破坏运营的人 给谋杀了 我冷静地分析他 小师傅 您分析得太对了 李磊对我崇拜得五体投地 原来我不只会看风水 还懂得破案 前几人死去的司机 他们出现在你的公交车内 有可能是出于善心 发出某种警告 他们不想让我继续开车 所以每天晚上出来吓我 李磊说道 他们如果有心想杀你的话 早在前几天 就完全的有可能把你杀死 而他们几次现身 除了在后排 留下一张身份证之外 并没有杀人的意图 言之有理 经过你这么一说 我倒觉得他们每天晚上出来 其实是不想让我开第91路公交车了 李磊赞同说道 这辆公交车蕴含了太多见不得人的东西 我觉得咱们应该去终点站成荒庙一等 我总觉得终点站有很多的秘密 我说道 行 咱们吃完饭 就再回去看看 李磊点了点头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152集 我们吃完了盖销饭 付过了钱 就打着一辆出租车 再次回到了城荒庙 来到了城荒庙的门口 我们一起下了车 城荒庙的路边 树立着一个站牌 整座城荒庙附近 只有第91路这一班公交车 我站在了庙门口 朝着四周看了一眼 城荒庙地处郊外 周围荒芜人烟 大白天都极少有人经过 这么人际罕着的地方 为什么要在晚上 单独设一班公交车呢 这有些说不通 站在了城荒庙门口 朝着整座城荒庙 却大量了一番 城荒庙规模非常的小 只有一栋单独的庙宇 坐北朝南 青色的琉璃瓦 黄色的泥灰墙 一切看起来都非常的普通 我来到了庙门口 朝着庙的窗口内 朝里面看了一眼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庙里面竟然没有神像 在庙宇的高台之上 供奉的竟然是一个稻草人 城荒庙不供奉城荒 竟然供奉稻草人 天底下独一份 看到了稻草人后 我更加肯定了自己的猜测 这座城荒庙有问题 李雷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小师傅 稻草人下面 好像有什么东西 李雷指了一下 我低头一看 稻草人脚下确实 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 但隔得太远 他脚下到底是什么 根本就看不清 如果能用钥匙就好了 这样就可以打开门 进去看看了 想进去还不简单吗 看我的 李雷笑了一下 他从自己身上摘下了一根拉链 拿着拉链 来到了庙门口 用拉链的金属片 对着城荒庙的锁捅了几下 咔嚓一哄 锁被打开了 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受益 我有些吃惊 城荒庙的十字锁 几乎被李雷是秒开的 在开公交车之前 我坐过几年锁将 对开锁比较擅长 李雷酣厚的一笑 进去吧 看看里面到底有啥 说着 我带着李雷 就走进了城荒庙中 来到了城荒庙内 刚刚进门 我就感觉到了一股异样 城荒庙里面 一切都非常的正常 唯独高台上的稻草人 给人的感觉非常不舒服 稻草人好像一直在盯着我 这个稻草人 明明连眼睛都没有 偏偏给人一种 一直在死死盯着你的感觉 非常的古怪 进门后 李雷就迫不及待的 来到了稻草人的脚下 他终于看清了 稻草人脚下的东西 原来 稻草人的脚下 踩了十几片黑色的木牌 这十几片木牌 犹如某种祭祀 上面刻满了 各式各样的图案 仔细一看 这些图案 竟然是杀人的方法 第一个木牌上面 刻着一个人头被撞掉了 变成了无头尸 第二个木牌上面刻着一个小人 他腿和小腹消失不见了 第三个木牌上面的小人 则是上半身被某种东西给砸掉了 这些木牌上雕刻的东西 竟然是前几任第91路公交车司机的死法 仔细看了一眼小木牌的数量 足足17个木牌 而第18个木牌上面刻着一个小人 全身被大火烧成了灰烬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第18个小人就是李磊的死法 他会死于火灾 看到小木牌后 李磊倒下了一口两起 如果今天不及时发现这些小木牌 他将来指不定哪天就被火给烧死了 小师傅 这些小木牌好奇怪呀 不知道是什么人留在这儿的 李磊是拿着小木牌说的 留下小木牌的人 其实就是91路公交车背后真正的操盘者 他运营91路公交车 每日往城荒庙输送盲魂 来供奉城荒庙内的稻草人 心肠好生歹动 我一语盗破先机 开设第91路公交车的人和修建城荒庙的人都是同一个人 他之所以处心积虑的做了这么多 全是为了城荒庙内的稻草人 虽然还不知道城荒庙中的稻草人到底有何作用 但他费这么大的力气 供奉稻草人 必定有他的目的所在 供奉稻草人的 是我们经理吗 李蕾问道 这个不好说 我从未见过他们经理 不好下结论 我要不然辞职吧 李蕾已经打了退堂鼓 根据木白雕刻的图案 他到时候可是要被烧死的 即便现在没钱 大不了露宿街头 他也不想被火烧死 有人来了 这是外面传的一阵脚步声 我朝李蕾示意的一下 不要说话 然后我和他朝着稻草人后面躲去 整间城荒庙空空如也 没有可以藏城的地方 唯独在稻草人后面 有一处可以藏城的地点 我和李蕾一起爬上了高台 来到了稻草人的身后 这时城荒庙的门打开了 一老一少 两个男子走进了庙里 年老的男子 正是蓝星交通公司的经理 曲建国 他五十出头 头发有些花白 穿着一身蓝色的运动装 年轻的男子 则是一脸的陌生 他穿着一身高档西装 头发梳得增亮 戴着一副金丝眼镜 气质文质彬彬 认出来了自己公司的经理 躲在稻草人后面的李蕾 心里忍不住 一阵暗暗的嘀咕 经理不是去国外度假了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 少爷 发财神的祭祀 已经马上要满三周年了 三周年后 发财神升天后 咱们就再也不用运营 第九十一路公交车了 屈建国面色阴冷 这三年来呀 发财神把我们巷家 从一个濒临破产的 落魄交通公司 硬生生的发展成了 在国际上市的物流公司 发财神功不可吗 带着眼睛的男子 对发财心生感激 话虽如此 可是运营第九十一路公交车 毕竟做的是伤天害理之事 老太爷去世前曾经说过 如果继续运营 第九十一路公交车 巷家连亚洲首富 都有得做呀 但巷家从此以后 要断子绝孙呢 少爷 你不想是巷家以后 断了香火吧 屈建国好言相劝 这个当然 发财为的是什么呀 不就是为了自己的子孙 后代招相吗 子孙后代都没了 挣这么多钱有啥用 大言经的男子赞同道 可是发财神 毕竟是朱家祖先留下的 咱们偷了人家的发财神 只怕朱家的人 是不会善罢甘休啊 屈建国心中担忧 他们朱家的公司 马上就要倒闭了 到时候 就算是不甘心 又能奈我何呀 但眼睛的男子 不屑地异想 也对 这些天以来 朱家的人为了阻止 九十一路公交车的运营 费尽了心机 更是在暗中 冒害了咱们多名公交车司机 可惜 这人算不如天算 他们出家到头来 还是输了 屈建国点了点头 这个叫李磊的小子 也不知是福大命大 还是命中有贵人相助 昨天晚上 朱家派小鬼几次按下杀手 他竟然都没有冲场 这小子倒是有几分能耐 但眼睛的男子 惊叹道 他有什么能耐 他就是一个公交车司机 听说他花钱 找了一个非常厉害的风水士 昨天晚上就是那个风水士 一直保家护航 他才免于一死 不然 他昨天就被朱家 用酱头给烧死了 徐建国笑了笑 道出了其中的缘由 风水士 这世界上真有这么厉害的风水士 戴眼镜的男子 大为吃惊 风水士这东西 坑蒙拐骗居多 能帮助李磊连续渡过 朱家几次暗中下的毒术 那么他找的风水士 绝对不是普通之人 确实如此 听说那个风水士 叫张浩 才二十书头 但风水书的造诣 非常之高 在室内早就小有名气 徐建国已说过我的名字 年少有为 我倒是想和这个叫张浩的风水士 见上一面 和他交个朋友 大眼镜的男子 听说我这么厉害 对我记得结交之意 谁在发三生后面 徐建国眼尖 终于发现了 稻草人后面藏着人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 第153集 我和李磊心里 咯噔一声响 没到这么快 就被他给察觉了 仅已经被发现了 我和李磊干脆 从稻草人的后面 走了出来 李磊 认出了李磊 徐建国 眯起了眼睛 释放出了一股敌意 经理好 我们仲乔从这里路过 马上就走 尴尬一笑 李磊带着我就要离开 给我站住 我们前脚刚走 后脚徐建国 就追了上来 我和李磊知道 被他追上了准没好事 听见了他的喊声 我们俩不止没有停下来 反而加快了速度 见我们要跑 徐建国顿时就生气了 他的身法很快 三步并坐两步走 三两下就追上了我和李磊 然后一个凌厉的澡堂腿 一腿就横冲直撞的 朝我和李磊踢的过来 他的腿 有如一根大铁柱子 筋硬无比 一下子就把我和李磊给踢倒在地 我和李磊屁股都摔得开了花 摸了摸疼痛不已的屁股 我和李磊呲牙咧嘴地站了起来 哼 没做亏心事 跑什么跑 徐建国质问道 我们哪儿跑了 又不是你家 我们想离开这里 还不行吗 我没想到这姓屈的老头子 还是个炼家子 凭借他刚才的出手 我能明显地感觉得出来 以我和李磊的能力 就算加一块 也打不过他 徐建国还想说什么 被单眼镜的男子给拦下了 阁校就是风水师张浩章大师吧 带眼镜的男子 面带微笑地朝我走来 向少爷和你说话呢 还不达声招呼啊 见我傻愣愣地不知所措 徐建国在旁边怒指道 向少爷 你是向家的人 姓向的又是开交通公司的 据我所知 整个南城只有洪福物流的向问天一家 洪福物流是最近在美刚刚上市的物流公司 市值上百亿 而蓝星交通也是洪福物流旗下 一个微不足道的子公司 没错没错 在下正是洪福物流的少爷 向南 戴眼镜的男子承认说道 你们洪福物流 昧着良心运营第91路公交车 做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难道不怕遭天遣吗 我理直气壮的质问呢 不知道张大师有没有时间 我想和您一起喝杯茶 大家有什么话慢慢聊 感觉城隍庙内不是说话的地方 向南主动邀请我去喝茶 聊就聊 谁怕谁啊 看了一眼 屈建国有这么一个武艺高强的打手在 去不去喝茶 只怕由不得我 那请那请 向南对我的态度非常的尊敬 他伸了一下手 邀请出庙 我和李磊一起离开了城隍庙 走出庙门后 我才发现在城隍庙门口 停着一辆黑色的麦巴赫 这就是向南的作家 请上车 向南招呼我一起上了车 我和李磊 还有向南 屈建国一起上了麦巴赫 屈建国在前面开车 我和向南坐在了后排 李磊坐在了副驾驶 车子起动后 麦巴赫平稳地朝着市区的方向市区 和大多数有钱人一样 向南在京二区购买了一套高档壁书 从市郊到京二区 要有很长的一段距离 在车内 向南再次打开了画匣子 请问张大师学习风水书几年了 向南说道 没几年 我含糊不轻地说道 李磊请您帮忙 花了不少钱了吧 向南好奇地问道 他请了泡面都吃不起了 哪有钱给我呀 我苦笑道 向南一阵尴尬 李磊更是尴尬 他全身上下就几枚钢泡 连上午的面条钱都是我借的掌 张大师 你没说笑吧 向南显然不相信我说的话 他却在将请了起 我这么高水平的风水师 最少也得出赏费 也得几十万几步 有可能我因为某些原因 不愿意和他透露自己的真实情况 我可没说笑 上天有号称之德 做风水师 最重要的是做一些善事 并不能一味地追求金钱 我是感觉第九十一度公交车 有些不同寻常 背后有许多人受到了牵连 我不愿意让更多的人受害 所以才决定插手这件事 我解释说道 明白了啊 这就叫大人啊 向南对我一阵钦佩 车开了一会儿 马上交进市区了 昨天晚上没有睡好 现在困意些来 我们闭上了眼睛稍作休息 打了一个盹 我醒来后 发现我们竟然还在外环瞎转悠呢 看了一眼时间 我刚才最少眯了十五分钟左右 十五分钟的时间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按理说 怎么着也应该进市区了呀 向先生 我把在旁边同样昏昏欲睡的江南 给推行了 江大师有什么事吗 我打盹的时候 江南也眯了一会儿 突然被我推行 他有些好奇 你没发现咱们不太对吗 都过去这么久了 为什么还没进市区呢 我说道 确实有些邪门啊 老曲 你是怎么开的车啊你 向南对驾驶舱的曲静国问道 但是驾驶舱内毫无反应 老曲 问你话呢老曲 曲静国毕竟是下属 问他话 他竟然一声不吭 这让向南很是恼火 往前看了一眼 他彻底的惊呆了 曲静国竟然不翼而废了 驾驶舱空无一人 这么久以来 完全使车在自动驾驶 他的迈巴赫 有辅助驾驶功能 现在车完全靠着 驾驶辅助功能 在路上行驶 这种辅助驾驶功能 很不完善 新闻上曾经爆出过多几 用辅助驾驶功能开车 车毁人亡的消息 我和向南都惊出了 一身的冷汗 车自动驾驶这么久 我们没有出意外 实属幸运 别睡了 快过去开车 向南把在副驾驶 同样昏昏欲睡的李蕾 给推行了 让他去驾驶舱开车 干嘛推我呀 李蕾睡得正香 突然被人推行 有些不满 别睡了 快去开车 见这个小子浑浑噩噩的 向南顿时就发火了 经理呢 他怎么没了 李蕾终于发现了驾驶国不见了 别这么多废话啊 快快去开车 要不咱都得死 我马上去开 向南说道 答应一声 李蕾赶紧钻到了驾驶舱内 去驾驶汽车了 可是老须怎么突然就没了呢 我记得清清楚楚 从城隍庙出来的时候 须建国和我们一起上了车 但是在途中 他突然就消失不见了 太诡异了 这我也不知道啊 向南同样是一头雾水 李蕾 你坐在副驾驶 刚才你发现异常了吗 我问道 没有啊 我睡得很香 还梦见自己娶了媳妇 正准备洞房的时候 被你们推醒了 李蕾有些埋怨的倒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